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老是这儿约三个小时后 老兽神便到了 罗锋竟然是真身来了 罗锋当即飞了出去 很快便看到那虚空中悬浮着的巨大存在 那是蜿蜒盘旋着的 有着巨大龙手 龙手上有着九根尖角 九根尖角形成王冠状 他庞大的躯体上有着巨大的提爪 每一提爪有九根指爪 这星空十祖显然是在表现他的诚意 星空十祖 自兽神界一别 这是你我第二次见吧 的确很久没见十祖 当初受神界 十祖祝我 罗锋一直心存感激 哈哈哈哈 感激就不必了 你我也有些交情 那一切就直说了 现在情况 罗锋你是非常清楚 人类阵营和联军阵营 敌对的两大阵营 现在联军阵营在不断拉拢各方势力 单单我知晓的 投靠他们的就不少 投靠我们的 也有一些 哼 对 可是各族都知道 你人类威胁有多大 那些先散族群同样知晓 别说你人类族群承诺了 承诺 算什么 谁能保证将来不违背 对 宇宇宙族群 本就残酷血腥 等你人类真正做大 不受承诺 谁能保证 注定了 此次在拉拢各方 闲散族群方面 你们人类是比不过联军阵营的 所以 你们就敢联合我星空巨兽联盟 联合祖神教 联合那些独行最强者们 哦 我和祖神教三位祖神都谈过了 我星空巨兽联盟和祖神教乃是同进同推 这两股超然的势力竟然就这么联盟了 一旦抱成团 影响力自然就更大 来和人类谈判 或者和联军阵营谈判 底气自然更足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 一 我们需要宇宙之主突破成为宇宙最强者的远古文明修炼经验指引 而嘛 我们需要修炼到超脱轮回的详细之音 罗锋 你人类族群若是答应 我星空巨兽联盟和祖神教 则立即加入你们人类阵营 罗锋心中一紧 来了 果真是这要求 其实各方势力因为各自的角色 要求有些区别 像小势力们暂时根本不敢奢求超脱轮回 只想着能诞生一名宇宙最强者 他们族群好歹能保证不灭亡 能保证能存在三个轮回时代 师祖 难道你不知道本源意志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 你就应该明白 任何超脱轮回的讯息乃至更高层的修炼经验等 根本就是被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给遮掩的 所以我神类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闯过轮回 我和三位祖神谈过 当然了解 我让你人类急于我修炼到超脱轮回的详细指引 你们只需要给出足够的极客 比如达到宇宙最强者极限 达到那极限 至于往后 自然是我自己努力 能否答应 若是答应 星空巨兽联盟 祖神教 则立即加入人类阵营 不单单是我们两股势力 甚至我估计 诸多独行最强者们 他们也是一样的想法 你用这样的条件 一样能拉拢他们 就看你们人类族群 舍得还是舍不得了 有舍才有得呀 这需要你们人类族群好好抉择 罗锋沉默了 抉择 其实诸多独行最强者们 星空巨兽联盟 祖神教 他们都不在乎人类族群将来是否强盛扩张 因为他们对疆域不在乎 至少宇宙海是否多一股势力 是否多出一个比圣地宇宙还强的势力 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只需要得到传承 那修炼到极限的传承 至于方法 只要是得到传承 哪管什么方法 加入人类阵营 加入联军阵都行 就看哪一条行得通 许久 师祖 怎样 我思虑许久 不过 这事并非我能单独做决定 我需要回去和我的老师混沌城主 以及其他几位好好商量 若是最后我人类答应 我会立即亲自去通知师祖你 若是不答应 也会透过坐山客老师通知你 好 那我和祖神教就等你人类的答复 当天 罗峰虽然本尊在坐山客老师那儿 可是却通过虚拟宇宙去联系混沌城主 罗峰 你不是请坐山客帮忙炼制制宝吗 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吧 怎么突然来找我 是这样的 那星空巨兽联盟的老兽神和我见面 向我提出了条件 老兽神 什么条件 和我等当初猜测的一样 一 是宇宙之主 修炼到宇宙最强者的远古文明传承修炼之意 二 是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 宇宙最强者极限 那就是当初的元祖战力 并且他还说 他星空巨兽联盟和祖神教共进退 估计他们是联合了 祖神教 祖神教应该还没那么着急 他们的要求应该不会像星空巨兽联盟那么高 啊 你一步步崛起后 在宇宙海中闯荡 反而有些常识讯息倒是不知晓 祖神教的三位祖神实际上只是宇宙之主 并非宇宙最强者 啊 三位祖神是宇宙之主 这是个秘密 却只能算是高层的秘密 一来祖神教一成立 最早期便有了三位祖神 难道宇宙最强者这么容易诞生 一诞生就是三个 且都加入了祖神教 二来 三位祖神从未进入过宇宙海 三来 宇宙海中遇到的麻烦 都是九幽之主等一些宇宙之主来解决的 可 可祖神能够做到炎出法随 能够使用巅峰至宝 就发挥出六节顶尖战力 哈哈哈哈 什么是炎出法随 那是宇宙本源意志给予的一点特权 宇宙本源给那些最强者们特权 可一旦和宇宙之主交战时 宇宙本源又会剥夺最强者们这种特权 如果宇宙本源意志刻意偏袒 完全能赋予祖神们炎出法随的特权 炎出法随特权乃是刻意偏袒次语 至于用巅峰套装至宝 就发挥六节顶尖战力 不过是懂了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像你是靠自己感悟 像鹏宫是借助至强至宝上的秘文 而三位祖神则是原始宇宙本源直接赐予的秘法 类似天赋秘法 天赋秘法 罗峰明白了 如他的我为宇宙 只是三大祖神得到的赐予更加高一等 直接是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明白了吧 祖神教乃是原始宇宙本源弄出来的 他更是早早的选出三名强者当他的代言人 赋予他们特权 赋予他们天赋秘法 可是这三位祖神也同样肩负着很多责任 并且也有很多限制 若是真的一名宇宙最强者 向宇宙中的麻烦岂会不自己去解决 若真是一名宇宙最强者 当初的虚真魔神为何敢那般自信说 在宇宙海祖神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祖神根本就是唯宇宙最强者 他们自由都受到一定限制 只有等这一轮回时代结束 他们才能恢复自由身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 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突破成为宇宙最强者 不过星空始祖说的也有道理 贪婪是没有止境的 那三位祖神八大寿神 诸多护教寿神 九幽之主等诸多护教神主 这祖神教一派的宇宙之主们 既渴望成为宇宙最强者 也渴望超脱轮回 不过世上没有永远的联盟 祖神教和星空巨兽联盟 不可能真的同进同退 我会联系祖神教亲自说服一番 付出的代价最高是如何突破到宇宙最强者的修炼指引 那星空巨兽联盟怎么办 独行最强者们怎么办 等 现在大量的闲散族群小势力还在犹豫 我们尽量努力拉拢更多的宇宙之主 一百名宇宙之主就比得上十名独行最强者 既然如此 我们的重心还是在诸多闲散族群 若是能拉拢一定量 自然无需在乎那些独行最强者 毕竟对一个强大势力而言 支柱战力数量和巅峰战力都重要 从不朽到宇宙最强者 这远古文明系统性培养方法 代表着培育支柱战力 如许多宇宙之主乃至最强者 而巅峰战力指的是元祖层次战力 现在整个宇宙海还没诞生第二个原始层次的强者 若是将来我人类族群诞生一两位 再加上支柱战力数量足够多 那我人类才是真正的无敌 谁都渴望自己的族群强大 谁都不愿将自己族群巅峰战力的希望 也告诉其他势力 那些势力强了 比如独行最强者 某个独行最强者达到元祖层次 自然自信无比纵横宇宙海 加上无牵无挂 岂会在乎人类 将来完全可能会和人类出现矛盾 一旦斗起来 人类即使整体强 可对方无牵无挂 加上又是元祖层次 到时候便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等 等到局势稍微明朗些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三天后 罗锋从坐山客那儿 拿回另一件质宝古神眼 便立刻回到了人类疆域 甚至回到人类疆域后 罗锋还亲自担当过使者 出去说服一些小势力 你也看到 但凡加入我人类阵营的 至今未有一名宇宙之主陨落 或许 我族胜利把握不是很大 我不会像联军那边 那般吹嘘 他们的圣机 同样也没有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但是可以保证 特别是我族这边 有牧林之州 有黑玉塔 有星辰塔 都是绝对安全的 随我人类阵营战斗 保证绝对安全 至于你担心战后 遭到攻击 不用担心 我人类阵营 加入我方的宇宙之主这么多 自然团结一致 若是哪个族群 胆敢战后报复 那么我人类阵营联军 直接乘坐星辰塔 乘坐牧林之州杀过去 直接灭了他的族群 以此威胁 我就不信谁敢乱来 罗锋劝服着眼前 从无尽大地中冒出的一个巨大岩石头颅 加入我联军阵营 闭上 你们也看到 我联军阵营 刚开始就是六大势力联合 是我妖族 机械族 虫族 御族 京族 北疆联盟为核心 联盟极为牢固 并且 单单这六大势力 加上些附庸 宇宙之主 就达三百位左右 而且 还有闲散势力投靠 我联军阵营的宇宙之主数量 会不断暴涨 并且 我方的宇宙最强者 至强至宝 一律 占着极大的优势 什么 一只冲击宝物 那就是一笑话 我承认 那一只冲击宝物是厉害 可是你也不看看 我联军阵营 有多少宇宙之主 不探投靠来的闲散势力 仅仅是六大势力联合 便已经有三百位左右了 这三百位 每五十位宇宙之主分一个队伍 分成六支队伍 到时候 那一只冲击宝物再厉害 最多攻击一只队伍而已 毕竟 一只冲击宝物 对距离要求极高 距离越远 一只冲击就越弱 这一点 你们也知道黑文实柱 知道诸多一只宝物的共同点 所以 只要诸多宇宙之主队伍 稍微拉开些距离 比如上千万公里距离即可 便令他们最多攻击一只宇宙之主队伍罢了 如此啊 一只冲击宝物 对双方阵营实力影响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啊 将宇宙之主队伍继续分散 比如三十位宇宙之主 形成一个小队 那么遭到的影响就更小 总之 我方阵营已经占据绝对优势 而注定了和人类阵营的斗争不是短时间 而是长时间的 他若是不交出传承 那我们便长时间压制人类 压制人类阵营 定人类无法发展 定那些投靠人类阵营的后悔末期 甚至脱离人类阵营 双方都在拼命拉拢 人类本身就处于弱势 而六大势力联军阵营 则较为强势 时间一天天过去 原始宇宙各方都在注意着诸多变化 甚至连宇宙海中各大势力也注意着 恨 恨我等只能在宇宙海 若是我们也能进原始宇宙 那我们也能逼迫人类 也能有机会得到超脱轮回的机会了 唉 只恨我们根本无法参加呀 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哪个不是远超原始宇宙时代 他们随便拉出几个巅峰族群 都能横扫原始宇宙诸多势力 可惜他们有实力 却根本没法进入原始宇宙 罗锋站在栏杆前 手握着一块传讯令牌 银河灵主 上次你给予我的记忆之石 的确的确对我无用 你若是再给予我一颗 若是这颗记忆之石有用 那么我将给予你另外八件至强至宝 以换取第三颗记忆之石 如何 如果你有信心 如果你不是欺骗我 就该舍得给我第二颗记忆之石 东帝十足想要第二颗记忆之石 还是拿四件至强至宝来换吧 显然东帝圣帝也知道原始宇宙发生的事情 上次的至宝和记忆之石的交易后吃了一次亏 可东帝十足以为罗锋是无意的 因为罗锋看不到更深层次讯息 所以还想要第二颗 可东帝十足却硬是不愿再给至强至宝 他清楚 人类阵营处于困境 所以之前不急着谈 现在却和罗锋谈 我的条件还是那个条件 东帝十足 要是舍不得就抱歉了 不是他不愿 而是他清楚 他准备的三颗记忆之石 第一次给的已经是最好的一颗了 虽然他看不到 可对诸多记忆之石的珍贵性分类还是很清楚的 最好的一颗都没用 其他两颗自然更差 所以罗锋只能咬紧不松口 说不定东帝十足左思右想 最后或许还真的交易 因为卖家就罗锋一个 你爱买不买 任凭东帝十足智慧再高 也没有发挥余地 时间一天天推进 离一场即将到来的可怕战争 也越来越近 整个原始宇宙都陷入了一场超级战争前的可怕压迫中 连宇宙海中的各大势力也在观望 他们也渴望参战 可惜他们根本没法嫁入 罗锋 罗锋 速来 哈 罗锋当即一个瞬移 直接抵达混沌城主所在的主殿大殿内 而主殿大殿内 黑暗之主罗锋 彭公之主 龙行之主 冰封之主 荒剑之主 清东之主 一个个接连瞬移出现 罗锋一瞬移出现在大殿内 看到周围接连瞬移出现的一道道身影 仅仅片刻 包括大殿之上站着的混沌城主 一共十九位宇宙之主 人类宇宙之主竟然都到了 一位都不少 这令罗锋不由震惊 因为是有数位宇宙之主呆在初始宇宙的 可现在这几位神力化身也感到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师竟然召集了人类族群所有的宇宙之主 罗锋感到压力 就算此前出征三组联军 也从未人类所有的宇宙之主齐聚在这儿 一时间大殿内各个表情凝重 寂静 没有一个宇宙之主开口 无形的压力令在场所有宇宙之主 都感觉沉甸甸的 他们都看着混沌城主 混沌城主走下台阶 环顾周围一鸣鸣宇宙之主 诸位 局势发生大变化了 什么变化 混沌 出了什么事了 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老师 刚刚得到消息 大量的闲散族群 罗锋他们一个个顿时心中咯噔一下 闲散族群的宇宙之主是此次最终战争的关键 人类阵营和联军阵营 谁能争取足够多 那么优势就更大 现在看情形 难不成很多闲散族群投靠联军阵了 共282个强大族群 近万个普通族群 海量弱小族群 他们暗中应该是组成了一个联盟 啊 什么 联盟 闲散族群组成联盟 顿时一片哗然 罗锋他们都震惊了 那亿万闲散族群 所谓的普通族群弱小族群是很弱小的 就像生活在人类疆域内的金角族群等许多一样 这些族群连一名宇宙之主都没有 所以在宇宙中朝不保夕 更多是附庸依靠强大族群乃至依靠着巅峰族群 所以说是亿万族群 实际上主要是282个强大族群的联盟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闲散族群 这么闲散的族群竟然也能组成联盟 他们竟然能联合 一时间大殿内一片混乱 大家都震惊混乱了 这消息太震撼了 原始宇宙之前一共9大超级势力 每个超级势力像鸿蒙重族联盟等 都是约40名宇宙之主左右 北疆联盟宇宙之主最多 却也是100位左右罢了 且较为松散 所以原始宇宙还算平静 那无数闲散族群的联合太难了 他们的疆域分在原始宇宙各个角落 有些彼此仇怨还极大 联合 人类阵营联军阵之前就没想过 毕竟在极短时间内 让无数闲散族群联合 这实在太艰难了 282个强大族群 这 这得有多少宇宙之主 怎么做到的 形成一个联盟 不是嘴巴一说就能搞定的 牵扯那么多族群恩怨利益纠葛 谁地位高 谁地位低 谁领导 事情已经发生 很快就会公开 当初 闲散族群没受到足够的压力 而现在受到两大阵营影影响 逼迫他们战队 自然就有一些宇宙之主 想两步相帮 可又担心势单力博 所以开始拉拢一些宇宙之主 拉帮结派 之前虽然有这些争吵 可我没当回事 没想到 这一转眼都形成联盟了 并且 这联盟的盟主 是史化岛主 此话一出 大殿内更是一个个发懵 史化岛主 独行最强者之一 而且一直是很神秘的史化岛主 在独行最强者中 史化岛主作山客 北疆盟主 这三位堪称是最神秘的 如此神秘的家伙 竟突然成了 如此超级势力的盟主 这一超级联盟 有六大此一等势力 还有更多小势力汇聚而成 共二百八十二强大族群 宇宙之主数量超四百位 并且 我人类阵营和联军阵营 都有部分宇宙之主脱离 加入那超级联盟 脱离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19集 温顿 我人类阵营宇宙之主见少了 你们也知道 投靠来的附庸族群 毕竟只是附庸 战斗时 可以扣押部分宇宙之主 再出使宇宙当人质 可是之前 和三族联军战争结束 自然没理由一直不允许 他们回原始宇宙 此前 他们面对两难的选择 最后咬牙选择投靠我们 可是这一联盟暗中篡联时 自然联系了一些投靠我们 投靠联军阵营的宇宙之主 稍微一拉拢 就有些宇宙之主脱离了 前段时间 我人类阵队 我人类阵营宇宙之主的总数量 已经上升到超一百八十位 可是现在 加上我 也才一百六十二位 并且 还在持续由宇宙之主来辞别 他们要走 难道我人类阵营能拦吗 死意般的寂静 罗峰他们一个个心头压抑 当初那些闲散族群来投靠 仅仅是投靠 人类给出承诺 但也不可能说 永远卖身给人类 那些闲散族群为你人类 都战斗过一场了 没有要丝毫好处就离开 即使不准他们走 他们也能飞出初始宇宙 进入宇宙海 难不成人类要杀死他们 若人类真的敢这么干 那恐怕会引起更大风波 就在这些天 宇宙海中各大势力 很多都联系过我族 他们所要超脱轮回的 远古文明修炼指引 他们中很多都知晓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影响 所以都要求能修炼到 宇宙最强者极限的修炼经验 他们愿以至强至宝来做交换 宇宙海中各大势力强大 像神眼族海族等诸多族群 都有好几个宇宙最强者 拿出一件至强至宝 交换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修炼经验 他们是很愿意的 毕竟面临大限 他们岂会舍不得 可恶的宇宙海势力 就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来和我族谈判 他们知道 我们现在处于困境 就是困境 才来诱惑我们 不但是他们 就在之前 那东地圣地又再次联系到我 东地圣地 顿时一个个人都看向罗峰 人类不愿和其他势力交易 是因为将部分传承给其他势力 是给自己未来树立强大对手 可是给东地圣地不同 因为东地圣地 已经有了超脱轮回的存在 早就有了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经验 人类在给些简略的部分经验 仅仅是锦上添花 对人类族群本身没影响 东地十足很狡猾 很贪婪 很难从他那儿再得到至强之王 都是看准此刻我人类困境 宇宙海各大势力其实很眼馋 只是他们无法掺和 所以只能凑准了关键时机 看准人类处于困境中 然后拿出至强之宝来诱惑 毕竟对宇宙海各大势力而言 他们要合作只能找人类 像联军阵营根本没有各大势力想要的 至于借给联军阵营至强至宝 就怕借了一去不还 我们等只能等 等这闲散族群组成的超级联盟的反应 之前单独一个个闲散族群 没什么底气和我们提要求 可现在足足超四百名宇宙之主 比联军阵营还要多 是一股真正能影响最终战争的力量 可以说他们加入哪一方 那么哪一方就会赢 他们的底气足了 特别是那始化岛主 巧无声息的就成了这一超级联盟的盟主 这个神秘的始化岛主能做到这一步 怎能无所求 他定是有目的的 所以 这一超级联盟很快就会有动静 罗锋他们一个个点头心中都很沉重 其实大家都猜到对方底气足 那么条件要的就会高 难道人类真的要给 可不给 这超过四百名宇宙之主 若加入到联军阵营 对人类族群而言就是一场灾难 妖族将于血牙行 一股股意念降临在这里 北疆联盟则是黑莲之主的化身在这儿 可恶啊 静 这些弱小的小势力 最等的势力 竟然都联合了 形成这么一超级联盟 甚至原先投靠我联军阵营的部分宇宙之主 都脱离了 拦也拦不住 劝也劝不住 唉 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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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家伙 早就知道他手段非凡 竟给他弄出这一超级联盟 如此超级联盟 要弄成非同一般 我估计 去府刚一陨落 可能他就意识到将来情是如此 估计 所以就暗中开始布置此事 现在 主动权都在这超级联盟手上了 我们就等着 等着超级联盟 到底要干什么 联军阵营 人类阵营同样措手不及 半月后 超级联盟成立 正是对整个原始宇宙公开讯息 这超级联盟起名为自由联盟 一成立直接成为原始宇宙第一大势力 虫族 妖族 机械族等六大势力 虽然暂时组成联军阵营 可这是很松散的一个组合 本质上他们还是分成六股势力 可自由联盟不同 这新形成的超级联盟是非常稳固的 自建立起就准备永久存在 它类似于北疆联盟 只是比北疆联盟还要庞大的多 正因为将永远存在 自然团结度就高多了 金色的浪涛在星空中翻滚澎湃 早就席卷了周围 一些恒星行星宛如其中的一颗沙粒 且不受半分伤害 在这无尽金色浪涛中 有一座岛屿 岛屿上一尊尊巨大的王座呈环状分散开 每一王座上或者盘踞着异兽生物 或者能站立的强者 他们也分为血肉类 能量类金属类岩石类植物类等多种生命族群 一个个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在一个通体深紫色的王座上 正坐着一个微额的紫色身影 他发出的声音 回荡在周围时空的每一寸空间 各位 自今日起 自由联盟便正是屹立在这原始宇宙中 自由联盟 为了生存 为了自由 在座诸位一个个的族群 都是闲散族群 最强的一个也仅仅拥有六位宇宙之主 绝大多数一个族群 才仅仅只是一位宇宙之主 我们单独每一个 面对那两大阵营都很弱小 加入联军阵 有陨落危险我们也得上 可战后就算真的有好处 我们怕都难分到什么 而加入人类阵营 又面临战后遭到联军阵的报复 我们也是族群 我们也是原始宇宙一分子 我们连最基本的两部相邦 想要安安静静生存的自由都没有 谁甘心呢 我虽为宇宙最强者 可是此次两大阵营交战 仅仅一名宇宙最强者 也根本动摇不了大局 我也不甘心 在这茫茫宇宙中拼搏 生死中战斗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得到想要的 为的就是守护自己心中最重要的 为了追求 为了守护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自由 最基本的自由 连自己抉择的自由都没有 还贪什么守护 贪什么追求 所以便有了自由联盟 自由联盟建立 那些无法赶来的宇宙之主 都是化身赶到 我自由联盟共有298强大族群 宇宙之主数量更是达到了433个之多 一旦我们联合 不管是联军阵营还是人类阵营 都根本奈何不了我们 人类有意志冲击宝物 两大阵营都有宫殿类至强至宝 可是这又能如何呢 意志冲击宝物一旦暴露便已知晓它的缺点 至于宫殿至强至宝 只需要一二十名宇宙之主联合便能轻易抵挡黑玉塔 女皇宫星辰塔的吞袭 甚至是未来 即使未来人类强大强大又如何 人类族群现在才不做二十名宇宙之主 将来就算拥有一百位 就算远古文明再逆天 人类拥有三百位宇宙之主 那又怎么样 我自由联盟拥有四百多位宇宙之主 且随着时间推移还会增加 不管如何 即使人类将来强盛 我们也有自保之力 只要我们联合团结 则注定谁都奈何不了我们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所以 此次联军阵营和人类阵营的战争 不是危机 反而是自由联盟的机遇 以此强大的机遇 史华岛主的声音 在每一个宇宙之主耳边响起 也引出了那些宇宙之主心中的欲望 他们也有欲望 也有渴求 只是之前弱 没底气所要多少 可现在 他们只需要看看周围 看看那一眼看去密密麻麻的王座 看到那四百多名宇宙之主 巍峨的身影 便有十足的勇气和信心 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 如此强大的力量 就应该获得更多 随着时间流逝 投靠人类的闲散族群 宇宙之主还在继续脱离 联军阵营也是如此 过了半月 总算没有宇宙之主脱离 此刻 自由联盟的强大族群数量 已经上升到二百九十八个 宇宙之主更是达到四百三十三个之多 这一股力量 让联军阵营 人类阵营都为之震惊 感到无尽压力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二十集 妖族将于血牙星 六位宇宙最强者一年 以及星河之主黑莲之主 刘兰星主的化身 进阶聚集于此 我们六大势力联合 即使算上部分投靠我们的宇宙之主 这段时间 都有不少闲散族群宇宙之主脱离 并连我们联军队的宇宇宙之主数量 都不足四百位 即使加上几位宇宙最强者 我们的条件 联军阵营的这最高层的一个个彼此相识 自由联盟的确提过条件 条件很简单 一将来若是从人类族群那儿得到远古文明传承自然是共享 这毫无疑问 二 赠予自由联盟两件至强至宝 自由联盟将直接加入联军阵营 两件至强至宝 这自由联盟还真敢开口 此次和人类族群战争 不单单是为了我们 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 竟然还和我们索取两件至强至宝 这还用问 同样的条件 自由联盟当然更愿加入人类阵营 因为他们一旦加入人类阵营 则人类阵营必胜 且人类阵营又能给予他们远古文明传承经验 所以他们当然更愿加入人类阵营 给我们提出这么离谱的条件 不过是故意的而已 对 他们应该也对人类开出了条件 再等人类答复吧 至强至宝 有 北疆联盟 玉族 京族都没有至强至宝 我妖族还有虫族 机械族 才有至强至宝 一共才四件 给他们两件 开什么玩笑 别急 别 神类那边会给他们答复 说是人类拒绝 那我们和自由联盟就好谈多了 这条件 其实可以降 联军阵营有些无奈 人类阵营同样很糟糕 我人类内部需要好好上映 一旦有结果 自会答复 那我自由联盟 便等着混沌 乘出你的答复 片刻 主殿内便聚集了人类本族的宇宙之主们 自由联盟的使者已经来过 条件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高 宇宙之主到宇宙最强者 以及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 这一过程中的远古文明详细传承经验 必须先给予他们一部分 他们才会加入 等战后 给予另外部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至少也得给予他们 宇宙之主到宇宙最强者的 远古文明传承经验 如此 他们才会两步相邦 否则 他们将会加入联军阵营 哼 这些闲散族群还真敢贴啊 真有这胆子 能没胆子吗 有那么多宇宙之主 自然抵弃族 两步相邦 竟然还所有宇宙之主到宇宙最强者的 远古文明修炼经验 一时间 人类宇宙之主们各个心中满是怒火 可是再怒又如何 主动权在自由联盟 这事我暂时推下 不着急答复他们 看事情有无转机 人类的确不愿轻易传授经验 毕竟再简略的远古文明经验 必须得拿出部分让自由联盟的宇宙之主观看了 觉得大有收获 他们才会来帮忙 能让对方大有收获 等于是帮助对方 自由联盟本就强大 一旦得到部分经验 恐怕会更强大 先不急 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我人类族群最后的秘密 也得告诉诸位了 最后的秘密 混沌 我人类族群还有什么秘密 师兄 混沌 当年 元祖纵横宇宙海 绝对无敌 后来元祖决定走一条艰险的道路 他自知这条道路很危险 所以先是等到巨斧突破为宇宙最强者 接着又为我人类族群留下了阵族手段 而后才走上那条路 最后 元祖被原始宇宙本源永久镇压 我一直坐镇原始迷惊 这里便是我人类疆域最后的方线 罗锋 黑暗 横宫 你们和外族交战 我坐镇 我若是没手段 凭什么坐镇 此关键时刻 也让你等知晓 这最重要秘密 都随我来 罗锋等一群宇宙之主跟随着混沌城主从侧门而出 沿着走廊行走 一眼便可看到宫殿群后方远处虚空中浩浩荡荡千宝河中漂浮的一艘巨大箭船 沐灵之舟 师兄 去哪里 上沐灵之舟 此处虽然是原始秘境的核心之处 却也有很多一族宇宙之主在 防止讯息外泄 还是进沐灵之舟中 让你等仔细的看一份 片刻后便进入了远处那千宝河中足有千亿公里长漂浮着的沐灵之舟 沐灵之舟真是一旗宝 虽说又无法主动进攻这一缺点 可是论防御 特别是即使遭到宇宙最强者的攻击 他依旧能屹立不动轻易地扛下 这一点便是至强至宝宫殿都无法相比的 有他在 我族最后的宇宙通道便安然无恙 元祖被永久镇压 初始宇宙连接原始宇宙的宇宙通道 是被破坏一条便少一条 无法新建 即使有星辰塔和玉塔 可是遭到攻击依旧会被轰飞 依旧无法镇守保护那宇宙通道 可是沐灵之舟却要稳得多了 在宇宙海 那些达到七阶八阶微能的宇宙最强者 铺天盖地的集体攻击 都奈何不了沐灵之舟 更别提在原始宇宙内了 沐灵之舟达到千亿公里长 直接将宇宙通道保护在其内部的巨大舱室内 绝对安全 沐灵之舟内的一个电厅里 人类一群宇宙之主们齐聚在这儿 就在这儿吧 都看清了 这是 诶 这是什么 在混沌城主的右手掌心 出现是类似雕塑的物品 有着一座假山 一面湖水 一座木屋 山水屋 自然让罗锋他们感觉无比协调自然 可再自然就好似一件艺术品似的 虽散发质宝气息 可这气息很一般 估摸着也就普通质宝 高等质宝层次 若是强大如至强质宝 收敛则罢了 一旦散发 那气息是具有很强压迫性 老师 混沌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元祖留下的镇族之宝 不会吧 这绝对不是志强之宝 还镇族 我神力来催发 你们便可知晓 这宝物的威能 随即他掌心中 有丝丝神力在燃烧 能量直接灌入掌心的宝物中 顿时那宝物直接悬浮起来 并且迅速变大 而后 在电厅内 出现了连绵起伏高上万公里的山脉 山脚下则是高约上百公里的木屋 木屋前则是直径上千公里的湖水 来 混沌城主神体急速缩小变成十公里高 罗锋他们也是一个个立刻缩小神体 跟在混沌城主身旁沿着湖畔走 很快来到木屋前 混沌 这宝物的威能呢 我还没催发密闻 自然无法施展威能 混沌城主站在湖畔 同时旁边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正是那赤脚手持着斑驳的满是疤痕的石棍分身 混沌 此宝较为复杂 需要我本尊和这分身一同协力 供应的神力才足够摧发 混沌城主解释了一句 说完 只见那手持斑驳满是疤痕的石棍高大分身 大步朝远处的连绵山脉走去 当触碰到山脉时竟然直接融入进去 混沌城主本身也是直接走进湖水 踏着湖面来到了湖水中央 忽然 远处的连绵山脉开始澎湃着无比强大的波动 只见一个若隐若现的密纹 在周围空间中一闪而逝 随即一幕青色从那连绵山脉朝高空延伸开去 瞬间便已覆盖整个上方 就仿佛形成了青色的天空 湖水震产 大地震产 同时若隐若现的密纹流动而后消逝 无尽的大地延伸 形成了灰色的大地 青色的天空 灰色的大地 彼此一碰触 首先第一交汇点便是那座木屋 木屋忽然发出耀眼光芒 光芒万丈 无尽的光芒笼罩整个天地的每一寸空间 而青色天空 灰色大地 彼此还源源不断交汇产生威能 汇聚蜕变形成这无尽光芒 在这光芒照射下 罗峰 黑暗之主 龙行之主 他们一个个都露出震惊之色 因为仅仅是被照射 他们便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好强的威能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121集 此宝 是老师他当年耗尽无数心血才亲手造出 这里的山脉 大地 污水 木屋等等 实际上是由三万六千两百个部件构成 每个部件用材都极好 可构造的密法却很简略 只有组合后才能系统化 山脉 污水 木屋 三大系统 最终构成这一方天地 老师当年曾说 这 便是宇宙运行的初始规律 此宝 名为掌上宇宙 就好似 这就是简略化的小型宇宙 但凡是我掌上宇宙所能掌控的区域内 可以瞬间透过这掌上宇宙威能 同时施展出两次六阶顶尖攻击 并且 他所能影响的范围 最大可达到一光年 罗锋他们一个个瞠目结舌 这比领域类至强至宝还逆天 一般领域类至强至宝 在其领域当中的确可以瞬间操控领域攻击 可若是在宇宙之主手里 是不可能达到六阶顶尖的威能的 因为领域至强至宝起的更大作用是压制 在宇宙最强者手里 宇宙最强者通过领域至强至宝施展物出的一些强大秘法 或许才能达到六阶顶尖 可这样也仅仅同时只能施展一次 而混沌城主却是一次性同时施展两次 就仿佛有两名宇宙最强者在攻击 而且可以随时出现在一光年范围内任何一处 这是简略化的小星宇宙 一旦在这范围内便如同在小型宇宙内 而我便是他的掌控者 我一个念想便可攻击目标 即使是宇宙最强者陷入我这 我也能令他痛苦万分 甚至短时间内都无法逃出这范围 只是这掌上宇宙最大攻击威能就是六阶顶尖 在宇宙海中也是如此 所以在原始宇宙他更加有利 老师当年造出他就是为了守护族群 有了他 两三个宇宙最强者杀来都得吃大亏 老师炼制至宝的能力 虽仅仅最多能炼制高等至宝 可凭借诸多至宝结合 却能构成这一宝物 的确是远超我能想象 黑暗之主龙行之主荒剑之主他们一个个都看呆了 亲手弄出一件比领域至强至宝还厉害的宝物 当然若是在宇宙海就没有至强至宝厉害了 机械流 这就是机械流的思想 这大量的小型部件最终汇聚成三大系统 其实就和事物羽翼很像 事物羽翼也是大量部件构成 分白色羽翼五对羽翼转化的圆 而这掌上宇宙也是部件结合 转化核心是那木屋 论复杂程度甚至这掌上宇宙更复杂 掌上宇宙属于较为低等的机械流宝物 单单圆上蕴含的文明层次就远超掌上宇宙了 不过从构造来说 事物羽翼构造系统其实很简单 而掌上宇宙则复杂得多 混沌城主需要两大分身一起来推动 当然论复杂也远远无法和木陵之舟宇宙周比 不过很明确的是 这是机械流派 所以才能看似微能一般 实际上却能爆发那么强的威力 而且威力也有极限六阶顶尖 即使进入宇宙海依旧如此 一为天一为地一为天地之心 黑暗光明元气之地 一个个宇宙之主都看着这一方简略的宇宙 罗峰也看着 虽是机械流 可这掌上宇宙蕴含的秘法却是宇宙运行之道 而且比它的微型宇宙要高明多了 时空的汇聚 一方宇宙的诞生 罗峰也看着天地 那无尽的青色天空 灰色大地 以及会合点木屋 所散发的无尽耀眼金光 这一切隐隐蕴含着这宇宙间的制道 真正法则运转的根本奥秘 罗峰一时间完全沉浸其中 自从达到宇宙尊者极限瓶颈后 一直无法突破 可此刻却是灵光闪现 诸多念头浮上心头 罗峰仰头看着 渐渐地露出了笑容 悬浮着的山脉湖水木屋 以它为中心 浮散开的周围广袤空间 进阶是其掌控范围 仅仅这珊瑚木屋 最大操控影响的范围 可以达到直径一光年 这是何等广袤的区域 在这一区域内一念所致 即可施展出六阶顶尖威能 厉害 实在是太厉害了 在原始宇宙 它比至强至宝还强啊 只是操控稍微有些复杂 需要混沌两大分神一起操控 简化的小心宇宙 元祖怎么做到的 唉 我看不懂啊 根本看不懂啊 不愧是元祖 元祖能创造虚拟宇宙 在宇宙运行之道上 已达到极可怕的层次 所以才弄出这一起宝 掌上宇宙吧 罗峰 罗峰 别打扰罗峰 难道他要突破了 我这徒儿就突破了 罗峰在秘法上都创造出 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了 在法则感悟上也早达到瓶颈极限 也早就感悟兽神之心 可以说诸多条件一切都齐全 而他的化身是时刻在传承空间的修炼空间中修炼 万倍时间流速下早修炼很多年了 罗峰的积累实在太充足 即使再慢 外界熬个几十年也铁定能突破 快则随时能突破 这突破有时或许情绪一激动 或者一感动或者看星空运转或者生死战斗时 总之说不定某时一点灵光心有所悟便突破了 掌上宇宙乃是奇宝 罗峰看不懂事无语义 看不懂目灵之洲 因为都很深奥 可掌上宇宙距离他很近 他都创造出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这掌上宇宙蕴含的属于宇宙最强者极限罢了 罗峰能够隐约感悟 这一触动便令他这么久一直卡住的瓶颈 瞬间便悄无声息突破了 老师 罗峰忽然睁开眼 混沌城主看过来 师徒俩眼神一交汇彼此都明白了 混沌城主脸上都难掩激动之色 他这徒弟实力逆天 未突破已经那般强大 一旦突破 给即将到来的最终之战 怕会有更大的帮助 我先出去一趟 去吧 罗峰的神国无尽广袤 称得上是无穷无尽 无尽幽海不断荡漾着 无峰海起三尺浪 这无尽幽海足有过八百亿公里直径 又深又是广袤 平常的浪涛都大得惊人 有着无尽幽海在 加上神国本身的加持 便是宇宙最强者杀进来 都得吃大亏 原本很平静的神国 当在牧林之州内的罗峰突破瓶颈时 原始宇宙本源法则直接降临 那无尽微压笼罩整个神国 原本还算平静的无尽幽海 顿时汹涌澎湃起来 嗯 在无尽幽海中忽然冒出一道身影 正是幽海分身 幽海分身仰头看天 在无尽幽海的上空 出现了无比巨大的漩涡 黑色白色漩涡 一圈圈巨大漩涡广袤无尽 携带着无穷无尽的威能 直到突破 罗峰瞬间令之前的幽海分身崩溃 而后立刻再重新孕育新的 如此才是最快回归神国的一个办法 罗峰幽海分身立刻一闪 直接顺移到整个无尽幽海的边缘之外的高空中 突破了 这气势 太可怕了 罗峰看着上空那直径超过千亿公里的巨大漩涡 不同于上次突破宇宙尊者时的五彩漩涡 这次却是白色黑色彼此轮流 一圈巨大的黑色漩涡 内部是一圈白色漩涡 再内部又是黑色 一圈套一圈 散发着滔天的威压 在这巨大漩涡的中心便是一条通道 一条连接着宇宙法则海洋和罗峰神国的通道 关键时刻 罗峰顿时明白 到了突破时最关键的时刻 吞噬神力 无尽幽海 如此庞大的体积 要增加神力需要很久 而神体越大 那么恢复能力越强 就算一名宇宙之主瞬间自爆 可这瞬间自爆消耗神力的速度 都远远不及吴晋幽海自动恢复的速度 随着体积越大 能量越大 恢复越加惊人 所以在初始阶段 吴晋幽海增长是很慢的 吴晋幽海从100亿公里到200亿公里直径要好久 从200亿到直径800亿却快了很多 可和未来比依旧慢很多 越到后来速度几何往上爆炸 否则如九幽之主也不至于弄了那般庞大的九幽之海 罗峰即将成为宇宙之主 他的无尽幽海和九幽之海比还差很多 所以自然更得珍惜此刻机会 昏噬神力的时间有限 必须最高效力吞噬 那黑白色一圈圈交杂的漩涡核心 那直径数百亿公里的漩涡通道 却是直接疯狂倾泻着滔天的神力海水 宛如海洋崩塌 海水倾倒速度之快 简直可怕 比上次罗峰突破为宇宙尊者 还要快得多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编江工作室制作 罗峰所有意志都竭力操控着无尽优害 疯狂吞吸 立刻转化 原本是万倍基因尊者及神力 立刻飙升百倍 达到万倍宇宙之主及神力层次 吞吸转化 那漩涡通道 清道神力海水的速度 完全和罗峰无尽幽海吞噬的速度有关 若是吞噬够快 那清道自然更快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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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峰竭力操控着 他也感觉到意志强大后的好处了 强大的意志也令他操控下转化效率大大提升 可是再提升也还是不够 仅仅片刻 整个神国恢复平静 原始宇宙本原法则 微压已经退去 可以大肆吞噬神力 也就那么短暂一会儿罢了 我的无尽幽海 直径八百亿公里 刚才一会儿 转化的神力 达到我无尽幽海的体积 约百分之十五 罗峰估算道 整个无尽幽海 直径约八百亿公里 其中有超四百亿公里直径的体积 已经转化成功 占体积的百分之十五 论效率算很高了 毕竟这无尽幽海太大 上次我突破为宇宙尊成 转化率是百分之十二 这次反而提高了一些 幸好我一直突破 若是一直没有到宇宙最强者层次 怕是这次的转化神力要少很多 罗峰坠入无尽幽海 自动分解融入无尽幽海中 很快 无尽幽海中再度凝聚出一尊新的幽海分身来 这幽海分身高近万公里 神力层次也是千倍宇宙之主基因神力层次 比之前还是宇宙尊者及时的罗峰本尊 神力还高十倍 整个无尽幽海 依旧和遥远的宇宙本源法则海洋产生共振 吸纳着神力 努力转化着整个幽海 只是这速度就无法和刚才想 三道光芒同是出现在神国中 并且在高空中化作三道流光 肆意地飞行 而且一股股神力迅速从下方的幽海飞出 直接包裹上方的三尊神体 那三尊神体正是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磨砂族分身 瞬间 三尊神体发生蜜变 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神力立刻飙升百倍 达到万倍宇宙之主基因神力层次 磨砂族分身也同样飙升百倍 达到百倍宇宙之主基因神力层次 我这磨砂族分身论神力 都和之前的本尊相当了 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磨砂族分身 幽海分身 各个都充满战意 神力一弥补 像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就算拿着巅峰至宝 都能爆出六阶顶尖战力 磨砂族分身拿着血影刀 也是六阶顶尖战力 幽海分身更是手段众多 罗锋四大分身都飞到了神国的核心 那座神殿前的广场上 四个都分散开坐下 金角巨兽则是趴着 现在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磨砂族分身 到了宇宙之主后 磨砂族分身的百倍基因瓶颈 不再有了 可以提高到千倍生命层次 乃至万倍生命层次 关于提高生命基因的材料 我都准备好了 第二件事便是我的神国 突破到宇宙之主 神国也要更加完善 磨砂族分身不是血肉类生命 无法修炼九节秘点 只能和正常宇宙之主一样 必须到了宇宙之主层次 才能在百倍基因层次上 往上提升 罗锋看着自己广袤的神国 神国此刻正缓缓蜕变着 范围变大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神国架构 越加稳定趋于极限 要知道 此次完善蜕变后 等下次突破 便是神国到小型宇宙的突破了 这次便是神国的终极成功 人类将于原始秘境 自由联盟 祖神教 星空巨兽联盟 诸多独行最强者 都在等我人类答复 都妄图知晓传成更多讯息 如何成宇宙最强者 如何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 如果真的全部传播出去 这远古文明传承 不就等于全都告诉各大势力了吗 多疯拼搏又是为何 远古文明传承 对人类而言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系统性的从低到高 能更高效率地培养出宇宙之主 第二是让宇宙之主们成为宇宙最强者 乃至达到极限存在 现在各大势力主要是想要第二部分 可是人类即使将来再繁衍 也需要足够的僵域 如此能有数百名宇宙之主就不错了 若是没有足够僵域恐怕宇宙之主数量过百就不错 而各大势力现在的宇宙之主数量近千名 一旦得到指引 注定了宇宙最强者会接连诞生 效率大大增加 甚至会接连出现几个元族般存在 这样的话 这远古文明传承 人类得到和得不到有什么区别 反而便宜了外族 如此还不如死拼到底 各族一点都别想得到 我族即使退守出使宇宙 以罗锋突破为宇宙之主更加强大的实力 特别是他四大分身 各个有六阶顶尖战力 那所谓的联军阵营总不能永远聚集在一起 罗锋四大分身 彭宫 黑暗 我完全能打拼起来 最多沉寂一段岁月 终有翻身之时 就在混沌城主思索的时候 忽然远处下方蜿蜒的廊道上 一道人影正走来 来者穿着简单的银白外袍 令混沌城主眼睛一亮 罗锋 罗锋 老师 突破了 是 地球人本尊金角巨兽分身 都达到宇宙之主神力的一个极限 就算是宇宙最强者们在宇宙海 神力也最多发挥这一程度 可以说在神力上 这两大分身都已经不弱于任何一位存在了 魔沙族分身的基因进行提高 也达到了三千多倍生命基因层次 神体高度也达到上万公里高 只是想要达到完美基因 短时间内很难 毕竟鸿蒙内部对魔沙族宇宙之主基因 提高所需的珍贵宝物 储藏并不够多 不过三千多倍的基因层次 也使得魔沙族分身无比强大 幽海分身最弱 一千倍基因层次 可也比未突破前的本尊强得多了 总之 在原始宇宙 四大分身都能轻易发挥出六阶顶尖战力 而在宇宙海 罗锋的战力更加强大 特别凭借断灭更能越极爆发 可以说 不管是在原始宇宙还是宇宙海 罗锋此刻战力的确是属于最高行列了 就算法则方面不如宇宙最强者 可也能靠血影刀 三代祖师所留下的绝血之断灭来弥补 好 很好 老师 之前我见你似乎在烦恼 烦恼即将到来的最终战争 能不烦吗 自由联盟的突然建立 令他话语权大增 现在 他在等我们的答复 祖神教 星空巨兽联盟 独行最强者们 很多都来联系过我人类族群 都提出要求 都在等我们答复 老师 你的意思是 哼 若是真答应他们 这传承 不就等于全部便宜了他们 我人类族群辛辛苦苦又为了哪班 若是那样 还不如鱼死网破 归回初始宇宙 并且 谁敢回我人类疆域 我们也能乘坐牧林之舟 杀倒他们的疆域 如此鱼死网破 也比全部便宜他们为好 老师 我有一个想法 想法 此番我突破为宇宙之主 实力大增 特别是我的无尽幽海分身 更是蜕变 若是这样 的确局势好很多 只是 这样 你的无尽幽海 扛得住吗 老师尽管放心 若是真的对耗起来 论消耗神力 我还真不怕 他们的神体消耗光了 弟子的无尽有害怕都没事 至于其他方面 我也仔细想过 有星辰塔在 一切绝无问题 完全能施展 混沌城主依旧皱眉 带着一丝担忧 因为罗锋的计划太疯狂 一不小心 罗锋可能就陨落 别急 先试验一番 先试验 你亲自感觉下 若有把握 才能进行这一计划 在混沌城主眼里 将来的人类族群有希望成最强者的一个是他 另一个是罗锋 并且罗锋得到段东和一脉传承 且是唯一传人 将来超脱轮回的概率恐怕比他这个做老师的还要更高 所以宁可与死网破退守出使宇宙也不能拿罗锋的性命开玩笑 好 那便先试验一番 我去召集宇宙之主 当天 人类将于原始秘境中的宇宙之主开始一次大召集 足有超过百名宇宙之主聚集在一起 进行了一次试验 试验过后 混沌城主更是亲自去找元祖一番交谈 随即又和罗锋仔细确认 好 试验过 你自己也确认有把握 元祖也认为没问题 那么就这么干 这些天 祖神教星空巨兽联盟 那群独行最强者 特别是自由联盟 一个个真是够贪婪的 他们不是要答复吗 好 我给他们答复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二十三集 老师 说不定 情况会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好 帮我们 还是帮联军阵 让他们抉择吧 之前他还犹豫 毕竟与死网破的话 将来人类族群的发展将会很缓慢 必须要熬很长时间 要下纳已决定太难 而罗锋提出的计划虽疯狂 可在原始宇宙的确能实现 为了这 他召集了上百名宇宙之主试验 也召集了人类的其他宇宙之主商议 更和元祖商议过 最终 大家都同意了新的计划 既然如此 那就干吧 痛痛快快 干上一番 遥远的祖神秘境 祖神宫内 聚集着三大祖神 八大兽神 以及诸多护教兽神 护教神主等 聚集在这里的部属于人类阵营 联军阵营和自由联盟 他们都是完全属于祖神教 而且几乎都是特殊生命出身 大殿之上 有三大王座 分别坐着三位祖神 中间的一位乃是有着 猙獰瘦手 一根根手指粗的头发垂下 目光泛着油绿色 扫视下方 下方的一大群宇宙之主们 像九幽之主等等 一个个都翘首以待 各个有着渴望 诸位 人类那边被我祖神教答复了 他们的答复很简单 仅仅仅给予我们祖神教 如何成为宇宙最强者的远古文明指引 人 此话一出 令下方的一大群宇宙之主们一静 大都露出吃惊之色 他们都很吃惊 因为人类现在处于困境 竟然答复都如此强势 我们之前提出的要求是两项 一是宇宙之主 怎么成为宇宙最强者 另一个就是 怎么达到宇宙最强者极限 那人类族群第二条不答应 三位祖神 那人类仅仅答应一条 难道不能继续谈判 这是他们最后的底线 诸位决定吧 是否加入人类阵营 星空中广袤的无尽金色浪涛中 漂浮着的一座岛屿上 岛屿上那四百多尊 分散成一圈的王座上 正聚集着一道道身影 各个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当这四百多道气息汇聚在一起 令周围时空都扭曲了 这便是现如今 原始宇宙第一大势力 自由联盟 他们也一直在等待 人类族群的答复 而就在刚才 人类族群使者便已经来回复过了 我人类族群 劝以赠予你 宇宙之主 如何成为宇宙最强者的远古文明 修炼讯息 以此条件 你自由联盟助我人类 迎战联军阵营 这是我人类族群 所能答应的极限 且无需再有所谈判争议 人类族群使者的答复非常干脆 就这么一条 答应不答应 尽在你自由联盟 人类的答复 每一位宇宙之主应该都知晓了 其实少数不知道的几位 相信现在和其他宇宙之主交谈 也必定都明白了吗 既然如此 我等该如何抉择 诸位都说说吧 人类族群实在太嚣张 根本没将我们自由联盟放在眼里 现如今 放眼元氏宇宙 我自由联盟才是最强的 我是没我们帮助 他们在元氏宇宙无法立足 人类到底有什么平常 尽管这般嚣张 一点退路都不留 哼 真是找死 自从自由联盟成立 他们便感觉在原始宇宙 他们地位不同了 不再是过去弱小的闲散族群 而是强大的自由联盟 他们认定了 人类必定得求他们 所以充满信心 可这次人类的答复 自然让他们都十分恼怒 当一些高声咆哮时 也有宇宙之主彼此暗中交谈 爷爷 你们那一派怎么想的 怎么想 其实我们困在宇宙之主 已经很久很久 能成宇宙最强者 才是我们当前最急需的 至于成为宇宙最强者极限 比我们还遥远得很 我们整个自由联盟 最想要达到最强者极限的 是那位史华道主 对我们而言 其实人类给予的条件 也够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 史华影响力不小 绝对不会轻易答应 还有些 过去遭到巅峰族群欺辱的 一些自信心爆炸的家伙们 自信现在了不起 也是 站在史华岛主那边 史华岛主坐着 看着争论发生 他目光扫过密密麻麻 四百多位宇宙之主 自由联盟虽然庞大 可正因为太庞大 且有些彼此还有着生死大仇 只是因为此次两大阵营 压迫缘故才联合的 实际上内部的派系 之多之混乱 这些派系有些激进过于自信 有些胆怯还如当初那般 仰视巅峰族群 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有些沉稳 有些狡猾 要想让他们都听我的 很难 得想办法让他们都在此次这一问题上 站在我这边 必须得逼人类交出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传承讯息 宇宙之主们寿命无比漫长 而此次事情又无比关键 自由联盟内部派系又多 特别有些派系彼此就很不对盘 各种争论 就算是史话岛主也控制不住 竟然足足争议了半个月 也依旧未曾谁能说服谁 这么多宇宙之主有野心的不少 自由联盟这么强大的势力 肯定有不少家伙 想要掌控这股势力 就像北疆联盟 盟主纯粹是挂名的 没有实权 有实权的是星河之主 黑莲之主 刘兰星主 现在自由联盟内部一些有野心的 显然也是妄图将史话岛主弄到一边去 让史话岛主成为一个纯挂名的 而史话岛主自然不会甘心 让手中的权力被夺去 此次关于如何抉择 内部的争议 便反映了自由联盟内部派系之分 权力之争的潜在威胁何等严重 星空神山的山顶 有一座独立山峰 名为石祖山 石祖山上 周围时空变色 粗大的电蛇滚滚 气氛无比压抑 隐隐显现的蜿蜒庞然大雾 在石祖山上 人类 好大的野心 石祖 我等 该如何抉择 石祖 我们便让那人类阵营 直到我星空拒收联盟的厉害 他们既然不愿交 那我们就想办法 逼他们交 人类曾诞生过元祖 那等存在 字里本就有着傲气 现在他们族群内的罗锋 又得到断东河一脉的传承 哼 又怎会不生出巨大野心来 他们岂会轻易交出最高战力的修炼方法 我本以为在绝对困境下 他们会妥协 没想到 他们还是不愿交出 他本以为和罗锋也算有些交情 加上罗锋如今的地位 在人类高层有很大话语权 在这基础上 他又亲自去和罗锋商谈 给足人类面子 本以为这样人类或许会将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经验方法传于他 可事实是人类还是不愿交出 只愿意给予如何成为宇宙最强者的远古文明修炼之眼 十足 说吧 我等怎么办 十足 别急 还不着急抉择 我想 以人类的个性 即使联军阵营战胜 不怕他们退缩到初始宇宙都不会交出传承的 我们等待 等待机友 等待人类陷入真正绝境时刻 我就不信 他们真不急 若是到最后时刻还不肯答应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在最后时刻加入联军阵营 令他们败得更惨 是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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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鸣星空巨兽都吼叫着 他们中和其他族群宇宙之主或许有些交情 可是在牵扯到整个族群的利益上 他们都是毫不犹豫站在自己族群的角度 就像罗锋也认识很多朋友 可此刻他同样站在人类族群角度 族群的生存战争就是如此残酷 人类族群给自由联盟祖神教 星空巨兽联盟独行最强者们都一一答复了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满意 人类将遇原始秘境 我们的答复 他们中肯定有些很不满 不过他们必须面对抉择 选择联军阵营 即使战胜都可能得不到丝毫传承讯息 选择我们 即使战败都可以获得部分传承血腥 对 所以情况应该不会太糟糕 估计还是会有势力投靠我们的 嗯 即使我人类族群暂时发展减慢 可要不了太久 照样能迅速崛起强大 对 去 大大大 星辰塔开始迅速地不断变大扩张开来 高度也不断增加 上亿公里 十亿公里 百亿公里 带得整个星辰塔的塔楼边缘一直扩张到靠近远处罗峰居住的那座宫殿时才终于停下 开始布局吧 走 我也得看看这场景 这震撼场景不看 以后可难得看到 走 他们俩便直接飞到了威俄星辰塔的底座边缘处 那里正靠近罗峰居住的宫殿 两人直接进入宫殿内 很快来到内部一个宁静巨大的密室内 黑暗寂静的密室中 其中一面墙壁上正有着巨大的精美雕刻 整个雕刻约有十万公里高 毕竟这些宫殿乃是给宇宙之主们居住 宫殿本身自然就无比威俄 用来修炼的密室自然也足够大 一面墙壁高度十万公里也很正常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春世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吃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24集 神国传送固定通道已经建立 这里便是其中入口 直接连接我的神国 走 看似正常的精美雕刻 实则乃是通道入口 罗锋一迈步便碰触在墙壁上 墙壁犯着一丝波动 罗锋便整个进入了 黑暗之主也跟着进入 星辰塔内有磨砂族分身坐镇 自然能轻易操控星辰塔 也不担心 无尽广袤的神国 无尽幽海 无尽幽海汹涌澎澎湃 在幽海的上方 竟然半空悬浮着一个光幕 光幕中走出两道身影 正是罗锋和黑暗之主 这就是你的神国 不错 罗锋的神国已经达到极限 再进一步便是小型宇宙了 如此强大的神国 就算宇宙最强者 也不敢闯进来 所以到了现如金罗锋这层次 神国已经没有 丝毫隐藏的必要 你这无尽幽海神体 厉害呀 有这样的神体 神力还真是源源不绝了 并且 一是他夺射了金角巨兽 二是当初他选择的血液 是金角巨兽孕育成兽的一个极限 若是超出极限 也根本无法孕育 三是他有九节秘点 才能将原本钱力一般的血海 基因层次上不断提高 钱力才从皇子层次 达到了九幽之主层次 这运气 我是想要就能到手的 那我开始了 罗锋看向无尽幽海 一时开始操纵起来 顿时无尽幽海海水汹涌 只见海水仿佛一条蛟龙 直接飞起冲住那光幕中 沿着那光幕入口 汹涌的幽海海水 在疯狂地朝通道另一端 滚滚冲去 而原始秘境 罗锋修炼的那一密室的雕像墙壁 也是疯狂涌出大量的幽海海水 原始秘境 核心之地 罗锋混沌城主 他们的宫殿都是分散在周围 千宝盖荡漾着 在千宝盖中央正有着一尊高数百亿公里的九层塔楼悬浮在那 雪沙海 塔楼中忽然飞出一道身影 一身黑衣正俯瞰着眼前 磨砂罗锋迅速操控起来 一时间慢慢雪沙海 迅速将周围近百亿公里笼罩 自然也笼罩了罗锋居住的宫殿和星辰塔的底座的其中一部分 汹涌的幽海海水直接从罗锋居住的宫殿中飞冲出来 宛如水龙速度更是达到近乎光速 而星辰塔底座毗邻罗锋宫殿方向的一侧门也开启着 这一侧门高遍有十亿公里 那海水水柱便轻易冲了进来 直近十万公里的水柱 即使近光速飞冲过来 要将整个无尽幽海转移过来 依旧得好久好久 摩沙族罗锋在飘荡的冰冷雪白沙粒中微微骤了 是得很久 至今才十万公里的水柱 而无尽幽海乃是直径八百亿公里的庞大海洋 这水柱已光速不断喷发 即使喷发足足一年 依旧是整个无尽幽海的一星半点 要知道 很多宇宙之主神体都没有十万公里高 罗锋这幽海海水水柱 即使传递一年都没怎么撼动幽海 可见其浩瀚 还得继续建立神国传送通道 摩沙族分身在这边 地球人本尊在神国 二者同心协力 开始了建立固定神国传送通道 固定神国传送通道是非常常见的 像黑龙山帝国开国大帝那种很普通的不朽 都能建造固定通道 或许对普通不朽而言 这代价不小 可对罗锋而言 就算建立万条百万条固定传送通道 都是非常简单随意的事 请 你 魔杀罗锋指着罗锋居住宫殿庭院的其中一片空地 直径约百万公里 整个通道迅速凝固稳定 神国传送通道可大可小 越小越轻松 越大需要稳定就越难 特别随着神国传送通道不断变大 所需代价也急剧提升 罗锋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不在乎 可也不愿浪费太大 所以他建造的神国传送通道入口 一般最大直径才百万公里 小则数万公里直径 一座座通道建立 一条条幽海水柱 或是无比粗大 或是纤细 宛如万马奔腾 个个近乎光速 迅速朝星辰塔的那一侧门冲去 那侧门毕竟高就有十亿公里 可轻易容纳诸多幽海海水的冲击 不过随着通道的不断增加 也逼迫星辰塔不断变大 不断朝其他方向扩张 还好 核心之地空间极为大 毕竟千宝河浮散数光年 由此可见空间之宽广 星辰塔不断变大 数千亿公里高 继续往上变大 甚至后来整个星辰塔的所有侧门 乃至底座深渊进阶开启 好容纳越来越多的幽海海水 接 接 接 太慢了 实在是太慢了 罗锋也为无尽幽海的庞大而头疼 不过只能不辞辛苦 建立的神国通道足有百万之多 将罗锋居住的宫殿群周围都站满了 令所有神国通道总面积加起来达到千亿公里直径 即使如此 也足足三天时间 无尽幽海海水才全部从神国进入到星辰塔内 在这三天内 很多异族强者乃至人类族群的一些不朽 借助侍者们都疑惑万分 那无尽雪沙海为何笼罩那么一大片区域 可即使好奇 他们也无法探查 星辰塔内 广袤的独立空间中 正浮散着无尽的幽海海水 上空便是罗锋 黑暗之主 混沌之主 鹏宫之主 唉 我算是见识了 这三天 我一直在旁边 这才真正感受到 这无尽幽海的大呀 直径十万公里的通道 便是传书一年 乃至十年百年 都依旧差得远 我的身体若是传递 却是一眨眼都不需要 不思 九幽之主的那九幽之海 又如何称得上 媲美至强至宝 正因为各族 都对九幽之海完全无奈 才说 媲美至强至宝的呀 太过庞大 一动都很艰难 你看 单单从神国转移到这儿 就耗费多大力气 疯狂建立传送通道 靠传送通道 才让幽海海水 逐渐送过来 其实为了将 无尽幽海传送过来 罗锋想尽办法 因为无尽幽海 要整体移动飞行 简直归宿般慢慢移动 所以一开始 罗锋将星辰塔 带进神国 星辰塔变得无比庞大 而后将无尽幽海海水 整个冲进星辰塔 好来移动 当初罗锋实力还弱时 就曾靠星辰塔这么干过 可是当初的幽海 范围很小 神力层次很弱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承载了整个 无尽幽海的星辰塔 移动起来 速度竟然也慢得离谱 罗锋都无比吃力 就算慢 通过神国传送通道 应该也快才对 可事实上 星辰塔刚刚碰触到 神国传送通道 便令神国传送通道 整个崩溃了 城在无尽幽海后的 星辰塔 压迫太大 神国传送通道太脆弱 根本无法承受 这让罗锋顿时傻眼 难道都无法转移过去了 幸好 罗锋想起 多多建立神国传送通道 让无尽幽海海水 直接流淌过去 这幽海海水 本就善于流淌 自然快捷 这也让罗锋感叹 幸好是海水结构 若是一座庞大的山脉 或是世界树什么的 怕也没办法建造 那般庞大的 神国传送通道 不管怎样 历经千辛万苦 总算将无尽幽海 从神国转移到 原始秘境星辰塔内 随即罗锋便收了血沙海 一切恢复宁静 那些异族强者等等 都满心疑惑 却不知晓这三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着 人类族群便慢慢等待 诸多手段一切准备好 就等各大势力答复了 祖神教答应加入我人类阵营了 祖神教要求 先给予他们部分指引 待得战后 再给予另外部分指引 好 祖神教加入我人类阵营 那等于是多了三位六阶顶阶战力 并且 祖神教可是有着两件至强至宝的 消息传来 人类一方一片欢腾 相反 联军阵营知道后则是大怒 自由联盟依旧在内部争着 当他们听说祖神教加入人类阵营 自由联盟内部的纷争便更加强烈 黑咒创始者 加入联军阵营 北疆盟主 加入联军阵营 恶咒 加入联军阵营 许臣魔神加入联军阵营 消息一则则传来 人类虽然感到丝丝压力 却一切都在准备中 因为既然打算不交出 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讯息 那么注定了这些独行最强者们 不可能帮人类 联军阵营则为之喜悦 此刻 双方势力之分 也开始逐渐明朗 除了坐山客 妖兽十足 等少数几位最强者没表态外 大多势力都表态了 现在 只剩下星空巨兽联盟 和自由联盟 未曾表明 最后的选择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新空巨兽联盟使者又来 倒是挺能说的 还说 传授他们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讯息 对原始宇宙整体局势并无影响 谈话中 威胁的意思也很明显 显然 这星空巨兽联盟 估摸着也会加入到联军阵营去 哼 无需管他 现在最重要的是自由联盟 现如今整个原始宇宙 各大势力都在盯着自由联盟 这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联军阵营现在实力大增 远远超过人类阵营 可一旦自由联盟帮助人类 那么注定联军阵营将无法攻城 争 自由联盟内部的分歧非常严重 一大部分想加入人类阵营 至少他们能够得到修炼到宇宙最强者层次的远古文明修炼指引 另外一部分包括始化岛主 则是要对人类加压 否则便加入联军阵营 以此来胁迫人类 双方分歧 特别是在看整个原始宇宙局势最后落在他们身上时 分歧愈加严重 始化岛主为首的激进一方 和另外诸多派系形成较为沉稳的一方 彼此斗得无比厉害 在无尽悠海进入星辰塔的第三个月 多风 老师 你速速前往地球 那自由联盟的盟主 始化岛主 此刻他的一化身正降临在地球 降临地球 嗯 他是单独来和我们人类谈判的 而我们原始秘境 现在异族强者多 他不愿身份泄露 所以谈判点是在地球 似乎 始化岛主 有帮助我人类阵营的意思 单独 老师的意思 并非代表自由联盟 而是代表自己 好 我去见他 派谁去谈判 也可看出重视程度 现在人类阵营地位最高的便是混沌 罗峰黑暗彭宫了 其中混沌和罗峰的地位 重要性又更高些 地球一如既往的宁静 此次原始宇宙两大阵营的战争 在无数生命星球的普通民众层次 却没有引起丝毫震荡 在宽阔的街道上 随处可见刚从武馆出来的 穿着练功服的舞者 也有许多在一路交谈着生意的 宇宙大商人 罗家 一道紫袍身影 站在古老的府邸门前 这古老府邸 乃是地球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 罗家老宅 老宅门前有着护卫 是禁止一般人们乱闯乱看的 可是紫袍身影站在那 周围路过的人们 以及护卫们都完全看不到似的 妈妈 这就是罗锋的家吗 对 这就是罗锋的家 你不是一直吵着要来地球 要来看我地球一脉最伟大的领袖吗 妈妈做到了 回玉化星后 你可得好好在武馆学 哦 妈妈 我听说罗锋是我们地球阴脉遥远的基地是时代诞生的呢 那个时候有很多破败的废墟城市 我要去看看 放心 我们这次在地球的时间足够 可以看很多景点的 一对黑发黑色眼睛 黄皮肤的母子 在远处街道上看着罗家府邸 谈论许久后 随即离去 每天每时都有很多人来到这儿 就算在基地是时代 罗锋他们当年不惜以生命去拼杀吞噬兽时 就已经使得他的地位达到一个绝对英雄的高度 而后诺兰山家族降临地球 罗锋再次抵挡下 他的地位越来越高 地球上的宣传自然将罗锋捧得也越来越高 还有地球人在宇宙间闯荡 受罗锋益处也大 也使得他们越加感激罗锋 于是 在十余万年的岁月中 地球人一代代口口相传中 罗锋完全成为地球人进入宇宙时代最伟大的领袖神灵 石化岛主 紫袍身影转头看去 远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一名穿着银白外袍的黑发青年漫步而来 周围的人们根本看不到他 仿佛是处于不同空间似的 在这街道上 很多从遥远其他星球来 专门看罗锋成长痕迹的一些地球一脉的人们 丝毫不知晓 罗锋就从他们身边走过 罗锋 没想到石化岛主选择在这里见面 我是想来瞧瞧 人类族群崛起最迅猛的 才华横溢的年轻一代绝世强者 到底是怎么崛起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的 看了眼这位石化岛主 石化岛主的面容俊美到完美 似男似女 不过这石化岛主乃是特殊生命 所以可能根本没有性别之分 你们人类 我最敬佩的是元祖 特别是元祖创出的虚拟宇宙 这虚拟宇宙顿时使得那么人类的文化 绚烂千倍万倍 即使是分散在宇宙再遥远的文化 也能在虚拟宇宙中进行碰撞 产生新的火花 各种想象都能在虚拟宇宙中实现 就连我也经常在虚拟宇宙当中 感受你们人类的文化 我在虚拟宇宙中 你们人类的天才战 我也看过不少次 只是你那一届天才战 我却是在宇宙海中闯荡冒险 不敢分心 忘了看了 若是当时看了心动了 收你当徒弟 那该有多好啊 这段东河的传承 我不就轻易得到 即使使画刀主 看了当初那届天才战 也不会收我当弟子 那一届 我可不是最优秀的 是啊 未来谁也不敢说 我即使看了 也猜不到你将来的命运 更想不到 一个土著族群的小家伙 竟然能成长到 和我平等交谈的地步 实话导主来这儿 不会是为了找我聊天的吧 罗锋 我来这里目的很简单 现在整个原始宇宙各大势力 都在关注我自由联盟最后的选择 可以说我自由联盟加入哪一方 那么哪一方就必胜 而现在 我自由联盟内部意见分裂 一部分是想要加入你人类阵营 而另外一部分 则是想要更多 而我 就是那第二部分 我这次来目的只有一个 你们人类将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 远古文明修炼经验 传于我 别急着拒绝啊 我来这儿呢 是代表我自己 也就是说 你们人类 给予我的修炼到极限的经验 仅仅我一个拥有 你们给我这传承 我不会传给自由联盟 其他任何一位 且我会引导我能影响的一脉 促使自由联盟 加入你们人类阵营 你的意思是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人类给整个自由联盟付出的条件 依旧就那么点 至于修炼到极限的 只需要给我一个 我来帮助你们人类 现在自由联盟那部分成两部分 我在第二部分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我若帮你们 僵持局面很快就会结束 自由联盟会加入你们人类阵营 而且我也不傻 我得到了后 不会傻傻地再传给其他强者 这不是在培养敌人吗 那你这个人类 觉得如何 罗锋心动了 若是将修炼到最强者极限的远古文明经验 仅仅传给史化岛主 人类的确不担心史化岛主外传 除非史化岛主真傻啊 仅仅给他一个 就换取四百多名宇宙之主的加入 之前他的计划虽然厉害 可也具有风险 若是自由联盟加入 才真正没有丝毫风险 稍等 同一刻 虚拟宇宙雷霆导之间 罗锋混沌城主 彭宫之主 黑暗之主 在这里见面 他的要求就是这样 将修炼到最强者极限的远古文明经验给他 他便帮我们 老师 黑暗 捧空 你们说如何 仅仅给他一个 自由联盟现在内部分两种声音 一种愿意加入我们 一种不甘心 要求更多 这史化岛主 是第二种声音的领头者 若是他能从中帮我们 的确能够令自由联盟很快统一声音 仅仅给予他一个 倒也可以 一名宇宙最强者 影响不了大局 对 而且我们给予他的传承讯息 可以尽量地减略 他也不知道 我们得到的传承到底如何 给他减略讯息 便告诉他 我们得到的就是如此 他又能如何 人类族群地位最高的四位强者 在仅仅给史化岛主讯息 就能换取四百多位宇宙之主加入的情况下 个个都觉得这个交易可以做 而且我们是战前给他一部分 战后给一部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26集 战前给他一部分 令他眼缠 战后给他一部分 他或许最后感觉太简略 可战争都结束了 他后悔又如何 嗯 对 可以答应的 人类高层很快点头 混沌城主甚至联系过一次元祖 元祖也同意这事 一来 仅仅只给一位 二来 简略的传承信息即使得到 那始化岛主想要突破 修炼到极限 也极为艰难 地球 我人类族群内部已商议 同意这事 战前 我人类会给你三分之一的讯息 若是自由联盟加入我人类阵营去迎战 待得战后 再给你另外三分之二的讯息 好 什么时候给我讯息 很快 当你们人类阵营给我部分讯息后 我会很快促使自由联盟加入你们人类阵营的 人类阵营的确当天便弄了一份传承讯息交于始化岛主 令始化岛主看了之后大为激动 单单这部分讯息便对他有所触动 令他愈加渴望接下来三分之二的讯息 只是 这必须等到战后了 人类在焦急等待 始化岛主 会不会得了讯息 却不帮我们人类了 放心 始化岛主费尽心血弄了自由联盟 又当了这个盟主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传承 自由联盟其他宇宙之主都得到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自身得到就够了 他会搞定的 罗锋黑暗之主 混沌成主等一个个都在焦急等待 他们也担心中途出现意外 毕竟自由联盟是一个强者极多的联盟 即使始化岛主帮忙也不一定有百分百把握 在基于始化岛主部分传承经验的半个月后 始化岛主的一则讯息终于传来 自由联盟内部已经统一想法 决定加入人类阵营 茫茫茫原始宇宇宙分两大阵营 人类阵营的汇聚点乃是原始秘境 联军阵营的汇聚点是血牙星 血牙星有90%的面积是广袤的海域 而此刻正有着一艘古老大船 漂浮在血牙星海域上 在这大船上正聚集着整个原始宇宙 最强大的一群存在 他们在一起 肆意地喝着最珍贵的美酒 最稀罕的美食 我等协力 小小人类又算什么 自由联盟 那般松散 只是在两大阵营压迫下才团结的 待得此次战争过后 哼 看着就是 那自由联盟肯定内部就闹得分裂了 根本就算不得对手 十位伟大存在分散座下 肆意高谈阔论 他们正是妖族镇妖族 机械族副神 虫族女皇 玉族魔族 精族圣主 黑咒创始者 恶咒 虚真魔神 北疆盟主 星空十足 他们已然占据整个原始宇宙 宇宙最强者的大半 我等协力 诸多至强至宝巧妙结合 定能发挥最强战力 就算那自由联盟和人类阵营联合 我们也并非没有圣级 对 可惜 坐山客那个老家伙竟然不加入 两边都不加入 也不知道坐山客到底在想什么 若是他加入 以坐山客那等鬼秘层出不穷的手段 再结合我们麾下那么多宇宙之主 完全能发挥出诸多手段来 圣机便能大大增加了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坐山客和罗锋的关系 可比你们知道的要深得多 哦 坐山客和罗锋 什么关系 师徒 星空十足扫尸周围 说出这两个字 顿时令宇宙最强者们忍不住震惊 当初坐山客的确让星空十足 别外泄消息 除非罗锋有自保之力 现在罗锋有自保之力了 他说出来也不算得罪坐山客 毕竟从内心深处 星空十足和坐山客交流越深 就越加忌惮坐山客 不过这次的事情 让他很不满 很愤怒 他认为坐山客这个坐老师的 肯定得到了好处 毕竟茫茫宇宙最重要的 关系便是师徒了 对那坐山客 星空十足怎能不激动 原来是这样 那坐山客当初弄出了燕帝那个弟子 现在弄出比燕帝更厉害的这银河领主 嗯 可恶的坐山客 他肯定是从他弟子那儿 早早就得到了传承 难怪我邀请他 他根本就不参加 这家伙总是第一个就弄到好处 哼 他们是原始宇宙最高层的一群存在 漫长岁月来 彼此经常出现些争斗 都对其他的最强者有些了解 可他们对坐山客 却都有着极度羡慕 又忌惮的复杂情绪 甚至有时还得去求着那位坐山客 没谁知道坐山客多强 只知道坐山客从来没和谁正面硬碰硬交战过 总是一些辅助手段就戏弄了他们 正当这一群原始宇宙最伟大存在们 在大船上肆意高谈阔论 一会儿谈此次阵营之战 一会儿谈到宇宙海 一会儿谈到其他最强者 正谈得尽兴时 忽然机械族父神的流线型高大身权 猛的战起 机械族父神 虽然经常在那椭圆形黑色球体内 可他也同样有神体的 只是他走机械流战法 平常待在那里面更安全 而且遇到战斗能发挥更强实力 不过在原始宇宙最多发挥六节顶尖战力 他本尊现身也正常 诸位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黑咒创始者虚真魔神 他们一个个看过去 他们都疑惑得很 什么事让虫族女皇机械族父神如此失态 我刚刚得到消息 自由联盟内部已经达成统一想法 加入人类阵营 什么 加入人类阵营 不好 之前没有诸多独行最强者加入 联军阵营是敌不过自由联盟人类的组合的 不过有了诸多独行最强者以及诸多至强至宝 还有星空巨兽联盟的帮助完全能拼一拼 可是这样战斗起来太艰难了 毕竟实力将会相差不大 马上行动 不 现在就行动 我们现在就出发 顾不得了 我们联军阵营现在就立即出发 直接杀上人类的核心之地 软石秘境 老兽神 对 老兽神说的对 嗯 对 对 就该立即行动 自由联盟刚统一想法 恐怕还未曾得到人类给予他们的部分传承讯息 趁他们双方还没完全聚集 我等立即杀到人类原始秘境 两大阵营交战时间极短 待自由联盟赶来 说不定我们都战斗结束了 对 抓紧一切时间 一个个都如此想 他们都明白 若是人类和自由联盟联合 那么这一场战争打得就痛苦了 说不定将会成为持久战 消耗战 谁也难说结局 毕竟人类和自由联盟汇合起来 便代表着原始宇宙最神秘的两位 坐山客和史话岛主都在那边 再加上一个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的 罗锋 这一战 充满变数 他们也不愿打那消耗战 充满变数的战斗 必须速战速决 必须快 尽快结束这场大战 他们也急了 他们很清楚自由联盟出动速度 其实会很快 一个神国传送 外加一个瞬移怕就到了 所以想要赶在自由联盟道之前 结束战斗实在太难 只是他们必须这么做 这是唯一比较轻松迅速解决战斗的方法 老兽神 你星空巨兽联盟一方 是按照之前计划 还是 古不得其他计划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是集中力量 一举压倒人类 最后 抓捕人类的一群宇宙之主 好 走 走 走 一旦行动 个个自然很快 像老兽神 镇妖族等一个个在这里的 虽模样和本尊一样 可实际上都是化身显现而已 他们的本尊已经在各自族群内 开始指挥军团出征了 仅仅三分钟 血压星外太空 茫茫星空中便聚集着一个个庞然大物 一眼看去 竟足足有十一座巨大的宫殿类质宝 分别是十一位宇宙最强者在里面坐着 而且都各自率领着约四十位宇宙之主 每座宫殿至宝都是一位最强者 外加约四十位宇宙之主的组合 十一位宇宙最强者 证实 镇妖族 梦妖族 机械族 副神 虫族 女皇 玉族 魔族 精族 圣主 北疆 盟主 星空 十祖 黑咒 创始者 恶咒 虚真 魔神 上一次三族联军和人类交战 机械族副神保护的那群宇宙之主 罗锋 为何没法收走 就是因为机械族副神一直在那椭圆黑色球体内 一直保护着那群宇宙之主 即使那群宇宙之主遭到古神演义之冲击 没有多大反抗之力 机械族副神本身也能反抗 现在 联军阵营便是如此干 分十一个队伍 每个队伍都有一名宇宙最强者带领 古神演最多只能攻击一个队伍 而且即使攻击 有最强者在旁边守护着 也会安然无恙 此战 我等要做的 就是杀到人类原始秘境 然后 我们一起施战手段 一举打得人类阵营完全崩溃 而后 就靠重租女皇的女皇宫 死意大肆吞吸人类阵营宇宙之主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27集 所有宇宙之主们 为了族群 为了未来 出发 人类原始秘境 伴随着机械族父神 响彻处处的声音 整个联军阵营 浩浩荡荡的 十一座庞然大物 几乎不分前后 同时施展神国传颂 一一离去 联军阵营之前 一直没主动进攻 就是因为在等 自由联盟的反应 毕竟 若是自由联盟 还未曾做出抉择 他们就立刻攻击人类 那么自由联盟 肯定大怒 因为联军阵营这么干 会使得自由联盟 什么好处都没了 自由联盟恐怕 会迅速加入人类阵营 之前唯恐 逼迫自由联盟 加入人类阵营 不敢行动 现在一得到隐秘讯息 确认自由联盟内部 以统一想法 要加入人类阵营 自然不能再等了 同一刻 人类将遇原始秘境 主殿 人类的一群 宇宙之主们聚集在这 彼此都谈笑着满心喜悦 自由联盟已经统一想法 很快他们便会集体赶来 一旦他们到了 将宇宙之主再好好分配一下 那联军阵营将毫无圣迹 是啊 联军阵营不会也得到消息 然后抓紧唯一的时间差 立即来进攻吧 放心 那可是自由联盟最高层会议 知道的都是宇宙之主 牵扯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这刚一做决定 便通知了我们 难道他们还愚蠢地 通知联军这样 难道他们就不怕 得不到传承讯息 不好 立即集合 所有宇宙之主 立即集合 准备迎战 声音轰隆 响彻在整个原始 秘境核心之地的 每一名宇宙之主耳边 听到混沌城主的声音 罗锋彭公之主 黑暗之主 他们一个个脸色大变 知道不妙 人族刚刚发现 妖族 机械族 虫族等联军势力 正同时进行神国传送 应该是聚集在 妖族疆域的一颗 叫做血牙星的 周围星空区域 他们现在已经聚集 只需要神国传送 瞬移 即可很快抵达原始秘境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马上所有宇宙之主 全部进入黑玉塔 师弟 主动宇宙之主的事 就交给你了 只见大殿内开始接连出现一道道身影 正是加入了人类阵营的一族宇宙之主身影 而黑暗之主健壮也不废话 直接一挥手 顿时 那黑色金字塔便迅速变大 直接屹立在这大殿之内 同时他也贺令 那些一族宇宙之主中 特别是刚加入人类阵营没多久的 也是第一次看到黑玉塔 这群宇宙之主没有一个慌乱 因为他们很清楚 躲在宫殿至强至宝内 而对方又没有意志冲击类宝物 那么他们还是很安全的 若是抵抗不住 完全可以立刻躲在宫殿至强至宝内 至少保住性命是没有任何问题 一道道流光 一个个迅速飞进黑玉塔内 戴德进阶进了黑玉塔 混沌城主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 应对工作已经准备好 他们随时可以去迎战 混沌城主这才传音和黑玉塔内 那一百多名宇宙之主仔细说道 诸位 那联军阵营突然上来 估计很快就到 联军阵营的实力远远超过我们一方 不过大家也别担心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自由联盟已经答应 加入我人类阵营 此战 我们只需要熬一段时间 那么 将必胜 罗峰 彭公 黑暗 你们明白怎么做吧 罗峰他们都微笑点头 拖延战而已 很简单 所有不朽 戒主们 立即神国传送离开 立即神国传送离开 顿时 原本在这一片核心之地的蒲丛 巡逻警戒的护卫们 刚一听到这命令 就立刻开始 有序的行动 都是一群戒主 跟随一名不朽为一个小队 有时是几支小队一起逃离 总之短短一分钟不到 原始秘境核心之地 出现了数百处神国传送波动 我们出发吧 嗯 黑暗之主当即化作流光飞进黑玉堂 罗峰彭公之主混沌成主 他们三个倒是一同化作流光 飞向外面微额毅历的星辰堂 原始秘境 一片满是薄雾的虚空中 浩浩荡荡的十一座庞然大物 正在这虚空中 我们已经进入人类原始秘境 再一次瞬移 即可抵达人类核心之地 大家准备好战斗 全部准备 现在由我 统一瞬移 机械族附神那冷漠的声音 在这一片时空的每一处同时响起 仿佛声音传播不需要时间 是 无声无息 那十一座庞大的宫殿之宝 瞬间消失在虚空中 幽静的宫殿群连绵 悬浮在这一方虚空中 在这连绵宫殿群的后方 有着一个巨大的剑船 木陵之舟 而在连绵宫殿群的前方 则是微额毅力的九层塔楼 星辰塔 此刻这连绵宫殿群 却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已然没有一个生灵在其中 这一方时空中 突兀的便出现了 十一座巍额的宫殿之宝 每一座都散发着滔天的气势 怎么一个人里都没有 空荡荡的 没生灵 连一族都找不到 刚一抵达 每座宫殿之宝领头的 宇宙最强者便惊讶发现 这一片核心之地仿佛成了死地 他们根本发现不到一个生灵 而这种情况 却是他们最担心的一种情况 星辰塔和木陵之宝都在 星辰塔防御虽然强 可依旧能被武汉的 可木陵之宝 我们怎么攻击都没有用 那人类阵营一方 肯定是在害怕胆怯 所以直接躲在了木陵之宝当中 然后慢慢等待 等那自由联盟的到来 诸位 他们躲在木陵之宝 我们连汗洞都躲不到 怎么办 可恶的人类 胆怯的人类 该死 他们怎么立即就知道我们出洞了 我们出洞很快 他们应该措手不及才对 就在此时 只见微额高耸的九层塔楼底层的侧门 忽然飞出了黑色的金字塔 黑色金字塔高十亿公里 底部深渊已然开启 深渊边缘站着一圈宇宙之主 只见黑暗之主 龙行之主 冰封之主 等一个个 包括大量的一族宇宙之主 足足139名宇宙之主 全部聚集在这里 并且黑玉塔刚一现身 这139名宇宙之主 就集体施展出灵魂攻击 一时间 铺天盖地的灵魂攻击 全部扫荡过去 不过灵魂攻击进阶无形无色 单纯肉眼根本无法发现 此刻这139名宇宙之主 就算是最擅长近身战 擅长物质攻击的 也都施展着灵魂攻击手段 无形无色的灵魂攻击 瞬间直接冲击向那里 星辰塔最近的一座 远顶宫殿至宝 不好 小心灵魂攻击 联军阵营顿时察觉不妙 可是他们之前是直接杀到 核心之地 离星辰塔本就近 此次他们以为 人类阵营强者 是躲在牧林之州 没警惕星辰塔 一下子一百多名宇宙之主的联合攻击 集中在十一座宫殿的其中一座上 巅峰宫殿至宝 可并非至强至宝 无法抵挡灵魂攻击的 在他周围 一大群各族宇宙之主们 刚开始没察觉 可那灵魂攻击破镜过来 他们自然察觉了 一个个连忙施展 虚化神力灵魂攻击手段 也轰了出去 一边是139位 一边是约40位 外加一位宇宙最强者 差距实在太大 这便是分队的一个坏处 分成十一队 的确使得 古神眼的作用 降低到很低 可也同样 一旦人类一方的攻击 落在其中一个分队上 让单独一个分队 扛住这种可怕攻击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所以理想的情况就是 十一个队伍集体轰击 打得人类一方 根本只能被动防御 乃至崩溃 这样一来 对方轰都轰不出来 自然没有威胁 可刚一交战 人类的集体灵魂攻击 杀过来 无形无色 带得联军察觉 已经很近了 其他队伍根本来不及 救护 帮忙拦截 浩浩荡荡的灵魂攻击 在击溃了 狱卒魔族分队的抵抗后 便直接降临了 包括狱卒魔族在内 以及那约40名宇宙之主 进阶承受到灵魂攻击的冲击 一时间 嘶吼怒骂 咆哮都响起 不过 能咆哮怒骂 算好的了 遭到冲击的宇宙之主 部分更是很干脆的 直接轰然倒下 完全失去了意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其他十支队伍 这才铺天盖地 浩浩荡荡 杀向人类阵营 渡过一劫的他 麾下宇宙之主们 立刻愤怒咆哮着 也开始疯狂施展着公鸡 朝远处的黑玉塔下去 虽说之前 人类的灵魂攻击很可怕 可一来经过抵消弱了很多 二来 攻击首先是被狱卒魔祖 先冲上去扛住 其他个个只是遭到鱼波冲击 宇宙之主们灵魂防御 本来就极强 只有一个倒霉鬼没扛住 其他虽然吃力 可也进阶扛下 联军阵阵阵营 十一座宫殿 宇宙之后 同时爆发出铺天盖地的攻击 一时间浩浩荡荡直接扫荡向黑玉塔 未能强大的让人类一方为之惊颤 原本飞出星辰塔侧门的黑玉塔 瞬间就是一个撤退 又撤回了星辰塔内 太强了 联军阵营攻击实在太强 我们这边都没勇气去抵挡 黑暗之主连忙传音 当初人类阵营和三族联军交战时 人类阵营就曾经被压制的差点崩溃 那次双方的实力对比差距 要比现在小得多 这次一方是十一名宇宙最强者 约四百名宇宙之主 另一方是一百多名宇宙之主 实力差距太大 我们攻击的那一宫殿至宝 现在又爆发出强大攻击 且和其他宫殿至宝队伍比相差无几 混沌 刚才我们的偷袭成果应该很小 最多杀死一两位宇宙之主 甚至一个都没杀死 那现在我们就等 在星辰塔内等 等自由联盟到来 星辰塔内另外一侧门内 罗锋混沌城主 鹏宫之主都在这里 在宁静的宇宙星空中 屹立在浩浩荡荡 金色浪涛中央的岛屿 便是自由联盟的核心之地 四百多名宇宙之主 齐聚于此 都坐在一尊尊王座上 他们刚刚统一意见 在等待人类将部分传承讯息给他们 史华岛主坐在王座上 一手端着酒杯 微微晃悠着 低头看着酒杯 面含微笑 以自由联盟的大事 来逼迫人类 而后暗中再联系人类 仅仅给予我一人为代价 便换取整个自由联盟的加入 轻而易举地便将这 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讯息 弄到手 想到这儿 史华岛主愈加得意 他也越来越佩服自己 其实从罗锋得到 断东和一脉传承开始 史华岛主就知道 原始宇宙内部注定将有一场动乱 日益强大的人类族群 和原始宇宙其他族群的矛盾 会越来越强烈 甚至会产生一次大的风暴 所以那时候 他就开始暗中布局 尽量地结交许多 闲散族群的宇宙之主 那是闲散族群地位低下 能和独行最强者结交 自然求之不得 所以很快就结交了 一大帮宇宙之主 一听到巨府创始者陨落 史华岛主立刻明白 这是个催化剂 将一场势必发生的大战 提前引爆了 若非巨府创始者陨落 其他族群恐怕还会暗中联系 慢慢准备 可能不会这么快 所以他立刻加紧行动 一切如预料的发展 趁两大阵营给闲散族群带来压迫 石化岛主立刻利用过去的旧人情 开始去游说 很快拉拢出了一帮势力 凭借这股势力 再去游说其他的势力 最后联合组成了这一支超级联盟 自由联盟 当盟主 对我而言根本无用 我追求的是真正的无敌 是超脱轮回 我第一要做的就是达到元祖那半 紧接着便是超脱轮回 如东帝始祖 如紫月始祖 史化岛主胸膛翻涌着强大的欲望 作为一名独行最强者 本质上是不在乎所谓联盟权力的 只是需要利用联盟才弄出来而已 史化岛主一直悠闲万分 而他的意识也是连接着虚拟宇宙 在等待着人类答复 过去他虽然也曾经连接虚拟宇宙 只是需要一些隐匿手段 可是自由联盟和人类谈判后 自由联盟的所有宇宙之主和最强者 都有连接虚拟宇宙的权限 这样双方可以很快交流 史化岛主原本悠然自得的表情顿时消失 变得凝重以及愤怒 立刻朝周围扫尸一眼 诸位 就在刚才 我们刚刚统一意见 可现在联军阵营竟然已经杀到人类原始秘境 这一声大喝响彻整个岛屿每一寸空间 令原先还谈笑着等待着传承讯息的四百多名宇宙之主 顿时目瞪口呆 岛屿上的宇宙之主们顿时愤怒了 最愤怒的要属史化岛主 因为这很可能破坏他的好事 史化岛主冷立的目光扫向在场的众多宇宙之主 很显然 我们当中肯定是有谁将消息传出去了 这是破坏所有宇宙之主的未来突破希望 不可饶恕 当然 或许只是我们当中某一位不小心和弟子朋友交谈时泄了 这一切现在也无需计较 人类好歹现在躲着 联军阵营拿人类没办法 所以情况并没有恶化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立即前往人类疆域 去加入人类阵营一方 好 对 我们现在出发 在场所有宇宙之主 一个都不能少 谁不去 便又泄露嫌疑 一些担心自己突破到宇宙最强者 希望被破灭的宇宙之主 确实是气得咬牙切齿 到底是谁将消息传播到联军一方的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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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浩浩荡荡六座宫殿至宝出现在岛屿上空 紧跟着便迅速神国传送离去 虽说他们乃是一个联盟 可内部派系斗争的确严重 有些闲散族群有死仇自然不愿意在一起 所以分成了六支分队行动 每支队伍都有七十多名宇宙之主 实力之强横 何想而至 人类疆域 原始秘境 九层塔楼屹立在虚空中 而远处则是十一座宫殿至宝 肆意疯狂地攻击 铺天盖地 毁天灭地 令虚空都完全化为无尽粒子流 轰隆隆落在星辰塔上 星辰塔被轰击得虽然微微震颤 可竟然没有抛飞 这也令联军阵营为之感到震惊 我们这么多宇宙之主 十一位宇宙最强者 如此强大的力量联合 竟然都无法轰飞那星辰塔 难道 在星辰塔内的那一百多名宇宙之主 都在帮忙竭力稳住星辰塔 星辰塔 楼峰掌控 这楼峰得到了断东和一脉的传承 什么鬼秘事都可能发生 武林之州 一直冲击宝物 都是他拿出来的 联军阵营气急 很快便停歇了攻击 因为他们清楚 攻击也是白白浪费神力 像人类之前一开始偷袭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被偷袭的是一座巅峰宫殿至宝 作为巅峰宫殿至宝 几乎都没有什么灵魂防御能力 可是至强至宝就不同了 星辰塔 黑玉塔等 躲在里面 物质攻击 灵魂攻击 进阶抵挡 看来得消耗战了 等自由联盟来 就麻烦了 关怎样 此战绝不能放弃 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人类强大 至少 我们此次诸多势力联合 还让人类逍遥 那才是大笑话 星辰塔内 其中一个侧门内 罗锋 混沌 城主 彭弓之主三个都聚在一起 鸿飞 无尽幽海 乃是我的分身之一 可即使如此 放在星辰塔内 我自主操控 一动都艰难万分 现在无尽幽海 在星辰塔内 星辰塔不知道 沉重到了什么地步 想要撼动 轰飞 联军阵营 这次肯定气坏了 怕是到现在 他们都不知晓 他们的一切动静 有元祖在 我们都能事先发觉 嗯 就连人类族群内部 在这之前 都不知道元祖 能知晓 原始宇宙内 几乎所有地方的情况 更别说异族了 等吧 自由联盟来 一切就轻松了 若无自由联盟 联军阵营 完全可以困着人类一方 永远困着 他们只需要留下 两百多名宇宙之主 部分最强者常驻 即可压制人类一方 其他宇宙之主 可以轮换着 随时能进入宇宙海冒险 夺走人类所有疆域 困住人类整个阵营 如此能逼得人类 没有发展空间 很快 人类阵营的那些异族 恐怕就会脱离开 因为那些异族 也得考虑族群 这会使人类一方 越来越弱 最后在原始宇宙 难以立足 甚至只能退守 到初始宇宙去 只是 罗锋竟敢那般做 那计划太危险 当然 人类没有危险 危险的 是罗锋自身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29集 不能内盘作 由自由联盟加入 我方实力 将直接占据优势 罗锋无需冒险 联军阵营的目的 注定无法实现 混沌城主等待着 他在虚拟宇宙中 还和史华岛主联系 史华岛主还告诉他 马上便到达 罗锋彭宫之主 混沌城主 都通过星辰塔 看到外界遥远处的 六座庞然大物 突然出现 来了 来了 虚空中 联军阵营 十一座宫殿 至宝 此刻彼此 已经靠得很近 他们已经在暗中商量 因为他们清楚 这次突然偷袭计划 对方好似 事先知道 提前躲避 使得他们的目的 没达到 这样一来 就会被迫进行 最疯狂的消耗战 来了 自由联盟到了 他们也看到 远处那庞大的 六座宫殿之宝出现 那六座宫殿之宝 散发着滔天的威压 显然是在 宫殿之宝内的 那群宇宙之主 故意这般做的 自由联盟六座宫殿之宝 浩浩荡荡的到达 散发无尽飞压 好似在显示 他们原始宇宙 第一势力的威风似的 人类 我们已经到达 我们已经到达 这方时空 虽然被那些 最强者们影响 令虚拟宇宙被逼破开 可是他们个个 都有化身在 自己的族群疆域 自然照样能够 连接虚拟宇宙 所以六座宫殿之宝 各有一位代表 显然是六大派 太细的代表 都和人类联系 自由联盟 还请速速帮我人类 我等联手一起 击退敌方联军 不急 混沌成熟 别着急 你们人类 先将部分传承讯息 给我们 按照说的 战前给予部分 战后给予后一部分 你们先给予一部分 传承讯息 我们观看 验证了 确认了 自然会帮你们 否则 我们不好出手 对 先给予我们部分 传承讯息 自由联盟的六大派系的领头者 都是如此 虚拟宇宙的一个独立位面 华美寂静的大殿内 一边是四尊十以 一边是六尊十以 四尊十以上分别坐着 混沌城主 罗锋 黑暗之主 彭宫之主 六尊十以上 则是自由联盟一方的六位代表 同时他们也是六大派系的代表 让我们自由联盟白白帮忙 那可不行 必须得先给予我们部分传承讯息 让我们观看 确认了你们人类 没有糊弄我们自由联盟 这样 我们才能答应你们 加入人类阵营一方 帮助你们一同对付那联军阵营 自由联盟一方 除了坐在大殿内的六位代表外 其他四百多位宇宙之主 都在大殿之外等待着 他们也都能听到谈判对话 一听到要得到传承讯息 自然个个期待激动 那便开始了 诸位可得仔细看好 研究好 接着便通过虚拟宇宙系统 向四百多位宇宙之主 每一个都发出一封邮件 邮件内蕴含着大量的讯息 原本还交谈充满期待的 四百多名宇宙之主 进阶安静下来 去仔细观看传承讯息了 就连史话岛主 也好奇地去看了 虽说他成了宇宙最强者 可他也是懵懵懂懂突破 根本没有系统性的经验 罗峰混沌成主 黑暗之主 彭宫之主 四人彼此相识 都微微点头 他们都充满信心 特别是罗峰 因为这是他精心准备的传承讯息 虽说已经减略了很多 将很多极重要的关键点都略掉 可是不管怎样 即使是简化后的 再经过他略意整理 让这些宇宙之主们看了 绝对一个个都会惊呆的 因为这是颠覆性的一种传承讯息 而且会让自由联盟的一群宇宙之主 对另外一部分传承讯息 充满渴望 不怕他们不帮助人类一方 信心很多 即使透过虚拟宇宙 尽量以最快速度传递讯息 即使是宇宙之主的接受速度 也得有一会儿 那就多等一会儿 我们现在都在星辰塔内 联军阵营根本奈何不了我们 多等一会儿 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等自由联盟和我放联手 那我放就轻松了 人类一方都在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一片虚空中 九层塔楼微额毅力 周围便是联军阵营的 十一座庞大宫殿至宝 以及自由联盟的六座宫殿至宝 一道流光正破空飞来 顿时惹得在等待 自由联盟最终答复的人类阵营 联军阵营都注意到这道流光 只见这道流光浩浩荡荡 速度更是远超光速 直接冲进了这一片虚空 并且很快停下 这是一座有着八角的 类似祭坛状的奇异质宝 这件奇异质宝 正是颇有名气的祖神坛 这祖神坛乃是祖神教 得到原始宇宙赐予的一件宝物 虽不是至强至宝不具有攻击性 可是单纯论防御能耐 却是不亚于至强至宝 作为真正受原始宇宙偏爱的势力 祖神教的确是有很多特殊之处 混沌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银河 我们到了 我们来慢了些 跌倒你们人类的传讯 我们立即集结 现在才到 祖神教的诸位来得不晚不晚 战斗还未真正开始 我们现在都在星辰塔内 祖神教的各位 部分在星辰塔内吧 这样也能更好地联合 好 没问题 我们祖神教部分宇宙之主 现在便去星辰塔 只见虚空中 神坛正朝着星辰塔不断飞去 片刻二者便靠拢离得很近 星辰塔侧门开启 祖神坛侧门开启 接着从祖神坛内飞出了一座黑色舰船 直接飞入星辰塔 塔内 那加入星辰塔内的部分祖神教强者 也都显得很是热情 人类一方自然也是热情迎接 双方似乎都很开心 混沌城主 联合灵主 黑暗之主 彭宫之主 龙行之主 这祖神教还真是阴险 他们早就得到我们给予的部分传承讯息 早就答应加入我们一方 之前我们是同时给自由联盟和祖神教发出讯息的 自由联盟四百多名宇宙之主都到了 可是他们仅仅数十名宇宙之主 却拖延到现在 显然是故意在拖延 故意拖延很正常 祖神教虽然之前号称第一大势力 可毕竟不管是新成立的自由联盟 还是联军阵营 或神类阵营 现在都比他强大 所以他当然得慢一步 若是我人类族群直接被攻击崩溃 连一点时间都没撑住 他们祖神教 当然宁可放弃也不冒险 若是我们能一开始挡住 他们便会按照原计划加入我们 这倒算是不错 毕竟他们是帮助我们 而不希望来被蹂躏 乃至是被消灭 我让他们将部分宇宙之主 转移到星辰塔来 这祖神教也立即答应了 说明还是很有诚意的 答应 也不看看进来的都是谁 九幽之主 洛蚕之主 丰天之主 对 这一个个的是厉害 可是这些都是分身呢 来到星辰塔的都是分身 进星辰塔 命运则受我方操控 他们为了表现诚意 让一群宇宙之主 到我们这儿就算不错了 你还想他们 派遣没分身的宇宙之主过来 不可能 毕竟单单这些分身 神体强大神力 以及这些分身上的质宝等等 不到必要 祖神教也舍不得放弃的 自由联盟祖神教 一前一后接连到达 祖神教是直接加入 自由联盟的四百多名 宇宙之主则是一个个 都在观看传承讯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这怎么还没动静 难道我们就在这儿等 别急 自由联盟之前是刚做决定 我们就立即动手 自由联盟恐怕还没得到 人类族群给予的传承讯息 此次过来 定是先要观看传承讯息 而后才决定是否加入 现在 他们估计正在研究传承讯息 我们绝对不能乱来 一旦我们提前攻击 必定会惹得自由联盟大怒 怕是会 直接将自由联盟推过去 怎么 难道老兽神你以为 自由联盟还有希望掐入我们 希望渺茫 可我们现在动手 自由联盟怎必帮人类 此战等于就失败了 我们推迟动手 或许有转机 等等看 联军阵营虽仔细研究 可再怎么研究 他们都发现 若是自由联盟和人类阵营 真的联手 那么他们联军阵营的胜利 会变得可能性极小 联军阵营在等待 人类也在等待 虚空中 一片寂静 联军阵营十一座宫殿至宝 自由联盟六座宫殿至宝 祖神教的祖神坛 人类的星辰塔 这里聚集的宇宙之主数量 大约在一千多位之多 这里聚集的宇宙最强者 都超过十位 可以说 原始宇宙最顶尖的战力 九成以上 齐聚于此 他们每一个都有 翻手覆灭一片时空的威能 每一个都能轻易建出 一强大的族群 而此刻他们聚集在这里 这一战将影响原始宇宙以后 一纪元漫长时间的 宇宙势力格局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一 一千一百三十集 看完了 看完了 我也看完了 自由联盟的六座宫殿至宝 彼此靠近在一起 神力澎湃 彼此神力传音 而非通过虚拟宇宙 现在 我自由联盟所有宇宙之主 全部看完传承讯息 诸位 都说说看 这传承讯息 感觉如何 还行 还算可以 也算有点讯息 一般吧 这就是段东河一脉 怎么成为宇宙最强者的传承讯息 这么简略 太一般了 各种声音传开 四百多名宇宙之主 彼此讯息传播 诡异的是 四百多名宇宙之主 彼此神力传音 交流讯息 竟然没有一个 去和史话岛主 交流讯息 诸位决定吧 是选择加入人类阵营 还是选择支持我 光行之主 这还用问 我支持你 我也支持你 谁都知道该如何抉择 光行之主 自由联盟盟主 该你来当 当然 你也得信守承诺 光行之主 尽守承诺 我等自然支持你 支持 支持 各种声音 所有宇宙之主 竟然没有一个例外 好 那就按照我们 当初制定的第二计划 我们继续向人类 提出要求 索要更详细 更丰富的传承讯息 若是他们提供的 传承讯息 超过我提供给大家的 那么我们继续加入人类阵营 若是他们提供的 还不如我给大家的好 那人类阵营 便不值得我们加入 好 就按照这个计划来 自由联盟的一个个 宇宙之主 进阶硬道 他们早就商量过 计划过 这计划 完全是以自由联盟 所有宇宙之主的 共同利益为根本 他们当然不会反对 毕竟只有利益共同的联盟 才是最坚固 虚拟宇宙独立位面 华美大殿内 坐在一边的罗锋 混沌城主 黑暗之主 彭宫之主 都在看着对面的六位 等待着他们的答复 那六位中 穿着一身银色战铠 有着银色双脚 双眸也泛着 丝丝精光的 八臂男子开口道 我方所有宇宙之主 统一由我代表 人类一方 罗锋他们四个都一惊 而自由联盟的六位代表中的 史化岛主 却有些错愕 他连忙转头 看向身侧 其他各派领头者 对 对 有光星之主代表 对 史化岛主顿时表情难看 他现实中的本尊 自然立刻神力传音 询问麾下的一大军宇宙之主 其实 之前四百多名宇宙之主 彼此神力传音 那虚化神力传播 史化岛主自然也有察觉 只是 都没有与他交谈 加上神力传音本来就快 数秒钟便完全谈妥 他虽然疑惑 却也没有来得及多问 这光星之主 便直接向人类 说全权由他代表了 史化兄 我们的确都统一 让光星之主为代表 老主 我们也没办法 史化 别怪我们 这也牵扯到我们本身的利益 等谈判过后 我们再把详细的情况 解释给你听 他麾下的一鸣鸣宇宙之主 都如此说 顿时令史化岛主 憋了一肚子火 可他又没办法 毕竟这是他在自由联盟的根本 也是和他关系最好的一群宇宙之主 对待宇宙之主 也只能是兄弟般相交 他也不好独断独行 人类一方 混沌城主 罗锋等四位 彼此相识 也发现史化岛主 等其他五位领头者 都没有出言否决 看来 自由联盟竟然还真的统一 由这光行之主代表了 光行之主 请说 我们已看了你们给我们的传承讯息 可惜 无法令我们满意 什么 混沌罗锋黑暗彭宫 脸色结实一变 不满意 罗锋咒美 这是他亲自整理的 绝对能让现在宇宙海三大轮回时代 任何一股势力 都眼馋激动的讯息 这自由联盟怎会不满意 光行之主 你的意思是 单单这些传承讯息 是不值得我自由联盟冒险的 要我自由联盟帮你人类阵营 便希望你人类阵营拿出诚意 给我们更多的传承讯息 更详细 更丰富的传承讯息 更详细 更丰富 人类一方四位强者 彼此相识 同时也暗中交流起来 自由联盟 真够贪婪的 愁准了机会 认定我们人类 现在必有求于他 所以要求更高 嗯 贪婪之心 无底之洞 我们再给更详细的 传承讯息 他们只会认为 我们有更多 恐怕会继续压榨 伯峰 你认为 我们给的传承讯息 够了吗 够了 给再多 还是会被压榨 这已是我人类 所能提供的最多 最详细的传承讯息 若是还要更详细 抱歉 我人类没有了 自由联盟 若是帮助我人类 战后 另外一半 自会给予 真没有了 没有 罗峰也皱眉看着 这自由联盟 关键时刻压榨的行为 的确让人不爽 哼 既然如此 你们人类给的传承讯息 太过简陋 不值得我们冒险 抱歉 我们走 一个个接连消失 直接脱离虚拟宇宙 包括在大殿外 听着谈判进行的自由联盟 其他一大军宇宙之主 也跟着同时脱离 他们难道不要后面部分传承了 怎么会这样 不对劲 怎么直接走了 毕竟他们得到的仅仅是前面部分信息 一些要点还在后面部分 难道 他们就不想成为宇宙最强者 他们怎会这么轻易就放弃呢 史华 到底怎么回事 史华 我们之前说好的可不是这样 此刻大殿内自由联盟一方 只剩下唯一的史华岛主 史华岛主脸色难看 你们先等等 等会儿我再告诉你们 自由联盟一方六座宫殿至宝内 其中有史华岛主率领的一座之中 他看着周围一名名宇宙之主 这些都是他结交的 交情极好的一位位宇宙之主 也是他在自由联盟有足够发言权的依仗之一 诸位 都是怎么回事 史华 我们是有交情 可我们每一个都想要更强 我们的强大 便能令我们各自族群 在原始宇宙中拥有更高的地位 特别是成为最强者 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型宇宙后 那么族群将有了真正的根基之地 所以 也不能怪我们 到底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在人类拉拢我们 联军阵营也拉拢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自由联盟内部 也出现了诸多纷争时 就在这时 那紫约圣地宇宙的绝化真神 和光行之主联系 那紫约圣地的始祖 也就是紫月始祖 愿意提供给我们自由联盟 远古文明传承讯息 宇宙之主如何突破为最强者 会有极详细的传承讯息给我们 并且还说 若是人类给予的比他给的好 那么 我们依旧可以帮助人类 若是人类 给予的没他给的好 则要求我们 帮助联军阵营 对付人类 特别是 对付那罗锋 对 事情就是这样 光行之主 便是紫月圣地和我们的一个中间者 之前便是他悄然联系我们每一个 给我们每一个传承讯息 他已然给了我们大半传承讯息 论丰富程度 详细程度 是人类给予的十倍极 人类给予的与之一比 简直粗陋无比 实话 你说 便如何选择 你说 一个个都看向史华岛主 史华岛主露出一丝苦笑 无奈的苦笑 竟是这样 不远 说得不远 这次他计谋着便是为了自己 想要得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传承讯息 可没想到紫月圣地宇宙也从中插手 论神秘不可测 东地圣地 紫月圣地的确神秘不可测 谁也不知道这两大圣地到底得到了哪些远古传承 现在拿出部分也正常 我们求的就是生存 求的就是强大 紫月圣地给予我们的传承讯息那么好 而且紫月圣地和我们又没有将来的疆域之争威胁 而人类真的强大 对我们是有威胁的 并且此战加入到联军阵营 我们也更轻松 诸多方面 不管是从现在将来 还是得到更多的好处 诸多方面来看 我们的选择 相信史话你也明白 那紫月圣地 没提到我 我们曾为你出演 只是紫月圣地也不愿提供 修炼到宇宙最强者极限的传承讯息 既然如此 我们也就没告诉你 防止出现意外 看来 传消息给联军阵营 你们早就知道了 这是我们的计划之一 不管怎样 我们的计划 都是为了我们自由联盟 所有宇宙之主 共同的利益 多人有声剧 春世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31集 虚拟宇宙大殿内 罗锋 彭公 黑暗 混沌 他们四位 彼此还心存疑惑 若是他们对传承讯息 还充满渴望 那就绝对不会放弃 这自由联盟之所以沉溺 一是应对困境 二是 享有足够发言权 获得足够的好处 他们谁不想成为最强者 他们谁不想传承讯息 他们四位都在等待 而大殿内唯一待着的 史华岛主 闭着眼许久 终于睁开眼 罗锋 他们四个一惊 他们都是何等存在 单单从史华岛主的眼神 便能窥探出些讯息来 这史华岛主此刻的眼神中 满是无奈 自由联盟加入联军阵营了 史华岛主刚开口 第一句话就吓住了罗锋他们 令罗锋他们脸色十分难看 接下来的局面将非常危险了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放弃传承讯息 如果他们有详细丰富程度 十倍于你们给予的呢 什么 十倍 整个宇宙海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原始宇宙时代 除了人类 三大时代都没有谁得到这种详细传承讯息 若是有 怕也就两大圣地有 而且两大圣地是否有 也只是有一定的可能 可是两大圣地那般超然 和己方也没有利益纠葛 何必插手 是紫月圣地 是紫月圣地给予自由联盟传承讯息 他们要对付你人类 并且应该主要是对付罗锋你 对付我 紫月圣地 罗锋头脑中一片混乱 浮现无数念头 紫月圣地 罗锋进入宇宙海的时间并不长 真正和他结怨的也就神眼足 而两大圣地和自己都不能算有仇 东地圣地因为交易的事情有些瓜葛 可紫月圣地 从头到尾他们就和宇宙海其他势力一样 大家来抢传承时 紫月圣地也抢 可并非竭尽全力的抢 当初向东地圣地是直接占领最重要的核心区域 欲要抓住牧林之州 可紫月圣地却是和其他势力都在外围 而且战斗过程中也从未联系过罗锋 也从未要和罗锋交易 连交易尝试都没尝试 这紫月圣地一直很超然 可这次怎么就 罗锋心头有着恨意 能不恨吗 人类族群大好局势被这紫月圣地一搅和 顿时变得无比危险 罗锋根据诸多蛛丝马迹进行判断 紫月圣地对断东河一脉传承并不够上心 特别是那位紫月始祖 对断东河一脉传承的渴望似乎也不算强 可为何又要对付自己 对付人类 迷雾重重 罗锋只感觉那紫月始祖应该还有其他目的 紫月始祖 他到底要干什么 宁可传出远古文明传承讯息给自由联盟 也要对付我 对付人类 罗锋感觉到其中一定有许多他未知的秘密 这次事情是我史话没做好 不过既然得了你们给予的部分讯息 那么此战我不会出手 罗锋黑暗混沌鹏宫 看着史话岛主离去 却也没阻拦 他们明白 若是答应给予史话岛主修炼到最强者极限的修炼讯息 史话岛主可能就会站到人类阵营一方 可是单单一个宇宙最强者 对大局根本没影响 若是真的愿传播 早就拉拢一大批最强者了 准备迎战吧 自由联盟的六座宫殿内 由史话岛主操控的那座宫殿里 史话岛主一派的一大群宇宙之主接连安慰的 他们也知道这次令史话岛主很是不满 史话 这次是我们的不对 还请你尽量 史话兄 这次光行之主能够给我们每一个宇宙之主带来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才暂时都听他的 一旦此战结束 我们得到了传承讯息 他光行 根本就没资格引导我们 我们自由联盟最能服众的盟主 还是你 对 我们是一直支持史话你的 好了 我明白你们的想法 你们所做的也无错 史话岛主扫视了一眼 同时也看了前方的宫殿出口 不由暗自叹息 虽然都是他这一派系 可毕竟不是他奴隶 所以个个都待在出口处 显然唯恐史话岛主投靠人类 将他们都抓住献给人类 让人类有要挟的资本 而现在都在出口处 七十多位宇宙之主实力一旦爆发 加上他们其中不少有分身 足以媲美八九位宇宙最强者的瞬间爆发 完全能轻易冲出出口 脱离这宫殿至宝的束缚 准备战斗吧 此次计划虽失败 可是史话岛主还不愿翻脸 毕竟自由联盟内部派系混乱 彼此谁都不服谁 谁也别想掌控绝对大权 而他自领一派系 加上是唯一最强者 反而能够让各方信服 是有着很大话语权的 此次光行之主 是拿着紫月十祖给予的远古传承讯息 才能暂时让所有宇宙之主都听他的 可一旦得到这远古文明传承讯息 谁还会听光行之主的 毕竟和光行之主有仇怨的就不少 没想到人类竟然这么愚蠢 连你们自由联盟都得罪了 你们自由联盟和我们联军阵营一配合 我们便拥有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宇宙最强者 占据整个原始宇宙 所有顶尖级强者的几乎八成战力 小小人类根本就没资格和我们斗 他们输定了 对 输定了 小小人类也敢反抗 怕我们一次集体袭击 便能令他们的抵抗完全崩溃 大群宇宙之主陨落 一时间联军阵营自由联盟迅速靠近 且彼此都有神力传音交流 显然无比开心 而且充满了绝对的信心 开玩笑 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宇宙最强者 如此强大的一股力量 在原始宇宙没有任何一股势力能反抗 只有被碾压的命 人类阵营那群胆小鬼 躲在星辰塔内 我们根本伤不到他们 包围 对 包围 包围星辰塔 将星辰塔完全包围起来 一旦他们从星辰塔口出来 我们便集体攻击 我们的集体攻击 他们岂能抵挡 除非他们永远躲在星辰塔内 若是他们永远躲在星辰塔内 那我们就一直困着他们 压制他们 只需要三分之一的宇宙之主 宇宙最强者在这驻守 便能令人类挣扎不得 并且我们还可以趁机 将人类的疆域完全掠夺 嗯 对 没了疆域 又被永远困着 除非他们退市出石宇宙 退守出石宇宙 没了原始宇宙的资源 他们人类根本就没有前途 我们也就再没有了威胁 威俄的九层星辰塔 周围虚空联军阵营 自由联盟的一座座宫殿 宇宝则仿佛巨大堡垒一般 悬浮在一处处 并且都开始移动起来 开始环绕着星辰塔 就仿佛一个巨大的球体 星辰塔是球体的球心 而那一座座宫殿 质宝则分布在球体的球面的一处处 将它完全包围 八百多名宇宙之主啊 十多名最强者呀 这么可怕的力量 人类根本没希望赢 别慌 不管怎样 我们祖神教 虽然有心帮助人类 可此种情况之下 我们一旦从祖神坛内现身 则必定遭到数百名宇宙之主的轰击 瞬间 怕就得陨落不少 所以此战 我们只能躲在祖神坛之内 被动防御 我们只需要躲在祖神坛之内 所有物质攻击 祖神坛都可以挡住 我们三位祖神联合 加上原始宇宙意志的加持 任何灵魂攻击 都不可能破开我们 虚化神力防御 对 我们无需担心 只是 我们无法帮助人类了 相信人类也会明白我们的困境的 祖神教的三大祖神 以及一群宇宙之主们 很快便决定了 躲在祖神坛内 全力防御 绝不冒头 不管怎样 保住性命最重要 毕竟是八百多宇宙之主 十多名宇宙最强者 谁敢去挡 星辰塔内 人心惶惶 一百多宇宙之主的视线 不受阻碍 可透过星辰塔看到 外界虚空中 环绕在四面八方的 一座座宫殿至宝 人类 索索人说 交出远古文明传承 从宇宙之主 到宇宙最强者极限传承 全部交给我们 我们一旦确认 则立即退去 如果不交 那你人类从今往后 在这原始宇宙 将再无立足之地 你们人类的疆域 将再也不属于你们人类 交出传承 交出传承 一道道恢弘的声音 直接传播到星辰塔内 星辰塔内的 一百多名宇宙之主 特别是那群 一族宇宙之主们 一个个都慌乱了 混沌城主 罗锋 黑暗之主 彭弓之主 龙行之主 荒剑之主 一个个人类宇宙之主 朝四周一看 便明白 即使强行命令 恐怕这些宇宙之主 也不会到出口处 对外攻击了 毕竟 那些异族 可不愿去送死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三十二集 逼迫我人类交出传承 想得的确很美 那一个个族群 视人类为大威胁 可是一旦人类交出传承 那么虫族 妖族 机械族等一个个族群 也可以不断强大 这样一来 即使人类将来变强 对他们威胁也不大了 所以两种选择 得到传承退兵 或者直接将人类 打出原始宇宙 对联军阵营而言 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封 我封 你何 周围一个个人类宇宙之主 都看向罗锋 他们都知道了这计划 也明白这计划是何等疯狂 何等危险 可是此刻的困境 也唯有罗锋的计划 有希望成功 只是这一计划 完全是将罗锋的命赌上去 交给我 小心 放心吧 就他们也想杀我 虽说的轻松 可那是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最强者 大大大 罗锋全身气息猛地强盛起来 同时那原本已经温厄的星辰塔 猛烈地变大 千亿公里 万亿公里高度 疯狂地朝外扩张 一下子都撞击到了周围环绕的那一座座宫殿至宝 自由联盟联军阵营共17座宫殿至宝 在黑暗寂静的虚空中 环绕在星辰塔周围 距离星辰塔 约千亿公里之遥 而星辰塔原先高度便是千亿公里级 星辰塔底座直径则是百亿公里级 等于是被那17座宫殿环绕看得死死的 联军一方气势如虹 压倒性的优势 令他们个个充满绝对信心 交出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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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大 星辰塔猛地爆发变大 高度从千亿公里级 直接暴涨到万亿公里级 而瞬间 那星辰塔的底座直径 也从百亿暴涨到千亿 更是直接撞击上了周围的17座宫殿至宝 人类要逃 小心 星辰塔突然变大 在那可能想办法逃跑 大家警惕 北京 看你的了 他们投不掉 无尽虚空中 突然出现一颗颗星点 无数星点凭空出现 并且每一颗星点 彼此有着光线隐隐相连 一时间周围数光年范围 近阶被无数光点笼罩 正是至强至宝 西区星光湖 乃北将蒙主拥有的领域类至强至宝 罗峰站在星辰塔内 看着巨大星辰塔的底座撞击到17座宫殿至宝 而联军一方不在乎撞击 却显然看到人类这样古怪行动 而担心有什么变化 甚至连领域类至强至宝 七区星光湖都使用了 逃跑 应该是你们要逃跑才对 只可惜你们想要逃也逃不掉了 无尽幽海 冲击吧 罗峰在操控星辰塔变大前 就已经开始操控着自己的无尽幽海了 令无尽的海水已然抵达底座的一个个侧门 带得此刻星辰塔猛地扩大 随着罗峰一个意念 顿时汹涌的无尽幽海海水沿着那一个个侧门 开始疯狂朝外面爆发冲出 星辰塔底座四面八方共九个侧门 而底座底部深渊入口 则是用来吞吸的主入口 小心人类会逃 警惕各处 别让人类逃了 联军阵营正担心人类会逃 忽然 那微额的星辰塔底座九个侧门 须知 此刻星辰塔高度超万亿公里 而底座侧门的高度 每个都有数百亿公里之高 随着九个侧门疯狂涌出无尽海水 而原本就被撞击的和星辰塔无比接近的一个个宫殿至宝 几乎瞬间便被疯狂涌出的海水给淹没了 一名宇宙之主神体若是变大 可以瞬间达到百万公里高 乃至千万公里高 一件至宝若是变大 也能瞬间百亿千亿公里 都是不受所谓光速速度限制的 而无尽幽海本质上就是一个神体 而且是罗锋的四大神体之一 且新幽海分身只是利用无尽幽海的天赋 所创出的一个化身而已 那化身最顶尖才千倍基因 而真正的无尽幽海是完美基因的宇宙之主 随着无尽海水涌出猛的扩大 特别是星辰塔底部深渊 也同时涌出大量的无尽海水 给我大大大 罗锋亦是竭力操控着 此刻操控着无尽幽海变大 瞬间无尽幽海就达到了最大直径三千亿公里 深度则是三百亿公里的可怕程度 当然无尽幽海真正的体积是 长宽高八百亿公里这一层次 此刻变成最大直径三千亿公里的可怕海洋 神体已经故意变大很多了 仅仅一瞬间的是 星辰塔变大到万亿公里高 撞击十七座宫殿至宝 而后无尽幽海猛地扩张而出 更是令神体变大些许 因为原先体积就大 稍微变大仅仅十倍左右而已 也很轻松 怎么回事 这回怎么都是海水 怎么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是 领域那之强是否 联军阵营并未着急 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优势 令他们很自信 只是对于突然出现的无尽海水 他们很疑惑 这么多无尽的海水是领域 可北疆盟主 之前已经施展出 七区星光湖了 按理说 其他领域不应该出现才对 不是领域 是神力 那无尽海水 和我的七区星光湖 并没有抵触 并非领域 而且 我感应到强大的神力 这无尽的海水 应当就是无尽的神力 应该是 类似九幽之主 那九幽之海 整个无尽海洋 最大直径 约三千亿公里 最小直径 则是三百亿公里 神力 对 仔细感应 的确是神力 每一滴海水 都是神力 这不仅庞大的神力 也就祖神教九幽之主 才有 九幽之海 不对 这不是九幽之海 九幽之海的气息 我清楚 我和九幽有过多次 接受 这神力气息 不是他的 这 这是罗锋的气息 真教 你说什么 是罗锋的气息 没错 我和他厮杀过 交战过 这是他的神力气息 与何领主罗锋 这是罗锋的神体 罗锋也有类似九幽之海的神体 顿时 联军一方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宇宙最强者们 都有些震惊 因为九幽之海 在原始宇宙名气很大 而且拥有九幽之海的 仅仅是九幽之主一个 独自一家 堪称至强至宝般的神体 让谁都奈何不了 单单那般庞大的神体 每时每刻吞吸的神力 都超过其他宇宙之主 整个神体的神力 谁不嫉妒 不过如此庞大的神体 限制也很明显 移动极难 九幽之主都是靠天赋秘法 分出化身 化身仅仅是 十分之一层次的神力基因 神体体积更是一般 使得九幽之主实力 是不如混沌成主 星河之主等一批存在的 罗锋有六阶顶尖战力 怎么还能拥有这么庞大的神体 对 罗锋之前显现金角巨兽分身 显现地球人分身 都有六阶顶尖战力 分身实力这么强 他怎么可能 还拥有九幽之海 这样一分身神体 宇宙是公平的 不可能出现 这样逆天的事 而且九幽之海 基因极高 金角巨说的天赋分身 根本无法 孕育出如此逆天的分身 当联军一方 为这无尽海洋 乃是罗锋分身而震撼时 人类阵营一方 那些异族宇宙之主们 同样惊诧 别迟疑了 所有宇宙之主 开始联合集体攻击 攻击 混队成主 那 那联军一方反攻 我们挡不住的 对啊 混队成主 放心 他们所有宫殿至宝 进阶都在幽海之内 而幽海 乃是无尽神力凝聚 他们的攻击 会被幽海神力 抵抗消耗 所以 他们的攻击 根本攻击不到你们的身上 而你们 则是可以放肆地攻击过去 幽海不会抵挡 反而会和你们一道攻击 啊 神类的意思是 一族宇宙之主们 还有在星辰塔旁边的祖神坛内 同样得到传音的祖神教义群强者们都蒙了 他们都明白了人类的打算 竟然是让罗锋靠着幽海 来抵挡整个联军阵营的攻击 太疯狂了 难道人类以为就凭着神体大的离谱 就能抵挡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宇宙最强者的合击 太危险了 这 这太危险了 罗锋实在送死 这些异族们都不敢相信 这简直就是送到敌人面前给敌人杀 或许这无尽优害一对一 或者一对十都可以傲视 整个原始宇宙谁都奈何不了 可是这次是八百多名宇宙之主会合 顿时一百多位异族宇宙之主 都看向一身银甲银翼的裸锋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集 诸位 别浪费时间了 攻击最近目标 说着 罗锋摇指最近的宫殿质堡 并且那宫殿质堡周围 弥漫的无尽海水 也开始出现漩涡 漩涡直接分出了一条通道 直接通往下方深处 那一座宫殿质堡内 那是由妖族梦妖族 亲自统领的一支分队 里面约有四十位宇宙之主 人类一方加上祖神教 约两百名宇宙之主 特别是罗锋混沌 黑暗彭宫三大祖神 各个都能发挥极强战力 所以人类一方全部联合起来 攻击那一座宫殿质堡 自然占据绝对优势 人类这一方略有动静 联军阵营就完全明白 人类到底要干什么 这人类太疯狂了 竟然妄图凭借一九幽之海神体 阻挡我们其他各方势力 然后集中他们的战力 单独对付一座宫殿质堡 如此逐个击破 真是太疯狂 太自信 太嚣张了 他们以为仅仅一个神力海洋 就能抵挡我们八百多位宇宙之主 十多位最强者 所有宇宙之主 所有最强者 全部施展灵魂攻击 全部 对着周围的神力海洋 集体施展灵魂攻击 这么多宇宙之主 这么多宇宙最强者 集体灵魂攻击全部累加 我就不幸 单单罗锋一个人能抵挡得住 我要这绝世天才 现在被陨落 罗锋 陨落 罗锋 陨落 罗锋 罗锋 陨落 陨落 攻击 联军一方的梦妖族 镇妖族 机械族 副神 一个个都激动无比 充满着期待 原本他们都认为 要杀死罗锋 是没希望的 到了罗锋这层次 只要不是自己找死 有星辰塔 木陵之州 以及自身实力 谁能杀得了他 可现在罗锋找死 他们岂会手软 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最强者 这些宇宙之主中 部分还有分身 所以约摸有着近九百尊宇宙之主神体 再有十多位宇宙最强者的联手攻击 所形成的虚化神力攻击 一次性爆发 完全相当于 一千尊宇宙之主神体的集体攻击 这是何等威能 按照实力划分 宇宙之主从一阶到六阶 而宇宙最强者呢 因为原始宇宙意志压制的缘故 即使在宇宙海 每个宇宙最强者使用的神力 也是万倍基因的宇宙之主层次 所以像一些普通宇宙最强者 仅仅能发挥七阶战力 而一些混得不错的 有至强至宝的 一般能到八阶层次 像机械族富神 像之前没有至强至宝在手的 巨斧创始者 都是八阶水准 而自从得到至强至宝 借助至强至宝蕴含的一重重密纹 能爆发出更强战力 巨斧创始者达到了九阶战力 七阶是最普通宇宙最强者 八阶是较强水准 正常水准 九阶是巨斧创始者 神眼族第一真主 在这一层次 十阶是元族级 元族当年纵横宇宙海 绝对无敌 这才有资格称得上是十阶 绝对是宇宙最强者的 一个完美极限 放眼三个轮回时代 除了元族 其他谁都没有到达这一层次 当然个体达不到 靠数量还是有希望 此时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名最强者 相当于一千尊宇宙之主 及神体的合积 这是何等可怕的威能 一名宇宙之主 平均水准约四阶 可十多名宇宙之主混合 即可到六阶顶尖 一百名可到八阶 一千名宇宙之主 神体联合攻击 已然约摸突破九阶顶尖 隐隐达到十阶层次 相当于一千尊宇宙之主 及神体的联合攻击 该达到十阶层次 你我方独自承受 死定了 你死定了 现在宇宙海最强的宇宙最强者 只能爆发九阶战力 而现在整个原始宇宙 近乎八成的顶尖战力 全部会合 一个宇宙时代的八成战力 为何达到十阶层次 就算你拥有 至强至宝镇守灵魂 可你的神力却不如宇宙最强者 你还是得死 死吧 雷罗锋 陨落吧 死吧 联军阵营无比渴望看到罗锋陨落 一瞬间 十七座宫殿至宝 集体开始施展攻击 许划神力攻击 攻击 一座座宫殿内 都有领头者下令 星空巨兽联盟的星空十足 老兽神暗自叹息 他和这罗锋本也有些交情 只是牵扯到最根本利益 也顾不得了 至于坐山客 现在是整个联军阵营行动 一个坐山客又能如何 攻击吧 他挥下的一大群宇宙之主们 包括金角之主在内 一个个全部施展攻击 一片寂静 包括祖神坛星辰塔内的人类阵营一方 所有宇宙之主都担心地看着 甚至很多都盯着罗锋 他们都在看罗锋的结局 他们想知道 这一人类族群崛起的绝世风华人物 是会越加强大 直至将来达到元祖层次 乃至超脱轮回 还是陨落 在场其他宇宙之主 即使三大祖神 个个都有原始宇宙意志加持 不敢说单独来硬扛 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最强者的灵魂攻击 像混沌城主 黑暗之主 他们都自问 若是他们上 都必定陨落 罗锋 混沌城主盯着罗锋 之前他就担心 只是罗锋自己拥有绝对信心 而且也曾经试验过 一百多名异族宇宙之主 全部灵魂攻击在罗锋身上 可是那仅仅是一百多位 此刻要强大得多 罗锋有绝对信心 主动要求上 而混沌城主 也不愿人类族群 被迫离开原始宇宙 所以最终答应了 罗锋 黑暗之主 彭弓之主 冰封之主 虚金之主 龙行之主 一个个都看着罗锋 人类的命运 再次一搏 是被迫离开原始宇宙 人类疆域被侵占 疆域内所有生命 进阶被屠杀 只能归缩在初始宇宙 还是依旧扎根原始宇宙 就看这一次了 攻击 攻击 让那罗锋死去吧 罗锋死吧 去死吧罗锋 十七座宫殿至宝 瞬间施展出虚化神力攻击 因为无尽幽海海水 无处不在 完全笼罩每一座宫殿至宝 所以十七座宫殿至宝内的强者们 直接朝周围海水攻击即可 八百多名宇宙之主 十多名最强者的攻击 在同一刻 攻击在无尽幽海上 就好似同时攻击在罗锋的灵魂上 无声无息的攻击 可是这一层次的虚化神力冲击实在太强 即使是虚化神力冲击 都令周围空间完全粉碎化为粒子流 而在星辰塔内的人类阵营一方 个个都感觉到空间一阵 罗锋 罗锋 他们看向罗锋 混沌城主更是眼睛泛红 神体微微发颤 担心人类命运 也担心罗锋的命运 还活着吗 一身银甲银靴的罗锋 身后肆意微微展开 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宛如扎根在那儿 谁都不可撼动似的 罗锋 罗锋 特别是人类本族的宇宙之主们 一个个都屏息盯着罗锋 忽然 那犹如雕像般的罗锋 微微转头 朝旁边的混沌城主 黑暗之主 龙行之主 等一群宇宙之主 咧嘴一笑 那咧嘴一笑 露出洁白的牙齿 笑容灿烂无比 这咧嘴一笑 笑得肆意 也令他们顿时感觉 仿佛整个天地 都变得无比灿烂多彩了 罗锋 罗锋 你太厉害了 龙行之主 更是直接冲上来 一把抱住罗锋 人类本族的一群宇宙之主冲上来 一个个激动弱狂 有的甚至还流下了眼泪 激动万分 连混沌城主的眼中 都含着泪花 连人类阵营的那一百多名 异族宇宙之主们 也为之惊叹激动 他们不至于像人类那般欣喜若狂 可也惊叹罗锋的厉害 竟然能够挡住 如此可怕的攻击 整个星辰塔 气氛都变得热烈 人类本族宇宙之主们 宛如疯狂激动无比 刚才那一刻 是真的决定命运的一刻 罗锋扛不住 那罗锋陨落 并且人类族群将被迫退守 出使宇宙 在原始宇宙各大势力联合逼迫下 宇宙海各大势力压制下 人类族群要发展将寸步难行 而且人类疆域的那些普通的无数人类 恐怕会被完全屠戮 疆域会被完全掠夺 而如果扛过去 便是联军阵营的灾难 这便代表着联军阵营根本奈何不了罗锋 那罗锋竟然挡住了 在星辰塔旁边的祖神坛内 祖神教的三大祖神 一群宇宙之主们也为之惊恶 他们个个都是顶尖存在 很清楚刚才联军阵营的合击代表着什么 那是整个原始宇宙 约八成顶尖站立的联合攻击 罗锋竟然能挡住 此战联军阵营麻烦大了 人类赢定了 现在便要看联军阵营输得会多惨了 我们可以尽情动手了 他们的攻击会完全被无尽神力海水阻挡 我们完全可以逐个击破 赢定了 祖神教之前还决定躲在里面不出来 现在却是立刻改变策略了 多人有声剧春世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联军阵营却是一片安静 死一般的安静 不管是宇宙之主们 还是那十多位宇宙最强者们 一个个都傻了 他们之前充满绝对信心的集体施展虚化神力攻击 有信心灭杀任何一个宇宙之主 即使有至强至宝镇守灵魂 也绝对必死无疑 在施展了攻击后 他们便仔细感应着周围的海水 他们渴望看到周围海水束缚力的消散 可是周围无尽神力海水 依旧充满强大的威能 依旧压迫着每一座宫殿至宝 神力依旧持续燃烧着 迸发着强大威能从未停止 这表明罗锋还活着 啊 还活着 这罗锋怎么可能还活着 即使是灵魂类至枪至宝在身 可以他的神力不可能挡住这一层次攻击的 当初元族可是连宇宙最强者都击杀过 这罗锋怎么可能活下来 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不可能活下来 应该陨落了 应该陨落了 那绝美的虫族女皇也同样震惊 她无比精通灵魂攻击 很清楚刚才那一击威能有多大 绝对达到十阶层次 而十阶层次在原始宇宙中个体是无法达到的 在宇宙海也仅仅是元族才能爆发这样的威能 元族当年无比强大且非常擅长灵魂攻击 就算宇宙最强者的神体极强 一般也得有至强至宝镇守灵魂才能在元族手下逃过 至于宇宙之主 即使意识强 即使有至强至宝镇守灵魂 在元族面前依族必死 十阶层次攻击绝对横扫一切宇宙之主 他怎么能活 他怎么可以活 完了 这下麻烦大了 怎么可能 怎么能活 联军阵营陷入空前的危机中 罗锋看着外面 自己的神力海水 甚至能够感应到一股股强烈的情绪 那是联军阵营宇宙之主 宇宙最强者们无比激烈情绪产生的波动 我怎么不能活 现在后悔 晚了 罗锋眼眸掠过一丝寒光 约一千尊宇宙之主及神体的合力攻击 威能的确强大可怕 其实早在提出这计划时 罗锋就猜到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自由联盟加入到联军阵营 所以当时就想到恐怕要抵挡这一层次的灵魂攻击 至于物质攻击 凭借浩瀚的幽海神体打消耗战 丝毫不必担心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灵魂攻击 罗锋自己其实内心中也有些担心 混沌城主他们当初知晓这一计划 也担心这一点 所以先尝试让一百多名异族宇宙之主 联合攻击罗锋 一百多名异族宇宙之主的联合虚化神力攻击 已经达到八阶微能水准 在试验前 罗锋之所以敢提出这个计划是因为 自己神力完美 意志更是宇宙最强者层次 又有星辰塔镇守灵魂 九阶微能攻击应该不成问题 而且自己得到的断东和一脉三大绝学 其中断灭更能令自己神力加速燃烧 实力猛地提升一个层次 令神体燃烧爆发出更强威能 这样一来 应该能够抵挡十阶层次攻击 设想得不错 可罗锋内心也有些担心 随即便尝试了一下 抵挡一百多位宇宙之主联合攻击 怎么回事 他没使用风魔灭神甲 仅仅是靠星辰塔镇守灵魂 怎么八阶层次攻击弱小成这样 当时罗锋很吃惊 八阶攻击给他仿佛 清风拂面的感觉 所以震惊下的罗锋 立刻将新幽海分身召唤来 然后星辰塔镇守新幽海分身 再一次让一百多位宇宙之主攻击 又一次攻击 新幽海分身凭借星辰塔 竟然轻松挡住了他 新幽海分身竟然能挡住 那无尽幽海神力更强 不就能挡住九阶层次 再加上断面能提升一个层次 就算是十阶都能扛住 罗锋无比激动 可是同时也很诧异 因为他认为 他应该是要用尽手段 才能勉强抵抗十阶攻击 按照推测 无尽幽海加断面 外加至强之宝星辰塔镇守 应该勉强挡住十阶威能攻击 新幽海分身加星辰塔 则应该勉强挡住八阶攻击 可事实是 很轻松 新幽海分身有星辰塔镇守 很轻松就挡住了八阶攻击 丝毫不吃力 我新幽海分身实力很明显 那么就应该是星辰塔的缘故 罗锋当时便意识到 这恐怕是星辰塔的其中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了 星辰塔乃是一件很特殊的至强至宝 他的认主比一切已知的至强至宝认主都困难 连事无语义的认主难度都敌不过星辰塔 单单为了认主 坐山客就是专门造就了地球人一脉 而且经历无尽岁月才最终选出一个罗锋来 认主如此艰难 岂能平凡 罗锋一直认为星辰塔一定有特殊处 只是一直以来感觉和其他至强至宝差不多 而这次用他镇守灵魂一次次尝试自己的极限才发现 星辰塔镇守灵魂是何等厉害 刚才我的幽海神力海水 环绕在十七座至宝宫殿周围的神力海水 进阶燃烧 进阶施展断灭 保持最强威能 而星辰塔坐镇无尽幽海中央 镇守灵魂 而后遭受到灵魂攻击 却感觉很轻松 而后我逐渐减缓燃烧 乃至将断灭完全停下 才感觉到吃力而已 他准备充足 而星辰塔更给自己意外的惊喜 双方陷入截然不同的状态 一方激动若狂 一方心寒惊惧 诸位别浪费时间了 速速攻击 混沌城主摇指 最近处的那一宫殿至宝 其他一族宇宙之主们 看了混沌城主一眼 浪费时间 刚才他们一族可都还好 反而是人类本族宇宙之主 一个个激动若狂 甚至去抱住罗锋有些落泪 要说浪费时间 也该是人类本族在浪费时间 攻击 攻击 不过谁也不废话 包括祖神坛在内 人类阵营约200位宇宙之主 集体施展虚化神力攻击 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外界 无尽神力海水上空 正是背负着战刀 一身黑衣的罗锋 左手持着古神眼 直接照向那宫殿至宝 而古神眼所照射的方向 自然就分开一条通道 丝毫不阻挡 强大的意志冲击 直接扫到那座宫殿至宝 铺天盖地的灵魂攻击 也紧随着而来 蒙茶 小心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音道 刚一传音 紧跟着强大意志冲击 就降临这座宫殿至宝内 梦妖祖本身自然轻易扛下 可是他挥下的一群宇宙之主 顿时便倒了九成 只剩下三位宇宙之主还站着 是意志冲击 梦妖祖顾不得多少 连忙尾巴一扫 将这一群宇宙之主 全部收入自己随身携带的世界戒指 扫荡性的虚化神力冲击 瞬间席卷整个宫殿至宝 而宫殿至宝内 只剩下梦妖祖一个 其他进阶被梦妖祖收起 这一幕被北疆盟主 透过七驱星光湖清晰的探知 顿时大惊 联盟传音给其他每一座宫殿至宝 各个队伍小心 我们没能击杀罗锋 那我们就处于绝对弱势 一旦遭到人类族群联合灵魂攻击 对任何一个分队都无比危险 一旦发现人类队伍逼近 最好每个分队的宇宙最强者 立即将宇宙之主收起 我们分队没最强者 我们分队也没有 自由联盟那边一个个分队都立刻急了 他们一共六大分队 仅仅只有一个分队有最强者史化岛主 其他五个分队都没有最强者 那就速速朝其他队伍靠拢 会合 宇宙之主在一起越多 就越安全 最好和有最强者的队伍会合 周围处处都是无尽神力海水 这些燃烧的神力海水 束缚力大的惊人 就在拼命地缠绕着我们 宫殿之宝飞不动 飞的速度太慢了 飞不动啊 神力海水一直在纠缠 意志之队伍都急了 连那些最强者们都感到头疼 他们只感觉到操控宫殿 至宝飞行时阻力重重 一条条神力海水大蛇 疯狂地缠绕着宫殿 死命缠着 令宫殿至宝飞行速度慢得离谱 勉强才达到百分之一光速 他们却是不知 为了拦截阻碍他们 但凡是环绕在每座宫殿至宝周围的 神力海水都进阶燃烧 而且施展着断灭 阻力无比惊人 三位祖神 还请施展五彩极光湖 好 好 周围虚空中出现了一道道极光 五彩极光横扫一片虚空 直接和那七驱星光湖撞击了起来 七驱星光湖 五彩极光湖 都是领域类至强至宝 二者顿时互拼 一时间 七驱星光湖也被迫开始后退 很快周围树光年范围 五彩极光湖 七驱星光湖 几乎各占一半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集 青色的国度 罗锋身后银色四一一盏 顿时朦胧无尽金光 弥漫开去 开始辅助那五彩极光湖 去压制七驱星光湖 令七驱星光湖范围再次缩小 数光年范围内约八成都被人类阵营一方掌控 只能说 金色的国度威能不够强 对五彩极光湖的帮助有限 够了 若是让老师施展元祖留下的宝物掌控宇宙 那掌控宇宙 自然也是掌控时空的 比我的金色国度要强得多 只是不着急 以防联军阵营垂死挣扎 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还是不急着全部用出去 黑暗师叔 该我们了 我早就等得迫不及待了 走 去捕获猎物去 罗锋当即身形移动直接飞出去 旁边黑暗之主也带着黑玉塔直接飞出去 至于其他异族宇宙之主 人类宇宙之主 进阶在星辰塔内 北疆盟主施展七驱星光湖 仅仅占据部分范围 因为它乃是联军阵营 所扶散保护到的 还是属于联军阵营的八座宫殿 而其他三座宫殿 以及自由联盟的六座宫殿 根本无法被保护 特别是自由联盟 一是遭到断灭燃烧下的神力海水 阻力大的可怕 二是遭到五彩极光湖金色国度的阻碍 速度怎么快得起来 连百分之一光速都达不到了 而他们每一座宫殿至宝 彼此都距离数十亿公里 乃至更远 毕竟星辰塔底座是千亿公里级 每座宫殿都环绕在周围 彼此自然距离很远 不止攻击 全部不止攻击 昏开周围的神力海水 可恶的神力海水 一个个宫殿至宝分队都急得发狂 疯狂朝着周围的海水攻击 他们的攻击刚出宫殿 就和周围神力海水疯狂抵消掉 毕竟每一滴海水都是神力 这种神力疯狂彼此消耗 而周围区域的其他神力海水 还在汹涌涌上来 而此刻 罗锋带着一颗古神岩 旁边则是黑暗之主带着黑玉塔 他们的速度不受控制 轻易达到光速进入暗宇宙 紧跟着 很快又从暗宇宙中回归原始宇宙 已经到了一百多亿公里外的 一座宫殿至宝前 黑暗师说 催罚黑玉塔 捕获猎物吧 罗锋盯着前方属于 自由联盟的一座宫殿 里面可是有着超过 七十位宇宙之主 黑暗之主再沉稳 此刻也忍不住激动 即使是放眼整个宇宙海 有谁能够一次性捕获 七十多名宇宙之主 其 黑暗之主秉息 当即右手一拖 顿时掌心中的黑色金字塔 立刻飞出 并且疯狂变大 瞬间就变成了 一个上亿公里高的 巍峨巨塔 同时金字塔的底部 也出现了巨大深渊 直接对准前方那座 黑色圆盘状宫殿至宝 罗锋健壮一笑 掌心也出现了一颗古神眼 现在古神眼共两颗 磨砂族分身拿一颗 本尊拿一颗 哼 罗锋掌心摇对眼前的圆盘宫殿之宝 并且周围的神力海水自动分出一条路线 其实即使偶尔被波及 以罗锋的意志也不会受什么影响 无形的意志冲击早荡向了圆盘 圆盘内共有72名宇宙之主 在这股强大意志冲击下 当即便倒下了65位 只剩下七位宇宙之主还能保持清醒 他们意志都极强 也都是真正的精英 而且这七位宇宙之主便足足有十一尊神分身 七位宇宙之主一共十一尊神体完全慌了 其他那些意志弱的宇宙之主都已倒下 根本无法帮忙 仅仅他们七个该如何反抗 而且自由联盟其他的宫殿至宝 最近的距离这里都有近百亿公里远 想要求救都来不及 这七位宇宙之主慌乱了 同时也愈加疯狂 可再疯狂也无用 之前还能那么多宇宙之主一起轰杀周围的神力海水阻碍 一起竭力抵挡五彩极光湖金色的国度的阻碍 可现在仅仅剩下七位 使得他们操控宫殿至宝想要飞行移动都难 此刻又遭受到黑玉塔吞袭 若仅仅只是受黑玉塔吞袭 他们或许还能抗衡 可后面可恶的神力海水还在一次次冲击 一次次推波助澜 在周围推着宫殿至宝 将宫殿至宝朝黑玉塔方向推去 这些宇宙之主不甘心陨落 而在遥远的自由联盟核心之地 那座无尽金色浪涛中央的岛屿上 自由联盟的四百多名宇宙之主和史华岛主 进阶线留下神力化身在这儿 我们挡不住了 我们遭到意志冲击 只剩下七个还能抵抗 我们遭到五彩极光湖 神力海水双重压制 又有黑玉塔吞袭 我们抵挡不住 宫殿正在朝那黑玉塔飞去 诸位 救救我们 只见那一尊尊王座上 特别是其中一个片区的 众多宇宙之主神力化身 坐在那儿 都是一动不动 完全失去意识 只有七位还焦急无比 其他宫殿至宝的 一群群宇宙之主们 虽然还没有遭受到致命危机 可是见到同伴如此 也一样担心焦急起来 我们距离太远 根本无法过去 神力海水 五彩极光湖双重阻碍 阻力太大 根本无法加速 根本不可能达到光速 更别说 进入暗宇宙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被黑玉塔吞袭了 我们七十二位宇宙之主 紧接被黑玉塔吞袭了 忽然 之前那无比交集的 七位宇宙之主露出绝望之色 周围顿时一下子安静下来 七十二位宇宙之主 略以安静 很快那些幸存的自由联盟宇宙之主们 便愈加焦急起来 就是那一只冲击之物 就是那一只冲击之物 若被那一只冲击之物 我们七十多位宇宙之主联手 即使暂时困在无尽神力海水中 那黑玉塔也别想吞袭我们 对 那一只冲击宝物在 令我们数量优势直接消失 七十多位宇宙之主 瞬间倒下九成 只剩下七位能抵抗 那 那怎么办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分成六队 若是仅仅合成一队 四百多位宇宙之主齐聚 即使遭到一只冲击 怕也有数十位能扛下 而且 而且史话岛主也在 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 谁能想到 老风竟然弄出那无尽神力海水困住我们 自由联盟都急了 他们当初之所以分成六队 一是六大派系 二是计划着 若是加入联军阵营 那么分成六个分队 即使遭到一只冲击 好歹也仅仅是影响部分战力 若是聚集在一起 等于是战力直接被灭了九成 七十多位宇宙之主 一举擒祸 黑暗之主再沉闷再冷的性子 此刻也忍不住放声大笑 那巨大的黑色金字塔 立刻迅速缩小 直接落在他掌心 即使放眼宇宙海的宇宙最强者们 怕也没几个做到过吧 他清楚 能有如此大收获 其实是有很多特殊原因的 一是有古神掩着奇物 能抑制冲击 令对方数量优势不在 二是神力海水 五彩极光湖缠绕 令对方逃脱不得 三是罗锋竟然挡住 八百多位宇宙之主 十多位宇宙最强者的灵魂攻击 使得联军阵营奈何不了罗锋 只能在无尽幽海中挣扎 罗锋 这次真得多谢你了 运气 能做到这一步 诸多因素结合 少一个都不行 而且我这无尽幽海 一动艰难 若是联军阵营 此次逃脱 恐怕再难有机会了 无尽幽海 一动艰难 若是敌人距离遥远 那他也没办法 假如此次敌方逃脱 完全可以远离 这一片数光年范围 除非人类一直躲在这无尽幽海所影响的范围内 否则一旦离开 没了无尽幽海优势 只能被蹂躏 所以 就得趁此机会 趁他们陷入你这幽海之内 我们一举多多勤获 如此一来 我方阵营宇宙之主 自然大大增加 对 此等机会 以后怕是难运 必须尽量勤获宇宙之主 黑玉塔内 被勤获的72名宇宙之主 刚一陷入那无尽的昏暗空间 便听到声音 自由联盟的诸位不必担心 只要不与我人类为敌 助我人类 我人类自然不会杀各位 我等愿助人类 我等愿助 我们愿意加入人类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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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加入我们阵营 我们愿意加入我们阵营 很多绝望的一族宇宙之主们 听到这声音 立刻一个个喊起来 不就是加入人类阵营吗 之前他们本来就有这打算 只是紫月圣地那边好处更多 才去帮联军阵营的 可是再大的好处 也比不过性命 一个个投靠 就连那些有分身 没有生命危险的 也愿意投靠 毕竟他们不愿舍弃 主战神体 不愿舍弃无尽岁月 积累的诸多质宝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因五彩及光虎 金色的国度 彼此联合 压制七驱星光虎 使得联军一方 和自由联盟一方 无法瞬间知晓 对方情况 而后还是北疆盟主的意念 跨过距离 直接联系史话岛主 史话岛主才说 人类一方 用意志冲击宝物 黑玉塔 神力海水 五彩及光虎 彼此结合 依然抓起了我自由联盟的其中一个分队 什么 这消息立刻让北疆盟主大惊 人类一方主力还在和联军阵营一次次神力轰击厮杀呢 原来这边只是做样子 那边才是下狠手 诸位 人类人类阵营 用意志冲击宝物 黑玉塔 神力海水 等多重结合 已经抓获了自由联盟的一个分队 诸位小心 千万别被人类得逞 北疆盟主连忙传音 或者意念传递 给予每一个宇宙最强者讯息 意念降临 这是宇宙最强者的一种特殊手段 正常普通强者乃至达到宇宙之主层次 都得仰仗原始宇宙本源 他们的一切 比如神力等等 都是靠原始宇宙本源赋予 所以宇宙本源的诸多规则 他们实力再强也无法抵抗 因为他们的实力源头是原始宇宙本源 而宇宙最强者则拥有自己的宇宙 他们依仗的是自身 所以可以轻易地抵制暗宇宙召唤 可以超过光速依旧在原宇宙空间 可以轻易意念划过无尽时空 降临到遥远处 当然弱点也有 比如原始宇宙赋予的分身之能 等一些天赋秘法 则通通都没有了 他们不再有原始宇宙的赐予 一切都得靠自身 不好 不能任由人类捕获自由联盟一方的宇宙之主 自由联盟的宇宙之主数量众多 若是被人类捕获过去 恐怕很快会占到人类阵营去 到时候人类阵营实力大增 即使不使用神力海水这等阴险手段 也会无惧我们 快 我等立即离开这无际优害范围 并且尽量帮助自由联盟一方 能帮助一个分队就一个分队 我们帮助一个分队 便代表人类阵营少捕获一个 自由联盟共六个队伍 其中一个由石化岛主作阵 等于人类阵营最大的极限 可以捕获足足五个分队 那便有三百多位宇宙之主 一旦全部被捕获 人类阵营的宇宙之主数量 将会飙升到五百多位 超过整个原始宇宙的一半 我们将用无雅至人类的机会 快 全部进来 全部进来 一时间 机械族父神 镇妖族 梦妖族 玉族 魔族 精族 圣族 虫族 女皇 北江 盟主 星空 十族 黑咒 创始者 恶咒 虚真 魔神 石化 岛主 他们一共十二位宇宙最强者 同时都立刻将各自率领的 一对宇宙之主 直接或者收入世界戒指 或是放进自己的宫殿 至宝中 总之联军阵营已经对此战不抱希望 他们渴求的是尽量保全自身力量逃离 只要逃离出这无尽幽海范围 那么人类依旧是弱势一方 可若是被人类族群捕获了一大堆宇宙之主 己方少一堆 对方多一堆 这一来一回 对双方影响是非常大的 快 黑暗师叔 我们立即行动 快 联军阵营开始垂死挣扎了 好 同一刻 远在星辰塔旁边的磨砂族分身手持古神眼 站在海水之上 剑壮也立刻转头看向星辰塔 老师 必须抓紧时间捕获宇宙之主 我便带着星辰塔去使用了 我等一百多位宇宙之主齐聚于此 无需星辰塔 你赶紧去 尽量捕获宇宙之主 好 走 大 大 大 一条巨大的银色大蛇 在无尽的海水中肆意挣扎着 疯狂变大 梦妖祖操控宫殿至宝 可巅峰宫殿至宝变大 却被燃烧的神力海水疯狂压制 硬是无法变大 所以他干脆收起了宫殿至宝 显现出本尊来 直接神体变大 神力海水的束缚之力虽然庞大 却也比不上宇宙最强者梦妖祖燃烧神力发狂时的威能 变大是有限制的 如果没有阻碍 像之前星辰塔变大 没有阻碍的话 自然可以猛地暴涨 可若是有阻碍 比如困在某个狭小之地 若是普通星球洞穴阻力太小 至宝自然轻易变大 壮破一切 可若是在木陵之洲的某个仓室内 就算是至强至宝丢进去 欲要变大 也不可能撑开仓室 像当初罗峰在宇宙海 遭到大量宇宙最强者围攻 木陵之洲被神眼族的永恒真神一口吞 可木陵之洲 依旧可以变大 称暴掉那永恒真神 可若是一般至强至宝 却是无法称暴的 可恶的神力海水 北江盟主 他的速度也算不得快 平常是瞬间百亿公里 此刻却是百万一千万公里 慢慢增加 大 大 大 女皇宫乃至强至宝 唯能倒是够强 一眼看去 十二个庞然大物都在疯狂变大 分别是女皇宫和十一位宇宙最强者的本尊 那些本尊或是银色大蛇 或是邪义巨兽 或是绝美女子 一个个神体不断暴涨 而神力海水则在四周疯狂纠缠压迫 令他们增速极慢 唯有女皇宫速度最快 已然达到数百亿公里高度 人类阵营一方 看着无尽幽海海水中 那十二个庞然大物在不断变大 妄图靠神力变大 缩小彼此之间的距离 然后帮助自由联盟一方 混沌城主一见联军一方的 一鸣鸣宇宙最强者正在变大 他右手一挥 顿时一个宛如艺术品的宝物 直接漂浮在海水中 且迅速变大 一山一湖泊一木屋 连绵的山脉 寂静的湖泊 宁静的木屋 就这么悬浮在汹涌的神力海水上 这一幕让旁边那些异族宇宙之主们一个个疑惑万分 在干什么 混沌城主旁边瞬间出现了另外一个分身 两大分身 一个直接走向那连绵的山脉 一个直接走向那湖面 青色的天空笼罩整个神力海水上空 灰色的大地则是在无尽神力海水的下方 那木屋更是瞬间宛如整个宇宙的核心 迸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 无尽光芒瞬间笼罩周围整整一光年范围 青色的天空和灰色大地就仿佛两个盖子 彼此一合形成一方宇宙 宇宙核心便是木屋 这是 人类阵营的异族宇宙之主们都感觉到了巨大的压迫 无尽光芒笼罩着所有范围 原本还在疯狂变大的十一位宇宙最强者和女皇宫 背着无尽光芒一照顿时变大 速度立刻锐减 掌上宇宙和五彩极光芒配合 连罗锋的金色国度都瞬间消散 毕竟金色的国度和掌上宇宙是有重合的 掌上宇宙五彩极光芒二者结合 威能强得可怕 七驱星光芒也瞬间湮灭消散 这是什么宝物 群内怎么又多了一宝物 这是掌控时空类的宝物 似乎更加厉害 压迫极强 机械族副神 狱族魔族 镇妖族他们一群宇宙最强者都急了 只见一个个疯狂挣扎着 竭力燃烧着神体 竭力变大 历级分开 我自由联盟每个分队 历级分成三队或者四队 每个分队都保持却二十名左右的宇宙之主 开始分离逃开 神类阵营 仅仅只有星辰大和黑玉大 两将宫殿之强之宝 他们效率有限 竭尽分开 也令人类能抓捕的宇宙之主更少 史华岛主开始传言给整个自由联盟每一个宇宙之主 他此刻已然有三十亿公里高的巨大神体 而且在竭力继续变大 因为他本身就在自由联盟阵营 自然离自由联盟其他宫殿至宝更近 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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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联盟被抓捕了一个分队 史华岛主本身保护了一个分队 还剩下四个分队 此刻这四个分队立刻开始继续分兵 都是近二十名宇宙之主一个小队 他们中有的有分身 估摸着都能达到二十尊神体 这约二十尊神体联合起来 战力是突破六阶顶尖达到七阶层次 七阶层次的攻击 至少能够令他们轰击开周围的神力海水 能够小幅度飞行移动 若是分得再散 在神力海水中连移动都做不到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吃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录制 第1137集 罗锋和黑暗之主 眼睁睁看着前方四座宫殿至宝 朝四个方向飞行 不惑 吞兮 开始分兵了 麻烦了 罗锋皱眉 那些分离的宫殿至宝 因为飞得慢 彼此距离并不远 可是再不远 也得多浪费些时间 而且随着时间流逝 自由联盟另外几个分队 恐怕分开的每个小队 距离会更远 古神眼黑玉塔配合 那深青色传船 外形的宫殿至宝直接被吞袭进来 任凭在里面的宇宙之主再反抗都没用 抓 给我抓 过来 随着时间流逝 已然有八十亿公里高的石化岛主 一伸手便抓住了一座宫殿至宝 那宫殿至宝内的宇宙之主丝毫不反抗 反而无比欢喜 公主 不反抗 石化岛主自然轻松收起 不好 有一个宫殿至宝被石化岛主救走了 罗锋心中一急 这石化岛主距离最近自然第一个做到 想必联军阵营的其他宇宙最强者 特别是那女皇宫 很快也会进入这一块区域 接近全力抓捕吧 他不再多想 人类一方 神力海水 五彩极光湖 掌上宇宙 古神眼星辰塔 黑玉塔 一切进阶施展 罗锋的无尽幽海 特别是阻碍那些宇宙最强者的部分海水 更是时刻维持断灭 保持最强威能 已然是竭尽全力 可是抓捕是需要时间的 整个无尽幽海中 联军阵营一方最为庞大的便是女皇宫 女皇宫已然达到约两千亿公里高度 而整个女皇宫周围 就仿佛无数的海水大蛇 那神力海水疯狂缠绕 时刻在控制 这罗锋 真是难缠 虫族女皇也恨 若是罗锋神力海水不一直缠着 这女皇宫恐怕高度是现在的十倍了 怕是将所有自由联盟的宫殿至宝都救走了 走 虫族女皇 救救我们 进来 进来 只见这巨大的女皇宫中 偶尔便有一只雪白如玉的漫长手臂伸出 一把抓住一个宫殿至宝直接收走 而宫殿至宝内的宇宙之主们也丝毫不抵抗 自然它的效率大大增加 虫族女皇史化岛主主要是这二位竭力带走一个个宫殿至宝 而罗锋黑暗之主以及魔杀族分身分两路 也是时刻不停在抓捕一个个宫殿至宝 终于 整个无尽幽海中 联军阵营除了那都达到百亿公里级的十一尊庞大神体 一个巍峨的女皇宫外再无其他宫殿至宝了 显然那些宫殿至宝进阶被掳走 虽然我们尽力 无尽神力海水中 魔杀族分身罗锋本尊黑暗之主三者站在一起 查看了下被捕获的宇宙之主 可那女皇宫太大 而且自由联盟宇宙之主又主动配合对方 我们才捕获208位宇宙之主 比我想的要少不少啊 经此一战 人类的地位已然谁也无法撼动 罗锋黑暗之主磨砂族分身 在汹涌的神力海水中高速前进 直接达到光速进入暗宇宙 很快又出现在千亿公里外 已然到了人类一方宇宙之主的聚集之处 人类阵营一方的宇宙之主们一个个无比喜悦 特别是人类本族强者更是激动 他们虽然还不清楚具体捕获了多少宇宙之主 可是混沌城主通过掌上宇宙却知晓大概情况 知道捕获了多少宫殿至宝 据此也推测出大概数量 按照混沌城主所说 估计在两百名左右 那些异族宇宙之主们一个个也期待万分 像这种堪称传奇的大事件 其他宇宙时代恐怕不一定发生过 毕竟掳获过百名宇宙之主 这得需要不知道多少因素结合才会出现 魔风 黑暗 到底有多少 二百零八位 好 厉害啊 二百零八位 直接俘获了超过两百位宇宙之主 听都没听过 这就是一个奇迹 整个宇宙海的奇迹啊 可惜啊 每次我们掳获那宫殿至宝时 自由联盟宇宙之主都竭力抵抗 令我们耗费不少时间 否则肯定要弄到更多 之前掳获时 对方的抵抗的确令罗锋他们效率大减 比如吞吸时 对方的宫殿竟然故意缩小 那些宫殿至宝之前都是正常大小 比如数百万公里大小 可一旦遭到吞吸 他们就会缩小成犹如灰尘 体积缩小 使得宫殿至宝和黑玉塔距离遥远 这一吞吸 即使是十万公里每秒速度飞行 也得好一会儿才会被吞吸进去 当然罗锋他们也有诸多手段应对 总之 自由联盟一方竭力抵抗 即使抵抗不了也竭力拖延时间 正因为这样 明明罗锋有无尽优海 占据偌大优势 可最终还是让自由联盟逃掉一半 仅捕获了一半 不过这对人类阵营而言 已经够了 人类阵营一方聚集在一起 而无尽优海中 联军阵营依旧陷入其中 那十一位强大的宇宙最强者 神体依旧竭力变大 想办法逃出这无尽优海中 可是海水疯狂纠缠 虽然神力不断消耗 燃烧 可对此罗锋丝毫不在乎 相对于整个优海 消耗的神力又算得了什么呢 都上来 全都上来 好 只见史华岛主直接伸手 抓住了女皇宫的边缘 然后整个缩小 直接附在女皇宫表面 随着女皇宫的变大 镇妖族 梦妖族 机械族 妇神 恶咒 黑咒创始者等一个个 都附在他表面 这些最强者们 一个都没有进女皇宫内部 因为他们不敢 如果他们这群宇宙最强者 进阶进去了 不等于生死受 虫族女皇掌控 现在他们各方都带着不少宇宙之主 虫族女皇所控制的宇宙之主 数量不算多 还不至于翻脸 可若是他们都进去了 虫族女皇翻脸 掌控这么一股势力 成为整个原始宇宙最高掌权者 这是完全有可能 十一名宇宙最强者都附在威俄女皇宫的外面 随着女皇宫变大 十一名宇宙最强者自然也随着被动前进 而且速度极快 罗锋摇摇看着这一幕 微微摇头 一件至强至宝高度达到数光年都是很轻松的 像星辰塔正常高度能够达到九光年 真的竭力神力供应 像女皇宫高度超过十光年都能继续往上涨 可她的无尽幽海毕竟是神体 不可能无限制暴涨 稍微阻碍了片刻 随即罗锋便不再阻碍 此刻那女皇宫已经达到过万亿公里高度 胸 膨胀到上万亿公里高的无尽幽海开始主动回缩 女皇宫变大的阻力锐剑顿时疯狂变大 很快便令上面附着的那十一位宇宙最强者 进阶逃出无尽幽海范围 啊 总算逃出来了 这罗锋的神力海洋真够难缠的 若此次没有女皇宫 我等着逃出来 恐怕得慢慢耗时间了 机械族父神叹息 面对无穷无尽的幽海 单凭个体的确没有办法迅速逃出 唯一的方法也是蠢办法 慢慢飞 三大祖神总不至于一直操控五彩极光弧压制他们 混沌城主也不至于一直操控掌上宇宙 毕竟消耗神力太多 就算罗锋神力足够大敢跟他们好 可若是单单罗锋一个阻碍他们 他们虽达不到光速 可是十分之一光速却是不难 完全可以保持十分之一光速持续飞行 无尽幽海移动艰难 所以要阻碍他们 罗锋只能让无尽幽海一直变大 可变大总有尽头 十分之一光速飞个十年百年 罗锋总不能让无尽幽海变大到时光年吧 那时也能飞出无尽幽海的范围了 幸好 幸好这无尽海洋要移动都无比艰难 难怪之前星辰塔一直在那不动 原来是藏着这无尽神力海洋 移动艰难 便代表罗锋是没法带着这神力海洋战斗的 就算至枪至宝城放着这神力海洋 也只能在原地很难移动 一个个都点头 的确如此 甚至盛放神力海洋后 像星辰塔都无法进入神国通道 因为会令神国通道崩溃 以后 若是罗锋站在那移动不动 或是旁边竖着一木林之舟或星辰塔 都是移动不动 我们就必须避开 若是他自己便能轻松移动 则代表他根本没带那神力海洋 经自一意 这些个最强者的确是将罗锋列上重点名单了 而且无比警惕 绝对是当成极有威胁的存在 来对待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38集 这神力海洋虽大 可真正算起来 罗锋的灵魂乃是人类灵魂 一旦他跨入宇宙最强者行列 三本贵源 诸多分身合一 是变成人类的 他的神力海洋那般大 乃是原始宇宙赐予 一旦他将来突破 神国变成小型宇宙 诸多分身合一 他的人类身体 是无法承受 融合时 肯定会损耗 很多很多的神力 到时候 他的神力 也不会这么离谱了 嗯 对 诸多分身合一 回归本身 等他成了最强者 在原始宇宙 反而没这么难缠 现在的罗锋 有四大分身 各个能发挥 六阶顶尖战力 而宇宙最强者 只有一个本尊 且罗锋的无尽海洋 又是堪称 无限神力供应 的确是比宇宙最强者 还难缠 当然这是在 原始宇宙内 若是在宇宙海 自然是宇宙最强者 更可怕 成了最强者 一切只能靠自身 什么分身 什么天赋秘法 尽皆没了 不过说起来 九幽之主就不同了 九幽之主本尊 就是那神力海洋 即使将来突破为最强者 他的神体 还是神力海洋 诸位 别议论这罗锋了 此战轮落到这一步 我们该怎么办 对 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人类阵营 又俘获过去 二百位宇宙之主 只要人类阵营的罗锋 混沌成主 他们几个 不是愚蠢的要自杀 就肯定不会 屠戮那些宇宙之主 而是会将他们 拉拢过去 那些被俘获的宇宙之主 为了族群 为了自身 都会很快 投入人类阵营 并且自由联盟中 很多宇宙之主 和他们有交情 有些 甚至就是一个族群的 恐怕 也会被拉拢过去先 但但现在 人类阵营宇宙之主 便超过四百位 我方即便 加上自由联盟 也仅仅超过六百位 我方虽然有好些 是宇宙最强者 可那罗锋就四个分身 还有混沌全主 黑暗之主 蓬弓之主 三大祖神 他们的六阶顶尖战力 加起来 和我们比 也差不了多少 虽说宇宙之主 数量占点优势 可对方 还有两间一支 冲击宝物 能轻易扫到 我们的两个分队 而且战斗时 人类肯定会选取 我方强者数量 最多的两个分队 如果是我们分得太散 那指挥防御太弱 陷入被逐个击破的困境 所以 仅仅是这点优势 也被那两间 一支冲击宝物 给抵消了 再加上 对方还有掌控 时空的旗宝 那威能 感觉比领域类 至强至宝还强些 我们真的和人类拼下去 没有剩的希望 只会是两败俱伤 而且 还会是无比漫长的持久战 联军阵营一方的 孟妖族 镇妖族 机械族 附身 虫族 女皇 玉族 魔族 精族 圣主 明知情况 可听北疆盟主说完 依旧更加烦恼 他们本就和人类有仇怨 而且此次火并下来 人类族群岂能不记恨 将来人类强大了 岂会不报复 明知如此 可联军阵营一方 以无实力压制人类一方了 宇宙之主方面的优势 完全被对方两件 意志冲击宝物给抵消了 真的拼下去 就是生死战 持久战 消耗战 即使他们几个族群愿意 估计自由联盟 北疆联盟 星空巨兽联盟 都不会愿意 若是自由联盟等不参加 单单靠他们几个族群 那就不是消耗战 而是被蹂躏了 死战 我们已失败 而人类族群的崛起 不可阻打 此次截下的仇怨 必定是将来人类强大后 攻击我等族群的借口 嗯 对 所以 我等因彼此辅助 形成一长久的松散联盟 专门应对人类威胁的联盟 这联盟不求其他 只求将来人类威胁过大事 我等能够彼此互助 能够让族群 安然生存下去 诸位以为如何 机械族父神玉族魔族等 一个个露出赞同之色时 向北疆盟主 恶咒 虚真魔神等几位独行者 却很随意 退了 联军阵营已退去 一鸣鸣宇宙之主 站在无尽幽海上空 遥看远处 看到那女皇宫迅速远去 很快都感应到空间波动 显然都瞬移离去了 这使得人类阵营一方 为之欢呼庆贺 这一战 人类本已处于绝对弱势 却借助无尽幽海 一下子翻盘 随即浩浩荡荡的一群宇宙之主 包括祖神教一方 进阶去了原始秘境核心之地 那宫殿群中 那些世卫仆从们 也神国传颂赶回 一场无比丰盛的庆功宴 也开始了 人类本族宇宙之主 最为激动 一族宇宙之主们 也无比愉悦 因为人类将来日子好过 他们这些依附人类的族群 日子也好过 眼后 一族宇宙之主们 已经退去 人类本族宇宙之主 却是聚集在一起 一个个分而坐下 面前都有着简单的 来自宇宙各处的 珍贵美食美酒 此次我族大盛 也注定我族 在原始宇宙根基 无比深厚 即使那些联军 联合原始宇宙 其他所有势力 都无法撼动我们 我人类的强盛繁荣 已然在望 我族历经元祖时代 巨斧时代 现在进入 真正的强盛时代 元祖老师当年率领我族 从卑微崛起 直至令族群名列 巅峰行列 只是老师而后 被原始宇宙永久镇压 幸而有巨斧 能令我族地位不坠 一片安静 在场的宇宙之主们 或是想象 或是追忆着 巨斧陨落 我等 尽界伤痛 只是因为族群危机 所以一直没有追查这事 巨斧突然陨落 在清风界核心深处的 昏暗之地 充满着蹊跷 一是地图有假 谁再不拘 二是 巨斧明知 昏暗之地的可怕 怎会陷入进去 三是 以巨斧的实力 怎会突然陨落 当然 昏暗之地 是在清风界核心区极为危险 我等虽需留意这事 但无足够把握 绝对不可擅闯 嗯 对 也不能因为这个 令我人类族群 再说重创 一个个进阶点头 他们也明白 巨斧陨落 人类损失够大了 不能再损失一次 此次我足大胜 罗锋有绝对大功 我等 都应该敬罗锋一杯 对 这次多亏了罗锋 是啊 罗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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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个个举杯 看向罗锋 都看在眼里 知道罗锋的功劳有多大 特别是无尽幽海 抵抗整个联军阵营的灵魂攻击 那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 罗锋竟然活着抵抗住了 当时他们心中 便满是无尽的感激和钦佩 说来此劫难 还是因为得到远古文明传承所导致 我也有过失 这算什么过失 我族军强盛 便要靠着远古文明 来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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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来 干杯 来 好了 我们再谈另外一件事 此次 我们掳获了208位宇宙之主 一 我们是肯定要将他们拉拢到我们阵营 强大我们阵营的势力 二 我们还得小心防止他们背叛 三 如何防止背叛 还能让他们归心 甘心和我人类站在同一阵营 诸位都说说吧 宇宙之主们当即一个个提出自己的想法 很快 一个简单却有效的方案便实施了 一 首先 鉴于原始宇宙局势依旧危险 众多宇宙之主必定得聚在一起 而初始宇宙极大 将几乎所有宇宙之主安排在初始宇宙 这是铁定的 毕竟若是都松散在外 一个个都跑掉 那就糟糕了 二 也不能让宇宙之主们愤怒不满 所以每名宇宙之主 每十纪元都有一纪元 可以在原始宇宙 宇宙海中肆意闯荡绝对的自由 毕竟强者们修炼是占据大多时间的 所以让他们在初始宇宙修炼 有十分之一时间绝对自由 这也能打消那些宇宙之主的不满 同时让他们的自由时间轮着来 至少保证每次离开初始宇宙的不超过五分之一 三是 那些宇宙之主肯定关心各自族群的安全 所以每个族群都安排一些宇宙尊者过去助手 宇宙尊者主要起警戒作用 一般的危险他们能够解决 真的遇到大麻烦 人类大本营直接杀过去 第四 远古文明 宇宙之主突破到宇宙最强者详细资料的逐渐共享 且随着在人类阵营越久 给予的就越多 也让这些宇宙之主有着渴望 第五 在宇宙海中闯荡 则加强互助 让那些宇宙之主感觉到人类的强大 有强大势力依靠的好处 人类阵营随即开始安排 那些本就被抓起生死都受人操控的宇宙之主自然没意见 一个个都很乐意 只是当人类希望他们联系自由联盟的好友同族宇宙之主时 这些宇宙之主却迟疑了 用起诸多借口 不过人类也不急 一切都在预料中 除了祖神教外 人类阵营的其他宇宙之主很快便正式加入鸿蒙 毕竟他们将永久姓是鸿蒙的一份子 在人类的诸多手段下 也让人类族群根基越加扎实 而这时 遥远的东地圣地宇宙 人类族群竟然赢了 不愧是得了断东河传承的 即便现在都有诸多手段 只是这传承为何不到我受 东地始祖为之愤怒无奈 他本想人类落败 陷入困境的人类 有他东地始祖略意引导 令罗峰拿出部分传承和他交换 成功的可能性则更高 可现在 麻烦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39集 紫月圣地宇宙 哦 联军一封输了 自由联盟帮他都输了 是的 师祖 紫月十祖 自从东地十祖超脱轮回后 一代代轮回时代 每个轮回时代都有很多宇宙最强者诞生 可是却一直没有谁能够超脱轮回 直至紫月十祖出现 师祖 那联军一方输了 我们答应给他们后半部分的传承 还给吗 他们已然输了 让师祖如此失望 根本没资格获得 我们就算不给 他们也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给 当然给 答应了自然做的 我紫月 还不至于在这些小家伙们面前失信 师祖恩德 是原始宇宙那群家伙的大姓 不但要给自由联盟 那联军阵营的虫族 妖族 机械族等各族 全部都给 传给他们宇宙之主 突破到宇宙最强者的远古文明经验 啊 给自由联盟就罢了 毕竟是之前承诺的 给联军阵营 之前可没承诺 师祖 那得了断东河一脉传承的人类 崛起速度本来就快 若不帮一把 那些联军阵营 将来哪有抵抗之力 我还要靠他们来遏制人类呢 更何况这点传承 又算什么 最多让他们这一轮回时代 多造就出些真神罢了 可超脱轮回 他们依旧没有希望 的确 若是没紫月十足帮助 原始宇宙这一轮回时代 一般也就诞生二十位到三十位宇宙最强者 有了帮助 或许诞生约一百位 可历史上一代代轮回时代 上万计的轮回时代 每一个轮回时代 都会有一批宇宙最强者 多少宇宙最强者 可超脱轮回的才两个 只要不将修炼到真神极限的传承给他们 便无影响 记住 关注那罗锋一切的动静 是 很快 紫月圣地答应的后半部分传承讯息就传给了自由联盟 甚至光行之主亲自前往虫族 妖族 机械族 狱族 等各族将那完整传承讯息又一一传授 令虫族 机械族等各族为之惊喜 又为之担忧 几乎席卷整个原始宇宙各方势力的最高层战争已过去 而无数普通生命却丝毫不知 一些低层次战争或许给他们带来灾难 可高层次的战争普通阶层根本不受影响 当然 若是哪方真的战败 那恐怕就是一个疆域一个疆域的大肆屠戮了 联军阵营没胜 人类阵营没败 这便是结局 可以预知在以后漫长岁月中 两大阵营依旧会继续斗下去 可除非哪一方有十足把握 否则不会再掀起之前那一层次的那种数量级的战争了 云莫星 忽延伯当初陨落 那云莫星更是早已被毁灭 不过自从巴巴塔跨入不朽后 很快又重新建立云莫星 重新将当初忽延伯的势力范围再度占据 如黑如墨的云层 透过云层隐隐地泛着紫色的恒星 肆意照射着这片大地 这颗星球上有着大量的从各个星球带来的舞者 在这里得到残酷的训练 选出伟大的云莫星主人最忠诚的战士 一名高大魁梧 额头还有着一根暗红色独角的巨汉 站在营地门外 朝着对面的营地肆意咆哮着 对面营地一阵骚动 似乎有谁欲要往外冲 却又被拖回去了 阿罗姓的白痴们 来呀来呀 大爷等着你们啊 有本事来呀 你是个疯子 你去送死啊 你别理那个疯子 阿罗姓的白痴 没胆子的家伙们 以后在本大爷面前 都夹着你们的尾巴 这时 上空则是出现了一道身影 他穿着很随意的银白色外袍 悬浮在半空 朝下方看了一眼 难道这就是羽莫星 当初被毁灭前的模样 爸爸他耗费这么大精力 重建羽莫星 看来护眼部对他的影响 的确很大 罗峰悠哉悠哉地飞行着 而羽莫星的探测监控系统 警戒强者们 没有一个发现的 甚至他从一些战士面前飞过 也没有谁察觉 这便是对时空的一种掌控 抱着观察羽莫星的心思 罗峰飞了好一会儿 才到了一座黑色城堡上空 爸爸他 城堡内的王座上 正有着一名穿着黑袍 躺在王座上的孩童 他额头有着两根触角 双眸血红 小脸肥嘟嘟的 似乎很可爱 可在下方表演的 其他星球选来的侍女们 却很清楚 这是何等可怕的魔王 爸爸他 黑袍孩童猛地抬头 紧跟着一个瞬移便消失了 黑色城堡上空 银袍男子随意站在半空中 旁边突兀地突现了黑袍孩童 主人 你的日子倒是悠闲 不过看来你也没有放松修炼 竟然也能瞬移了 嘿嘿嘿 主人你提供的资源 提供的修炼之路 就是再普通 都能被硬撑到不朽 更别是我巴巴塔本来就聪明 巴巴塔连忙说道 这次战争普通阶层不知道 可他是不朽 之前也被征召到初始宇宙的 待得战争结束 他们这些不朽才一一被放回来 而且初始宇宙混沌城中 关于那场战争 早就被议论疯了 虽不知小详情 可也听说罗峰乃是 其中最耀眼的几个之一 走吧 到这陨墨星外太空 哦 到外太空了吗 复活胡言伯 巴巴塔全身一颤 瞬间情绪竟有些控制不住 罗峰健壮暗叹 论感情 在巴巴塔心底 还是和胡言伯更亲 和自己的感情 还是有些隔膜 比如当初刚开始 是直接称呼罗峰本名 随着罗峰地位越来越高 他开始带着一丝敬畏 称呼罗峰为主人了 能不敬畏吗 罗峰可是整个人类族群 最高层存在 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整个原始宇宙 最顶层存在之一了 相反 巴巴塔和胡言伯才是真正经历过一场场生死战斗 而且他们俩在一起闯荡的岁月又无比漫长 巴巴塔变成智能生命的岁月 便一直是和胡言伯在一起的 感情之深 可以想象 好 去外太空 云墨星外太空 一身银袍的罗峰站在大气层之外 旁边孩童巴巴塔忐忑地看着 看清楚了 骑 罗峰看着周围广阔的一片虚空 随即一个念头便令这片虚空的时间开始迅速倒流 一幕幕场景迅速倒流 隐墨星重建的场景也再度显现 原先隐墨星被攻击毁灭的场景显现 罗峰肆意地操控着时间加速倒退 罗峰立刻停下 只见血色三角形的隐墨星号飞船正出现在那里 那飞船里隐隐有好些身影 巴巴塔 是这艘碗 罗峰问道 同时仅仅一个念头 并令血色三角形的隐墨星号内一个个身影进阶显现 又站在隐墨星号控制室最前方的穿着一身黑袍的俊美男子 他身后更是站着一道道身影 旁边甚至有巴巴塔 罗峰健壮暗叹 巴巴塔和忽颜博 以及忽颜博麾下那群仆丛的感情果然深厚 既然如此 那就连忽颜博的灵魂仆丛也一起复活吧 算是对巴巴塔当初帮助自己的感谢 也算是对忽颜博的感谢 现在看来忽颜博遗留的帮助似乎很微小 可实际上在成长过程中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 对 罗峰心意移动 瞬间锁定陨墨星号飞船 忽颜博以及他麾下的九大灵魂仆丛 进阶锁定 时空逆转 罗峰随即让时间自动回溯 就仿佛将弹簧压下去 他会自动返回来 若是罗峰不拯救任何一个 那么对罗峰没有任何负担 可若是要复活一些生命 将他们从过去的时空带回到现在正常的时空 那么便要承受那惩罚 其实惩罚是针对忽颜博九大仆丛的 只是忽颜博他们哪里能承受 只能罗峰承受 对罗峰而言 便是复活宇宙尊者都很轻松 更别说复活一些不小了 片刻 一艘血色三角形陨墨星号飞船悬浮在星空中 罗峰显然是将当年那个年代的陨墨星号飞船都带回到这一时空了 生命若是活着 比如巴巴塔还活着 自然无法再复活 而一些没生命的物品 即使已经存在 比如已经存在了一件质保 可逆转时空照样将当年那个时代的质保再度带来 只是那惩罚会很可怕 逆转时空带回一件质保的代价 比弄十件质保的代价更高 当然 陨墨星号带来的惩罚对现在的罗峰而言根本什么都不是 毕竟陨墨星号连重宝都算不上 陨墨星号舱门开启 一名黑袍俊美男子略带忐忑激动地抚摸着舱门 而后一步跨出 走到虚空中 他身后一名名不朽强者走出 一个个显得激动忐忑 巴巴塔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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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塔抱着忽言伯一声声喊着 声音中一直压抑的思念进阶爆发了 罗峰摇摇看着 暗自感叹 这巴巴塔 还是和忽言伯倩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0集 呼言伯和他麾下的九大仆丛 此刻正有些发懵 因为他们都有着来自过去的记忆 很清楚自己都陨落了 可现在又复活了 逆转时空复活 宇宙之主 让一名宇宙之主逆转时空来复活 他们谁有这么大面子 让他们更发懵的是 过去只是智能生命的巴巴塔 竟然瞬移到了他们面前 巴巴塔 你 你成了不朽 顺移 你 在银河领主罗锋主人帮助下 现在的我的确是锋王不朽 也掌握了顺移 银河领主 呼颜柏和他麾下九大灵魂仆丛都发懵 他们当然知道银河系 呼颜柏在银河系还占了一小块地盘呢 可他们之前从未听说过什么银河领主 没想到复活过后 不但冒出个银河领主 连当初仅仅只是智能生命的巴巴塔都成了疯王不朽了 比他们每一个都强 毕竟呼颜柏只是勉强疯猴而已 说着他指向遥远处星空中的罗锋 呼颜柏和他麾下九大仆丛都转头看去 看到那远处穿着随意的银袍男子 之前他们注意力都在巴巴塔身上 甚至在巴巴塔未曾指出罗锋所在之前 他们虽然看到 可竟然没有一个意识到罗锋存在 那银袍男子走过来 顿时令呼颜柏和麾下九大仆丛惩惶惶惶 这可是能逆转时空的存在 他们在这样的存在面前就犹如蝼蚁 呼颜柏老师 呼颜柏老师的虚拟宇宙编号我很清楚 只要呼颜柏老师你连接虚拟宇宙 即可发现联系名单上读出我的编号 可随时联系我 呼颜柏老师 你和巴巴塔也是很久没见 我就不打扰了 老大 罗锋主任心中感激你 你当初虽陨落 可也算有传承指引之恩 也没必要这么紧张的 完全可以正常交谈 你看 老大 还有你们几个 一个个都吓成这样 想要和你们交流都没法交流 说的简单 我们个个也明白 巴巴塔 那可是宇宙之主 对我们而言 前无国主便是高高在上的 古老无敌存在了 至于传说中的宇宙之主 那更是整个人类族群 最最巅峰的存在 虽明白老大对这位银河领主大人有恩 可我们毕竟之前都不认识 又是这样的大人物 谁不害怕呀 恐怕这位大人物一个眼神 我们就死了 巴巴塔 你和他生死战斗过 他弱小时 你便和他在一起 一起成长 所以你感觉还好 可我们毕竟和他不认识 还是规矩点好 这样的大人物 我即使对这样的大人物 有些恩德 可若是我仗着恩德就乱来 惹得他不满 那可就糟了 周围其他的一个个奇迹点头 地球上有古语 半君如半虎 在掌握绝对权力地位的存在面前 即使有恩情 也得小心谨慎 相对于一个星球上的皇帝 像能够轻易屠戮 亿万星球 逆转时空 复活无数生灵的宇宙之主 普通不朽神灵在他们面前 战战兢兢 成皇成孔 绝大多数不朽神灵 一辈子都没资格见到宇宙之主 老大你说的我也明白 就算是我 罗锋主人在我面前也收敛威压宛如过去 可我心里就是发紧 过去我随意地称呼他罗锋 可现在不自然地就不敢了 这是威势 高高在上的存在 即使不主动展露威严 可他的地位 自然会让我们心中生出敬畏之心 没有敬畏之心者 根本是活不成的 我也没想到 当初只是不想我的传承断绝 却不曾想 造就出这样一位伟大神物 爸爸塔 这位银河领主大人的故事 你得跟我们好好讲讲 之前双方见面 罗锋自然感恩 也想要好好交谈一番 爸爸塔在一旁也讲述了一些大概的事情 让胡彦博他们明白 眼前的罗锋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联 可爸爸塔讲述完毕后 胡彦博他们一个个无比拘谨 罗锋说了一会儿 也没话好说 见对方太过拘谨 只能先离开 而胡彦博和九大灵魂仆丛 内心深处都无比好奇 短短不足二十万年 从地球土著一步步艰难爬升 直至成为整个人类族群最巅峰存在之一 胡彦博他们也为自己能够在其中出一份力而感到骄傲 同时他们也明白抱上这样一条大腿只要不是傻子 注定前途无量 罗锋锋主人不朽锋主人不朽锋主人实力越强 我知道的就越少了 不过我单单知道的那些便无比精彩了 说来 罗锋主人绝对是以心性毅力都堪称完美的真正绝世人物呢 我先讲地球的几次浩劫 再说天才战的事 银河戏 宁静的虚空中 罗锋漫步而走 越是身处高位 就越加寂寞 除了至亲 妻子孩子父母 不会因为自己地位高而产生隔膜外 其他的一些朋友 就算是曾经生死战斗过的朋友 比如荣君他们 乃至像红和雷神他们都会产生隔膜 反而从小一起长大 加上对人类族群高层并不了解的慰文 和罗锋在一起还算随意 我收敛威压都如此 若是展开威压 便是连宇宙尊者都心缠不敢之手 罗锋此时的心情反而有些落寞 因为复活胡言伯和他手下时 令他不由想到在生命历程中认识的 很多很多朋友 当初自己刚刚踏上舞者路时的火锤小队 当初和吞噬兽同归于尽的其他几位伙伴 自己夺赦成功侥幸活下 可其他人却一个个都陨落了 复活吗 无法复活 即使身为高高在上的宇宙之主能够逆转时空 也无法复活当初的伙伴们 因为即使是和吞噬兽同归于尽的几位英雄 也只是行星级实力 而行星级的寿命大限是一千年 自己一旦复活 的确可以找到当年那个时代的他们 可是当时间回溯时 惩罚虽然自己能承受 可时间的流逝却要他们自己承受 想不朽可以轻易承担时间流逝 可当初的伙伴们 在时间流逝下 首先肉体会迅速衰弱腐朽 而没有肉体保护下的灵魂 也会迅速灰飞湮灭 在时间回溯过程中 罗锋根本无法帮他们 这也是逆转时空复活的其中一项缺点 逆转时空复活并非全能 有着好几种例外情况 罗锋一声叹息 随即便飞向远处的宫殿群 那是银河系的圣地 也是罗锋的宫殿所在 回到银河系 罗锋先将自己的老巢 周围的时空进行了一番改造 通过对时空的控制 形成和周围区域完全独立的一片时空 这样一来 普通宇宙飞船即使经过这里 也根本无法进入这一片时空 接着 罗锋便开始了成为宇宙之主后第一次真正的潜修 银河系罗锋的老巢 因为之前空前绝后的几乎整个原始宇宙所有强者都参加的一战 使他名气格外大 而银河系罗锋的老巢也被外界诸多一族称为银河圣地、银河魔窟 那是罗锋在的地方 连那般大军都奈何不了罗锋 自然没有谁敢擅闯银河圣地 银河圣地 一艘百亿公里长的木铃之舟在周围虚空中缓缓飘荡着 木铃之舟内的传承空间 其中修炼空间内罗锋正在前修 自当初创出刀法 得到传承后 我的刀法再无创新 还有星辰塔 星辰塔我现在仅仅才能催发第三重秘文 而第三重秘文的深奥程度 和我的刀法涅槃新双是一样的 正常情况是催发秘文要比自创秘法简单 像鹏宫之主、黑暗之主、星河之主等一个个 都未曾创出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却能够催发那一层次的秘文 而罗锋创出的刀法也注定 他能催发更高层的秘文才对 星辰塔是我手中最为琢磨不透的一件之宝 木陵之中事无语意 都是机械流 用途很明显 微能也有一个不 至于眩影刀纯粹是原配 一切秘法要自己创 唯有星辰塔 神秘 在大战之前 罗锋仅仅因为星辰塔认主难度高的离谱而觉得疑惑 可因为实力缘故 一直没发现星辰塔战斗时有什么特殊 可此次大战 罗锋发现星辰塔第一个特殊优点 镇守灵魂比其他镇守灵魂的至强至宝明显高上一层次 细心参悟吧 罗锋当即潜心开始参悟 这修炼空间中可以保持万倍时间加速 令时间效率最大化 自跨入宇宙之主后 罗锋终于开始全方位地提高他的实力 尽量将各方面达到现如今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转眼已过去数百年 而修炼空间中过去的自然更久 在修炼中度过漫长岁月的罗锋睁开眼 眉头微微一皱 祖神教找我 他翻手取出一块令牌 那是当初成为祖神教外围成员 而后祖神亲自给予的令牌 去见祖神 若是他还是一般实力 祖神教呼来喝去也就罢了 可现在他的地位不一般 实力也在之前一战中得到展现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祖神教绝对不会轻易找自己 并且如果真的有求于他 也该是派使者过来 而不是召他过去 祖神教的三位祖神 在战后我都和他们聊过 都不是自大之辈 既然召唤我 让我过去 一定有原因 到了他这一层次 已然站在整个原始宇宙的巅峰 那么强者之间的交流 必要的尊重 是必须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1集 祖神教 祖神秘境 紫荆岛 罗锋所居住的那座住所 依旧还在 随着朦胧的光芒 一道银色外袍人影显现 正是罗锋 好久没来紫禁岛了 罗锋 到我这儿一续 我有你人类重要事情 告知于你 在我隔壁 双面祖神 循着神力波动 加上对方主动暴露 罗锋自然发现 传音的正是当初救过自己 去和虚真魔神一战的 双面祖神 当初为了保护自己 双面祖神便隐居在自己隔壁 没想到现在 双面祖神又出现在哪儿 他一迈步 就直接从自己这里 顺移到了旁边 毗邻的居所内 这是一座 幽静的 异族风格的建筑 高大的院墙内 有着一汪水池 水池内则是树立着 一座座 六臂人形异族的雕像 足足十一座雕像 在整个水池中央 则是一个平整的岩石 岩石上则是精致的木桌 和两把木椅 两把木椅相对 其中一个木椅上 正坐着高大魁梧的 双面祖神 双面祖神的慈善面孔 和猙獰面孔完全迥异 而面朝罗锋的 显然是那皮肤白皙 表情亲切的慈善面孔 错 这是我专门准备的美食国酒 这是冰火国酒 整个原始宇宙 唯有我祖神秘境 一万纪元 才诞生出一颗冰火国 每颗都能让一名戒主 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成为不朽 这一瓶冰火国酒 是提炼了十二万八千克冰火国 最终提炼二出的精华 味道绝美 冰火国酒 祖神教就是祖神教 需要巨量的冰火国 才能制成的冰火国酒 我虽听过 却还从未喝过 冰火国 唯有奇特环境下 才能孕育 吃一颗 有类似接受 寿神传承的效果 不过这传承的 乃是水之法则 火之法则部分 吃一颗下去 的确是有很高概率 让一名戒主成为不朽 绝对是宇宙中 无比珍贵的宝物之一 可惜被祖神教垄断 祖神秘境内宝物无数 外族却是想都别想 进阶被祖神教独揽了 因为受到原始宇宙意志偏爱 即使一些特殊宝物 其他各族还不知晓 祖神教恐怕便知晓了 又是珍惜美酒 又是绝佳美食 每一样价格 都不亚于一件普通质宝 当然对于祖神而言 也算不得什么 而在三大祖神眼里 罗锋是有资格得到 他们如此招待的 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双面祖神 你召我来 什么事该说了吧 我可一直好奇得很 我人类重要的事情 我人类自己都不知道 反而双面祖神知道 真不知 到底是何事 这消息 我刚刚得知 且是从宇宙本源意志那儿得知 宇宙本源意志 罗锋一惊 之前享受罪勋 而没有驱逐的一丝朦胧酒意 在罗锋神力意识都一阵之下 迅速消解 原始宇宇宙本源意志 难道他还能传递讯息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在罗锋看来就是原始宇宙 法则运转自然形成的一种本能意志 即使好物也是本能的好物 比如奇物等类似物品 它本能厌恶 所以让祖神叫派遣挥下去解决 说明祖神 你是说原始宇宙本源意志告诉你 有关我人类重要的事情 对 别奇怪 或许你觉得 和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交流很不可思议 可实际上 身为祖神 我们便是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代言者 而此次消息 则是有关你们人类族群 已陨落的巨幅创始者的 巨幅 什么消息 巨幅陨落 实则由宇宙海中的强者暗中算计 准确地说 那就是一场阴谋 阴谋 谁 人类族群内部早就知晓 元澳之主当初的地图有假 当时巨幅都已经告诉他们了 只是巨幅并未说过那阴谋者的名字 或许巨幅认为他不在人类族群 而让人类族群去报仇是不现实的 只会有害而无益处 所以才未曾说出吧 这背后的阴谋者共有三位 都是第一轮回时代的 第一位是昊雷星主 第二位是镇驾王 第三位是囚颜祖神 罗锋心中顿时掀起滔天巨浪 眼中更是有着忍不住的杀机 第一轮回时代 是了 那第一轮回时代即将面临大县 几乎个个都是疯子 什么事做不出来 昊雷星主 镇驾王 囚颜祖神 他们三个 罗锋脑海中浮现这三位的详细资料 昊雷星主 镇驾王 囚颜祖神 在第一轮回时代都算不得巅峰族群 可是他们每一个都很难缠 且很可怕 昊雷星主 乃是一种奇特的生命体 雷暴星生命体 当初第一轮回时代 在原始宇宙期时 便曾经有这种犹如行星大小的雷暴星 每颗雷暴星本身都有自由意志 而且伴随漫长岁月 有些雷暴星会发生净化 只要净化即可成为不朽 随即不断强大 雷暴星一族 绝对是非常强横的一族 虽数量稀少 却很强大 而昊雷星主 则是整个雷暴星一族的最强者 也是唯一的最强者 镇驾王 也同样是奇特的生命体 为火源族生命体 他们诞生于恒星中 只是亿万颗恒星中都不一定有一颗能孕育出一名火源族 每一名火源族强者达到成年期便是戒主 他们可炼化金属形成钢铁之躯 而他们的本源则是为火源双眼 只要火源双眼不灭 他们便不会死 镇驾王便是火源族的最伟大领袖 是火源族一族的王 球岩祖神则是第一轮回时代当初的三位祖神中的一位 不过当初那一原始宇宙破灭后 他们被驱逐之后 祖神较凝聚力不在 球岩祖神乃是特殊生命 可他也有着类似的族人 有些特殊生命 整个宇宙会诞生数百名数千名 自然数量越稀少 代表特殊生命天赋越逆天 球岩一族 数量估摸着有数千名之多 虽不如一些逆天特殊生命 可好歹也是特殊生命 他们的最特殊处就是一个 神体极大 是他们三个 难缠 罗锋宁可和神眼祖五大真主为敌 也不愿和这三位纠缠 他们单独一个就不好惹 更别说三个联合了 这种无比古老 又将面临大限的老怪物 三个联合起来 连巨斧创始者怕都很难敌过 就是他们三个 感到压力了 在第一轮回时代 他们三个都是孤僻强横的最强者 和原始宇宙的这些最强者 跟他们比估计都差了一些 足足三个 而且每个都有至强至宝 我虽然很想杀了他们 可的确感到压力 嘴上这么说 可内心深处 罗锋岂是一个会轻易低头的人 短短不足二十万年成长到如今 加上断东和一脉传承 罗锋信心是何等的足 放眼整个宇宙海 还没有一个令他感到畏惧的 这三位令巨斧陨落 罗锋当然会竭尽全力 想办法为巨斧报仇 可在双面祖神面前 却还得演戏 因为罗锋弄不清楚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到底有什么目的 按理说 这纯粹是宇宙最强者之间的恩怨 以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超然 理应不会插手才对 可这次却是通过祖神教 祖神之口 来告诉自己人类一方 没目的 傻子才信 最强者 每个最强者都不好扯 更别提这三位了 别人很难 可银河灵主你 有牧灵之州 诸斗危险之地都敢闯 并且你又有分身 即使陨落一个分身 都是小事 或许自身杀不了他们 可你完全可以利用三大绝地的险恶环境 再利用牧灵之州的特殊 令他们陷入绝境 死境 不就成了 这样的机会 很难寻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机会 总是有的 双面祖神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怎么会透过你 告诉我人类族群这事 我不是傻子 背后肯定有目的 告诉我目的 否则我这心难安 目的很简单 伟大的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想要那三位死 而放眼宇宙海 你们人类和他们有仇 而来 其他各族要杀他们都很难 唯有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的你 希望最大 即使现在做不到 等你成了宇宙最强者 也能做到 罗锋从来没怀疑过自身实力 特别是自己参悟星辰塔 数百纪元 信心更足 现在要杀掉宇宙最强者 或许不太现实 可自己成了最强者 再配合断东和一脉传承 做到比当初的元祖更加强大 是很容易实现的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要他们三位死 罗锋轻声喃喃 脑海瞬间浮现诸多念头 甚至对于宇宙本源意志 他隐隐也明白些了 罗锋迅速推测出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虽然超然 可强者们若是做了一些事 还是会引起其愤怒 令其欲要杀之 只是即使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要杀谁也无法直接动手 不管是上次对付元傲之主 还是这次拐了弯的 借助人类力量都说明一点 看似高高在上绝对无敌的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也得遵循着某些规则 就连元祖当初和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对立起来 最后原始宇宙本源 也仅仅是永久这样 除此之外 就没有听说过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想直接杀谁 仅仅是一般能意志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2集 我的任务便是传话 将令巨幅创始者 陨落的阴谋者告诉你 告诉你们人类 至于你们人类该怎么做 我等也无法强迫 罗锋暗中冷笑 不是不强迫 是那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根本没办法强迫吧 只是此等大仇 即使一时报不了 人类族群又岂能忘 谢双面祖神传话 这消息的确对我 人类族群重要 那我就不久待了 人类将于原始秘境 浩浩荡荡的神力海水 一次次掀起浪头 有些浪头更是高百万公里 这正是罗锋的无尽幽海 数百年前那一战结束 罗锋的无尽幽海 干脆就留在了这儿 无尽幽海内 也暗中有一 巅峰灵魂类质宝潜藏 以无尽幽海的神力 配合断灭 配合巅峰灵魂类质宝 除非是十阶层次攻击 否则奈何不了 而上次人类抓捕了 过两百名宇宙之主 使得联军一方大弱 即使联军一方完全联合 也勉强能爆发 九阶攻击而已 更别说得到紫月始祖 给予传承后的自由联盟 没什么能吸引他们 又因上次 惨被抓了一半宇宙之主 又没好处又危险 要战 又是和他们过去的联盟 好友厮杀 他们岂会大赢 所以联军阵营 即使攻击 也就四百名宇宙之主左右 没有危险 老师 不是在前修吗 怎么有时间的 那祖神教的双面祖神找我 是原始本源意志 透过他 向我传递一些讯息 这讯息很重要 我当然得见老师一趟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他竟然透过祖神 告诉你讯息 这本源意志 什么消息 双面祖神告诉我 令巨斧创始者 陨落的三位凶手的身份 谁 第一轮回时代的 浩雷星主 镇家王 以及球岩祖神 混沌城主嘴角微微动着 默默念叨着这名字 双拳都不由握紧了起来 令周围时空隐隐扭矩 他的双眸迸发着可怕的光芒和杀机 仇恨 愤恨杀意 汹涌澎湃 巨斧的死相对于罗锋 混沌城主才真正上心 罗锋是感恩 因为巨斧帮过他 但二者交流并不多 交情也不够深 混沌城主则不同 他们俩当初都是跟随着元祖 巨斧对他如同兄长 且元祖被镇压后 整个人类的重担 便是巨斧和他混沌一起扛着 二者绝对是比亲兄弟还亲 可以说整个人类中 和混沌城主关系最亲近的 便是元祖和巨斧了 对混沌而言 元祖如父 巨斧如兄长 炮雷星主 朕家王 囚炎祖神 都该死 老师 我没事 放心 我明白 这三位宇宙最强者 比我们原始宇宙内的 那几个最强者还可怕 巨斧当初不说出 他们三个身份 显然是不愿我人类 因此再遭受损失 不过 这仇 是一定得报的 只是不是现在 托风 你数百年 一直在前修 我也不好打扰你 这数百年的一些事 我也得告诉你 老师请说 我鸿蒙的制度 越加完善 加入我鸿蒙 好处多 而敢背叛鸿蒙者 则将遭受可怕的惩罚 我鸿蒙现在凝聚度 也越来越高 甚至连自由联盟 都有十二位宇宙之主 主动加入我鸿蒙 罗锋露出一丝喜色 对 明眼人都看得出 人类一方更团结 联军一方则松散 人类一方潜力更大 加上有好处吸引 有宇宙之主加入也很正常 还有 紫月圣地将传承 给予自由联盟 给予联盟阵营各大族群 简直肆意传播 自由联盟中的一些宇宙之主 和我鸿蒙的一些宇宙之主 有些是同族 所以 暗中早就有自由联盟宇宙之主 给予他们同族伙伴 而他同族伙伴 则是献给我们人类 也就是说 紫月圣地传授的传承 我们也得到了 其实 紫月圣地如此大肆传授 他早就有准备 让我族知晓 那传承如何 一切很详细丰富 以我们当初准备给一族的讯息 一切算得上是详细丰富十倍 当然 和罗锋你得到的项目 还是差得很多 罗锋点头 他得到的何等详细 不管机械流 炼宝流 等诸多流派 进阶有详细指引 断东和一脉积累的海量 记忆支持中 讯息还极为庞大 罗锋只是提取些 极简略的给亿族而已 对人类本身而言 少得可怜 我们便在紫月圣地 给予的基础上 多拿出些许 以此来引诱一族 从宇宙之主 到宇宙最强者 本就概率极理 即使告诉我 也无碍大局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特别是我人类 有系统性的培养 能产生大量尊者 乃至宇宙之主 我人类 很快将会越来越强大 特别是多产生些 如元祖老师那等存在 乃至超脱轮回 我人类地位 自然无比稳固 罗锋点头 人类吃肉 也得给附庸喝汤 否则岂会有凝聚力 对了 这数百年 修炼如何 很不错 罗锋难言喜色 混沌城主赞许点头 他清楚他这弟子 总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敢说很不错 那么便代表 收获极大 有突破到最强者的计划了 有 这是很难 计划当然有 毕竟论法则感悟 论秘法创造 他早就达到宇宙之主最巅峰了 毕竟很多宇宙之主 能够创出融合最强秘法 就了不起了 而他罗锋 却已经创造出过涅槃新生 这等宇宙最强者层次秘法 神力也是完美 自然可以朝宇宙最强者进军 只是太难了 这数百年 说是数百年 实际上在修炼世界万倍时间加速下 已然修炼了数百纪元 这数百纪元最大的成就 是星辰塔 一想到星辰塔 罗锋便满心欢喜 不愧是他身边最神秘的质宝 的确是厉害 而且是超乎罗锋意料的厉害 在自己实力弱时 根本没发现这星辰塔的特殊 随着实力变强 特别是数百年前一战 才发现一个闪光点 而漫长岁月的全力参悟 才发现数百年前一战 所谓的闪光点 只是星辰塔的冰山一角 这是一件很可怕 很特殊的质宝 随着自己实力的强大 才能真正逐渐发掘出 其可怕的威能 这等至强之宝 简直不可辞议 比之事无与异 都要珍贵得多 而事无与异 按照那残缺的记忆 应该是远超真神级的伟大存在 所使用的宝物 那星辰塔呢 给那一层次存在使用 肯定是绰绰有余 既然如此 坐山客老师 又怎能炼制出这等质宝 罗锋无法相信 在罗锋看来 星辰塔不是宇宙最强者存在 能炼出的 老师曾说 炼制过程中发生过意外 难道是意外的缘故 还有 老师当初弄出燕神族 以脉最后失败 后又弄出地球人以脉 坐山客老师 到底有什么目的 罗锋总感觉 坐山客老师 星辰塔都很神秘 不谈别的 单单九节秘点 除了坐山客 就没有听说 谁能创造出 这种逆天的秘点 不管怎样 坐山客老师 对我恩德极大 即使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我也定当竭尽全力 不管如何 实力足够 便无所畏惧 我便等着 等着坐山客老师 哪天找我吧 数百纪元的修炼 在星辰塔上收获极大 同时罗锋自然也思考 自己应该怎么成为最强者 现在他有四大分身 特别是无尽幽海分身 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则进化路线 神国演变成小型宇宙 诸多分身合一 化为人类本尊 那无尽幽海的神力 恐怕九成九往上 都得浪费掉 回归原始宇宙 这是罗锋绝对不允许的 幸好他有段东河一脉传承 很清楚遇到这种情况 该怎么做 我唯有走另一条路线 更加艰难的路线 也是更加强大的路线 从神力出发 以力破法 突破成为真神 如此 神体才能疯狂吸收神力 才有可能承受 整个无尽幽海的神力 我的无尽幽海实在太大 现在变这般大 随着时间流逝 将来直径以光年计 都应该能达到 如此庞大的神体 即便是在远古文明传承中 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融合到一神体内 那么 从神力出发 我就必须至少达到 九万倍基因才行了 从神力出发 以力破法 最终成为真神 也分高低 在原始宇宙内 所谓的完美基因 是1081倍 一旦突破这个界限 比如达到 11000倍生命基因 这时只要心意移动 即可令神国发生演变 化为小型宇宙 当然这种幅度的突破 对实力帮助可以忽略 按照段东和一脉传承的记载 从神力出发 基因在三万倍以内 和法则路线突破为真神的 实力区别都不大 三万倍到六万倍基因 为第一层次 六万倍到九万倍基因 为第二层次 九万倍直至无限趋近于 十万倍为第三层次 这才是神力路线的三个层次 其中第一层次便能令神体 在原有高度上暴涨十倍 比如原先只有十万公里高 便能跃升到百万公里高 这神力量上 实际上就是千倍之多了 而且这个优势 成为真神 乃至超越真神 会一直保持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3集 第二层次 则是令神体在原有高度上 暴涨千倍 如人类则能达到 一亿公里高 第三层次最难 毕竟在 《断东河一脉传承记载》中 神力出发不管如何 都从未有谁 基因层次达到十万倍 只是能尽量接近 所以九万倍 已经堪称不可思议的门槛 达到这一门槛 那么神体将大小随心 无限神体 是的 无限神体 无限体积 决定最终体积的就是神力 神力越多 体积越大 当然一旦成为真神 最终神力储量便固定了 要知道神力是有限的 即使是原始宇宙本源 也不可能将所有能量都给一个生灵 特别是宇宙之主突破为最强者 按照常识 原始宇宙仅仅是帮助一把 演变小型宇宙罢了 至于神体 像正常宇宙之主都是法则路线 他们突破后成了最强者 而后便借助小型宇宙 转化混沌能量为神力 供应自身 令自身达到万倍基因 宇宙最强者层次 这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极限是百万公里高 第二层次 极限是一亿公里高 第三层次极限是无限体积 不过这些都只是极限 令神体真正变大 还需要吞吸神力 前两个层次 还能靠慢慢吞吸宇宙本源的神力来补充 可无限体积 原始宇宙供应是有限的 真到了一定程度就不给吞吸了 否则九幽之海也不至于无法再变大 在远古文明 我断东合一脉传承 若传承者能突破到九万倍基因 前代传承者 一般会寻找到具有海量神力储备的宝物 以给后备吸收 以形成神力储量无比惊人的神体 而在如今这一文明时代 根本弄不到这等宝物了 幸好我有无尽优海 可供吞吸 以无尽优海体积 必须达到九万倍基因 大小随心 无限神体 如此才能完全拥有 神力出发三个层次 第三层次极艰难 若说一万名宇宙之主 都难有一个神力出发成功的话 那要达到第三层次 可以说一万名神力出发的真神 都难有一个是第三层次的 即便断东合一脉历代传承者 凭借传承 只要走神力出发路线都能成功 只是达到第三层次的 却仅仅只有两位 而且都是有奇遇加运气 第三层次 对我而言虽然很难 却依旧有很大希望 一 我有断东合一脉传承 二 我有传承空间 可以万倍时间修炼 万倍时间修炼是很奢侈的 因为万倍时间加速 本来就是违背时空规律的 那么越是强者在时间加速下修炼 所需付出的代价就越高 像罗锋当初在寿神界修炼 因为他当初实力还弱 所以星空十足才那般容易答应 而之前争夺断东合一脉传承 各大势力才咬牙 让各自的强者 短时间内维持万倍时间加速 这种加速 是对各自小型宇宙本源的 一种极大的掠夺 宇宙之主如此 对小型宇宙压迫就极大了 若是一名宇宙最强者妄图 在万倍时间下 那消耗就更加离谱了 没有谁敢长期这么干 我在传承空间内修炼 却能一直维持万倍时间 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的无尽优海分身 拥有天赋秘法创造 无尽优海共有两大天赋 一为化海 二为创造 其中一旦施展第二天赋 便能够解析诸多生命的根本特质 乃至去创造生命 像九幽之主便创造出了一个族群来 单靠宇宙之主实力 甚至是即便宇宙最强者 单靠自身也没有谁能创造出一个族群来 可九幽之主做到了 罗锋也能做到 靠的就是天赋秘法 创造 按照远古文明传承 这种能解析生命根本 创造生命的天赋秘法 乃是研究生命精英的最佳辅助 有它 我便有希望冲此九万倍记忆 条件有 接下来就需要我自己去拼了 其实历代传承者有些还有上代传承者帮忙 哪个条件不好 可达到九万倍基因 仅才两位 因为罗锋需要研究原始宇宙孕育的亿万生灵 植物生命 血肉生命 金属生命 岩石生命 能量生命 等等等等 不但研究活的生灵 还有死的 如宇宙中无数的材料 金属材料 岩石 果实 奇物等等 结合亿万生灵 亿万物质 进阶研究 这条路需要耗费无尽的时间 投入无尽心力 研究无尽生灵物质 去寻找让神力更突破一步的路 甚至在这过程中 罗锋还需要弄到很多强者的尸体去解析 虽然很难 罗锋有把握神力出发成真神 却没有把握达到九万倍基因 只敢说有希望 不管怎样 三大优势下 在这一轮回即将结束前 他突破万倍基因 绝对是轻而易举的 若是有希望 别拼吧 若是在这一轮回即将结束 还未达到九万倍基因 不管那时我的基因达到多少 我都立即成为真神 接下来我就得去宇宙海 多多搜集诸多特殊奇物 乃至诸多生灵 只有从不同方向亏是生命根本 才能寻找到神力突破的路 罗锋混沌城主站在栏杆前 老师 我将去宇宙海 去宇宙海 我要成为最强者 必须得在宇宙海中 多多搜集一些奇物 成最强者 为何要搜集奇物 奇物可是仅次于制强制宝 很是罕见 老师 我说的奇物 并非只那等宝物 而是一些奇特的物品 不一定得是制宝兵器的 只要是奇特即可 甚至连一块特殊点的岩石 都是我所需要的 你 你要走神力路线 嗯 这远古文明传承描述 不是说神力路线无比艰难吗 难道 你想你的无尽幽海 我不想舍弃 所以从今往后 我的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将会长期在宇宙海 至于在原始宇宙内 磨砂族分身 幽海分身都在 我会留下两颗古神眼 已然足够应付一切 长期在宇宙海 他这弟子决心的确大 不过要神力出发成功 是得有大恒心 大毅力 我的目标是九万倍基因啊 在远古文明 堪称最顶尖传承的断东河一脉传承内 才两个成功 我要是不破釜沉舟 怎么能成功呢 好 去吧 便在宇宙海中好好闯荡 对了 你有星辰塔 木陵之舟 渡过危险的能力 比宇宙最强者还厉害 当初 令巨斧陨落的那三个阴谋者 你也得关注些 也探查清楚 他们为何要对付巨斧 毕竟 令巨斧陨落 对他们没有多大的益处 且危险又大 我总感觉 背后牵扯着阴谋 嗯 且这事 还引得宇宙本源一致 借祖神教之口 告知我人类一方 似乎想要我人类一方 去杀了那三个家伙 连本源一致都掺和尽了 这事肯定不简单 甚至可能有一个 滔天的阴谋在其中 虽让你关注 却更注意自己安慰 放心 老师 那我便去宇宙海了 宇宙周外围茫茫虚空中 一座九层塔楼正高速行进 超高速下也留下了一串耀眼伟光 塔内 罗锋背着血影刀 摇看前方微额的破损的宇宙周 从今天起 我绝大多数岁月 便是在宇宙海三大绝地闯荡 今时不同往日 我已经成为宇宙之主 又前修数百纪元实力更增 无需隐秘形式 诶 看 原始宇宙周内漫长岁月 一直没有谁能够令星辰塔认主 没想到最后落在银河灵主手上 而且端东和一脉传承 也被这银河灵主得到 银河灵主 这也太走运了 我怎么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呢 宇宙周外遇是长期有着很多宇宙之主的 不过大多都是三阶四阶水准 当罗锋丝毫不掩饰 直接乘坐星辰塔杀进宇宙周 自然观看到的极多 并祖祖 那原始宇宙时代 人类银河灵主罗锋 刚乘坐星辰塔进入宇宙周了 真主 罗锋进了宇宙周了 师祖 宇宙海中消息传得何等快 仅仅一天 这消息就传遍了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圣地 毕竟自从罗锋得到 断东和一脉传承开始 就已经成了整个宇宙海中 各大势力眼中的 一栋的宝藏 谁不想从罗锋那儿得到传承 只是没那能耐 曾大群宇宙最强者围攻 每个宇宙最强者都是爆发七阶八阶 甚至有爆发九阶战力的 联合起来 那威能就算元族也挡不住 可当时没能奈何牧林之州 这让各方明白 直接用墙是没法从罗锋那儿得到传承的 只是 这次罗锋带着星辰塔进入宇宙周 依旧让各方感到疑惑 人类阵营刚刚稳定 星辰塔作为重要战力 竟然带到宇宙海 还这么光明正大 看来罗锋对人类阵营实力 有十足信心 我族所有宇宙之主听令 不可招惹那罗锋 远远看见 则立即避开 传令下去 所有宇宙之主 皆不可招惹罗锋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4集 罗锋乘坐星辰塔进入宇宙周 朝宇宙周深处前进 没有任何一名强者 胆敢去招惹罗锋 毕竟敢招惹罗锋的 一般得是宇宙最强者 而宇宙最强者 一般都在核心之地 至少也是在核心之地 周围边境 至于宇宙之主 现在宇宙海各大势力 进阶之小 罗锋 一有宫殿类至强之宝 星辰塔 一旦施展吞吸 六阶顶尖实力 才能抵抗 正常宇宙之主 躲得远些还好 一旦近身 直接被吞吸了 第二 罗锋有灵魂冲击之宝 据传 达到宇宙最强者层次 意志才能抵抗 否则在罗锋面前 就毫无反抗之力 单单这两条 使得各大势力宇宙之主们 极其畏惧罗锋 时间流逝 转眼罗锋进宇宙周 已超过三百年 虽实力强 可速度却无法超过 百倍光速限制 所以要抵达青色信物 空间密室 还得近七百年 才能抵达 不过 从一开始的 许多宇宙之主 惶恐不安 到现在各大势力宇宙之主们 已经不再担心了 一开始他们怕罗锋 大肆杀戮 毕竟古神眼一旦照射 因是单单朝一个方向 所以波及距离 虽然有限 却是极远 古神眼配合星辰塔 绝对是宇宙之主们的噩梦 真突然碰到罗锋 逃都来不及逃 一开始有些宇宙之主 突然碰到飞来的星辰塔 吓得心颤 转头就逃 可星辰塔 从他们旁边飞过 却没有对付他们 一开始他们还都庆幸 随着时间推移 足足超过三百年 罗锋也碰到过很多宇宙之主 却从未出手过 这让众多宇宙之主都松了一口气 站在星辰塔内的电厅中 看着外界无尽炽热的火焰 我也不傻 虽然有击杀和捕获宇宙之主的能耐 甚至比很多宇宙最强者还擅长 可是 我如果大肆杀了 不是四处树敌吗 四处树敌 我自己不怕 可却会害了我人类族群 害了鸿蒙 宇宙各大势力 虽曾经联合攻击过 木陵之洲一次 可那次大家都攻击 也没有出现损失 算不上结怨 一些强者碰到罗锋 照样可以热情套交情 可若是自己大肆图露 异族宇宙之主 有宇宙之主死了 那仇就大了 就像自己和异族厮杀 可只要不产生损伤 转头照样彼此联手 可若是敌方杀了冰封之主 杀了混沌成主等 自己可就要红眼了 道理一样 自己若是敢肆意图露 便是四处结仇 到时候 龙行之主 幽猴之主 他们这些实力稍弱一筹的 在宇宙海江寸步难行 这种愚蠢行为 罗锋自然不会做 外界过了三百多年 修炼空间中 又过了三百多纪元 星辰塔的参悟 已达到我现在的极限 三大绝学之断命 第二绝 至今未曾学会 真是太难了 不过星辰塔的收获够多了 在大战前 星辰塔仅仅悟透前三重秘文 正常的至强至宝 一般是第三重 六阶顶尖战力 第四重 七阶 第五重 八阶 第六重 九阶 第七重 十阶 微能划分 一般是如此 星辰塔却不同 星辰塔前三重 还算正常 第三重 也是六阶 顶尖战力 第四重 七阶 第五重 八阶 第六重 八阶 顶尖 第七重 九阶 第八重 九阶 顶尖 第九重 十阶 战力 罗锋现在隐约 感应到第九重 之后便更加模糊 根本感应不清了 至于微能 也是根据密文 来隐约判断的 当然现在真正能施展的 在耗费超六百纪元后 已经雾透了第五重 从微能可以看出 星辰塔和其他 至强至宝的区别 第四重 和其他至强至宝的 第四重一样 第六重 则和其他至强至宝 第五重一样 其他至强至宝 都是七阶顶尖 八阶顶尖 九阶顶尖 星辰塔 却是七阶顶尖 八阶 八阶顶尖 九阶 九阶顶尖 一来 能够实力最大化发挥 二来 每一重密文 便代表一种战斗密法 第四重和第五重 便代表 罗锋又掌握了 两种不同的密法 罗锋一想到 新晋能施展的 两种密法 便愈加 他对星辰塔 期待起来 若是黑玉塔之类的 正常之强之宝 我怕是仅仅能施展 第四重 可是星辰塔 我确实能施展 第四重和第五重 等我实力再进一步 创出更高一层的刀法 到那时 我便可以 捂透第六重和第七重吧 转眼 罗锋进入宇宙洲 已过四百年 宇宙洲内域 玄泽海 碧绿色的玄泽海 正形成一个个 超大的漩涡 漩涡撕扯着一切 在玄泽海 其中一片海域上 正有着一个巨大的礁石 是红色的礁石 最大直径约有九亿公里 上面正有着 十二名宇宙之主盘距 他们一个个都盯着 这遥远处 因为玄泽海 众多漩涡 又形成一个 无比超大的漩涡 而遥远处正是 这超大漩涡的核心 玄泽海 每次宝物出世 至少也是巅峰制 甚至就是巅峰领域类 宫殿类等 极真轨制 这十二名来自各大势力的 宇宙之主们 死死盯着 默默等待着 因为玄泽海 无尽的漩涡所产生的狂风 更是席卷时空 礁石上的风已经算弱了 依旧让这些宇宙之主们艰难立足 忽然 远处一道流光阵 高速飞行前进 现在正是玄泽海极为艳势客 竟然有敢在玄泽海上空飞行的 难道不担心被席卷下去 是星辰塔 九层塔楼 是银河领主的星辰塔 难怪敢这么直接闯 原来是宫殿至强制吧 若是我有 我都敢直接冲进 玄泽海漩涡深处去 他们都不逃不躲 若是在罗锋刚进宇宙周时 他们碰到或许还会仓皇逃窜 可现在谁都知道 罗锋那是有强者风范的 是不会欺负弱者的 这么久以来 没听说过罗锋杀谁 诶 星辰塔转弯了 朝我们这飞来了 飞过来了 顿时礁石上的一鸣鸣宇宙之主 他们或是植物生命 或是能量生命 或是血肉生命 一个个都大惊 紧跟着着急了 这银河领主罗锋 若是对他们没有企图 岂会专门朝这边转弯 可现在他们想要逃 也晚了 因为距离已经很近了 而且玄泽海狂风 已经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他们也不敢再高空飞 银河领主 愿玄泽海出事的至宝 我得愿让给银河领主你 星辰塔逐渐减速 玄停在礁石的上方 星辰塔底座的其中一道侧门 人影缓缓飞出 他穿着银色战甲 银色肆意微微张开 正俯瞰下方 目光一扫说道 其他十一位宇宙之主 无需担心 我来这儿 目的是他 罗锋手指朝下方指去 指向其中一位 顿时 礁石上其他十一位宇宙之主 都转头看去 看是哪个倒霉的家伙 只见一个高大 微额的胸口 还有着雷电光球的 雷电巨人露出惊恐之色 朝四周看看 又朝上方罗锋看看 一脸焦急和惊恐 雷电巨人看看周围 周围十一位宇宙之主 都在一旁 故意躲远一点 显然个个乐地 看着雷电巨人倒霉 他们这些一族宇宙之主 也都看出来了 这罗锋找雷电巨人 显然是因为私怨 银河领主罗锋进入宇宙周 如此久 从未肆意杀戮过 可现在却突然到他们这 又仅仅是针对其中一位 自然是私怨才能解释 雷暴星一族 雷梭之主 我 我 银河领主 我和你之前从未见过 无仇无怨 不知罗锋领主 你为何找我 无仇无怨 无仇无怨岂会找你 那十一名宇宙之主们 在一旁看着 他们和雷梭之主没有多大交情 加上之前就是争夺即将出世的智宝 只是一种竞争关系 他们还乐得罗锋对付雷梭之主呢 加上罗锋的强大 他们十一位谁敢插嘴 否则惹祸上身后悔都来不及 啊 银河领主 我 无需辩解 进来吧 罗锋一声呵斥 顿时旁边悬浮的星辰塔底座出现一个黑洞 一股强大的吞袭之力 瞬间便作用在下方的雷电巨人身上 不 我是雷暴星一族 我族十足 乃浩雷星主 罗锋 你要杀我 便是和我雷暴星一族为敌 和浩雷星主为敌 我就是和他为敌 雷电巨人虽竭力反抗 可还是不断地朝星辰塔底座飞去 随即便被完全吞袭了进去 消失不见 这一幕让旁边看戏的十一名 一族宇宙之主们心惊胆战 个个安静不敢吭声 强大的雷梭之主 竟然就这么被星辰塔给吞袭进去了 他们虽然知道罗锋的强大 可亲眼看到 还是感到胆寒 这罗锋也 也太疯狂了 他竟丝毫不将浩雷星主放在眼里 浩雷星主 那是第一轮回时代中 最难缠的几个宇宙最强者之一 连神雁族等各族 也不愿和雷暴星一族这种 族群人口稀少 却有极强大的族群为敌 一个个为之胆寒 罗锋手持星辰塔 却缓缓朝下方降落 令那十一位宇宙之主脸色大变 干嘛 这银河领主都抓了雷梭之主了 怎么还不走 罗锋双脚踩在地面上 环顾四周远处 亦明明强大的宇宙之主 这些宇宙之主 大多都达到五阶 最差也是四阶顶尖 直阶的 我抓雷梭之主 就是因为耗雷星主 你们可以帮我传开消息 便说 我罗锋在玄泽海中心 近等他耗雷星主十年 若是十年内耗雷星主不出现 我便杀了雷梭之主 诸位可听到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145集 放心 银河领主 这等小事 我等自当传开 那些个异族宇宙之主 哪敢不从 罗锋何等霸气 直接要和浩雷星主对上 他们这些宇宙之主 自然不愿掺和 传消息而已 即使罗锋不吩咐 他们也会传开的 那诸位继续等待宝物出事吧 无需管我 罗锋手一挥 原本掌心上的星辰塔 直接落在地面上 随即迅速变大 达到上亿公里高 屹立在这巨大的礁石中央 而罗锋则是进入星辰塔内 开始慢慢等待 雷梭之主 若是你族号雷星主不来 死了就别怪我了 被关押在星辰塔内的雷梭之主 却是一声不吭 罗锋 本来就是宇宙海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圣地的焦点人物之一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重视 近宇宙周那么久 都未曾对付过谁 现在却突然出手抓住了 雷暴星一族的雷梭之主 且在玄泽海等那号雷星主 以十年为期限 宇宙最强者 速度能轻易突破限制 不管是在宇宙海哪里 如果以最快速度赶去 一年内都能抵达宇宙周玄泽海 罗锋却给十年期限 显然时间很充足啊 罗锋怎么主动招惹 浩雷星主啊 谁知道 消息传播迅速 当天在遥远的 清风界核心之地 离昏暗之地很近的区域 万重浪水域内 万重浪水域 乃是清风界核心之地内区域 已迷幻出名 即便是有至强至宝宫殿护体 一旦在其中迷失 都很难逃出 当然 万重浪水域要比昏暗之地好多了 毕竟离它不远的昏暗之地 至今未曾有谁能逃出来过 一艘古老大船在海浪中漂浮 大船上 盘踞着蜿蜒的巨大山脉生物 一个钢铁生灵 一个雷电巨人 他们正是第一轮回时代 声明远播的三位存在 球岩祖神镇家王 浩雷兴主 浩雷 那个人类小子 又抓了你族的一名宇宙之主 又公开传开消息 说在那玄泽海 等你十年 可是给了足足十年期限 你最强者的能耐 不管是在宇宙海哪儿 十年都能到那玄泽海 你如果不去 恐怕就会成为整个宇宙海 各大势力的笑话了 浩雷 你去不去 去 浩雷 你若不去 便成一大笑话 只是 我们这儿的事情极其重要 对 若是再有宇宙最强者过来 单单我俩 怕不一定成功 上次对付巨斧 我们三个联手都差点失败 短短数十年 不一定有最强者过来 更何况这罗锋敢挑衅我 我怎能不去 一个宇宙之主而已 仗着宝物厉害 竟敢这般无视宇宙最强者 真是找死 若我能趁机杀了他 对我们朝脱轮回的帮助 可就大 杀了那人类小子 开什么玩笑 放眼宇宙海 即使大军宇宙最强者集结 都奈何不了罗锋 浩雷 那罗锋这般针对你 是不是知道巨斧的陨落 和我们有关 巨斧陨落 陨落前 或许将消息 告诉了他们人类本族 这样一来 罗锋找你麻烦也就正常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族的宇宙之主 也危险了 不管巨斧陨落前 是否告诉人类本族 对我等都毫无影响 知道我们又如何 连一个最强者都没有 怎能奈何得了我们 且大限将近 我们是第一轮回时代 必须抓住这最后机会 我走了 对付了那罗锋 很快回来 在宇宙周内的 尽快离开宇宙周 若是短时间内无法离开 则隐匿在宇宙周内 一些藏匿之处 绝不可硬碰那罗锋 时间流逝 玄泽海礁石上 星辰塔屹立在中央 默默等待 而周围却已经有 十三位宇宙之主了 显然玄泽海即将出世 巅峰至宝 是有不少强者知晓的 而且罗锋又不大肆杀戮 加上宝物诱惑 还是有两位宇宙之主 赶到了这儿 沛行 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五界 有资格离开圣地宇宙 空喜 空喜 总算可以去宇宙海了 早就听过很多有关 宇宙海的传说 可一直不能去 太好了 太好了 宇宙海 佩行之主 飞行之主激动万分 圣地宇宙因为承受力有限 所能承受的宇宙之主数量是有限的 令佩行之主他们之前只能困在尊者级 无法突破 争夺断东和一脉传承 令鹿虫之主等一批宇宙之主陨落 自然他们这些准宇宙之主有了机会 根据实力 紫月十祖最终点了一些准宇宙之主 准与他们突破 这才能够突破为宇宙之主 重于能进宇宙海了 佩行之主身后展开黑色四翼 全身也形成黑色铠甲 摇摇看着无尽虚空 佩行之主雄心万丈 我 佩行之主 定当闯出一番威名来 清风界内宇 火焰滔天 听清了 我是紫月圣地宇宙的佩行之主 能被我选中 当我第一战试炼之战的对手 你也该值得骄傲 四面十六臂的配行之主 黑色四翼四翼张开 他的十六条手臂 足足抓了八条长缩 每两条手臂抓一条 其中最上面一对手臂 最下方一对手臂 各抓一根长缩 左侧和右侧六条手臂 各抓三条 后方则是黑色羽翼展开 四面孔看着四方 佩行之主 没听过 紫月圣地的一个参加 试炼之战的新晋宇宙之主 也敢挑衅我巴虚之主 一个面临大县的可悲家 即便是五阶顶尖 秀有何惧 佩行之主在无尽火焰中 肆意展开悠闲万分 巴虚之主一听顿时大怒 面临大县 这种无形压力令他一直很疯狂 现在听到这话 怎能不怒 小家伙 我让你知道 我的厉害 四眼光芒 以他为中心 朝四周弥漫开去 顿时浩浩荡荡的 土黄色光芒 无处不在 笼罩周围 以光年纪的范围 强大的领域束缚 完全作用在远处的 佩行之主身上 岩石巨人猙獰道 这下你要逃都逃不掉了 你这新晋宇宙之主 第一次来宇宙海吧 我便让你 这是最后一次来宇宙海 杀 巴虚之主的确起了杀机 实力相差不大 照样可能某一方陨落 只要能令对方逃不掉 那么就慢慢私伤 杀上万年百万年 一年 就这么纠缠下去 逼迫对方燃烧神体 神体的大小 攻击的强弱 防御的强弱 都会决定最终 谁能撑下来 这种打法 显然是逼迫两个中 只能活一个 其实第一轮回时代的宇宙之主 很多都很容易发狂 所以很少有宇宙之主 赶来招惹 要杀我 我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就凭你也拦我 给我定下 他背后的黑色四翼 忽然射出了一条条平行的光柱 宛如彩虹 正是金色 青色 水蓝色 土黄色 火红色 五种颜色 这五条光柱 平行着宛如彩虹 瞬间划过长空 直接缠绕住了巴虚之主 破 就你也想挣脱 我在圣地宇宙足足十八轮回时代 前行研究金木水火土 这五种基本法则 最终以这五种基本法则为核心 创出最强密法 以我这宝物施展 你也想挣脱 配行之主很得意 他这对羽翼当初刚得到时 那五色法则 微能缠绕 仅仅达到顶级领域类至宝层次 可他却发现 这五色法则 彼此缠绕的方式很是玄妙 于是他潜心研究 因为在紫月圣地 本就寿命无限 所以还专门将五种基本法则都误透了 参悟了超过十二个轮回时代 结合着宝物 才创出一招束缚类的最强密法 即便他其他攻击实力只能算四阶 可单单靠这一招束缚 便被紫月圣地内部判定有五阶战略 不如多些束缚而已 因我速度无法飙升 对我阵力却影响不大 小子 来吧 来吧 配行之主猖狂笑着直接杀过去 配行之主初次进入三大绝地之一的清风界 自然无比兴奋 而且充满战意 他的束缚密法一旦展开 能够媲美巅峰领域类至宝 再加上羽翼本身又有辅助飞行效果 这使得他想战便战想逃便逃 恐怕也就领域类至强至宝 才能压制他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6集 原始宇宙 虚拟宇宙鸿城内部 鸿蒙殿内 电厅中 有三位宇宙尊者 坐在那整理着讯息 这是新的讯息情报 宇宙海中 最近一段时间内 接连冒出了三位新进宇宙之主 都是两大圣地的 看来上次 断东河一脉争夺战 令他们陨落了一批宇宙之主 现在很多准宇宙之主 都接连近升 开始接连进入宇宙海了 这些情报很重要 我鸿蒙的宇宙之主 说不定便会碰到 这些新进宇宙之主 而之前 也没有这些新进宇宙之主的 一丝情报 突然遇到 很容易吃亏 得立即将这些情报 传送给城主 这三名尊者 乃是鸿蒙专门负责讯息整理的 许多秘密讯息整理等繁杂工作 自然不会宇宙之主来干 所以就有三位宇宙尊者被选中了 都是有分身的 他们负责搜集讯息 筛选整理 最终发给混沌城主 由混沌城主 最终进行处理 又是新进宇宙之主 一个四阶 两个五阶 两大圣地宇宙底蕴 我真深厚 有一批准宇宙之主在等着 上次 段东河一脉争夺 陨落的那些宇宙之主 对两大圣地根本没影响 发出去 跟着混沌城主便将这情报通过虚拟宇宙 直接发送给鸿蒙的每一位宇宙之主 这种讯息 这种讯息对普通阶层算是机密 可对宇宙之主而言 却是属于必知的一类 每次宇宙中出现些新的宇宙之主 他们的实力 战斗方式 至宝密法等等都得记载 传给几方势力 每一位宇宙之主 知己知彼 才能活得更久 清风界外遇 一道雷电身影一闪而逝 终于出了清风界 宇宙周内遇 悬泽海上的一个礁石上 浪涛漩涡愈加强烈 周围虚空一次次撕裂 强大的旋风绞杀之力 强的可怕 而礁石表面旋风还算较弱 一鸣鸣宇宙之主正分散在四周 足足十三位宇宙之主 都在默默等待 盯着远处 他们在等巅峰至宝出世 偶尔他们还会朝 巨大礁石的中央 那星辰塔看上几眼 星辰塔 至强至宝啊 我什么时候 才能得到至强至宝宫殿啊 银河灵主修炼数十纪元而已 竟能强成这样 他都能得到数件至强至宝 难道我一件都得不到 那些个宇宙之主们 一个个对罗锋又畏惧又羡慕又嫉妒 他们也无比渴望能得到一件至强至宝 那样他们在宇宙海也能横着走了 星辰塔内 一直在安静修炼的罗锋 终于睁开眼 朝外界看去 那巅峰至宝还没有出世 周围竟也有十三名宇宙之主了 数三大轮回时代的有十二位 竟然还有一位是紫月圣地的 那紫月圣地十足 给我人类制造出麻烦 这个紫月圣地的家伙 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出现 选择海中央那一巨大礁石 中央屹立的星辰塔侧门 忽然走出一道身影 顿时惹得周围一鸣鸣宇宙之主 心中紧张起来 是银河灵主 银河灵主怎么出来了 诸位不必担心 你们和我无仇无怨 我也不会对诸位下手 随即罗锋目光落在了其中一名宇宙之主身上 也是整个礁石上唯一一名紫月圣地的宇宙之主 紫仆之主 就这样 罗锋目光落在紫仆之主一人身上 这一幕令礁石区域上的众多宇宙之主 各个暗自猜测起来 难道这罗锋要对付紫月圣地的宇宙之主 紫仆之主 银河灵主 你也敢在我面前出现 哼 怎么不敢 这是宇宙中 又不是你人类的疆域 即便是你人类的疆域 若是原始宇宙允时 我照样敢去闯 银河灵主 怎么 你也要对我动手 你和我动手 便是和我紫月圣地为敌 有趣 还是进去陪雷梭之主吧 远处的星辰塔顿时悬浮起来 同时倾斜 星辰塔底座出现了深渊黑洞 直接朝着紫仆之主 强大的吞吸力量直接作用在紫仆之主身上 你敢阵风我 罗风 我有分身之能 其实阵风我 我损失一具分身而已 而我紫月圣地 绝对不会就这么罢休的 紫月圣地 既然以为仇敌 就别废话 你紫月圣地的宇宙之主 我借一个抓一个 这一幕让礁石上其他十二位宇宙之主各个胆寒 这罗风还真疯狂 不过他们也不奇怪 毕竟紫月圣地将宇宙之主到宇宙最强者的传承 传播到原始宇宙联军阵营各大势力 因为传播太多 消息早就传播开 紫月圣地显然要人类阵营完蛋 二者早就敌对了 论实例 人类阵营鸿蒙有超过四百位宇宙之主 紫月圣地却还不足四百位 我原始宇宙内部局势紧张 鸿蒙宇宙之主几乎都在原始宇宙内 我便趁机狠狠对付着紫月圣地 逼迫着紫月圣地 即便是现在 紫月圣地那个没有小型宇宙的宇宙最强者 最强也就八阶战力 我单靠星辰塔 即可爆发八阶战力 一旦断面燃烧 立即便是九阶战力 虽然不像巨府那般九阶顶尖 却也无视紫月圣地了 玄泽海中央 那巨大礁石上的十二名宇宙之主都惊颤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虽知晓人类和紫月圣地的仇怨 可看到罗锋这般凶狠 依旧胆寒 诸位 和我无仇怨的 我也不会出声 这点尽管放心 礁石上的那些宇宙之主彼此相识 一个个都悄然议论起来 显然都开始担心 毕竟罗锋之前抓了雷缩之主 现在又抓了紫仆之主 会不会是罗锋故意耍阴谋 要一个个抓 不会 即使我们反抗 那罗锋拥有意志冲击宝 我们照样一个都逃不掉 当初银河领主过来 就是要抓雷缩之主 而磁仆之主是刚刚不久到这儿的 罗锋这才抓了他 我们这些 之前早早在这儿的 十一位宇宙之主 却是没遭到攻击 对 这些宇宙之主们悄然议论 很快便明白 罗锋要杀要抓早就动手了 根本没必要脱 而且这罗锋有族群千类 不至于四处树敌 星辰塔内 罗锋俯看着外界下方 唯唯一笑 紫仆之主 放心 我不会轻易杀了你 其实我本不想和你紫月圣帝为敌 只是你紫月圣帝 却不想我人类好过 硬是和我人类刁难 之前那一次大战就罢了 战后 你们紫月圣帝竟然将传承 给了联军阵营各个师 显然是要借助联军阵营压制我人类 令我人类崛起减缓 整个人类对紫月圣帝都很是愤恨 若紫月圣帝不传出传承 那么随着时间流逝 人类族群会不断强大 之后人类自然会蚕食其他巅峰族群的疆域 随着疆域的扩张 人类一代代天才会越来越多 自然形成良性循环 令人类崛起的速度爆炸 可现在 联军阵营也得了传承 虽说不如人类 却也够详细丰富了 这样一来 人类想要扩大疆域将无比艰难 若是无法扩大疆域 那人类宇宙之主数量 宇宙最强者数量 注定不会太多 没有紫月圣帝插手 人类族群在这一轮回时代未结束前 恐怕就能超越两大圣帝之河 而紫月圣帝插手 这一轮回时代结束 人类怕都比不上紫月圣帝一半 人类岂能不愤恨 始祖之令自有深意 就你也妄图逼迫我紫月圣帝 所谓 那便等着就是 同一天 紫月圣帝宇宙内 师祖 我按照您所说 抵达玄泽海礁石上 果然如您所预测的 他对我下手了 紫璞之主恭敬贵福道 在他前方则是悬浮站立着一道 隐隐散发着紫光的身影 正是紫月十祖 动手了 他现在只是关押了我的分身 还未曾灭杀我分身 紫璞之主接着道 他愈加崇拜紫月十祖 紫月圣帝和人类阵营有仇 所以知道罗锋进宇宙周 根据罗锋行动路线 推测出大概前进方向 在这一方向周围区域 紫月圣帝宇宙之主 进阶躲避 不和罗锋见面 而罗锋此次在 玄泽海等号雷星主 紫月十祖却是 突然下令 麾下离玄泽海最近的紫璞之主 去试探下罗锋 这一试探 罗锋果然直接将紫璞之主给抓了 真沉不住气啊 得了段东河一脉传承 他突破为真神轻而易举 一旦他成了真神 再加上段东河一脉赋予的手段 将比当初那个元祖还强大 旁边贵府的紫璞之主听得大惊 比人类元祖还强大 紫月十祖的猜测 按照正常来看是对的 若是走法则路线 以罗锋现在便创出 宇宙最强者层次密法的能耐 再加上段东河一脉传承 在修炼空间内耗费些岁月 的确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就突破为真神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7集 一旦到了真神 实力会突飞猛进 比元祖强都是理所当然的 到时候横扫一切宇宙最强者 只是罗锋走的是神力路线 而且追求的还是最艰难的超九万倍基因 注定要比紫月十足预测的漫长得多 跟我斗 传令下去 从此刻起 我紫月圣地所有宇宙之主 必让罗锋 若人类真有些狠辣手段 可以进阶退回圣地宇宙 即使退缩在圣地宇宙一个轮回时代 也只是小事 同时 对整个宇宙海各大势力公开 既然这罗锋对我圣地挑衅 那从此刻起 原始宇宙人类本族宇宙之主 进宇宙海一个 我紫月圣地杀一个 是 去吧 罗锋 当人类族群那群宇宙之主 知晓是因为你挑衅我 导致我发出格杀令 恐怕会对你很不满吧 跟我斗 东地那老家伙 根本就没威胁 你 才是注定的 我真正的对手 看谁能笑到最后吧 虚拟宇宙 独立未免空间中 罗锋意识是时刻连接虚拟宇宙的 他刚刚还充满兴奋 可紧跟着脸色变难看 兴奋是因为一份情报 难看是因为另外一份情报 第一份情报是有关 新晋宇宙之主详细讯息的 第二份情报 则是紫月圣地对外放出的消息 在新晋宇宙之主讯息中 罗锋看到新晋宇宙之主 佩形之主的消息 特别是佩形之主的黑色四翼 立刻受到了罗锋重视 这黑色四翼竟能产生 金木水火土 五种法则微能的束缚 很特殊 像自己的银色羽翼产生的 金色的国度也属于很特殊的 加上羽翼类至宝 这种特殊情况本就罕见 十五羽翼 共六对羽翼 我现在得到三对 还差三对 这两对黑色羽翼 说不定便是我需要的 罗锋为之兴奋期待时 第二份情报 令他心情变差了 紫月圣地 在他刚刚抓住紫仆之主后 就立刻公开发出消息 对人类本族宇宙之主 发出格杀令 出来一个 杀一个 罗锋 速来我这儿 雷霆岛之巅 混沌城主的宫殿后花园 一座座王座分散开 不分高低 一个个身影接连出现 坐下 罗锋也出现 坐下 诸位 大家都到了 那便聊聊最新的消息 那紫月圣地 对我人类本族族群 开了格杀令吗 说我人类本族 去宇宙海一个 杀一个 其实我很疑惑 紫月圣地 怎会有这样的胆量 那紫月圣地 就两名宇宙最强者 一群宇宙之主 那两名最强者 还是没了小型宇宙的 论宇宙之主的数量 都不及我鸿蒙 也敢跟我们斗 后来我仔细一看 哦 原来是专门 针对我人类本族 将鸿蒙其他 附属族群 排除在外 开什么玩笑 鸿蒙便是鸿蒙 整体一个联盟 要和我们斗 怎么能将我们 排除在外呢 只能说 紫月圣地怕了 根本不敢和我们 整个鸿蒙斗 所以为了保全面子 才说出这番话 对 我们人类族群 现在便不怕它 待得过些岁月 我族再多几个最强者 在最顶尖战力上 更是完全占据优势 罗锋听了 暗暗感激 老师这一召集聚会 也没有让其他人 发表意见 直接说出了一番话 显然是将气氛 引导向一个 同仇敌忾的方向 否则自由发表意见 说不定便会有谁说 罗锋莽撞 为人类惹敌 这样 族群内部就会产生隔阂 这是混沌 黑暗 罗锋他们几个 都不愿看到的 这事 怪我之前没有和诸位说一声 但是我并不后悔 一个紫月圣地而已 那紫月十足 根本就无法创出小型宇宙 至于最强者 连小型宇宙都没有 有何可据 紫月圣地在背后一直下黑手 那我人类自然不能留情面 而且我也想了 因为紫月圣地背后引导缘故 现在我原始宇宙内 两大阵营局势依旧很紧张 特别是联军阵营 有了传承 丝毫不拒我们 若是长期对峙 无法扩大疆运 我人类族群弹河崛起 所以就得战 大战打不起来 可两大阵营的摩擦 恐怕会是长期的 一次次摩擦交战 自然可以磨砺 我族宇宙尊者 宇宙之主 在生死之战中 加上远古文明传承 令我族强者不断诞生 随着我族强者越来越多 特别多诞生几个宇宙最强者 到时 我们便将紫月圣地 那两个宇宙最强者 给灭杀了 他们躲在紫月圣地 不出来就罢了 一旦出来 直接灭杀 没了那两个宇宙最强者 紫月圣地 对我人类族群 将再无威胁 人类有自己给予的传承指引 其他宇宙最强者 即使没有自己这般离谱 可达到最强者极限 也就是元祖层次 希望还是极大的 对 我族在较长一段时间 重点是在原始宇宙内 即使生死魔力 也是在原始宇宙内 两大阵营的斗争 将是极其漫长的 所以 所谓的格杀令 根本无威胁 现在 便让罗锋狠狠地教训 那紫月圣地吧 将来 带得我人类越加强大 那我们便是第三圣地 甚至比紫月圣地 东地圣地还强大 和罗锋担心的不同 人类族群的众位宇宙之主们 没有一个胆怯 各个雄心万丈 各个充满战意 对于紫月圣地宇宙 所谓的格杀令 根本不屑一顾 之所以会是这样 一是得到远古文明传承 令人类宇宙之主们信心更足 二是连联军阵营 大军都击退 还怕一个紫月圣地 三则是接下来的岁月 主战场是原始宇宙 根本就没几个去宇宙海 即使黑暗混沌 他们偶尔去 也是分身前往 总之 紫月圣地 也就在宇宙海中叫嚣而已 没有威胁 即使弄出点麻烦 也是对人类的魔力 高层会议很快结束 一尊尊王座上的身影接连消失 只剩下混沌城主和罗锋 不担心了吧 不担心了 你根本就无需担心 之前 联军阵营和我们人类阵营一战 你功劳极大 众位宇宙之主 已经发自心底里尊重你 你对族群的功劳之大 影响之大 自然是族群的领头人物 只要不做出一些 四处树敌等愚蠢的行为 族群绝对会支持你 毕竟 谁在宇宙海闯荡没敌人 你不杀对方 对方都会来杀你 偶尔数少许敌人 都没什么 雷暴星一族实力很弱 无需在乎 紫月圣地虽强大 人类却也能承受 当然若是罗锋傻乎乎四处树敌 搞得无数势力 进阶发疯要攻击人类 那才会引起人类内部不满 再自信的族群 也不敢和所有势力为敌 之前和联军阵营一战时 若是战败 退守到初始宇宙 恐怕就会出现痛打落水狗 原始宇宙和宇宙海 所有势力都会压榨人类 那才是人类最悲惨的情况 幸好没发生 老师 之前那新晋宇宙之主的情报 其中有一个叫佩型之主的 对 他的羽翼之宝 不知道能不能查找更详细的情报 我想要一些更详细的 羽翼之宝 难道和你的银色羽翼 当初他仅仅给罗锋一对事无羽翼 随后罗锋找到另外一对 再吞噬了圆的大量刀刃能量最终恢复 达到仅次于志强之宝层次 尽是猜测 好 我这便立即帮你去查 我鸿蒙有四百宇宙之主 情报网更加大 这讯息很容易查到 查到后 我会立即通知你 每个宇宙之主都会有一群朋友 朋友间彼此交流传递讯息 鸿蒙有四百位宇宙之主 每个都有大量朋友 乃至宇宙海中的朋友 可以说完全能形成超大的情报网 这也是越大的势力 情报越加详细的缘故 紫月圣地公开的格纱令传开 也令宇宙海中众多势力为之感叹 唉 罗锋真是疯狂 难道他以为 他斗得过紫月圣地 那可是圣地宇宙 即使斗得再疯狂 陨落了一批宇宙之主 经过数个轮回时代 照样能够恢复实力 即使真的不敌人类 紫月圣地都躲进圣地宇宙内 躲上一两个轮回时代 又能怎样 对 人类族群需要抓紧时间诞生出最强者 可紫月圣地注定了在外闯荡也没法突破为最强者 真的斗起来 紫月圣地可攻可守 可进可退 人类却几乎无法后退 一个个势力都摇起头来 和圣地宇宙斗不是自找麻烦吗 清风界 一座三层的类似尖塔 每一层尖塔都是十二边形 这奇异尖塔在清风界中不断深入 十足的命令 十足也太重视那罗锋了 仅仅一个罗锋而已 竟然令我等都得退让 特别是在宇宙周闯荡的那些宇宙之主们 这下可倒霉了 幸好我在清风界 不用理会那罗锋 罗锋 等着吧 我在圣地宇宙一直未曾出来 未曾有机会 我现在也进宇宙海了 等我有了寄居 照样能超越这罗锋 我定要好好寻找 寻找奇遇 内容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48集 紫月圣地对人类的策略就是如此 避开罗锋 这个浑身是刺的可怕存在 专门针对人类其他宇宙之主 既然罗锋在宇宙周 那在罗锋活动范围周围 一大片区域内的宇宙之主 禁接退离 即使因为重要事情不愿退离 也得躲避起来 宇宙周内的紫月圣地强者 风声鹤唳 可清风界流崇山中的 紫月圣地宇宙之主们 依旧如过去般自在 在人类族群高层会议 仅仅过去半个月后 混沌城主便召见罗锋 通知罗锋 有消息了 老师 我鸿蒙内的一位宇宙之主 朋友众多 在那东地圣地 也认识两位宇宙之主 这传讯交流顿时得知 原来 配行之主的羽翼至宝 在十余个轮回时代之前 曾经在原始宇宙出现过 当时是其他轮回时代的 宇宙之主使用 后被紫月圣地强者击杀 夺了那羽翼至宝 带了回去 至今 才又出现在宇宙海 罗锋恍然 十余个轮回时代前就出现过 难怪其他三大轮回时代 没有详细讯息 这种古老的讯息 也就两大圣地更清楚吧 这件羽翼至宝 在当初是叫 五色云翼 是属于念力兵器类 顶级至宝中的极品 一 定飞行变向加速等等极快 二 有束缚为能 当初的束缚为能 是远不及现在 这配行之主施展的 这配行之主 显然透过五色云翼 施展出了最强秘法 才能有如此的威能 罗锋听得眼睛发亮 顶级至宝的极品 是啊 他的事物羽翼 在原修复之前 也是顶级至宝的极品 戴得修复后 则是巅峰至宝的极品 仅次于至强至宝 而且对飞行辅助极大 还有一个消息 五色云翼 在当初那一轮回时代 是银色四翼 罗锋一阵 还真是如此 至宝改变颜色 本就简单 可当初那轮回时代 五色云翼却是银色 在一定程度上 很可能本色便是银色 消息便是如此 该如何把握 你自己看吧 我当然会好好把握 宇宙周内域 玄泽海中央 巨大礁石上 现在整个宇宙海 谁不知道罗锋在玄泽海 等那号雷星主 即使谁都知晓 却也没有谁敢来和罗锋纠缠 毕竟各方都知道 这罗锋实力逆天 没有谁能对付他 真的主动招惹 恐怕罗锋会像对紫月圣地一样 对待他们 罗锋没有大肆杀戮 没有四处树敌 那么谁去主动对付罗锋 被罗锋报复 宇宙海其他势力也不会管 接连有强者发现 号雷星主在宇宙周内出现 号雷星主被发现了两次 出现的位置来看 正急速朝这前进 估计很快就到了 这下可就精彩了 愤怒无比的号雷星主 和这得了段东和一脉传承的银河领主 真逗起来 不知道怎么样 礁石上此刻的宇宙之主数量 又达到了十五位 甚至还有东地圣地的一位 六阶宇宙之主 星辰塔内 罗锋俯瞰着外界下方 耳朵也能听到外界的谈话声 号雷星主 号雷星主 就拿你检验我赎金的战力吧 检验我星辰塔的两大秘法的厉害吧 以鸿蒙的情报网自然知晓 号雷星主数次泄露的踪迹 由此判断 估摸着在一个月内 号雷星主就能抵达这里 论战力 凭借血影刀 正常都有七阶顶尖威能 一旦施展断灭 便是八阶顶尖 星辰塔更是厉害 星辰塔的第五重密闻趋势 即可达到八阶威能 施展断灭便是九阶威能 要知道 整个宇宙海现在 众多势力最强的宇宙最强者 也就在九阶顶尖而已 大多数都只是八阶 甚至还有少数七阶层次 罗锋平 断灭 血影刀 星辰塔 在宇宙最强者中都能够站在高端 超过他者都极少 当然罗锋的弱点便是无法打破规则 一名宇宙之主再强也无法打破规则 必须遵守规则 比如速度极限 这便是罗锋的弱势 虽然罗锋本人信心十足 可在宇宙海各大势力眼中 罗锋去挑衅浩雷星主是很愚蠢的 加上又和更加强大的紫月圣地敌对 人类族群还得应对原始宇宙内部的压力 他们都觉得罗锋太疯狂 星辰塔内 罗锋眉头微皱 因为一封重要邮件通过虚拟宇宙 发送给了他 在虚拟宇宙中的他 立刻点开邮件 一看 罗锋顿时获得战绩 露出狂喜之色 老师他突破为最强者了 老师终于突破了 罗锋为老师感到激动 在自己将远古文明传承 给人类族群之前 混沌城主老师就已经隐约要突破了 后来又得到详细传承指引 再加上族群命运之战的压迫 原本人类族群内部都渴望着 混沌能在大决战前突破 可直至那一场大战结束 混沌都未能突破 幸好罗锋先突破为宇宙之主 凭无尽幽海挽回战局 大战前渴望突破而不可得 这大战结束了 却又突然突破了 虚拟宇宙 雷霆倒之巅 此刻这里无比热闹 罗锋刚一到达 还没看清远处有哪些人 便听到了各种嘈杂的声音 或者雄魂 或者尖利 或者沙哑 来得真多 连异族都来了 银河领主 快来啊 银河领主 你老实突破 一直当地子的 可得表示表示 多准备后重点的和礼啊 一鸣有着数十个触角的 异族宇宙之主看到罗锋连忙说 顿时不少 顿时不少异族就围了过来 成为宇宙最强者 是何等大事 在如今的原始宇宙中 只要一个族群能够出一个宇宙最强者 便代表着族群能够成巅峰族群 元祖被镇压 巨幅陨落 人类现在没有宇宙最强者坐镇 其实也令整个鸿蒙有些不安 现在混沌突破了 顿时令所有宇宙之主们感觉有了主心骨 罗锋 罗锋 老师 上次大战之前 我竭尽全力 不敢丝毫松懈 想要在战前突破 可就是没有突破 没想到 当整个人完全放松下来 自然而然便突破了 老师这是后继勃发 自然一招成功 看了眼周围喧闹的场景 罗锋也有些明白 毕竟现在原始宇宙局势紧张 混沌城主老师刚一突破 告诉整个鸿蒙所有宇宙之主 大家一起庆贺 也是让鸿蒙内部更有凝聚力 这番喧闹庆贺持续了大半日 那些异族们这才一个个离去 只剩下人类本族宇宙之主们 罗锋 你悄然传讯 让我们一个个留下 有什么事 我和浩雷星主义战即将开始 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人类一方虽对罗锋有信心 可毕竟交战对手是浩雷星主 罗锋 浩雷星主不好惹 巨幅陨落 我们是得报仇 可也不急着一时啊 此战击杀浩雷星主 我有三成把握 击杀 包括混沌城主在内 一个个震惊不敢相信 杀宇宙最强者 就算是其他宇宙最强者也不敢这么说 罗锋才是宇宙之主 竟敢说这话 不过见识了上次罗锋的计划 也看到罗锋的无尽神力海洋分身 在整个联军阵营 自由联盟的灵魂攻击 何击下都能扛下 令人类之主们 还较为相信罗锋 三成把握 你 毕竟是宇宙最强者 要杀他 我自身肯定不行 必须要借助三大绝地环境 所以说 只有三成的把握 有心算无心 若使他自大 还是很可能中招 人类一群宇宙之主们 包括虚金之主 幽猴之主 青冬之主 等一个个都震惊且激动起来 他们虽然不敢相信 但又想到罗锋有 慕陵之州以及断东和一脉传承 或许赋予了他特殊手段 说不定 还真能成 若是成功 号雷星主的号雷神甲 可就是我们人类一方的了 老师 我让大家留下 是因为若是我真的侥幸成功 一旦号雷星主陨落 那么生活在号雷星主 小型宇宙中的雷暴性一族强者 将瞬间全部陨落 那小型宇宙也会崩溃消极 到时候会出现大量质宝 从普通生命一直到宇宙之主 都无法掌控自身 若是生活在原始宇宙 生命根源便是在原始宇宙 而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的生命 则是寄托于小型宇宙 一旦小型宇宙崩解 则寄托于这一小型宇宙 所有生命全部死去 当然小型宇宙 若是成为圣地宇宙 则内部不朽 尊者宇宙之主等 都能永恒存在 一个族群进阶灭亡 宝物无数 是得注意 师弟 便由你亲自去一趟 若是罗锋真的成功 那小型宇宙崩解 你就扫荡一遍 将所有宝物 全部带来 可别让我空跑一趟 我肯定竭尽全力 宇宙海 没谁敢说有把握杀宇宙最强者 罗锋也是在赌 黑暗之主当天便悄然离开原始宇宙 在茫茫宇宙海中 通过天然虫洞以及远距离瞬移 竭力前行 耗费了足足六日 总算抵达了那耗雷星主的小型宇宙 犹如芝麻大的黑色金字塔悬浮在混沌气流中 在黑色金字塔内 黑暗之主正遥遥看着远处那无比庞大的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 罗锋还真够疯狂 杀宇宙最强者呀 就算是借助绝地环境 还是不可思议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宇宙周 玄泽海中央 巨大礁石上 罗锋在星辰塔内俯瞰着外界 听着外界礁石上那些宇宙之主们的议论 是不可思议 一般都是宇宙最强者彼此厮杀 才会造成某一方陨落 宇宙之主令宇宙最强者死 的确还从未有过 而我罗锋 论实力 足以爆发到九阶战力 在宇宙最强者中都算顶尖 仅仅是速度无法突破极限而已 我完全有可能创造奇迹 罗锋充满着无尽战意 一对一他是有成功可能的 若是一对二对三 那就没希望 所以他才仅仅挑衅一个号雷星主 若是此次连镇家王 球岩祖神也一起来 罗锋肯定转头就走 还会贺慢的号雷星主胆小 时间一天天过去 玄泽海的漩涡愈加可怕 半空中的狂风越加强大 礁石上则狂风较小 十五名宇宙之主都期盼等待着 估计就最近一段时间 号雷星主就到了 嗯 等着吧 号雷星主和银河灵主大战 你真是期待啊 那些宇宙之主 自不愿意错过这一战 就在他们闲聊时 那昏天暗地般的玄泽海上方 这雷电巨人 魁梧高大 胸口则有着巨大的雷电光球在旋转 正冷漠地俯瞰着下方 号雷 星辰塔的侧门 走出了一名银袍银翼青年 左手一身 旁边的星辰塔迅速缩小落在其掌心 正抬头冷笑着 看着上空在狂风中屹立不动的雷电巨人 浩雷 现在雷梭之主生死受我掌控 你有求于我 竟还敢这般张狂 说 怎么才愿意放出雷梭之主 要我交出雷梭之主也容易 只要你跪在我面前 向我磕头赔礼 我便饶了雷梭之主 放肆 侮辱一名宇宙最强者 该死 侮辱 若是我实力足够 我早就杀你折磨你千万遍了 罗锋冷漠抬头 看着高空中的雷电巨人 浩雷星辱俯瞰下方 他顿时明白 人类看来是真知道巨府的死和他们三个有关 正因为有大仇 所以罗锋才会这么侮辱他 本来 你是不愿交出雷梭之主了 我就没想过要交 雷梭 我会为你报仇的 此话一出 旁观礁石上早就躲进宫殿至宝内的那群宇宙之主们各个激动 他们明白 这浩雷星主说这话显然是不再抱有救出雷梭之主的想法 显然是要开始大战了 人类小子 我会让你明白 小心一名最强者是何等的愚蠢 高空中的雷电巨人忽然猛的一声怒吼 他的上亿宫里的巨大雷电右腿轰然化作一道巨大雷电 直接朝着下方的礁石势披打下来 微能之大 所过之处 空间进阶分寸 早就躲在宫殿至宝内的那些个宇宙之主们吓得一个个连忙操控宫殿至宝朝四周飞行闪避 其实他们个个躲在宫殿至宝内 即便是正面遭到攻击也能活下来 更别说仅仅只是波及 毁天灭地般的巨大雷电直接轰击向礁石中央罗锋的位置 后来有本事 来吧 雷电轰击下 一头巨大的独角蜥蜴正站在礁石中央 仰头看向高空 四提一登 这巨大独角蜥蜴直接冲进了旁边的无尽悬泽海中 只见着雷电巨人直接从高空瞬间冲向下方的无尽悬泽海 随着冰冷的海水溅起 雷电巨人便已进去 原本四处远远躲开的一个个观战的一族宇宙之主们 乘坐着各自宫殿至宝又飞回礁石上 银河灵主化身精之受神逃进了旋泽海 好雷星主跟着杀进去了 旋泽海中无比危险 银河灵主太疯狂了 十五位一族宇宙之主竭力观战却也看不清 只能凭借对能量波动的感应来判断战斗情况 旋泽海 海底 浩雷星主在无尽海水中高速前进 充满着自信 人类小子 你以为在这玄泽海 你就能和我斗 那你就错了 他作为宇宙最强者当然不蠢 他很清楚 这罗锋对他唯一的威胁便是罗锋的生存能力极强 因为有木陵之洲即便再危险的环境躲在木陵之洲内都能扛过去 所以若是宇宙洲核心之地的一些极端危险环境 他便不会和罗锋纠缠 可是旋泽海 旋泽海是宇宙洲内域危险之地 可和核心区域一比相差不知道多少 我有至强至宝神价在身 神体更是宇宙最强者神体 单单凭这 整个旋泽海的其他所有漩涡都奈何不了我 唯一对我有威胁的 也仅仅是旋泽海最核心的 也是经常出示巅峰至宝的那核心漩涡 只要我避开那儿便毫无威胁 旋泽海何等广阔 能杀死浩雷星主的仅仅只是核心漩涡一处 他自信万分 速度极快远超百倍光速限制 很快便追上前方那罗锋所变成的金之兽神 金之兽神正一直竭力朝核心漩涡方向飞去 显然欲要将战场弄到核心漩涡去 奥雷星主轰然便到了金之兽神前方 直接一脚踹过去 一道巨大的闪电 轰隆直接劈打在金之兽神上 令金之兽神被震得后退 人类小子 你是要将战场定在核心漩涡 想要我被核心漩涡杀死 真是愚蠢 我速度远超百倍光速 想战便战 想走便走 怎会有愚蠢地进入核心漩涡 奥雷星主表面很是张狂 内心却非常警惕 整个玄泽海对他有威胁的 就是不远处的核心漩涡 仅此一处 可他明白 很多时候栽跟头 不是栽在明面上的危险 而是在不经意间的一些黑手上 这罗锋毕竟得到过 断东河一脉传承 谁知道会有什么特殊手段 被警惕 真是胆怯 难道就不敢在核心漩涡边缘战斗 兽神之道大成 达到宇宙之主 自然能化身为兽神 罗锋不但神体化为兽神 而且蜂魔灭神甲也化为兽神 本尊则是在蜂魔灭神甲内 以蜂魔灭神甲形成兽神 宛如巅峰宫殿至宝 在玄泽海内 也就核心漩涡 能毁掉金之兽神 其他地方都没有威胁 真当我如你一般愚蠢 雷电巨人一声怒吼 当即一个脉步 忽然双臂合拢高高举起 这一双雷电双臂一合拢 无数雷电缠绕 然后他合拢高高举起的双臂 伴随一声怒吼 直接朝着罗锋砸来 好似宇宙被劈开 化为兽神的罗锋咆哮一声 丝毫不躲 而是直接一跃 瞬间迎接上去 那披下的巨大雷电 好似巨大的雷鞭 直接抽打向飞过来的金之兽神 此天一爪 金之兽神飞扑的同时 右爪猛地挥出 朝那巨大的雷边迎上 可右提爪上锋利的一根根利爪 宛如战刀般锋利 准确说 其中一根利爪就是一柄战刀 血影刀 金之兽神的右爪肆意一挥 提爪上的血影刀自然也是一挥 只见一道刀光亮起 刚显现时很是细弱 可紧跟着便越加粗大 随即好似横扫天地 微型宇宙直接显现 包裹住了那巨大雷鞭 微型宇宙裂开 一道薄薄的刀光瞬间切割而过 令雷鞭分解 刀光划过玄泽海的海水 令海水宛如豆腐般轻易被分割 随即紧跟着 便切割在远处的雷电巨人身上 罗锋自创刀法 涅槃心声 雷电巨人接连后退束步 令周围海水震荡 他震惊地看向罗锋 满是不解和震惊 八阶顶尖站立 刚才罗锋神体燃烧 是时刻施展断灭 加上血影刀本身的特殊 令攻击力达到八阶顶尖 微能之强 即便是拥有至强至宝神甲护体 浩雷星主也感到了压力 因为他的战力也才巴结顶尖而哭 不可能 就算你得到段东和一脉传承 今天还是得死 只见雷电巨人突然泪下冒出了一条条手臂 包括原先的两条手臂 足足三十六条手臂之多 雷暴星一族 毕竟本体乃是雷暴星球 在他成了真神后 反本归原 真正形态就是他身体中央那颗最耀眼的光球 手臂头颅等等进阶式神力凝聚而成 自然要多少条手臂就有多少条 接我一招 雷电巨人咆哮着 他的三十六条手臂上 每一条手臂都抓着一柄奇异的三角尖锥 足足三十六柄三角尖锥 每一柄都是巅峰至宝 所形成的一整套巅峰至宝 环玉锥又极弃和雷电巨人 来吧 一道道雷电金光从每一个尖锥中射出 足足三十六条雷电金光瞬间会合 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色尖锥 而金之兽神的右提爪肆意挥出 那刀光也同样席卷而起 无声无息 微星宇宙包裹金色尖锥 二者无声无息的碰撞 紧跟着竟然同时湮灭 一股强大余波扫荡四周 去 金之兽神旁边忽然一座小塔射出 小塔迅速变大 星辰塔 浩雷星主看到那飞来的星辰塔 顿时眼中有着贪婪之色 却也根本不闪躲 罗锋所化兽神之提爪 浩雷星主之三角尖锥 开始硬碰硬 巨大的星辰塔就仿佛一座山峰 直接闪电般砸在了丝毫没躲的 浩雷星主头颅上 直接砸得浩雷星主整个朝下方坠去 他的头颅更是直接凹陷下去 可随着雷电流动 头颅又恢复完好 罗锋兽神咆哮着疯狂地冲上来 左提爪右提爪接连的撕抓 血影刀时而化为右提爪的一根利爪 时而化为左提爪的利爪 无比野蛮凶悍的金之兽神 完全正面和浩雷星主对抗 丝毫不处下风 同时 星辰塔还一次次砸向浩雷星主 每一砸都是宛如一名强大宇宙最强者权力一击 绝对是八阶顶尖危能 一瞬间 浩斯同时遭到两名宇宙最强者攻击 塔的浩雷星主 顾顾后头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50集 怎么会这么强 即便是宇宙最强者 要施展出八阶顶尖危能 一要密法 二一要适合的质保 怎么这罗锋 金战和操控星辰塔 都能发挥出如此可怕的危能 他 他还仅仅只是一名宇宙之主 这段东河一脉传承 也太强大了吧 后面便是整个玄泽海的核心漩涡了 毕竟之前的礁石离核心漩涡本来就近 罗锋一开始进玄泽海 就是朝核心漩涡方向飞 彼此距离更近 此刻战斗厮杀 都厮杀到核心漩涡旁边 强大的漩涡绞杀之力 已经波及到周围 一个宇宙之主竟有数字可怕战力 后方便是核心漩涡 不能打了 再逗下去 只会只会 人类小子 这段东河一脉传承果真厉害 竟能令你达到如此战力 我奈何不了你 就不陪你玩了 杀了你人类巨幅 你杀我族一个雷苏 还是赚了 昊雷星主觉得斗下去 不会有任何收获 反而一不小心就会吃亏 当即立断便要离去 就在他B站 欲要逃跑的瞬间 无尽的稀薄金光瞬间弥漫开 浮散在周围以光年计的范围 雪白色的沙粒也飘荡着 仿佛处于另外一个维度空间 在周围海水每一处飘荡着 不过这雪白色沙粒 当靠近旁边核心漩涡时 却直接化为虚无 显然无法笼罩那一片可怕区域 金色的国度 雪沙海同时施展 在施展断灭的燃烧神力催发下 威能自然极强 瞬间束缚那浩雷星主 浩雷星主很是不屑 这点束缚对他虽有影响 可他照样能够突破百倍光速 只是时间多耗费些罢了 之前一直竭力宛如山峰般怒 砸浩雷星主的星辰塔 却忽然开始旋转起来 整个星辰塔发出蒙蒙光芒 塔楼的表面出现了一圈圈缠绕着的纹路 呈螺纹结构 整个星辰塔表面的螺纹光芒不断旋转 直接朝着那浩雷星主压了过去 论速度之迸发 强者怎么能急得上兵器速度爆发快 没有之前怒砸时的狂暴凶悍 而仿佛是一座世界缓缓压下的微微震颤 整个星辰塔迅速坠落在了浩雷星主头顶上 原本还正在竭力逃窜的浩雷星主被星辰塔压住 就仿佛一只小老鼠被一大块岩石压住一般 一时间无法移动 浩雷星主只感觉无尽的压迫 从星辰塔完全作用在他身上 这并非纯粹重力 而是一种镇压 星辰塔在压在他身上的一瞬间 二者就仿佛连为一体 星辰塔那无尽的压力也成了他自身的压力 这一瞬间令他感觉就好似背负着一座巨大的小型宇宙 无尽的沉重令他寸步难移 就好像无尽幽海 无尽幽海自主移动慢得离谱 一个道理 此刻浩雷星主移动速度比无尽幽海还慢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发出嘶吼 全身雷电迸发 身体中央的那雷电光球猛地爆发 一时间微能达到极致 只见浩雷星主无比艰难地在缓缓飞行 飞行速度估摸着都不足一万公里每秒 不 不 不 他竭力加速 加速到近一万公里每秒已经是极限 速度越快 星辰塔镇压在身上形成的压迫就越强 这一幕让罗锋颇为自得 星辰塔第四重和第五重秘文我都悟透 第四重可称之为杂 第五重可称之为阵 罗锋也懒得起多么玄妙的名字 不过 星辰塔的第四重和第五重秘文所代表的秘法 却让罗锋很兴奋 之前战斗过程中 星辰塔主要是杂 施展的都是第四重手段 第五重案里有八阶危能 可在施展断灭的情况下能达到九阶 星辰塔如此危能地镇压 即便是浩雷星主移动得无比艰难 说是你有帮手 二者联手也能镇飞我的星辰塔 若是在没有对你威胁的地方 你大可以跟我消耗 毕竟维持九阶危能的攻击 对神力消耗极大 我又是一直施展着断命 消耗更是惊人 你身体比我大 神力层次比我高 真耗下去自然比我厉害 可惜此局乃是我不 一切都已经水到渠成 所以浩雷星主 去死吧 罗锋心中一瞬间掠过诸多念头 描述起来复杂 实则当罗锋操控星辰塔第五重秘文 直接令星辰塔镇压浩雷星主的同一瞬间 旁边的海水中 轰隆一声便出现了庞然大雾 巨大的古老舰船凭空出现 随后浩浩荡荡地 直接朝着浩雷星主撞了过去 浩雷星主身上压迫着星辰塔 根本无法甩脱 操控环宇追去攻击 在镇压下 自身攻击都受到影响 更加无法撼动星辰塔 此刻他速度慢 那长达百亿公里的木陵之舟 直接撞了过来 以他的速度 最快都不足一万公里每秒 他躲都没法撞 就在旁边的罗锋兽神 却期待看着 死定了 浩雷星主 死定了 被镇压 自己的神力 短时间内完全能维持 九阶微能镇压 被木陵之舟撞着 其他宝物撞击力不够 这木陵之舟撞击起来 一大群宇宙之主 攻击都撼动不了 可想而知 其动力之可怕 他绝对能够将浩雷星主 给硬生生地 撞到那核心漩涡中 核心漩涡 微能可怕 只有最核心有一条 反而很宁静的通道 就好像龙卷风的最中央 反而宁静似的 核心漩涡最中央处 偶尔会有质宝出世 可是浩雷星主 在被撞击到 核心漩涡的过程中 还没到最中央 就会被绞杀 震碎陨落 宇宙最强者 除非有质强质宝宫殿 否则在其中 也得陨落 星辰塔镇压 木陵之舟撞击 核心漩涡负责击杀 罗锋盯着那雷电巨人 看着那雷电巨人死 是你逼我的 逼我的 罗锋 罗锋 是你逼我的 逼我的 那你就去死吧 快 走 可此刻 浩雷星主已经完全疯狂 伴随着咆哮 他原本雷电环绕的 巨大身体表面 每一处都开始出现黑色气流 一处处黑色气流 进阶冒出 令他发出一声声痛苦嘶喊 诡异莫测的黑色气流 一出现 看似没任何威能 危险 危险 躲 要活死 你先死吧 浩雷星主疯狂无比 只见他雷电直驱表面 冒出无尽黑色气流 瞬间一闪 便划过空间 速度之快 根本不受时间速度限制 就好像领域类质宝般 一施展 就可以浮散一定范围 同样道理 那黑色气流 瞬间便到了罗锋面前 瞬间侵袭金之兽神罗锋 没事 我能扛住 我的风魔灭神甲 也形成兽神模样 宛如巅峰之宝宫殿 罗锋虽然本能感到无比恐惧 这不是他内心恐惧 而是每一份神力 自然而然的恐惧 神力遇到黑色气流 自然感到恐惧 这并不以意志为转移 只是理智 让罗锋认为 宇宙海中 没有那么可怕的存在 毕竟自己实力如此强 风魔灭神甲 形成兽神 是宛如巅峰宫殿至宝的 必须破开风魔灭神甲 才能攻击到 内部自己的本尊 而要破开一个 巅峰宫殿至宝 任何一个宇宙最强者 都做不到 看似浦浦通通的 黑色气流 瞬间包裹住 整个金之兽神 风魔灭神甲 为何能凝聚成兽神 正是因为神力催发而形成 所以风魔灭神甲表面 自然有燃烧的神力 一直在维持 仿佛水火相碰 瞬间彼此不断消耗 当黑色气流包裹 金之兽神的一瞬间 顿时维持风魔灭神甲的 燃烧神力疯狂被消耗掉 同样 黑色气流也受到损耗 只是黑色气流量太大 那是浩雷星竹 整个身体全部涌出的 所有黑色气流 撑住 撑住 罗锋竭力让全身神力疯狂传书 欲要维持风魔灭神甲 可是 传书速度都跟不上消耗速度 就仿佛一团火焰 被一大盆水猛的一焦 瞬间熄灭了 而风魔灭神甲 在维持着神力眨眼时间 完全被消耗掉的同时 就自动解体了 那可怕的黑色气流 隐隐还形成古怪的扭曲模样 紧跟着便笼罩罗锋 神力 黑色气流 彼此疯狂消耗 比我到这一步 是你比我 你比我的 你仅仅一个宇宙之主 身体在多少点 神力又何等的弱 不是一个层次的力量 你若是宇宙最强者 还能纠缠一番 仅仅你宇宙之主 即便神力怎么样 在多少千倍 你只有陨落意图 你一陨落 这星辰塔 能诸多之宝 尽且都是我的 永远你有分身 也还不及救你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远处罗峰的神体 已然湮灭 在这种黑色气流面前 罗峰根本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 即便是断东河一脉 留下的传承中 有海量的记忆之时 也未曾有过 这黑色气流的记载 或者说即使有 也是被原始宇宙意志 给掩盖了 总之 罗峰根本不知 该如何抵抗 攻击 攻击无效 好像只能神力来消耗 而罗峰本尊 十万公里高的 本尊神体 却是瞬间就已经湮灭 银色肆意 风魔灭神甲 世界戒指血影刀 一个个漂浮在周围 这一幕让 浩雷星主愈加激动 可是那超高速飞行的 巨大舰船 木陵之舟 却没有丝毫减速 轰然撞击在了他身上 木陵之舟内的电厅里 金角巨兽罗峰正四提站在那儿 摇摇看着外面 心中则是一阵后怕 那黑色气流 到底是什么力量 感觉是和神力截然相反的一种力量 就好像水和火 光明和黑暗 截然相反 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力量 刚才那种无力感 让罗峰后怕 任凭实力强 根本无法抵挡 乃至连断东和一脉传承 都未曾有记载 或者被原始宇宙意志掩盖 或许 这就是原始宇宙 要杀他们三个的原因 若这种黑色气流力量 每个宇宙最强者都有 那么就不该是秘密 自己就应该知晓 也不至于连断东和一脉传承 都没有记载 显然这黑色气流 并非一般力量 那浩雷星主一开始 宁可逃都没有施展 最后被逼迫到死地 这才疯狂施展出来 奇物禁止进入原始宇宙 拥有奇物的横傲之主 也被杀了 最终奇物依旧被驱逐 黑色气流 这种神秘力量的拥有者 浩雷星主 也同样令原始宇宙 一直遇要杀之 还有 他们三个为何要拒服死 罗锋瞬间脑海掠过诸多念头 他隐隐感觉 这宇宙海并没有表面上 这么简单 浩雷星主 镇家王 球岩祖神 他们三个一定有大秘密 罗锋脑海念头何等迅速 他同时依旧盯着外面 同时神力操控着星辰塔 依旧镇压着浩雷星主 不管是本尊还是分身 操控至宝都是一样的 超高速飞行的木陵之舟 直接撞击在浩雷星主身上 百亿公里长的木陵之舟何等大 一旦被撞击 想要飞行躲开撞击面 以浩雷星主现在可悲的速度 就是飞上一天都飞不出撞击方 可怕撞击下 浩雷星主顿时陷入崩溃境地 本以为杀了罗锋 那么罗锋操控的质宝宝物 没了操控自然不再有威胁 他虽然损失大 可得到诸多宝物也算弥补了 即使罗锋有分身 可分身若是在原始宇宙 距离遥远也根本无济于事 可事实是 罗锋的另一个分身 金角巨兽就在木陵之舟内 他骨子里时刻警惕着危险 不敢太过自大 即使现在很自信 依旧留有一手 比如他两大神体 自然不会在一起 本尊闯荡冒险 金角巨兽分身 便放在木陵之舟内 即便本尊遇险 金角巨兽依旧安然无事 可以挽回局面 这习惯性地留一手 使得罗锋此次躲过一劫 若是一开始 他两大分身杀出来 恐怕结局就是 两大分身都被黑色气流杀死 一切宝物 进阶被浩雷星主弄走了 再自信 也得留一手 我 我 浩雷星主被星辰塔镇压着 被无尽微厄的木陵之舟 撞击着 朝后方的核心漩涡冲去 他根本没法抵抗 木陵之舟的冲击力 只能不断被撞击地往后飞 已然进入了核心漩涡的范围 我平道书记 我潜力 我赌上一切 就是为了超脱轮回呀 我是要死在这 我 我应该的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死在一个宇宙之族手上啊 伴随着不甘的咆哮 浩雷星主被镇压着 被木陵之舟撞击着 进入了核心漩涡中 那玄泽海的核心漩涡 可怕的绞杀撕扯之力 不断作用在全身 只见他那雷电巨人的身体 很快被撕扯得粉碎 即便有至强至宝 神甲保护削弱攻击 可通过神甲的冲击力 依旧令他身体陷入毁灭境地 我不甘心 仅仅片刻 一切恢复寂静 庞大的木陵之舟的底部直接打开 出现了无比巨大的入口 即便在这核心漩涡中 木陵之舟依旧无比稳健 直接将陨落的浩雷星主的大量宝物 迅速席卷进来 连星辰塔也整个弄了进来 随即关上底部巨大舱门 木陵之舟又稳健地飞出 在海水中漂浮的血影刀 银色四翼 风魔灭神甲等一切宝物 立刻朝木陵之舟飞来 沿着侧面舱门直接飞了进来 木陵之舟内底部主舱 一头金角巨兽正行走在廊道上 行走过程中 忽然他身上的神力开始不断朝外溢散 凝聚在一旁汇聚成人性 很快凝聚成了地球人本尊 地球人本尊此刻有百分之九十的神体 金角巨兽分身反而只有接近百分之十 不管怎样都留意分身在木陵之舟内 至少关键时刻也能将至宝带回 经此一劫罗锋更得警惕 他和金角巨兽都走到了栏杆前 看向下方巨大到几乎无边的底舱中的大量物品 那有星辰塔等宝物 也有浩雷星竹陨落后留下的战利品 同时还有浩雷星竹死后的部分尸体碎片 罗锋笑看向下方那些尸体碎片 宇宙最强者往下和宇宙最强者是截然不同的生命形态 不同生命形态决定了实力天差地别 因为规则压制才令他们发挥到宇宙之主万倍基因神力层次 若是没压制 即便借助环境 借助木陵之舟 借助断灭 自己也不可能杀了这么一名宇宙最强者 看看有哪些宝物 罗锋开始悠闲地检查战利 而此刻在宇宙海三大绝地不同区域正发生着一些诡异的事情 前方危险 我们一起 清风界内域深处 六名宇宙之主正小心警惕观察着前方 其中一名宇宙之主还说着 可突然他们中的雷暴星一族强者却是直接无声无息倒下 神体丝毫无损 可生命气息已经消散 这令其他五名宇宙之主顿时瞠目接舍 陨落了 怎么 怎么就悄无声息突然陨落了 也没谁攻击啊 难道 是他生活的小型宇宙崩溃 小型宇宙崩溃 寄负于这小型宇宙的所有生命间接陨落 难道 浩雷星主陨落了 听说浩雷星主和银河领主罗锋一战 难道 在同一瞬间 在宇宙海各地 单单被各大势力发现的便足足有雷暴星一族六名宇宙之主直接陨落 没有任何生命气息 这使得各方势力立刻联系此刻在玄泽海礁石区域观战的那十五位宇宙之主 玄泽海 没看到啊 你说雷暴星一族数位宇宙之主没有遭到攻击 就直接陨落 对 刚才罗锋和浩雷星主正在海里厮杀 肯定的 浩雷星主肯定死了 否则无法解释 祖祖 赶紧前往浩雷星主的小型宇宙 他一死 小型宇宙崩解 肯定有好些宇宙之主 大批宇宙尊者都在里面 突然陨落 宝物可都藏了无主的了 还有雷暴星一族的族群库存 肯定也藏在小型宇宙内 快 人类还在原始宇宙呢 就算要赶到那儿 也要好久 我们族群宇宙 离雷暴星一族那边较近 很快便能赶到 快 就在此时 无比巨大的古老舰船 从远处的玄泽海核心漩涡 直接破水而出 遮天蔽地 浩浩荡荡朝远处飞去 绝对的自信嚣张 原本正在跟朋友族群传讯的 那十五名宇宙之主 顿时目瞪口呆 紧跟着 联盟开始通知 十足 我看到了 是牧林之舟 是牧林之舟啊 牧林之舟 刚刚从玄泽海中飞出 没看到后雷星主 肯定 肯定是后雷星主死了 这太 太不可思议了 宇宙最强者 竟然陨落了一位 这罗锋到底怎么做到的 是牧林之舟 没看到后雷星主啊 没看到啊 整个宇宙海不少 势力都第一时间知晓 甚至有不少势力 立刻猜测到 浩雷星主的 小型宇宙崩解 那可是大量宝物都无主 顿时不少宇宙之主 乃至宇宙最强者 都迅速朝那赶去 他们都认为 即便是罗锋 恐怕也想不到自己会赢 所以人类族群 恐怕没有安排谁 在浩雷星主的 小型宇宙外嘛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52集 无尽的混沌气流弥漫 黑色金字塔悬浮着 在黑色金字塔内 黑暗之主正一直盯着 外界遥远处 那巨大的小型宇宙 忽然 一则邮件通过 虚拟宇宙 直接发送给他 邮件内容 仅仅七个字 浩雷已死 扫荡吧 竟真的弄死了 一名宇宙最强者 哈哈哈哈 我这失职 真是厉害 缝结的小型宇宙 我来了 乘坐着黑玉塔 黑暗之主 立刻朝小型宇宙飞去 当一靠近 他已然看到 小型宇宙表面 开始一层层脱离军裂 开始衰败崩解的 小型宇宙内 漂浮得大陆军裂 空间出现裂痕 一片末日场景 其实 这仅仅是坍塌最初期 只是整个小型宇宙内 原本所有的生灵 已进阶 悄无声息陨落 只见一尊尊 神体漂浮着 我人类的 是我人类的 来吧 都来吧 只见黑色金字塔高速飞行着 底座深渊黑洞开启 肆意吞吸 将一些宝物直接吞吸进来 甚至直接将一些宇宙之主 乃至宇宙尊者的神体 也吞吸进来 因为那些神体上 或许就有神甲等之类的宝物 收划 大肆收划 啊 雷宝星一族 仅仅就一名宇宙最强者 那库存宝物财富的 也就和我人类相当 如果什么时候灭了神眼族 这种超级势力 那财富 才叫惊人呢 人类的确很穷 在罗锋没有得到祭遇前 也就巨府创始者 才只有一件至强至宝 雷宝星一族 同样有一件至强至宝 且生存时间漫长 巅峰至宝之类的 反而比人类更多 黑色金字塔时而高速前进 时而瞬移 终于将整个小行雨 进阶搜刮一通 随即黑暗之主 无比畅快地离去 只留下一干二净的 溃败中的小行宇宙 过了没多久 一道金色流光便一闪 冲进了这一溃败的小行宇宙 没有 没有 全都没了 到底是谁 来得竟然比我还快 整个小行宇宙 全部被搜刮干净 一个不留啊 我已经是最快赶来了 单单搜刮 也要些时间的 难道说 霍雷那老家伙一死 他的小行宇宙 就被搜刮了 看来很可能是人类干的了 横行魔神 竟然被你领先了 横行魔神 整个雷暴星一族的库存宝物 你可不能一个人独占 我也刚到不久 小行宇宙内的雷暴星一族的库存宝物 早就被弄走了 我是一点都没弄到 横行魔神 一个独行者 就必要独占了 对啊 横行 别撒谎 这浩雷星主才允了多久啊 收刮整个小行宇宙 也是要好一点时间的 你说你一点没劳手 谁信啊 你们两个蠢货 我说没有得到就没有得到 难不成 我还要撒谎吗 没时间和你们啰嗦了 走了 横行魔神脾气怪异 因为天生喜欢吞噬岩石金属 所以他的外壳凝聚太多岩石金属精华 呈现金色 而他又有至强至宝铠甲血海魔铠 血海魔铠本应是无尽血光 可横行魔神却是令血海魔铠颜色变成金色 一般所过之处 那都是金光一片 耀眼无比 横行那个野蛮家伙 还不至于撒谎 难道 真不是他所得 哼 或许是那人类 那罗锋和浩雷星主一战 或许就是提前布了一个局 这个局 最后还成功了 所以浩雷星主陨落 人类族群 肯定是提前准备好 将他小行宇宙收怪同 这收获 可真不小啊 在接下来的时间 接连树谷势力都有强者抵达 可是留给他们的只是无比荒凉的小型宇宙 虚拟宇宙 雷霆岛之巅 人类族群的一群宇宙之主 正聚集在一起 而罗锋之前集中精力厮杀 未曾分心进入虚拟宇宙 也不知罗锋能不能成功 杀宇宙最强者 本就需要些运气 没谁敢说一定成功 好雷星主 已死 太疯狂了 简直不可思议 黑暗之主 正在好雷星主的小型宇宙中 收些无主之物 我族正欠缺心 这下好了 好雷星主的死 影响极大 一名宇宙最强者就这么死了 要知道 整个宇宙海三大轮回时代两大圣地 很少有宇宙最强者陨落的 即便陨落 一般也是在三大绝地核心区域 因为环境陨落 被其他强者给杀死的 屈指可数 弄清楚好雷的死因 必须弄清楚 若是不弄清 或许下一个 便会是我们 一时间 各大势力 乃至一些独行最强者们 都按捺不住 都一一前往玄泽海 进行调查 在罗锋和浩雷星主 一战之后的七天内 便接连有了两位宇宙最强者 来到这里 进行仔细探查 在之后的半年内 更是足足22位宇宙最强者 来过这里 根据一些战斗痕迹 来找出罗锋 为何不躲开呢 这才是重点 只能说 罗锋布了一个局 定好雷星主 没能躲开核心漩涡 银河领主 罗锋 定有隐秘绝招 银河领主 应擅长一招 有束缚 有束缚 限制的类似威能 而这一威能 最大的可能 就是断东河一脉 传承留下的宝物中 令他得到了一件 束缚类的奇特宝物 这概率最大 时间流逝 一名宇宙最强者的死 令各大势力 进阶关注警惕 他们都猜测 罗锋有限制类的手段 若无限制类手段 以宇宙最强者 想走就走 想战就战的能耐 岂会陨落 只是 罗锋这限制类手段 到底是什么 却没有谁知晓 即便如此 各方也愈加警惕罗锋了 能杀死一名宇宙最强者 不管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的存在 必须得警惕 紫月圣地 这下麻烦了 紫月圣地和人类斗 更是利用原始宇宙 其他势力 压制人类发展 更曾对人类本族 发出格杀令 现在罗锋 仅仅一名宇宙之主 便利用些隐秘特殊手段 另一名宇宙最强者身死 若是当罗锋 尝了宇宙最强者 恐怕会比原祖更可怕 真的这么下去 紫月圣地 看来真会吃亏 紫月圣地作为永恒存在的 何必去压制人类 这下惹了大敌了 你们也太看得起人类了 大敌 紫月圣地毕竟是圣地宇宙 即便暂时处于下风 可永恒存在的他们 过上数个轮回时代 照样无比强大 人类族群 能否活过三个轮回时代 还难说呢 昊雷星主的陨落 风波犹在 受到整个宇宙海 各大势力关注的罗锋 却突然消失了 整整三百多年 没有任何强者 发现罗锋的踪迹 完全销声匿迹 即使如此 罗锋依旧被定为最可怕存在之一 将会被整个宇宙海各大势力强者 永远记住 宇宙之主 能逃则逃 能躲就躲 若是躲不掉 就立刻低头乖乖地 别想反抗 宇宙最强者 也得警惕点 最好选择离一些 危险环境远点的地方 别大意吃亏 成为昊雷星主第二 星辰塔内 一滴血液在其中的空间内 被悬空递着 炮雷星主随身带着的一些宝物 一些珍贵材料还真不少 最顶级的材料 几乎都消耗光了 还吞噬了两件巅峰之宝 这事无羽翼 总算又逼出了一地神圈 罗锋转头看向身侧 旁边的金角巨兽背上的羽翼 此刻刻下了一道伤痕 也只有一滴血迹 罗锋转头 透过星辰塔隐约看向外界 茫茫宇宙海 已然隐约看到那 无比巨大的原始宇宙 原始宇宙 我来了 这三百多年 他改变星辰塔外形 悄悄返回 直至出了宇宙周 在这漫长的时间内 他把时间都花费在了修炼上 全身心投入研究神力基因 使而便通过在原始宇宙的 无尽幽海的天赋秘法创造 进行些实验 三百多年 实际上研究三百多纪元 单单实验便做了八万次 虽有收获 可却也让罗锋 感到这条路的艰难 先回去 补充一下神体 再向老师送上鹤礼 罗锋眼中有着一丝期待 老师混沌城主 带他有大恩 这浩雷星主的 至强至宝铠甲 也是他强大后 能给予老师的谢礼 毕竟连黑暗之主 彭公之主 他都送了一件至强至宝 人类族群的核心权力 原始秘境所在的时空都已改变 在新晋真神混沌城主的操控下 连法则都改变 至少敌方阵营不可能通过神国传送顺仪等方法 直接在极短时间杀到腹地了 之前巨斧陨落 人类在一方时空的控制上弱了很多 才使得联军阵营有可能在极短时间杀到老巢 无尽的幽海横在虚空中 掀起一阵阵浪涛 一道身影突兀出现在了浪涛上 回来了 罗锋脚踏浪涛 神力则是迅速补充自身 大量神力也是钻进木陵之洲补充金角巨兽 一瞬间 两大神体进阶恢复完好 对整个无尽幽海而言 这点神力完全不值一提 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编将工作室制作 神力路线的确玄妙尖身 罗锋一挥手 一枚世界戒指直接抛飞而出 而旁边的无尽浪涛立刻浪涛掀起 而后一下子将那世界戒指吞没 那枚世界戒指藏着这近八百年 在宇宙周中收获的大量奇特物质 单单岩石类物质便有九万两千零八十三种 还有火焰 气体液体金属 除了这些没生命的外 像陨落的雷缩之主 像号雷星主的尸体碎片 这世界戒指中同样放了 从神力出发 有多种方式 而无尽幽海有天赋创造 可解析生命基因创造生命 自然解析剖析生命基因这一路线 最是事半功倍 其实在上次离开巨宇宙海之前 罗锋就已经将原始宇宙大量的物品 送进无尽幽海 以给无尽幽海剖析 罗锋的方式很简单 无尽幽海剖析 然后神力化身 则在修炼空间万倍加速下研究思索 一旦研究有所得 再利用无尽幽海进行试验一次 可惜我上次准备了一些生物 很多都腐烂了 罗锋暗自摇头 一些生物寿命或许仅仅千年 在研究过程中都老死了 老师 在罗锋眼前 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混沌城主 此时的混沌城主 穿着金袍 双眸中更是隐隐有着宇宙的诞生破灭 他身上所自然携带的无尽沉稳的气息 也让罗锋为之惊叹 老师和巨斧是截然不同的气息 巨斧更为张扬四翼 更喜冒险 混沌则沉稳如山 不喜冒险 恭喜老师 和你比可还差点 我这当老师的刚成为了最强者 你都已经杀了一个最强者了 方言整个宇宙海 都没有几个有杀宇宙最强者的战绩在手 运气 战前都敢说是三成宝货 还说是运气 罗锋不再辩解 当即一挥手 只见旁边立刻悬浮起了一座星辰塔 星辰塔的底座侧门 直接飞出了一件奇异的泛着丝丝清光的铠甲 古老蛮横的气息从这铠甲上散发出来 令混沌城主惊讶到 浩雷战甲 嗯 老师成为宇宙最强者 弟子又恰巧走运杀了那浩雷星主 刚好拿着浩雷战甲当鹤礼 以鹤老师之突破 你自己都没有制强之宝铠甲在身 这浩雷战甲对你也有很大的用处 这宝物也自己留着吧 老师 弟子有制强之宝 不差这一件 弟子专程回来 老师还是收了吧 哎呀别争了 你知我性格 若这是件宫积类的 我这宫殿制强之宝 我都会直接收下 不会和你客气 可是 这制强制宝铠甲 你自身都没有 你现在又在宇宙海中闯荡 老师现在 反而是坐镇原始宇宙 短时间内都不出去 根本无需耗雷战甲 他对你的用途更大 可 可连黑暗之主 鹏宫之主 都得到了一件制强制宝 老师 你 罗峰的确是一片感恩之心 他也有数件宝物在身 即使少一件制强制宝也没问题 论宝命 整个宇宙海也没几个能奈何了他 这耗雷战甲 罗峰早就计划给老师了 黑暗和彭宫不一样 当时 族群面临命运之战 且攻击类 宫殿类的制强制宝 你都有 所以我没阻拦 而耗雷战甲 我不需要 这事 无需再谈 罗峰愣了一下 只能服从 他顿时也明白 老师在漫长岁月中 主持人类大局 向来很是公正 这种性格的强者 岂会轻易受别人好处 即使是弟子 若是弟子不紧要的宝物就罢了 对弟子也极为重要的制强制宝铠甲 他岂能收下 我在宇宙海闯荡 不断冒险 待得下次 我再得到一件铠甲 到时候 老师便无借口拒绝了吧 想虽这么想 可罗峰也明白 想再得到一件制强制宝铠甲 何等艰难 老师 这是浩雷星主 陨落后遗留的一套制宝 环玉锥 罗峰指向星辰塔 只见星辰塔底座侧门 又飞出了一连串宝物 而后悬停在浪涛上方 正是奇异的三十六件三角尖锥 环玉锥 这是一威能极强的套装制宝 仅次于制强制宝 这宝物老师收了 就当作是贺礼了 混沌城主也明白弟子一片热忱之心 之前的拒绝已经让弟子心底难受 这环玉锥直接拿走也能稍微让罗峰好受一点 老师 我有一件事情请老师帮忙 说 我这无尽幽海 有创造天赋 我需要原始宇宙内亿万生物 亿万物质 不管是活的生灵 还是死的物质 接近需要 上次我自己虽然准备了一些 可原始宇宙何等大 只有发动鸿蒙之力 才可以搜集足够多 足够齐全 此事牵扯到你突破最强者 这事你尽管放心 整个鸿蒙安排下去 即使穷尽整个原始宇宙 所有物质 宝物 生灵 也一一准备好 老师 怎么给你 放进无尽幽海即可 还有 特别是活的生灵 宇宙中亿万族群 特别是一些弱小族群 寿命短暂 我以后漫长的修炼生涯 或许是千万年 乃至更久 即使准备些生灵 都有可能陨落死去 所以我思考着 要多掳获一些 能够让他们不断地繁衍下去 这样 我就有不断研究的素材了 行 这点简单 准备些世界戒指 让他们生活在一方世界内即可 你对生灵实力 要求如何 先从戒主级开始吧 越是强大的生命 好袭越是艰难 单单到戒主级 都可能需要很久 好 我会立即安排 即使抓捕 也无需多 每个族群 稍微抓少许 能让他们繁衍即可 我研究 也不会伤他们性命 我需要的种类多 但是每个种类 只需要数个单位即可 罗锋担心 因为他导致一些族群覆灭 毕竟混沌吩咐下去 整个鸿蒙麾下 不知道多少宇宙尊者 真的行动起来 或许就会令一些小族群覆灭 所以罗锋提前告知 抓捕少些即可 老师 我便要继续去宇宙海 此次我回来 老师切不可泄露我的行踪 你的意思是 让他们以为 你还在宇宙中 对 若是弟子回原室宇宙消息传出 让各大势力知道 我离开了宇宙周 那么我担心 佩行之主会逃掉 虽然说 他逃掉的概率不大 但是我不敢赌 毕竟一旦他进了紫月圣地宇宙 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嗯 混沌城主点头 他也明白 为何罗锋是在无尽幽海这里见他了 无尽幽海乃是罗锋的地盘 在这罗锋现身 根本没有谁知晓 他的本尊已经回过原始宇宙一趟 在这段时间内 这环玉锥我也不会拿出 直至你对付了那佩行之主 看运气 也不知佩行之主的云意 是否就是我要的 老师 我走了 告别后 罗锋很快便离开了人类疆域 再度进入宇宙海 朝清风界进发 在清风界前进 依旧需要极长时间 而这时 在茫茫宇宙海的极遥远处 要知道 整个宇宙海至今 没有任何一个强者发现边界 甚至如果朝宇宙海 深处飞得太远 都有迷失之祸 在宇宙海基遥远处 三大轮回时代两大圣地的强者 从未到过的区域 无尽混沌气流中 庞然大物化作耀眼的光芒 超高速前进 它的速度远远超过百万倍光速 千万倍光速 所谓的速度限制根本无用 单单论体积便比一颗小型宇宙 还要庞大些许 若是仔细看 这笔小型宇宙海大的庞然大物 竟隐隐约约好似一个躺着的 类似人类形态的身体 它正以稳定的速度 不断飞行着 沿着直线飞行 此刻 它朝着原始宇宙方向飞去 极遥远处的这庞然大物飞来 却是谁也不知 清风界内域 一艘洁白玉色的小船正高速飞行 罗锋则是在船内 这艘洁白的小船 乃是木陵之舟颜色变换 形态略做改变之后的模样 木陵之舟作为机械流宝物 自有些变换之能 只是不管怎样 也得保证是船型 大的形态无法改变 好 知道 放心 罗锋的意识在虚拟宇宙中答应道 因为目标是佩形之主 所以必须得确定佩形之主的位置 那佩形之主 总不可能一直待在某处不动 十一年前 佩形之主踪迹被发现过 是在清风界的冰花岩世界 我估摸着 还要八十年才可以到呢 这佩形之主还真能处 我都进清风界足足两百年了 还没有追到它 一个新进宇宙之主也这么疯狂 罗锋却是无法想象 一个被压抑了足足十八个轮回时代 终于有机会进入宇宙海的宇宙之主的渴望 和夜心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希望别让我失望 我可是宁可返程 不去取杰贩子遗留的宝藏来找你的 罗锋暗暗道 随即哑然失笑 自己为了杰贩子遗留的青色信物空间密室中的宝藏 已经跑了好几次了 第一次 朝宇宙周内深入 和五魂之主等厮杀 更曾陷入地九深渊 而后更因为 断东和一脉传承的事 暂时将那杰贩子宝藏 抛到一边 第二次 罗锋先是取了白色羽翼 取了白色羽翼后 当时他两大分身 已经兵分两路 可巨府突然陨落 令罗锋立刻将金角巨兽分身召回 第三次 便是此次 已经进入宇宙周 飞了约四百年 突然知晓 配形之主的事 我地球家乡有句话 叫好事多么 一次次没成 难道杰贩子遗留的青色信物空间密室 能有什么让我意外地收获 罗锋嘀咕 其实内心深处 并没有将那放在眼里 在心中 事无语义的其他语义 重要性显然远超 结贩子宝藏 所以知道配形之主讯息 就立刻调转 难说 或许就意外了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随即闭上眼睛 又潜心修炼了 清风界内雨 冰花岩世界 洁白玉色小船 正飞行在高空中 罗锋在船内电厅中 身上正有着银色四溢 没有 当初我发现白色羽翼时 那时候可是隔着数十光年 就遥遥感应到了 但是现在却丝毫感应都没有 只能说明 它的羽翼不是我想要 或者是 它根本就不在冰花岩世界 看着外界 只见无尽冰冷的冰花岩世界 正有着一朵朵巨大的花朵 看似美丽的花朵 实则暗藏杀机 整个一片空间都是 无尽的花朵组成 怎么办 朝也找不到 在三大决地 要找一位强者踪迹很难 毕竟一旦在某个地方 静后宝物出世 或许一等就是数个纪元 乃至更久 若是没有其他强者发现 便谁也不知 即便鸿蒙情报网厉害 现在也未曾得到 配行之主更新的踪迹 好 或许可以这样 我当初在原始宇宙找天阳尊者 那时 我仅仅只有一对羽翼 那时感应距离非常小 只有离天阳尊者很近时 才能彼此感应到 而等我有了两对羽翼 待我在清风界时 距离怕是足足数十光年 便能隔着水域 隔着羽翼空间 感觉到那白色羽翼了 显然 羽翼越是完整越是多 那召唤就会越加强烈 感应也越加强烈 我只要三对羽翼 组合成一起 那感应距离得多远 仅仅一对时 感应距离怕都不足一百亿公里 两对时 感应距离却有数十光年 那三对呢 数百光年 数千光年 不管怎样 清风界内域无比危险 在九十年前 配行之主就在冰花岩世界 九十年时间 一名宇宙之主 应该前进不了太远 或许就能感应到 白色羽翼 罗锋心中一动 在金角巨兽后背的一对白色羽翼 迅速融入到地球人本尊背上 刚一融合 银色四翼和白色羽翼 就迅速开始契合起来 宛如齿轮彼此卡住似的 接连契合形成完美的六 罗锋身后颜色六翼忽然微微一震 他眼中顿时迸发出可怕的光芒 露出狂喜致 召唤感 那个方向 真有事无语义的其他语义 还真的有 过去 其实罗锋很清楚 在他感应到对方时 对方也会感应到他 若是对方胆怯直接逃跑 会很麻烦 不过 一来 对方并不知晓 召唤感源自谁 作为一名能深入三大绝地的强者 遇到这事只会觉得是机遇 怎会轻易逃 二来 罗锋的位置离出去更近 而对方更加深入 即使要逃 罗锋也能拦住 加上那颗迫不及待的心 所以罗锋就直接杀了过去 巨大的惊涛骇浪 一次次汹涌地扫荡一片虚空 每次席卷虚空都会令虚空湮灭 一座奇异的三层尖塔 正在惊涛骇浪的上方 那个方向 我的羽翼 召唤 那里有什么在召唤我 难道我真的运强 在圣地宇宙压抑了足足十八级元 刚一进入宇宙海 我的级元就来了 在圣地宇宙中 佩行之主他们听到最多的 就是三大绝地中的危险和机遇 早就令他无比期待渴望了 特别听说一个 修炼不足二十级元的小家伙 竟然都能得到 令圣地十足都渴望的 段东河一脉传承 佩行之主就更加极度渴望了 佩行之主很自信 他也战过不少场 五阶顶尖的宇宙之主 都奈何不了他 我的势力 只要不遇到宇宙最强者 都没问题 那处明显是内域范围 宇宙最强者 还不至于在那儿吗 即使是最强者 也得给我紫月圣地宇宙的面子 佩行之主心中痒痒的 迫不及待 当即驾驭着宫殿至宝朝那儿飞去 哈哈哈哈 召唤我的宝卧 也在朝我这个方向飞翔 应该那宝卧 也被某个宇宙之主得到的 那宇宙之主 也应该感到召唤了 看他移动的速度 显然对方也是一名宇宙之主 而非最强者 一确认不是最强者 佩行之主越加期待 二者都能感应到彼此 都在竭力朝彼此前进 以最快的速度前进 二者相约 强者胜 宝部 强者得志 我佩行之主 刚出圣地宇宙 主定将明镇宇宙海 作为有着永恒生命的存在 圣地宇宙的宇宙之主 想法会不一 有的喜欢冒险 有的喜欢杀戮 向佩行之主 则渴望明镇宇宙海 他这种想法 算是圣地宇宙的宇宙之主中 很普通 很正常的想法了 来得挺快 似乎在全速朝我这边前进 很好 他节约了我更多的时间 我会让你死得非常利索 饶命 罗锋没想过 紫月圣地既然下了格杀令 那自己对紫月圣地的又何必留守 时间流逝 转眼便过去了二十多年 二者距离越加紧 那种强烈召唤感 让双方都陷入极度激动中 佩行之主感到背后的肆意仿佛要挣脱飞走似的 在疯狂震颤 这种超强的召唤感 令佩行之主激动的神体发颤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到底是什么层次的宝 才能产生这么强的召唤感 难道说 我的羽翼 是至强之宝的佩剑 那人类罗锋都能得到断东河一脉传承 我为何不能得到至强之宝 对方得到的也仅仅是步剑 估计也没意识到珍贵吧 佩行之主心都在发颤 二者距离在不断缩紧 连绵起伏的山脉上空 两道流光 一道从左边来 一道从右边来 来了 暂且不要从宫殿之宝中出去 我刚进宇宙海 这宫殿之宝 我也很少拿出显现 知道这吉少 说是这般直接杀出去 他一看失误 知道我擅长束缚 被我缠住就逃不掉 很可能会立即逃掉 还是暂且不现身 否则一看我是罗锋 可能吓得就跑掉了 虽说凭借金色国度 雪沙海能困住的 可以会浪费不少时间 还是节约一点时间好 这么配合的对手 让他痛快点死去 就是对他最好的感谢 罗锋也在洁白玉色小船内没出来 二者迅速逼近 当两座宫殿 至宝距离只剩下百万公里左右时 四面十六臂的高大神灵 佩行之主 以神黑色战开 背后黑色四翼展开 无比张扬地出现在虚空中 他显然觉得如此近的距离足够了 你逃不掉了 佩行之主看着远处洁白的玉色小船 充满无尽战意 他背后的黑色四翼 瞬间便迸发出五条光芒 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 五种法则微能的五条光带 瞬间冲天而起 宛如彩虹 直接朝远处的洁白玉色小船 笼罩过去 在佩行之主看来 即便对方躲在宫殿质宝内部出来 他也能通过束缚秘法困着对方 然后将对方弄到清风界内域的一些 极危险环境 通过危险环境杀死对方 之后那无主的宝物 单单彼此的召唤吸引 恐怕就会主动飞到他这儿来 宝贝 佩行之主 佩行之主一正 忽然感觉不妙 只见远处洁白玉色小船也停下 从中走出了一名 有着银色六翼的男子 佩行之主看到银色六翼时还一喜 因为他的羽翼本是银色 可当看到那男子时 他脸色变了 人类 黑发银翼 顿时一个名字浮现在脑海 罗锋 他最是极度的对象 他怎能不知 美宫殿泪至强之宝在手的宇宙之主 遇到罗锋 根本是毫无圣迹 不 不 佩行之主转头就朝身后的三层尖塔中飞去 明知跑不掉 可是他不甘心 他在圣地宇宙足足十八轮回时代 多么久远 总算来到宇宙海 他觉得他名震宇宙海的路才刚刚开始 他不甘心死 知道跑不掉 他也要跑 竭尽全力 欲抓住 一丝生计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55集 好什么桃 聊聊天多好 星辰塔直接飞出 迅速变大 底座更是出现了一个深渊黑洞 遥遥对阵的佩形之主 一股无比强大的吞袭力量 直接作用在佩形之主身上 令原本飞向旁边三层尖塔的佩形之主 瞬间痛苦丝毫一声 只见佩形之主毫无反抗之力 朝星辰塔飞去 为什么 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佩形之主连挣扎的动力都没了 他之前还奢望着罗锋不会动用杀招 那么只要给点时间 或许能够逃掉 对宇宙之主而言 星辰塔吞袭那就是噩梦 没想到罗锋一来就如此杀招 你很佩服 如果你不是紫月圣帝的 我或许会饶你 可惜你是紫月圣帝的 让你干干脆脆地死去吧 罗锋摇头 原本正在吞袭的星辰塔 瞬间被罗锋驱动第四重秘文 施展出杂志一招 甚至为了干脆利落 罗锋还在一瞬间施展了段物 星辰塔带着无尽微能 闪电般直接轰击在了佩形之主 那有着四大面孔的头颅上 佩形之主原本十六条手臂同时阻拦 可手臂直接被砸得粉碎 而后砸在其头颅上 紧跟着 整个完全湮灭 八阶顶尖威能 杀一个刚出圣地宇宙 连巅峰至宝铠甲都没有 神体防御勉强媲美四阶顶尖的佩形之主 太弱了 佩形之主唯一的优点就是束缚 至于战斗力防御力等等都是四阶水准 仅束缚和逃命厉害才能定为五阶 甚至都算不上五阶顶尖 八阶顶尖杀四阶顶尖 足足差了四个层次 就好比五阶顶尖去杀一阶顶尖 自然也是一招就秒杀 毕竟是和浩雷星主最强威能相当的攻击 杀一个防御四阶顶尖水准的 自然轻而易举 星辰塔一砸 瞬间湮灭 只留下些铠甲羽翼三层尖塔等诸多质宝 漂浮在周围 其中那两队已经变回银色的羽翼 瞬间化作荧光 直接朝罗锋飞来 收 罗锋一挥手 将那佩形之主的其他质宝进阶收起 他暂时也懒得查看佩形之主能有什么宝物 毕竟在罗锋心中 一个刚出圣地宇宙的家伙又能有多少好宝位 能有两对羽翼算是不错了 羽翼 他一把抓住那两对飞来的银色羽翼 随即咧嘴一笑 直接飞进了洁白玉色小船内 事无羽翼毕竟乃是绝对的超强宝物 羽翼融合的气息威压也强得很 还是在木陵之洲内试验比较好 紫月圣地宇宙 不 罗锋 随着凄厉的一声怒吼 佩形之主的神力化身直接消散 原本站在宫殿外的护卫们个个都愣住了 伟大的宇宙之主怎么了 神力化身消散了 陨落了 嗯 在紫月圣地宇宙的核心 宇宙本源之处 一道紫色身影转头摇摇看去 他的目光穿过时空阻碍 直接看到了那一宫殿 毕竟这是他的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中发生的一切 只要他刻意了解 即便逆转时空都能查探过去发生过什么 他很重视罗锋 而且他挥下的一名宇宙之主陨落 陨落前又喊出了罗锋的名字 自然让他格外关注 佩形 陨落了 罗锋 绝化 师座 佩形之主已陨落 应该是罗锋击杀 传令下去 让佩形之主所在区域周围的我方宇宙之主 进阶小心 绝化真神震惊无比 佩形之主不是在清风界吗 罗锋应该在宇宙周啊 是的 罗锋销声匿迹这么久 以宇宙之主最快速度也差不多能到佩形之主所在区域了 当即连声应道 是 师座 我这就传令 墨黑色小船正在破空前行 显然罗锋又改变了木陵之洲的颜色 佩形之死会引起紫月圣帝什么反应 罗锋是不在乎的 他现在完全在盯着自己的事无欲意 木陵之洲内 传承空间中 罗锋抬头看向高空 只见高空中巨大的五对羽翼正在尽情地展开 同时五对羽翼彼此还在疯狂地契合连接 散发着一阵阵微压 微压越来越强 乃至比罗锋见过的黑玉塔 阎君棍 号雷战甲 这些至强至宝 还要强 仅仅五对羽翼 微压就强得这么离谱 好宝贝啊 一切也在预料中 毕竟两对羽翼都仅次于至强至宝 三对四对 五对六对呢 按照罗锋推测 即便比正常至强至宝 高出数个层次都是应该的 毕竟两对就仅次于至强至宝 那理论上三对契合的羽翼 就该有至强至宝微能了 半空中 变化依旧在进行 随着五对羽翼的内部不断发生变化 也令许多密文彼此结合 形成更加庞大复杂的密文 终于 一切停歇 是我羽翼 果真有损伤 不比不知道 这和之前经过原内部刀刃能量 吸收修复后的前面两对羽翼一笔 新得到的两对羽翼明显差了一个层次 特别是在神力在其中流转时 微能明显大大减弱 上次就消耗了大量的原内部的刀刃能量 希望这次能省着点 还有预想中的第六对羽翼没有找到呢 原本就被罗锋放在事无羽翼的第一对羽翼内部 此刻随着罗锋操控那新得到的两对羽翼去吸收 顿时储藏在原内部的海量的威能极可怕的刀刃能量迅速涌出 肉眼可以看到一道道刀刃光芒从内部冒出 在事无羽翼表面不断流转 特别是第三对第四对羽翼 仿佛干涸的河床 那些流转的刀刃光芒一碰触到这两对羽翼 就会被吞袭 得慢慢等 罗锋很有经验 因为上次吞噬圆的能量 修复两对羽翼 便耗费了一天半时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约摸过去三十五个小时 上空那时刻一散开的可怕波动终于停歇 要知道 那每一道刀刃光芒都比任何一个宇宙最强者的攻击还可怕 即便是巅峰宫殿至宝在攻击下都会被粉碎 波动何等强烈 是我 消耗了多少元的能量 上次消耗了约两成 这次也消耗了约两成 事无羽翼回应道 罗锋暗松一口气 还好 园内部的刀刃风暴能量还剩下六成 那么最后一对羽翼即使要修复 能量也够了 园中的能量 乃是一位远超宇宙最强者的存在 不知道超一个层次 还是超更多 总之肯定凌驾之上 那样的存在在园中转换储存的能量 绝对是自己手上最大的王牌 最可怕的王牌 无意识四散席卷就可以毁掉巅峰宫殿至宝 若是集中在一起 至强至宝都得完蛋 特别通过刀刃施展 更加可怕 罗锋一直没用 在原始宇宙是舍不得用 在宇宙海是没必要用 原始宇宙有一条铁则 独自一名强者施展的攻击 再强也会被压制到六阶顶尖 而园中的能量 是来自于一名强者 若是爆发出来 被整个原始宇宙的规则 压制到六阶顶尖 那罗锋不得后悔死 虽说他怀疑原始宇宙本源 是否能压制 可他不愿意读 毕竟这园在宇宙海 绝对是横扫一切的 不过在宇宙海得寻找到 合适的机会 毕竟现在罗锋自己的实力 能应付绝大多数危险 过来 罗锋心意一动 高空中的五队羽翼迅速降落 直接融入罗锋背部 只见罗锋背后十翼尽情展开 同时随着神力摧发 事无羽翼竟然延伸出了一套银色台甲 迅速笼罩罗锋全身 战甲 至强至宝层次的战甲 罗锋没想到 他的战甲会以这样一种形式到来 虽说鹏弓之主的阎君棍 巨斧创始者的神斧 都能延伸形成一套铠甲 可是之前罗锋有三对羽翼 羽翼都未曾延伸过形成铠甲 所以罗锋也没有这么想 即使配形之主是黑甲黑翼 罗锋也没想到那黑甲是延伸形成的 而就在刚才 五对羽翼刚一融入背部 罗锋神力一摧发 便可发现令羽翼根部延伸 这一延伸竟能轻易席卷全身 形成一套战甲 主人 这是十五羽翼所形成的附属战甲 威能应该比得上 知强之宝战甲 知强之宝层次的战甲 十五羽翼乃是远超宇宙最强者的存在 所使用的机械楼宝物 完好的它 仅仅两对就仅次于知强之宝 三对就有知强之宝的威能 四对便已超越 现在你得到的这羽翼分别是第一对 第二对 第三对 第四对 和第六对 之前罗锋得到的是第一对 第二对 第六对 看来从配型之主身上得到的 是第三对和第四对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56集 只有相邻的羽翼 才能完美地结合 第六对和其他四对 彼此还有一些秘文不连贯 威能无法形成很好的叠加 可是 前面四对羽翼 已经非常完好了 绝对是超越一般之强之宝的 即使形成的附属战甲 也能媲美正常的 之强之宝战甲 罗锋十分惊喜 当初在羽翼空间 看到那无尽微能 便知道事物羽翼来头大 了不起 现在随着部件的完善 果真越加强大了 怎么之前一开始两对羽翼 无法形成附属战甲呢 主人 十五羽翼 六对羽翼 彼此作用不同 其中最下方的第一对和第二对羽翼 就犹如是根基 好比大树的树根 又好比是栈刀的刀背 主要是扎实根基 随着其他羽翼的契合 才会形成一种种附属威能 按照我的推测 第三对到第五对羽翼 都应该是附属威能 而第六对羽翼 则是进攻 罗锋点头 有道理 第一对羽翼和第二对羽翼 就是最无私 最踏踏实实的 宛如一艘大船的龙骨 宛如高楼的根基 总之 它是一件机械的基土 我说呢 一般攻击至强至宝 都可以延伸形成战甲 机械流宝物 可是出了名的贴心 用途广泛 而且擅长越阶发挥战斗 怎么连最基本的 延伸形成铠甲都没有 现在才知道 不是没有 是我这机械流宝物 还没有完整呢 宿物 我这附属战甲 威力如何 精确些 第一 八阶层次攻击往下 会被神甲轻易挡住 不会伤害到神体 第二 超越八阶的攻击 则会被神甲 削弱到百万分之一 且神甲承受极限值极高 至少宇宙最强者 肯定没有一个 是能够达到极限值的 八阶层次往下攻击 无法伤害 这也就罢了 削弱到百万分之一 也还行 毕竟 风魔灭神甲 都能削弱到十万分之一了 可是 极限值竟然高到宇宙最强者 无法触摸的地步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百万分之一的削弱 可以完全发挥 要知道随着攻击力越强 战甲削弱幅度会越差 明明能削弱十万分之一的 敌方攻击力一强 可能只能削弱千分之一 百分之一 这就会令危险程度暴增 风魔灭神甲在宇宙之主层次 那绝对厉害 可和宇宙最强者交战 次次都超越极限值 令防御效果锐减 百万分之一 且完美发挥 这么说来 拥有至强至宝战甲的宇宙最强者 根本不可能被其他宇宙最强者物质击杀呀 对 似乎这还真是事实 任何一个拥有至强至宝战甲的 靠物质攻击谁都杀不了 只有三大决定的一些险恶环境 能威胁到这一等存在 即使当年强大的元祖 他擅长的是灵魂攻击 十阶顶尖的灵魂攻击 有这附属战甲 那我物质攻击 不是谁也不拒了 只是若是消耗战 我就不行了 攻击和防御不同 攻击是由密法至宝进行加成的 唯能暴涨千倍万倍 防御却没有任何加成 只能靠战甲 若是用兵器抵挡住就罢了 若是抵挡不住 就只能靠战甲削弱 若是实力差 无还手之力 也只能靠战甲削弱 战甲是身体唯一的 抵抗物质攻击的 每次厮杀 即使削弱百万分之一 依旧会对我的神体产生冲击 消耗 其他宇宙最强者 神体大 神力层次高 我神体小 神力层次低 还得时刻维持断命 厮杀 时间一长 那就完了 罗锋明白 他就是得速战速决 总结起来 和真正的宇宙最强者比 他的弱点是经不起长时间消耗 以及飞行速度无法突破 速度限制 当然 他有星辰塔 血影刀 事无羽翼 附属战甲 木灵之舟等 宝物方面 占据极大优势 五对羽翼尽情展开着 悬浮在罗锋前方 罗锋神力灌输进羽翼探查 也仔细研究着这事无羽翼 一研究便发现 这事无羽翼的奇特 像星辰塔 黑玉塔 像其他至强至宝 都分很多宠秘文 可是事无羽翼 这一无比强大的宝物 现在却仅仅四宠秘文 以第一队羽翼为主体的第一宠 第二队的第二宠 第四队的第四宠秘文 仅仅这四宠 第一宠 名为混乱的时空 第二宠 是金色的国度 第三宠还真难呀 比星辰塔第五宠秘文还要难 罗锋在修炼空间中 研究了已经超过一个纪元 事实就是如此 作为机械流宝物 秘文虫数极少 可质量却极高 第一宠 不朽级的罗锋即可悟透 第二宠 在寿神界修炼过一年 秘文图流达到宇宙之主层次的 罗锋才悟透 悟透着金色的国度 第三宠 罗锋现在这一层次都感觉很艰难 跨越太大 罗锋可不轻易放弃 他能阴阴感觉 附属战甲仅仅是附带的一个威能 这第三对羽翼所蕴含的密文才叫一个可怕 所以他轻力研究参悟 时间流逝 木陵之洲在清风界中又踏上返程的道路 耗费了约三百年时间 终于飞出了清风界 外界三百年 修炼空间中可是三百纪元 在这三百纪元中 罗锋大部分精力都在研究神力路线 欲要更进一步 其他小部分精力放在事无语义第三重密文上 两件事搭配起来也能让自己得到放松 也太难了 误不透 还真是误不透 感觉他的玄妙程度 应该和星辰塔六重相当 星辰塔六重 八阶顶尖 像浩雷星主 机械副神等一些较为不错的宇宙最强者 都能误透这一层次 至于巨斧 第一真主等更强大的 则能误透九阶顶尖 元祖能误透十阶顶尖 我仅仅是宇宙之主 创出六阶顶尖刀法后 能参悟七阶顶尖 或者勉强八阶 已经是到顶了 如果要参悟八阶顶级密文 必须要创出更强的刀法才行 在根本上提高 宇宙之主能创出七阶刀法吗 宇宙海各大势力强者们都会认为不行 可是在之前 宇宙海各大势力都认为 宇宙之主连六阶顶尖刀法都创不出 可断东河一脉传承的筛选 基础传承的入门条件 便是要在宇宙之主 创出六阶顶尖刀法 按照传承记载 宇宙之主创造六阶顶尖密法 远古文明中不少天才都可以做到 历代断东河各个都可以做到 宇宙之主创造七阶顶尖密法 远古文明中就很罕见了 历代断东河却有过半可以做到 宇宙之主创造普通八阶密法 历代断东河仅仅两位能做到 其中包括三代祖师 是啊 自从创出涅槃新生后 罗峰就未曾创出更好的密法了 要知道 他得到传承后 修炼条件可比过去好多了 创出七阶顶尖密法都是很有可能的 他必须得以远古文明绝对的天才来要求自己 我要成为宇宙最强者 很难 估计得需要好久 那么在这段岁月 我便尽量提高自身战力 我要让他们明白 我既然继承了断东河一脉传承 那么 即便是宇宙之主 也能压制他们 暂时放弃参悟事物羽翼第三重密闻 转而全身心研究神力路线 以及创造刀法 在茫茫混沌气流中 驾驭着木陵之洲 准备前往宇宙周 去取劫贩子遗留宝藏的罗峰心中移动 我现在完全可以去找最后一对羽翼啊 一对羽翼感应距离极小 两对羽翼可以感应数十光年 三对羽翼 之前我和佩茫之主的距离 两者彼此瞬移 足足消耗了二十光年 估摸着也有数千光年 且此刻召唤感还挺强烈 就说明三对羽翼的召唤距离 很可能超过一万光年 由此推断 似乎每增加一对羽翼 感应距离至少也是千倍层次增长 说是这样 四对羽翼 应该可以感应到数千万光年 五对羽翼 不就可以感应到数十亿 数百亿光年 这样一来 我若是非得靠近那些小型宇宙 若是最后一对羽翼 在某个小型宇宙内 我不就可以感应到了吗 要知道 小型宇宙也就一亿光年直径 三大绝地 各自也就一亿光年左右 位于两大圣地 大一些 可也就数十亿光年 罗锋一想到这儿 顿时心中火热 事无羽翼这强大的机械流宝物 只差最后一对羽翼 走 找到最后一对羽翼的位置 罗锋再也忍不住 当即驾驭着木陵之舟 开始朝最近的一个小型宇宙飞去 至于劫范子遗留的宝藏 还是等找寻到第六对羽翼结束之后再说吧 众多小型宇宙的分布规律是 月年幼的小型宇宙 则离原始宇宙越近 像混沌城主的 元祖的 虫族女皇的 都离原始宇宙很近 而第二轮回时代的众多小型宇宙则远了 第一轮回时代的小型宇宙则更加偏远 而两大圣地宇宙更撑得上遥远 罗锋看着前方无尽微额的小型宇宙 身后银色十亿尽情展开着 却根本感应不到丝毫召唤 这是我调查的第十八颗小型宇宙了 又没有 幸好之前罗锋专门检验了下 将其中一对羽翼暂时分离 并且取消认主 同时由金角巨兽分身带着 未认主的一对羽翼进入原始宇宙 罗锋则是在原始宇宙外 即使隔着原始宇宙 隔着百万光年距离 都能清晰感应 显然 宇宙也无法阻碍这种感应 宇宙都无法阻碍传讯令牌的感应 自然也不会阻碍事无语义的感应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他小型宇宙距离更远 还是回去一趟吧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集 原始宇宙 人类疆域 原始秘境 显得很是平静的无尽幽海 几乎看不到浪涛 然而已无尽幽海之大 即使可以忽略的浪涛 依旧高数十公里百公里 一银驾男子 正漫步行走在浪涛上 面带微笑对着虚空喊道 老师 这么快就回来了 老师 老师曾说 弟子没有志强之宝战甲在身 所以不能收弟子的贺礼 所以 弟子现在又来送贺礼了 你的意思是 弟子有志强之宝战甲了 罗锋露出笑容 而后身上的银色铠甲 随着神力略意催发 一股古老而又强大的气息 弥漫开来 这股古老而强大的气息 甚至比炎军棍黑玉塔 还要略强一些 因为银色铠甲 乃事无语义的一部分 这气息 自然就是新荣和厚的 事无语义气息 罗锋仅仅催发部分气息而已 若是全力催发 那还得可怕惊人 因为这是无尽幽海的地盘 周围气息威压 进阶被限制在一定范围 倒也不会惊动 无尽幽海之外的一些强者 这战甲 这 这哪来的 宇宙海 至强至宝就那么些 个个有主 三大绝地新出世一件 至强至宝 即使出世 也该在核心区域 而罗锋根本就没去核心区域 老师不必多问 弟子有战甲在身 老师没有理由拒绝了吧 好 你这般用心 我也只能收了 不过 现在我人类族群不像之前 地位稳定得多 即使局势紧张 也只是两大阵营的一些摩擦而已 所以 从今往后 你也别将自己努力得到的宝物 直接给别人 毕竟 是你拼命得来的 即便是你有机遇 可一时运气好 总不能永远都运气好 至强至宝 即使有实力也很难弄到手 毕竟已知得渐渐有主 至于杀宇宙最强者夺宝 任何一个宇宙最强者 或许能击败 但要击杀 太难了 这次自己的战甲 也非什么新得到的宝物 而是事无与义延伸出的 附属战甲而已 老师 弟子还有事 就直接走了 去吧 混沌城主看着面前悬浮的 泛着古老气息的浩雷战甲 不由暗自感叹 这个弟子当初在原始宇宙 虽出彩 倒也在正常范围内 只能说是人类族群 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 可是等进了宇宙海 这个弟子就真的绽放惊人的光芒了 特别得到段东河一脉传承后 更是处处展现其耀眼 甚至混沌城主都得承认 现在人类族群最重要的不是他 而是罗锋 感觉就和当初原祖老师率领族群崛起时一样 甚至他的崛起光芒比原祖老师还要耀眼 我人类族群真要出现一个真正的绝世存在了 罗锋刚才是横穿整个原始宇宙 若是在茫茫宇宙海 绕着原始宇宙一圈太漫长 而横穿原始宇宙 在原始宇宙内部通过神国传送 则可迅速赶路 这最后一对羽叶到底在哪呢 难不成在另外两大绝地吗 三大绝地每个也有一亿光年左右 只要靠近任何一个绝地 若是绝地内有最后一对羽叶都感应得到 现在可以确认清风界内没有 罗锋不急着去遥远的另外两大绝地 而是要先查看一遍所有的小型宇宙 时间流逝 一个个小型宇宙的跑 转眼便过去了两年多时间 一道银甲身影出现在混沌气流中 咬牙道 三大轮回时代所有小型宇宙 我全部探查了一个遍 全都没有 现在或者在宇宙周 刘重申 又或者在两大圣地宇宙 我就不信 你能逃得掉 找这么久 罗锋也不爽 毕竟总共才这么多对象 之前的竟然全部失败 下一个离这儿最近的是紫月圣地宇宙 罗锋当即朝紫月圣地宇宙赶去 在宇宙海中耗费了九天时间 紫月圣地 罗锋站在虚空中 周围满是混沌气流 而前方便是无比巨大的庞然大物紫月圣地宇宙了 紫月圣地宇宙比之前查看的小型宇宙都要大得多 三大轮回时代小型宇宙一律都是一亿光年直径 而紫月圣地宇宙却是二十一亿光年直径 探查一番 在紫月圣地宇宙的外面 顺移数次 毕竟如此庞大的小型宇宙 罗锋也不确认五对羽翼的极限感应距离是多少 所以准备多选几个点进行感应 可刚一逼近 离紫月圣地宇宙还有一亿光年左右时 罗锋瞬间定住了 仿佛冻住了一般 然后慢吞吞转头 看向身后 银色的石翼尽情展开着 此刻正在微微震颤着 隐约中 紫月圣地宇宙方向传来一阵阵召唤 召唤 第六对羽翼 就在紫月圣地宇宙 渴望 罗锋甚至想直接杀进去 不过他也不准 他咬牙切齿 想着这已经多久了 已经不知道多少纪元没说过脏话了 可他还是忍不住骂了出来 真是糟糕 怎么就在紫月圣地宇宙了 怎么会这样 整个宇宙海 这么多小型宇宙 其他宇宙最强者的小型宇宙 我都有希望能弄到手 就算是东地圣地 我也有办法 可是紫月圣地 罗锋气啊 紫月圣地和他绝对视同水火 紫月圣地甚至通过原始宇宙 其他势力来压制人类发展 也从未和自己谈过交易 而且他刚刚杀了配型之主 夺了两对羽翼 怪了 配型之主有两对 难道他就没有发现最后一对吗 罗锋皱眉 也对 两对羽翼的召唤感应距离 可远远比不上五对羽翼 才数十光年 而紫月圣地足足二十一亿光年直径 无比庞大 内部有着大量的独立空间未面 看来最后一对羽翼 应该是在某一个空间 而配型之主 从未去过那一空间 不管什么原因 最后一对羽翼在宇宙圣地 已经可以确定了 而且这么漫长的岁月以来 这一对羽翼从未出过圣地宇宙 那么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 被不朽 宇宙尊者 等一些实力弱的 没有资格出圣地宇宙的家伙得到 另一种 则是在某一个强者的藏宝库内 压相抵了 总之 在宇宙海中 并没有疑似最后一对羽翼的质宝显现过 毕竟单单一对 也就普通质宝威能 宇宙之主是不屑用这一层次制宝的 这下麻烦大了 罗凤无奈 便踏上了前往宇宙周的行程 也该去取杰贩子的宝藏了 同时 也通过虚拟宇宙 联系混沌城主 老师 我这羽翼宝物 还欠缺最后一个部件 也就是最后一对羽翼 而且 我已经知晓 最后一对羽翼 就在紫月圣地 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了 看能不能借助我们鸿蒙 将那一对羽翼弄到手 毕竟单单一对羽翼 也就普通质宝层次 紫月圣地内部 应该还不知晓它的珍贵 最后一对羽翼 紫月圣地 是有些麻烦 好 交给我 我鸿蒙强者众多 或许能成功 只是 那一对羽翼 已经从未出来过 把握不大 把握不大 也比没有把握的好 我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老师 我去宇宙周了 这事儿 就让你烦恼了 去吧 劫贩子遗留的宝藏 你都去取了好几次了 混沌城主说道 将这事儿交给了鸿蒙 罗锋是不管了 而一心去宇宙周 深入宇宙周 去取那劫贩子宝藏了 罗锋乘坐牧龄之洲 进入宇宙周内域 闯过一个个可怕的危险区域 虽说不拒 路途中却也一直小心隐匿 就是想让紫月圣地 宇宙一方的强者能大意 一旦发现一个 自然毫不留情 用星辰塔给抓走 既能狠狠地对付紫月圣地 又能弄到些至宝 多好啊 只是 直到自己耗费近九百年 终于抵达青涩密室空间区域时 都未曾发现一名紫月圣地的强者 紫月圣地也太小心警惕了 这么长的路程 我竟然一个都没有发现 看来在宇宙周内的宇宙之主 个个都小心隐匿了嘛 宇宙周毕竟极为广阔 他这般高速前进地查看 对方大摇大摆 他或许能发现 可对方小心谨慎隐匿 根本发现不了 看着前方茫茫空间 前方已是青涩信物 密室空间区域 墨色小船 高速飞行着 能够耗费近九百年 就抵达 木陵之州功不可没 毕竟很多危险之地 都能蛮横地冲过去 即使是至强至宝 能抵抗些危险 可也会被一些可怕的环境 给冲击地乱飞 但木陵之州却很稳 仗着这一招 罗锋一路上 专门寻找一些 有宝物出世之地 竟也得到了一件 普通巅峰至宝 两件顶级至宝 一件高等至宝 混沌城主和罗锋聊天时 就曾说过 木陵之州不可撼动 三大决地 九成的可怕危险 都对他无效 可能也就核心区域 才有令他止步之处 单单靠着木陵之州 去搜罗宝物 怕比任何强者效率都高 成木陵之州 遨游三大决地 搜罗众多质宝 真是美事 待我得了 劫贩子遗留的宝藏 便遨游三大决地吧 遨游三大决地 只需分出一丝意识即可 罗锋主要经历 还是在修炼上 耗费了两天时间 罗锋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 青涩信物 空间密室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吃西红柿远柱 便将工作室制作 就是这一栋 黑色性无密室 青色性无密室 一样没什么美感 墨绿色小船减速 缓缓下降 落在了巨大的叶片上 舱门开启 罗锋从中走出 抬头看向眼前 在叶片上的建筑 罗锋一招手 木铃之舟收起 随即直接漫步 走向眼前的古老建筑 身体一碰触 便宛如碰触在水面上 直接穿透而过 进入了空间密室内部 罗锋出现在半空中 一眼看去 一片虚空中 有着九颗巨大的炽热火球 每一颗火球 都要比正常的恒星 大上千百倍 九颗火球高悬在虚空中 环绕着 在它们环绕的中央 则是一片悬浮的陆地 罗锋站在虚空中 心意一动 背后十意展开 朦胧金光弥漫开去 瞬间笼罩整个独立空间 一时间 整个独立空间的一切 进阶在掌控中 这一查看 令罗锋露出惊涩 一迈步 他便瞬移抵达那片陆地 陆地广望浩浪 罗锋站在荒漠的一片砂石上 仰头看向天空 只见天空四周的九颗炽热火球产生的光芒 在整个陆地上空交织在一起 竟然形成了一幅画卷 整个画卷上是有着一些火蛇构成的文字 密密麻麻的文字 虽不是罗锋知晓的 可每一文字上都蕴含波动 传递着讯息 令罗锋轻易可以看到 我 结贩子 乃特殊生命 天生便以水之法则 成为不朽 一路修炼 直至成为宇宙最强者 带得我成为宇宙最强者后 一天 我在一生命星球过着宁静生活 忽悠感 这生命星球上 生命必须要水才能生存 水乃是生命之源 可整个星球 却是借助恒星之火热 汲取能量 才能万物生长 水之法则 火之法则 并非我等感悟的法则 那般简单 也并非是单纯的两种法则 水和火 都牵扯到生命之源 万物之源 繁衍之源 于是 我创出了我的流派 新的绝学 水火本源 我走遍原始宇宙 而后原始宇宙毁灭 我观宇宙海 又参悟两轮回时代 水火本源 欲加完善 我相信 给我足够时间 我必定能达到 更高一层次超脱轮回 只是 时间不够了 我虽达到 十阶顶尖站立 却依旧无把握 超脱轮回 只是水火本源 乃是我三轮回时代 心血所成 我不舍其消失 愿后备者 能将我之所物 传承下去 虚空四周的九颗火球 是宇宙海清风界中的奇特之物 九力冰晶 经我水火本源绝学转化 形成的九颗火球 代表了我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 九颗火球 也自成一体 微能不外泄 在这大地之下 有一巅峰宫殿之宝 宫殿内 有着我遗留的所有宝藏 以及我绝学的 从低到高详细传承 万望后背 勿要让我之心血 我之传承 断绝 高空中的图卷上 火蛇构成的文字传递下的讯息 让罗锋 倒吸一口凉气 石阶顶尖 水火本源 果真是历代皆有绝世 风华人物出啊 这劫贩子 竟然有石阶顶尖战 和当初的元祖都相当了 绝对是当时那一世纪 最强大的人物之一 难怪啊 难怪他念念不忘他的传承 看来他所创的水火本源 的确是他无比骄傲的绝学 所以不愿心血消失 传承断绝 当然论实力天赋 劫贩子要比元祖差 毕竟元祖在原始轮回时代阶段 就达石阶顶尖 而后被镇压 而劫贩子 却是整整三个轮回时代 最终才达到石阶顶尖 可是现如今宇宙海 除了元祖和两大圣地始祖外 其他最强的才九阶顶尖 由此也可以看出劫贩子的才华 水火本源 生命之源 万物之源 繁衍之源 罗锋都心生触动 过去修炼法则 金木水火土等 都是独立的一种最基础法则 根本没想到 这看似简单的独立法则 也蕴含着生命本源的奥妙 若是所创绝学是属于普通的 那么即使断绝也罢了 像水火本源这种独特的 远超其他最强者的 这种绝学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 如此一个风华绝代的人物 竟然也这么逝去 没有闯过轮回 闯轮回啊 闯轮回 何等的艰难 收 一座宫殿从地底冒出 罗锋的一丝神力渗透而入 迅速便将这一宫殿至宝认住了 里面的宝物 罗锋一认住这巅峰宫殿至宝后 迅速便知晓里面的宝物之多 经过整理归纳才弄清楚 劫贩子遗留的宝藏 这一弄清也令罗锋为之吃了一惊 虽说没有至强质宝在其中 可也比杀了浩雷星主的收获要多多了 巅峰宫殿领域类这一层次的 质宝足足32件 普通巅峰质宝足足91件 普通顶级质宝 高等质宝 普通质宝却很少 加起来一百多件 或许是劫贩子不在乎 看不上眼 至于大量的众多珍贵宝物 炼制质宝的材料 恢复神体的宝物 提高生命基因的宝物 同样海量 不计算至强至宝 那比我神类整个族群的财富还要多 其实也正常 一个族群 财富主要是由宇宙最强者创造 像独行最强者 不管是当初的劫范子 还是现如今的座山客 史化岛主 他们都是独行者 不需要为族群劳心 得到的宝物都随便收起来了 可他们的宝物 却丝毫不亚于一个族群 劫范子乃十阶顶尖站立 在当时那一时代 也曾横扫整个宇宙海 只是他痴迷于水火本源 没有太大野心 否则若是一心掠夺 宝藏还得更多些 搜集了三个轮回时代的宝物 这么多 自然很正常 如此多的宝物 我事无语义的 白色语义的最后一伤痕 也可以修复了 罗锋随即一翻手 掌心中出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球形晶石 这球形晶石内储存着大量的讯息 里面正是劫范子最大的骄傲 水火本源 看看这水火本源如何 罗锋一看便沉浸进去 看着便为之惊喜 水火本源的玄妙程度 甚至都有资格分到 段东河一脉核心传承行列 只是劫范子也仅仅将 水火本源绝学 悟出个基础 甚至连基础才刚刚搭建 即使基础刚建 却也可见其精妙神奇之处 按照水火本源绝学描述 达到巅峰之地 心念一动 以水火两大本源为核心 瞬间演变成一个真正的宇宙来 一旦战斗 可让身体周围瞬间形成一个真正的小型宇宙 令敌人处于小型宇宙内 敌人岂能活 可惜一代绝世强者就这么陨落了 要是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完全可以超脱轮回 创造出又一个生地宇宙 只是可惜 这最后一步拦住了他 这水火本源 劫范子刚刚悟出个基础 连基础都是刚刚搭建 要是基础一成 他就可以超脱轮回了 要是整部绝学真正小成 那就更可怕了 歹得圆满大成 这是一部直指本源 独辟蹊径的强大绝学 实际上 即便从真神跨越到更高一层 也还未曾牵扯到万物繁衍 生命繁衍的宇宙本源奥妙 明明境界不够 却硬是研究如此高深的绝学 自然吃力不讨好 苦修三轮回时代都未曾成功 不过劫范子这部绝学 独辟蹊迹 等我真正成了真神之后 想要超脱轮回 这水火本源 在水与火上 也会对我有所帮助 罗锋得到段东河一脉传承 自然非常清楚 他该怎么走 先是神力路线成真神 成真神后 则以金木水火土光线雷电风 时间空间 这十大基础法则为根本 凝结虚空 而水火本源 则有些许借鉴作用 其实 从十大基础法则出发 乃是王道 十条腿同时前进 自然轻松 而劫范子却傻乎乎地 以水火两条腿前进 且直指终极目标 自然一路坎坷 最终陨落 罗锋也为之叹息 他收起了传承金球 和诸多藏宝 同时在虚拟宇宙中的意识 也告知混沌城主 这一人类族群的大喜事 罗锋 你说那劫贩子的宝藏 单单巅峰宫殿类这一层次 就足足三十二件 单单普通巅峰之宝 就足足九十一件 我人类族群 加上之前从雷暴性一族 弄来的收获全部加起来 都不及这么多呀 这 这也太多了 因为劫贩子前辈 乃是石阶顶尖战力的存在 他留下这些质宝 就是要我帮他传播传承 传承 从低到高 不朽级即可开始修炼 只需要先悟出水之法则 火之法则 就可以开始参悟水火本源 单单凭借记载 完全有可能修炼到 宇宙最强者极限 而后要超脱轮回 劫贩子都没做到 后来者只能去接着创造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59集 这劫贩子前辈 留下如此多质宝 只求我等不断地传承 这我人类族群自当帮忙 有了这么多质宝 我人类族群 本族宇宙之主 个个都能有一套巅峰质宝了 人类一共才近20位宇宙之主 的确能够大换装了 不过我族将来宇宙之主会越来越多 也得私存着点未来 这反正交给老师你了 我接下来也会开始慢慢修炼之路 随意闯荡三大决地 在近期我会将宝物送回族群 一名强者一共能用几件质宝 质宝太多 只能如劫贩子一般扔在藏宝库内 这次得到这么多质宝 罗锋自然会选取几件 让自己四大神体的兵器铠甲都尽量完善 可自己单单一个人又能用多少呢 更多的还是扔给族群 相信当初的元祖巨府创始者 也都是这般 开始慢慢修炼之路 罗锋当即迈步而出 直接出了这一青涩信物密室空间 随即乘坐牧林之舟 开始了遨游三大决地的 慢慢修炼岁月 时间流逝 千年 万年 十万年 时间如流水 悄无声息流逝 不留下丝毫踪迹 在修炼中 千年万年都无比短暂 牧林之舟变成银色小船 罗锋乘坐银色小船 遨游三大决地 他也有自知之名 都是在三大决地的内域闯荡 最多是在核心区域的一些边界处 晃荡一圈 仗着牧林之舟感这般晃荡 若是没把握的地方 根本不深入 毕竟罗锋主要的目的是修炼 而非冒险 清风界 千变万化 诡异万分 宇宙舟 机械流的超级宝物 内分亿万区域 依稀能辨别宇宙周当年完好形态的一些痕迹 刘崇山 奇鬼美丽 宛如迷宫 在漂泊过程中 罗锋回了原始宇宙一次 送回了大量质宝 随即便安心修炼 罗锋在宇宙海漂泊的第六十万年 三大绝地之流重山 狂暴的水流席卷时空 在铺天盖地的无尽水流中 一座耸立的山石上 正站着三道身影 三名宇宙之主都默默等待 神经紧绷 周围隐隐还有光芒弥漫 显然都施展开了领域类质宝 只是即便是领域也只覆盖部分区域 像那滔天水流内部一些狂暴区 根本无法覆盖 也无法提前知晓 质宝何时出事 原本狂暴铺天盖地的水流 忽然开始有规律移动起来 这一方天地中大量水流旋转汇聚 且连接天地竟出现了水龙卷 就在那儿 三名宇宙之主顿时神力燃烧 个个要拼了 远处巨大的水龙卷上 忽然一艘白色玉色小船 破水而出 这令三名宇宙之主目瞪口呆 啊 是银河林主 其中一奇轨的满身黑色皱皮生物嘶吼道 旁边的岩石强者 双面四臂强者都是大惊 特别是那双面四臂强者 更是瞬间钻进了一个宫殿质堡中 转头就要逃 洁白玉色小船 在这六十万年内 三大绝地都流传着一个故事 那人类宇宙之主驾驶着洁白玉色小船 突兀出现在一些出现质宝的地方 而后将质宝一举夺走 虽说三大绝地太过耗广 质宝出世根本没太大规律 可还是让罗锋抢了数十次 都说罗锋一个强者夺宝的效率 比得上五个宇宙最强者 之所以效率这么高 就是仗着木灵之舟 直接钻入一些危险之处 当其他强者在外面等时 罗锋都已经提前 截获了出世的质宝 可怜的鱼蓝 黑色皱皮生物 岩石生命强者 都乖乖站在一旁 同情地看了眼的 正在逃窜的 双面四臂强者 鱼蓝之主 紫月圣地宇宙之主之一 在这六十万年来 银河领主闯荡三大绝地 十二出现在流崇山 十二在宇宙周清风界 并且一直悄无声息 突然出现 一碰到紫月圣地宇宙之主 总是下手狠辣 直接抓走 也不知是关押了 还是灭杀了 短短六十万年 自佩形之主往后 罗锋又抓了紫月圣地 三位宇宙之主 虽说风声鹤唳 紫月圣地部分宇宙之主 都退回圣地宇宙了 可还是有些宇宙之主 不愿这么退去 他们小心谨慎 虽然一直小心谨慎 只是质宝即将出世 他才现身 没想到银河领主 也盯着这一质宝 刚好被发现 银河领主之前 肯定躲在水中 都没法探查 待得银河领主出现 那就晚了 黑色皱皮生物 延时生命为之唏嘘 却也不担心 谁都知道 不招惹银河领主 银河领主 不会去对付 其他宇宙之主 他只会针对 紫月圣地 火源族 球岩一族 其中火源一族 球岩一族 早就躲在小型宇宙内 几乎不出来了 唯有紫月圣地 还是有宇宙之主不甘心 预览之主 别挣扎了 捷白小船飞来 忽然一座九层塔楼 凭空出现迅速变大 底座出现一个深渊黑洞 摇摇对向远处逃窜的 鱼缆之主 星辰塔吞袭 银河领主 银河领主 死云圣地 不会放过你的 绝对不会 两位 抱歉 我刚好路过这儿 这质宝就归我了 捷白玉色小船中传来声音 那两名站在耸立山峰之巅的宇宙之主 连忙说不敢 一个个恭敬谦逊 随即 半空中的洁白色小船 迅速破空而去 刚一飞远 洁白玉色小船 迅速变为墨黑色 连外形都稍微改变些许 星辰塔内的镇压空间 双面四壁的鱼缆之主 刚一落在这儿 便看到远处 另外三道身影 鱼缆 你也被抓住了 哎呀 鱼缆 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情和领主 罗锋 别这么怨恨地看着我 不是我要杀你 而是紫月始祖不愿意救你 能怪我吗 活捉四名宇宙之主 罗锋却一个不杀 因为他清楚 即便杀了紫月圣帝 还会有准宇宙之主迅速晋升 紫月圣帝虽说历史远远不如 东帝圣帝 准宇宙之主的数量或许不多 可补充十个八个肯定不难 这样一来 紫月圣帝实力根本不会有影响 还不如抓着 向紫月圣帝提条件 仅仅一对羽翼 对你们紫月圣帝而言 也就一件普通质宝而已 交换你们四名宇宙之主的命 紫月始祖都不答应 还真是冷漠 对你们太冷漠了 根本没将你们的命 放在眼里 银河灵主 你别费心思了 紫月始祖乃是我族始祖 他的命名 谁也不敢违抗 你神类族群想要那一对羽翼之心 既然已被探知 那么即便你抓再多的宇宙之主 也休想从我紫月圣帝 换回那一对羽翼了 老放 你就死心吧 我族始祖早已说过 让我等没把握者 进接回圣地宇宙 若是不愿回 被你抓住了 他也不会管我等死活 你想要羽翼 根本不可能 何必呢 一对羽翼而已 对我的实力增加 又能增加到哪里去 四明宇宙之主的命 都抵不上一件 普通质宝羽翼 那不是普通质宝 而是远古文明 超级质宝的部件 唉 那你等 便继续在这里生活吧 紫月圣帝四明宇宙之主 彼此相识 看着周围枯寂的空间 都不甘愤怒 也无奈 罗锋乘坐 木陵之舟 继续遨游三大绝地 同时也无奈 事无羽翼 最后一对羽翼 要得到 几乎不可能了 按照罗锋 从抓来的宇宙之主 口中得知 当初他在紫月圣帝宇宙外 感应时 感应到召唤时 其实紫月圣帝宇宙内部的其中一个独立空间的一名 拥有羽翼的宇宙尊者也同样感应到他的羽翼在震产 而且隐隐感觉 那股召唤距离非常遥远 无尽遥远 怕是千万光年 上亿光年 那位宇宙尊者当时便大惊 距离这么遥远还能感应 肯定是超强至宝 他一个尊者根本没资格掺和进来 所以他立刻见了他的老师封号之主 告知此事 封号之主立刻重视这件事开始询问 直接公开询问众多宇宙之主 最近谁的质宝产生召唤感 毕竟都是同一股势力 完全可以双赢 可这一询问 却根本没找到另外的部件 紫月十祖乃圣地宇宙掌控者 圣地宇宙内发生的一切 他都知晓 自然也知道这件事 当时他没在意 只是后来有宇宙海势力中的强者 拐着弯的通过交换 兑换等隐秘手法 将圣地宇宙内的一些普通质宝换走 诸多线索一集合 紫月十祖在一调查 很快就知晓了此事 第一 当初佩形之主被罗锋击杀 可罗锋原本是在宇宙周 佩形之主是在清风界 两地距离遥远 从时间上看 罗锋几乎杀死浩雷星主后 就应该立刻以最快速度前往清风界 然后杀了佩形之主 奇怪的是 当时分散在清风界流重山的 紫月圣地宇宙之主有不少 拥有强大质宝的也有很多 为何去杀一个新晋宇宙之主 佩形之主呢 时间 对象都能判定 罗锋是针对性对付佩形之主 而佩形之主 恰好就有两对羽翼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编江工作室制作 第1160集 第二 所谓的羽翼召唤感 是发生在佩形之主 陨落后的数百年 按照时间推算 刚好是罗锋从清风界 出来后的大概时间段 第三 宇宙海势力隐秘地想要 从圣地宇宙内 弄一些普通质宝 很可能是鸿蒙在背后布局 第四 罗锋的确有羽翼之宝 在原始宇宙刚崛起时 仅仅一对 后来有两对 甚至有强者看过罗锋 有三对羽翼 由此可见 罗锋接连得到一对对羽翼 从这四点结合 紫月十祖立刻推测出 十有八九 就是罗锋盯上了那一对羽翼 而从召唤感判断 紫月十祖立刻明白 这羽翼之宝是何等可怕的质宝 你告诉罗锋 让他少费些力气 这一对羽翼在我紫月圣地 那么将永远不会出紫月圣地 丝毫 紫月十祖确认后 就立刻告知被罗锋抓住的 一个宇宙之主的神力化身 罗锋一听 顿时心凉了 天哪 竟然被对方知道了 仔细一思考整个事情 罗锋也明白 鸿蒙的手段其实很隐秘 不过再隐秘 毕竟目标是那一对羽翼 终究会有些许蛛丝马迹 加上之前自己留下的些破绽 最后也导致紫月十祖发现了自己的目的 隐秘手段再也无用 罗锋干脆就明着来 罗锋竭力抓取紫月圣地的宇宙之主 拿宇宙之主的命来换 看他换不换 如果不换 即便紫月十祖威望极高 麾下宇宙之主不敢反抗 可肯定心中有怨言 这也会令紫月圣地内部气氛不再那么团结 终究是有些疙瘩 慢慢耗 即便我得到最后一对羽翼 也没有办法有效施展 毕竟事无羽翼的第三重秘闻 我都没有残无透呢 罗锋也不急 他和紫月圣地的斗争 注定是无比漫长的 时间流逝 罗锋在宇宙海三大绝地闯荡 那些不甘心的紫月圣地宇宙之主们 在被罗锋活捉了六名宇宙之主后 终于九成都退回圣地宇宙了 只剩下些不愿低头的 他们拥有永恒生命 活得太久 本就不惧死亡 罗锋带来的压力 反而令有些宇宙之主愈加疯狂 宇宙海 遥远的从未有强者抵达的 极偏远区域 那比小型宇宙还要庞大些许的 类似人类的身体正躺着 远远超过百万倍千万倍的光速 甚至都令周围的混沌气流 在超高速撞击下 直接摩擦形成无比较的光 在很长一片虚空中 都留下长长的流光 它正时刻不停地 朝原始宇宙方向前进 十年 百年 千年万年 十万年 百万 时光流逝 转眼 罗锋在宇宙海遨游已超过了八百万年 经过了超八百万年的飞行 而且时刻维持着任何一个宇宙最强者 都无法达到的可怕速度的庞然大物 终于进入了宇宙海各大势力强者们 踪迹所能波及到的区域了 超八百万年 对普通生命而言何等漫长 而对强大存在而言 八百万年实在太短暂了 可对之前活了都不足二十万年的罗锋而言 这八百万年却是真正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 也是对他而言从出生以来 最为漫长的一段时间了 因为这超八百万年 他一直在修炼空间中修炼 实际上足足修炼了超八百万纪元 此刻罗锋依旧在宇宙周内域中悠闲闯荡 同一刻 宇宙海内的偏僻区域 正有着一道身影在超远距离瞬移着浅 好久没去刘虫山了 去刘虫山逛逛 妖兽十祖正无比悠闲地前进着 他和星空十祖 妖祖 两老祖都有仇 而现在联军阵营和人类阵营一直在斗 人类阵营却隐隐战上风 这也令妖族十祖颇为快意 一道无比可怕的流光从旁边一闪而过 无比可怕的速度下 那庞然大物冲击周围混沌气流形成的冲击波 瞬间便冲击在还很远的妖兽十祖身上 顿时令妖兽十祖庞大的神体 翻滚到了数百亿公里 他全身满是鳞片的坚硬身躯 都有暗金色血液在表面鳞甲上流淌 他惊恐地看着遥远处 那留下的一道久久散去的金色流光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 仅仅超高速飞行产生的冲击波 就将他这个宇宙最强者给冲击的受伤 什么可怕存在 到底是什么存在 若是被正面撞到 岂不是得陨落 妖兽十祖完全惊呆了 他纵横宇宙海 虽说没有至强至宝 和梦妖族、镇妖族、星空十祖争斗都挺吃亏 可是以他的能耐保命却没问题 从来没有谁让他感到绝望过 即便是遇到元祖 他也能挣扎一番 可刚才远处超高速而过的庞然大物 却让他感到惊恐绝望 那不是一个层次的力量 单单飞行撞击都足以令他陨落 机会、机遇、大机遇 妖兽十祖忽然激动起来 任何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很可能便是一次超级机遇 单单看着动静 刚才飞过的无尽庞然大物 若是蕴含机遇 那绝对是超级机遇 得到几件至强至宝都不算什么 我必须抓住这一机遇 不管是传承还是强者还是宝物 我都要把握住 只要把握住 必能压倒妖族那两个蠢活 和老树神的家伙 到时候 我一同妖族 星空巨兽联盟 那时 我才是真正的妖兽十祖 妖兽十祖连续三次超远距离瞬移 才终于赶到了那高速前进的 庞然大物侧边远处 抵挡着可怕的呼啸 妖兽十祖竭力看过去 在这庞然大物面前 妖兽十祖宛如一条小蚯蚓 在观看一颗恒星 他们保持着距离 妖兽十祖抵挡着冲击波竭力看过去 只见在超高速飞行下 形成的耀眼光芒中 正隐约是一具人形生物 一具高度超过一亿光年的人形生物 它就那么平躺着 即使妖兽十祖实力强大 想尽办法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情况 紧跟着轰的一声 速度无比可怕的庞然大物 已经消失在妖兽十祖的视野界 人 人形生物 一个论大小 比小型宇宙还要大些许 比宇宙周还要大些许的庞然大物 竟会是人形生物 要知道 即便是宇宙最强者 能够竭力让自己神体变大 达到一光年大小就很吃力了 越是变大对神力消耗越大 他们也没有谁能做到达到一亿光年大 更何况还要保持如此可怕的速度 简直都能媲美不间断的瞬移了 虽说宇宙最强者能够突破速度限制 可随着速度越快 对神力的消耗身体的压力不断变强 所以没有一个宇宙最强者 在速度上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至于体积变得超级大 那速度会更加慢 比小型宇宙大 速度快得超乎想象 妖兽十足不愿相信 若是这样的强者真的存在 得比他强多少啊 怕是一个眼神就能灭了自己吧 不 不可能是生灵 不可能是强者 没这样可怕 你天的强者 一定是奇物 类似宇宙中那样的奇物 只是宇宙洲是船型 它是类似人型而已 又一个宇宙洲 妖兽十足一想到这一点 依旧感到屏息 三大决地在很久很久以前 宇宙海中本不是三大决地 宇宙洲也是后来出现的 又一个至少是宇宙洲层次的存在 而且还从未有强者遇到过 我是第一个 只要能把握住机会 跟上 宇宙洲十足充满斗志 他根本不在乎危险 毕竟不管那是逆天可怕的生物还是奇物 影响都不大 若是一逆天可怕生物 看躺着的样子 不是沉睡便是陨落了 若是奇物 那就更加不足为惧了 庞然大雾不断飞行 宇宙十足经常得顺移超前些 而后带对方超越他 他又立刻再度顺移 别想了 宇宙十足施展开无尽的领域类质宝 朦胧黑光笼罩周围区域 随即他更是操控着领域 施展起了他最强的秘法 一时间无尽的领域几乎九成力量 汇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模糊尾巴 巨大的尾巴直接一个呼啸抽打 计算好提前亮 直接抽打在了高速飞来的庞然大雾身上 模糊尾巴直接溃散 而庞然大雾则继续前进 似乎方向没变化 他欲要改变了庞然大雾飞行的方向 刚才从侧面的一击 显然他不敢用制强兵器直接轰击 毕竟单单反阵来的冲击力道 恐怕就会令他再次重伤 所以他使用领域类质宝 即使领域攻击溃散 对他影响也极小 原本他以为那是一个死物 从侧面轰击至少应该略微改变些方向 难道是太大 所以飞行极端稳定 再来 妖兽十足一次次瞬移 追上那高速飞行的庞然大雾 一次次从侧面进行强力攻击 几乎每天都攻击数百次 转眼已过去一百多年 不是我攻击没改变方向 我的攻击还是对他有影响的 只是影响太小太小 我连续一百多年轰击 才让他稍微变相 变相幅度之小 我宇宙最强者也才勉强察觉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161集 羽兽最强者勉强察觉 这幅度何等小 而且是一百多年的持续轰击 才做到的 继续 必须趁其他强者没发现之前 令他停下 夭壽十足充满斗志 他认为他还是很有希望 因为宇宙海毕竟很大 一般强者在宇宙海中前进 都要靠天然重动 而这般持续顺移 按照庞然大物的方向 要飞抵原始宇宙 恐怕还得百万年往上 一名超级强者的耐心 是很强的 即便让夭壽十足 纠缠千万纪元 他都有耐心 只是他心中一直担心着 担心着会被发现 虽说宇宙海广袤 虽说其他强者 正常都通过天然重动 要碰到这庞然大物的概率很低 可他还是担心 继续轰击 宇宙海中出了三大决定 还有众多次一等的危险之地 按照这庞然大物飞行方向 只要再稍微改变些许 他便将经过危险之地 悬水河 宇宙海中危险之地很多 最出名的是三大决定 次一等的也极多 如坐山客在宇宙海中的住处 便是在危险之地中 又过了六千五百年 方向已准确 凭借着蚂蚁啃大山的毅力 妖兽十足持续六千多年的轰击 终于令庞然大物偏离了一丝方向 这一丝方向加上漫长的飞行距离 自然会形成无比巨大的误差 这就令他会撞击在危险之地 悬水河 三大决定 时刻有着大量强者 而众多次一等的危险之地 却是很少有强者去 甚至经常性的一个危险之地 一个强者都没有 希望玄水河没有强者 又过去了三年 玄水河 那是一时刻在旋转着的 足有十二条巨大水流玄壁 在玄水中还有着一颗颗小型岛屿 每座岛屿都有数光年到数百光年不等 至于整个玄水河 最大直径则是达到六百万光年 当然和三大决地比小不少 在玄水河旁边远处 妖兽十足盘踞着摇摇看着 它是接连施展超远距离瞬移 以及一次天然虫洞的赶路 提前赶到这里 直径六百万光年的玄水河 这么大的玄水河 那庞然大物 直径超过一亿光年 而这比例相差不是太离谱 有篮下的可能 妖兽十足嘀咕了 虽然这么嘀咕 可他清楚篮下的希望很小 只是若这次不成功 他妖兽十足 怕是短时间内很难将庞然大物 再次改向撞击另外一处危险之地了 忽然 无比宁静的玄水河永恒的旋转着 十二条巨大水流悬壁 每一条都拥有着无尽莫测的威能 论威能自然是比任何一个强者 都要大上千倍万倍 这种自然的力量是无比可怕的 它存在的历史比宇宙周还要古老 而就在此刻 比整个玄水河还要庞大的多的存在 以无比可怕的速度 那高度超一亿光年地躺着的人形生物 毫不留情地轰撞在了玄水河之上 原本强大有力的十二条水流悬壁 瞬间就被撞击得猛地溃散开去 大量水流朝宇宙海的远处飞溅而去 玄水河内的一座座岛屿在无尽的超高速撞击下 就仿佛爆炸的鸡蛋一颗颗爆炸开 这是怎么回事 此刻正在玄水河水域深处 一名驾驭着一顶尖宫殿至宝的宇宙之主 正探寻着玄水河 对他而言 探寻玄水河比探寻三大掘地要轻松安全得多 对他而言本来算是一种放松 可他却忽然感觉到整个玄水河的站立 显然是超高速撞击带来的冲击波震动到了这一宫殿至宝 只是那庞然大雾太快了 这位宇宙之主紧紧脑海中有一丝疑惑紧跟着 无尽庞然大雾瞬间呼啸冲过 顶级宫殿至宝比那些岛屿还要脆弱 瞬间脆弱炸裂 里面的宇宙之主更是直接湮灭陨落 这一层次的冲击中 即便是穿着至强至宝战甲的宇宙之主都得陨落 更别提他了 就是横扫 就仿佛一座汽车高速下冲过一个水潭 见其水花无数 可汽车依旧高速呼啸而过 同样情况 庞然大雾在茫茫宇宙海中以无比可怕的速度 瞬间冲过玄水河 令着危险之地瞬间支离破碎 无数水流飞溅向宇宙海各个角落 至于庞然大雾 依旧在后方留下一串流光 他本身则以依旧可怕的速度 呼啸着瞬间消失在 妖兽始祖的视野尽头 妖兽始祖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他渴望着 玄水河能够阻拦住庞然大雾 即使心底觉得把握不大 可依旧渴望 事实却那般残酷 那庞然大雾的速度减了吗 因为实在太快 妖兽始祖都无法判断 可他却很清楚 即便在撞击十座百座玄水河 也阻拦不住这庞然大雾 在神眼族第一真主的宇宙内 就是玄水河 我当时还在宫殿之宝内 便感到一股奇异可怕的震动 还没反应过来 我的顶级宫殿之宝就瞬间炸裂 我的神分身也瞬间陨落 老师 就是这样 玄水河 玄水河属次一等危险之地 在玄水河中闯荡 若是太过嚣张大义 即便乘坐顶级宫殿之宝也会有些吃亏 可是想要让顶级宫殿之宝瞬间炸裂宇宙之主瞬间陨落 这得是多么可怕的危险 玄水河根本不可能有这一层次的危险 我便亲自去瞧上一瞧 仅仅过了三天 第一真主站在混沌气流中 皱眉看着眼前 只见大量的水流灵星分散开 分散在远处一处处 至于当初玄水河内的众多岛屿 却是一个都找不到 玄水河整个被摧毁了 这让第一真主立刻心中大振 他很清楚宇宙海自然环境的可怕危能 要想摧毁整个玄水河 即便整个宇宙海所有强者们一起联手 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怎么感觉 这玄水河似乎是被以无比强大力量正面冲击 所以才会令玄水河的河水 飞溅到各个区域分散开来 至于那些河中岛屿 却是进阶粉碎碘滅 机遇 机遇 大险将近就为之机遇 恐怕是我足超脱轮回的唯一机会了 第一真主脑后忽然浮现出巨大的光圈 光圈中则是显现犹如血肉长成的一个巨大毒眼 毒眼照射前方无尽虚空 似乎一切都看在眼里 在这一巨大毒眼中 隐隐有着庞然大雾的光影 轰然撞击在玄水河 令玄水河崩溃 比玄水河要可怕千万倍的存在 连我都无法逆转时空 看清他的模样 即使凭我的天赋密法结合 也只能确定 那可怕存在 是从这一方位飞来 冲击过去 朝那一方位而去 追 其实从玄水河此刻的残局 完全能够推断出 庞然大雾飞行的方向 可要无比精确就需要足够时间了 而第一真主又被称为神眼真主 在查看演算方面极为擅长 瞬间便无比清晰判定一切 数日后 庞然大雾依旧保持着 无比惊人的速度 轰然在宇宙海中前进 第一真主却是错愕万分 他竭尽全力 也才勉强看清 那庞然大雾实则是一个 躺着的类人形生物 高度约1.6亿光年 速度则是约有1.2亿倍光速 也就第一真主的能耐 能在一颗神眼上 才能够准确判定 比如另外一位一直跟随着的 却足足有两件在身 不 我不舍求独占 你既然发现 那你我共同占有这一机遇 你神眼族其他四位真主 绝不允许过来 若是你神眼族其他四位真主 胆敢过来 那么我将立即将这消息传播开 让整个宇宙海都知道 你 此次定是逆天的机遇 凭借着这一机遇 恐怕超脱轮回都有可能 第一真主当然想要再带族内两位来帮忙 只是妖兽始祖的威胁他不能不考虑 毕竟妖兽始祖的化身定在原始宇宙 要传播 绝对也能在短时间内传播开 好 便你我一起独占这一机遇 于是 第一真主和妖兽始祖 就开始竭力地想要令庞然大物停下来 毕竟庞然大物这么可怕的速度 他们俩根本不敢靠近 在他那般速度下 周围时空早已化为绝对虚无 要靠近 只能靠飞 而单单一散开的冲击波 都足以令他们受伤 若是敢靠近 怕是被活活震死 最重要的是他们俩的飞行速度 其实还没赶上 那庞然大物就飞得没眼了 扛 扛住 改变他方向 第一真主和妖兽始祖 就仿佛两只小蚂蚁 竭力想要令飞行的一座大山停下 自然是 不自量力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集 时间流逝 转眼又过了三千余年 发现这庞然大物的势力已经增加到七股 神眼族 妖兽十足 只是其中两股 此刻不管是妖兽十足 第一真主 还是后来加入的其他五股势力 都有些绝望 庞然大物瞬间冲过 消失在十八名强者视线范围内 没用的 怎么拦也拦不住 我等已经竭力 令这庞然大物 也撞回了三处危险之地 可他速度却几乎没变化 显然那等危险之地 根本影响不了他 要令他减速 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按照他现在飞的方向 撞到原始宇宙 进入原始宇宙内 以原始宇宙的威能 自然能轻松压制 第二个便是三大决定 三大决定 任何一个都和他相当 有极大把握挡住 诸位 你们以为如何呢 在场一个个彼此相识 无奈 他们的确能够令庞然大物 稍微变相 撞击一些危险之地 可是撞了也无用 若是撞三大决定 可三大决定 各大势力强者齐聚 各大势力定能知晓 若是撞原始宇宙 一旦陷入原始宇宙内 他们宇宙海势力 便根本没有份了 公开吧 反正撞三大决定 各大势力还是要知晓 且要令这庞然大物改变方向 撞击在三大决定 任何一处 这方向改变都不小 单单我等 也不够啊 是啊 公开吧 一个个都很无奈 他们也想摊下这机遇 只是机遇太大 他们吞不下 绝对不允许 让他撞进原始宇宙去 必须改向 若是不变相 冲击向原始宇宙 说不定 会波及到我等的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虽大 可是论抵抗力 恐怕不及玄水河 一撞定是粉碎 在场个个点头 是 像宇宙周清风界流重山 都称得上肩不可摧 而小型宇宙 毕竟只是真神的一个小型宇宙 体积虽大 其他真神无法撼动 可若是超过真神的存在呢 那庞然大物的冲击力 已然不知道 凌驾于真神多少层次了 要毁掉小型宇宙很容易 可只要冲击力足够 足以令小型宇宙的本源崩溃 令整个小型宇宙溃散碎裂 能轻易碾碎玄水河 碾碎小型宇宙自然轻松得很 消息散发 整个宇宙海都震动了 三大绝地之宇宙周 老师 你说你在宇宙海中 发现一个庞然大物 以1.2亿倍光速在飞行 并且它高约1.6亿光年 而且是一个躺着的 类人形生物 老师 谁故意编造的谎言 宇宙海百倍光速就是极限 宇宙最强者们 能十万倍百万倍光速飞行 就到顶了 1.2亿倍光速 还比宇宙周大些许的 类人形生物 别问那么多 这不是一个强者说的 而是不少强者 包括好些宇宙最强者 你速速离开宇宙周 先和我等会合 好 不过我从宇宙周出去 得需要两百年 我现在就返回 在耍什么呢 宇宙周 刘崇山 清风界这一层次的 旁人大物 还是躺着的类人形生物 管真假 看了就知道 木灵之周在 无尽黑色狂风中 直接调转方向 直接显现出 最基本的外形 也不掩饰 直接以最快的速度 朝宇宙周外飞去 飞行了两百余年 才飞出宇宙周 伯峰 速速过来 我们在这儿 来了 坐标是时刻在变换 显然鸿蒙行动队 也在跟随那庞然大物 其实这两百余年 随着各大势力都赶去之后 罗锋已经毫不怀疑这庞然大物的真实性了 虽然通过虚拟宇宙看到了一些虚拟出的图像 可隐约模糊的一个人影 自然丝毫没有震撼感 还是亲眼看才能知晓 浩浩荡荡的足一百八十多位宇宙之主和混沌城主亲自带队聚集在这里 不单是人类阵营 那联军阵营也是大批强者赶来 双方显然都很有默契 这种关键时刻自然也会暂时休战 罗锋 此刻 宇宙海三大势力 两大圣地 单单聚集到这儿的 就已经有六十八位宇宙最强者 三千二百多名宇宙之主 可以说 各大势力都派出最强力量精英赶来 这么多了 这真是 罗锋站在宇宙海虚空中 一眼看去 只见远处分散着密密麻麻的一道道身影 数千道身影每一个最起码也是宇宙之主 的确引起极强的震撼感 紧跟着罗锋转头朝远处看去 瞬移其实是提前瞬移到庞然大物必经方向 来了 来了 虽看不到 可是个个都感应到无形的冲击波引起的震动船地到达 紧跟着便是轰的一声 无比可怕的冲击波真正浮散开来 并且庞然大物化作耀眼的光芒呼啸而过 即便是罗锋也瞬间有一种一座大山 砸向一群小蚂蚁的无尽恐惧感 看着那无尽巍蛾地躺着的人形生物 它等其他宇宙海强者就仿佛一群小蚂蚁般脆弱 这也太 罗锋眼睛瞪得滚圆 完全被震撼了 他不知道这躺着的类人形生物到底是某个陨落或沉睡的古老存在 还是人形模样的宝物 毕竟根据罗锋对远古文明的了解 打造成人形的质宝的确是存在的 特别是人形的机械流宝物更是不少 罗锋感到整个人都前所未有的激动 毕竟能亲眼看到一个逆天存在的到来 这是何等幸运的事情 罗锋一想到这个可能就更加感到疯狂 这一层次的强者 怕也就远古文明存在了 紧跟着浩浩荡荡的宇宙海树千名强者 集体性的一次瞬移 出现在远处的虚空中 他们自然是提前飞到类人形生物前方些许 当然是在路线的侧边 他们可不敢堵在路线正中 诸位准备 再一次轰击 伴随着十余名宇宙最强者接连传音 一时间宇宙海最顶尖的数千名存在 同时开始叙事 很快那庞然大物出现在视野范围内 说是视野范围 实际上并不精确 因为宇宙海中的光速相当于原始宇宙内百倍光速 如果真的是靠肉眼观看 想要看清那等可怕速度飞行的类人形生物是很不现实的 实际上罗锋他们以及最强者们 个个都是通过传递来的振动波 而后通过神力对时空的掌控判断 并且精准地模拟成像 如此才能确认那无尽庞然大物的模样 若单单靠眼睛看 类人形生物飞到眼前 恐怕光都没有来得及飞到眼前 根本无法看清 正因为必须借助传递的振动波来判断 所以必须得是类人形生物实际位置 已经离数千名墙者很近的刹那 才能感应到振动波 就那么短短一瞬间能精确感应 紧跟着类人形生物便会呼啸着 从数千名大军旁边飞行经过 这个时候会出现无尽强大的冲击波 冲击之强 若是靠近 即便是宇宙最强者都得重伤 攻击 伴随着一名名最强者的命令 包括罗锋在内 数千名强者进阶施展攻击 朝侧边轰击过去 无尽攻击汇聚在一起 足以湮灭任何一个宇宙最强者 无比强大的威能呼啸而去 直接轰击向侧边方向 攻击出去的攻击 实际上是以百倍光速在飞行 得飞行许久才能撞击在庞然大雾上 要知道类人形生物高1.6亿光年 一双脚也有约0.3亿光年 它飞行速度虽然极快达到1.2亿倍光速 可这样的速度 即便双脚完全移动位置 都得足足飞行三个月 只可惜它飞得太快 明明在罗锋他们旁边 罗锋他们却根本看不到 也感应不到 唯有瞬移到类人形生物的前方侧边那一位置 才能感应到震动部 就那么一瞬间而已 其实能够感应看清1.2亿倍光速飞行的庞然大雾 已经值得庆贺了 瞬移 每次都是集体性瞬移一千光年 仅仅是类人形生物双脚的不知道多少分之一 不过还好 类人形生物1.2亿倍光速 实际上就是不足四光年每秒 凭借瞬移 还是能轻易赶上 每次都能精确判定位置 攻击 宇宙海各方势力数千名顶尖存在其心合力 没有一个有异心 一次次瞬移 一次次轰击 罗锋在宇宙海数千名强者大军中 也足足待了三千两百年 因为罗锋得到消息后是从宇宙周中飞出来 所以慢了不少 在他抵达之前 各方势力就已经达成统一决定 将类人形生物的方向不断改变 令其撞击在宇宙周上 在三大决定中 撞击宇宙周需要修改的方向量最小 可也足足约有15度角 就为了修改约15度角的方向 整个宇宙海数千名强者 集体轰击了三千多年 这也是第一真主 夭兽十祖他们最终无奈选择公开的原因 毕竟单靠他们几股势力 要修改15度角的方向 类人形生物早就飞远了 根本没可能撞击宇宙周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集 方向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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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名宇宙最强者 宇宙之主们 根据振动波确定方位 然后通过此处和宇宙周的相对位置 来判定方向 个个都确定 方向是正确的 在虚空中的数千名顶尖存在们彼此畅快无比 毕竟三千多年全神贯注竭力攻击 虽说攻击频率不是太高 可无形的压力还是令大家不敢有丝毫放松 直至此刻成功 一个个才开心愉悦 宇宙海三大绝地之宇宙周的外域 一道道身影林立 足足数千道身影 在外域中摇摇看着那宇宙周 不知宇宙周能否挡住 宇宙周宽高数千万光年 长过亿光年 只能说是和那旁人大物相近 旁人大物的速度那般可怕 正面撞击下不会将宇宙周都撞飞了吧 希望能挡住 数千名强者提前赶到这里 都是在等待庞然大物撞击宇宙周 只是众位强者们也开始担心 宇宙周肯定能令庞然大物减速 可若是庞然大物仅仅只是减少部分速度而没停下 那又该怎么办 从1.2亿倍光速降低到3000万倍光速 对各大势力还是没多大意义 希望成功 若是失败 只能在极力改向 一定得成功啊 一个个都默默期盼 罗锋也在鸿蒙行动队的强者中 遥遥地看着远处的宇宙周 这条破损的古老机械大船 时刻在吞噬着无尽的混沌气流 而这破损大船周围一圈圈火焰河流 弥漫开的浩浩荡荡的寒气 一个个风之漩涡 无尽的电舌 甚至宇宙周下方正有着一只 只剩下约三分之一的小型宇宙 宇宙周虽然破损 可它还在吞噬外界的能量 乃至吞噬一些破损的小型宇宙 显然宇宙周内部的一些重要之处 还在持续运转 作为一持续运转的机械流宝物 自身稳定性是极强的 即便被撞击 应该也能挡住 虽然这般想 可罗锋也没把握 毕竟那类人形生物实在太大 速度太快 时间流逝 宇宙海中的数千名顶尖存在 都在默默等待 终于 来了 来了 当然大物到了 数千名存在同时感应到波动 一个个都激动起来 站在一起的罗锋 混沌城主等一群鸿蒙强者 也激动了起来 他们个个距离较远 而且不约而同都躲了起来 避免被这撞击产生的可怕冲击波给杀死 虽感应到冲击波 可庞然大物和宇宙周撞击 估计还有数年时间 在木陵之洲内 鸿蒙行动队都在其中 各个翘首以待 期盼着 数年时间 对超级存在而言何等短暂 因为类人形生物实在太快 根本无法看到 而且只要错过那振动波 所能波及的区域 也无法感应到 现在罗锋他们都在等待 等待撞击那一刻 一旦撞击 强烈振动波会朝四面八方波及 肯定能感应到 一件件宫殿至宝悬浮 或是至强至宝 或是巅峰至宝 当然 还有木陵之洲 一个个都在等待 一片寂静 此刻宇宙周内 没有任何一个强者 也不知过了多久 无形的振动波 沿着时空寸寸传递 疯狂朝四面八方传递开去 在远处躲着的宇宙海 数千名强者 一瞬间 进阶感应到那可怕的振动波 并且紧随而来的是 毁灭性的冲击波 无尽混沌气流被撕裂 扫荡过去 所有强者在感应到振动波的一瞬间 便各个逆向推演 脑海中浮现了撞击的场景 类人形生物在超高速飞行 破损的同样庞大的舰船 却一动不动 类人形生物 终于撞击过 先是环绕在舰船周围的一些舰船碎片 片片被撞得飞离开去 环绕在舰船周围的火焰 电蛇 光线等等 也进阶碾压 烟灭 紧跟着 这类人形生物便直接和古老舰船撞击在了一起 应该是类人形的上半身和古老舰船撞击 且是头部最先撞击的 可怕的撞击第一瞬间 令时空挤压碎裂 朝四面八方挤压开去 形成可怕的冲击波震动波 最外围的弱小震动波第一时间传递出去 紧跟着便是毁灭性的冲击波 在撞击周围区域 那简直是噩梦之地 即便是宇宙最强者 即使是至强至宝 怕都得毁灭 这一撞 威力无与伦比 冲击波朝四面八方辐射 辐射过上万光年 百万光年 千万光年 威力自然 逐次递解 等波及到数亿光年外的宇宙海各大强者时 虽无法令宫殿至宝中的强者重伤 不断削弱 抵达我们这 竟都有如此可怕为能 那撞击的最核心区域得有多可怕 至少我们宇宙海 没谁能在撞击核心区域活下 即便是木灵之洲 也不敢说能在那等攻击下扛下来 毕竟 木灵之洲只是经断东河改造而已 估摸着论强度和制强之宝也相差无几 只是多了一重机械留身份 不知道能不能停下 希望 若是不停下 就麻烦了 不单单是鸿蒙一方 此刻宇宙海众多势力 包括两大圣地在内 进阶都在担心着 因为那类人形生物和宇宙周体积相当 即便彼此碰撞 能不能拦下都难说 类人形生物的头部 在1.2亿倍光速下 狠狠撞击在宇宙周上 这艘古老破损的大船 直接被撞击地翻滚着抛飞起来 在无尽久远的时代 曾受过重创的这艘大船 表面上本就有很多破损的豁口 军烈的裂口 即便是一些裂口 宇宙海的强者们也无法伤害 那些破损的裂痕 可是此刻的一撞 令翻滚的宇宙周 当即就有些本已破损 只是藕断丝连的碎片 直接飞溅开去 整个宇宙周内部更是震荡了起来 当然宇宙周这艘古老大船的整体结构 却是丝毫无损 一些巨大的剑板 连凹痕都没有 显然 宇宙周也是一个极为强横的 机械流质宝 仅仅一次冲撞 也最多震掉些碎片而已 要伤到它 是绝不可能 这艘古老的舰船内部深处 一直在运转着 在被撞击的翻滚的同时 它内部也在持续运转 无尽岁月吞噬混沌气流 积蓄的雄魂能量 也在维持着这艘大船的稳定 而且也迅速减速稳定 在第一波撞击 就速度锐减的类人形生物 待宇宙周减速后 又接着撞了第二次 毁天灭地般的第二次撞击 可威能却明显弱了 足足一个大层次 这一次是倾斜的 类人形生物的腰部位置 撞击在古老的大船上 这类人形生物和古老大船 就仿佛十字交叉 这次撞击 却是令宇宙周没能翻滚 紧紧倒飞开去 至于类人形生物 因为倾斜受力的缘故 却是翻滚着朝另外一个方向 飞了开去 前后两次撞击 第一次撞击 类人形生物方向没怎么变化 可是速度却锐减到 不足0.2亿倍光速 第二次撞击 类人形生物方向发生大变化 速度更是再度锐减到 仅仅剩下30万倍多的光速 翻滚着的类人形生物 以超30万倍光速在翻滚着 并且在翻滚过程中 受到混沌气流的阻力 速度明显锐减 而且渐渐地也不再翻滚 而又继续变成平躺着的姿态 停下了 宇宙周停下了 宇宙周没在移动 整个宇宙海数千名强者 齐刷刷来到宇宙周周围 看着宇宙周表面 虽说表面的一些藤蔓 寒冰等等进阶湮灭 可却也是露出了 其最原始的外壁颜色 罗峰他们一个个看得惊叹不已 啊 如此撞击 宇宙周表面 竟然连一个凹痕都没有 而宇宙周出现在宇宙海 已经不知道多少个轮回时代 破损不堪 它能轻易承受如此可怕的撞击 那么 之前破损不堪的伤势 又是怎么产生的 真是让我无法想象 宇宙海 的确神秘不可测 拥有着很多 无法探寻的秘密 就好比 这刚刚出现的类人型生物 在它出现之前 我们又有谁知道它的存在 走 追那类人型生物去 嗯 那类人型生物和宇宙周前后两次相撞 速度大减 要让它停下已经不难 单单混沌启流本身的阻力 都可以令它不断地衰减下去 罗峰也期待不已 当即 行动队在牧林之周中 开始进行集体性瞬移去追赶 类人型生物的方向很容易推演 宇宙海各大势力都在追赶 轻易便追上了 一时间 宇宙海各大势力强者们 都环绕在那类人型生物周围 时而顺移 时而探查 速度慢了好多 并且在不断减速 这下容易多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仅仅三十万倍多一点的光速 威胁并不大了 冲击力也弱小多了 毕竟即使是宇宙最强者爆发 速度都能有十万倍百万倍光速 在宇宙海中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混沌气流 阻力极大 像一般的弱者在混沌气流中都得直接湮灭 所以飞行一般是时刻得维持能量 之前的类人形生物实在太快 那冲击起来的微能大的离谱 甚至在那种速度下 形成了类似绝对领域一般的范围 它的周围 进阶粉碎 时空粉碎 混沌气流粉碎 一切都无法靠近它 混沌气流对那种速度下的它 连尘埃都算不上 可此刻 它慢下来了 已经无法达到绝对领域般层次了 混沌气流的阻力 时刻作用在这庞大类人形生物上 令它不断减速 且速度越慢降得越快 从超过三十万倍光速降低到二十万倍光速 耗费了约三天时间 可仅仅又是三天 便从二十万倍光速锐减到不足万倍光速 原始宇宙 祖神教 祖神功 无形的意志降临祖神功 在三大王座上正坐着三道身影 正是这一轮回时代的三位祖神 此刻三位祖神面容肃穆 各个闭着眼睛 显得无比圣洁 一股股强大奇异的威能 正从他们身上散发开 我的孩子们 它 来了 危机 必须 抵死绝地 古老的意志传递着一股股讯息 降临在三位祖神身上 过了许久 那般无形强大的意志终于退去 三位祖神进阶睁开眼 彼此相视 眼中都有着惊骇 我们三个 自成为祖神起 就再也没出去过宇宙海 此次遵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之令 终于可以离开一次原始宇宙了 走吧 去得晚了 恐怕宇宙海各大势力会损失巨大 损失大又如何 岂便隐落了 关我们何事 我们便正常赶去 我们该做的 做了即可 走 在茫茫 在茫茫宇宙海 迅速飞过去 很快便朝类人形生物身体上降临 片刻 伴随着一阵巨响 茫茫茫之舟直接降临在类人形生物之上 类人形生物高1.6亿光年 所以即便落在它身上 就好比蚂蚁漂浮在无尽大海上 已经降落 不过现在速度太快 大家暂时别着急出去 明白 知道 鸿蒙的众多强者们都激动万分 因为茫茫之舟降临在类人形生物身体上 自然可以看清类人形生物的表面 看 这类人形生物表面 是起伏的山脉 一眼看不到镜头啊 那不是山脉 根据振动波 推演出整个类人形生物的形状 我们现在看到的连绵起伏的山脉 实际上是这类人形生物衣服的 一些极细微的褶皱 一片恶然 随即便轰然大笑 特别是那些当作是山脉的宇宙之主们 更是自嘲笑着 因为通过传递来的振动波 推演出形状 即便是罗锋也只能推演出大概的模样 根本没推演出有衣服 而混沌城主作为宇宙最强者 却是直接推演出了甲医的轮廓 我们先好好看看 银河领主 驾着木铃之舟 在这人形生物表面前进吧 走吧 好 罗锋也充满好奇 当即驾驭着木铃之舟 贴着这类人形生物表面在前进着 因为在他的表面 即便类人形生物速度很快 那也是相对静止的 罗锋 整个类人形生物其他部位应该进阶封闭 犹如船舱的外壁 去他的头颅方向处 他头颅方向处则有入内的通道 庞然大物的头颅无尽耗广 此刻头颅周围正环绕着一座座宫殿至宝 宇宙海各大势力几乎九成都围绕在头颅周围 真是大 这应该是类人形生物的嘴巴 木铃之舟降落下 内部的罗锋 混沌城主等鸿蒙强者都惊叹看着远处 前方正有着无尽广阔的深渊 从整个庞然大物的外形判断 这庞然大物应该是闭着嘴巴的 而这条深渊 仅仅是双唇间留下的一条缝隙 这条狭长的深渊长约一百九十万光年 最宽处约十二万光年 即便是罗锋他们的领域类至宝 也只能探查其冰山一角 单单这条缝隙 即便是银河系 扔近十个八个都遮盖不住它 一条条流光瞬间出现在深渊上方 紧跟着冲了进去 不少势力都无比急切 虽说对未知庞然大物心中有着忌惮和恐惧 可是他们也有着无尽渴望 所以第一时间就立刻派遣出一些 拥有分身的宇宙之主先去探路 洪蒙阵营的强者们也急了 这手快有手慢无 道理谁都懂 看到其他势力一一派出强者 他们怎能不急 谁也不知哪条通道能最早发现宝藏 所以每条通道都得有强者尝试 这庞然大物一切未知 内藏危险未知 即便是宇宙最强者也没有谁有把握 所以现在还是先派遣有分身的宇宙之主进去探寻 即便陨落也只是损失一分身和部分质保而已 这庞然大物头颅处处要入口 有双耳处 双鼻孔处 双唇缝处 如果要进去 最好分开行动 分别沿着这些通道进去 仔细探寻 好 我去 我也去 强者们的效率何等快 神力传音彼此商议 很快就有八位宇宙之主进入 这八位宇宙之主 其中就有罗锋 诸位进入的切不可大意 并且进入时 也记得记录地图 让我鸿蒙后来者 也知道这些经验 好了 诸位出发吧 走 出发 木铃之舟的舱门已开启 一道道流光迅速飞出去 其中便包括一座黑色球体宫殿 其他鸿蒙强者包括混沌城主 都期盼看着一个个离去的几方强者 都在期盼几方能得到这庞然大物内 蕴含的大宝藏 大机遇 黑色球体宫殿 黑色球体宫殿内 罗锋正站在主殿厅中 看着外界 他一身黑色夹铠 背负着一柄战刀 并且一股迷蒙的黑光 以他为中心 迅速透过黑色球体宫殿 弥漫了开去 笼罩在周围 树光年去遇 探寻 罗锋眼中满是期待 这一分身乃是磨砂族分身 其实在宇宙海中闯荡 罗锋仅仅是带着金角巨兽分身 地球人本尊而已 可刚才为了探寻 罗锋瞬间便令在原始宇宙内的磨砂族分身 回到无尽幽海 然后主动陨落 磨砂族分身携带的质宝等等 则由无尽幽海保管 而罗锋 立刻从金角巨兽分身上 分出部分神力凝聚出磨砂族分身来 磨砂族分身现在是五千倍生命基因层次 高上万公里 论神力总量 其实还不足金角巨兽分身的千分之一 所以分出些许也无大碍 至于磨砂族分身所携带的宝物 主要是这八百多万年罗锋的收获了 当初得到结贩子的宝藏 罗锋送给族群后 却也留下数件在身边以备用 加上这八百多万年 借助木陵之洲的强大 罗锋肆意闯荡 经常去一些宝物出世之地抢夺 倒也收获不小 凑出这一套质宝来也不难 磨砂族分身穿的铠甲用的战刀 进阶线都是巅峰质宝 只能算是巅峰质宝中很普通的 而宫殿和领域类质宝也是巅峰层次 明显就珍贵多了 准备完毕 看看这庞然大物内到底有什么吧 驾驭着黑色球形宫殿 施展着超短距离瞬移 每次都是在自己浮散的领域范围内瞬移 在前进过程中 罗锋自然也记载下地图 茫茫宇宙海 三道身影正并肩 从一个天然虫洞中走路 听九幽他们汇报的消息 整个宇宙海 似乎各大势力都安安不住 派遣部分强者先进去了 不过 与大家谨慎长 估计绝大多数势力 派出的都是些有分身的宇宙之主 很快 他们便会明白 这第四绝地的可怕 不用管了 我们便正常速度前进 至于他们死多少 纯粹看他们运气 你也嘱托九幽他们 除了九幽等几个不怕死的 其他别进去冒险 虽说我们知道这第四绝地的秘密 可也不能提前泄露 三大祖神得了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命令前来 他们知道秘密 却也不敢提前泄露给几方强者 身为祖神 虽有很多好处 却也有很多规则 得遵守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65集 杭然大物速度不断锐减 在无尽混沌气流的阻力下不断减速 终于轰隆隆地完全停下 一动不动了 内人形生物已完全停下 它身上这甲衣 是装饰 还是类似我等质宝铠甲等宝物 可能不能认主 待在外面的各大势力强者们 也迫不及待 有着众多想法 如果是一些强大宝物 就应该能认主 所以一个个都去试验 可实际上 之前强者们最早降落时 就已经先试验过了 无法认主 这庞然大物的甲衣 就好似装饰品无法认主 并且任凭如何攻击 都无法令这庞然大物表面出现丝毫伤痕 沿着庞然大物的双嘴缝隙入内 驾驶着宫殿至宝 罗锋一直保持着超短距离 高频率的瞬移前进 速度也是极快 很快便前进了千万光年距离 而此刻庞然大物已停下 无尽广阔的深渊 在宫殿内 磨砂罗锋俯瞰下方 一眼看不到底部 看两侧 同样一眼看不到尽头 无尽广阔 只有前方能隐隐约约看到尽头 通过领域类至宝的探查 他也明白 前方无路 要前进 必须朝下方进发 黑色球形宫殿迅速朝下方坠去 紧跟着 开始短距离高频率顺移 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区域 我的领域至宝竟然没有办法探查 磨砂罗锋大喜 自探查以来 一直没能发现古怪之处 要知道 宇宙周清风界等危险之地 但凡危险点的区域 都是无法靠领域类至宝探查的 罗锋进入庞然大物体内这么久 这才第一次发现 领域至宝无法探查的地方 去看看 半个小时后 那是 磨砂罗锋在宫殿内摇摇看着前方 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巨大漩涡出现在视野中 巨大的漩涡扭曲 一圈圈浮散开来 磨砂罗锋瞬间辨析出 这就是天然虫洞 这是天然虫洞 这天然虫洞也太大了 声势也很浩大 单单周围扭曲的力量 恐怕必须得宇宙之主才可以闯过去 不管是宇宙海 还是原始宇宙 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天然虫洞 走 继续往下 很显然 只要进入这天然虫洞 就能迅速抵达另外一处 磨砂罗锋却是驾驭着宫殿至宝 避开着天然虫洞 继续往下前进 因为任何一个探寻危险之地的强者都清楚 在危险之地 前进方式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瞬移 一种是飞行 瞬移能够抵达一些能感应的区域 能保证那一区域安全才会瞬移过去 而飞行则更为安全的多 不会傻乎乎直接掉进危险之地 像天然虫洞 谁也不知道另一端是什么 像宇宙海源时宇宙内的天然虫洞也就罢了 可像宇宙舟 清风界 流重山 以及眼前庞然大物的天然虫洞 没有谁会傻乎乎的闯 前进 无尽的深渊 一眼看不到尽头 也好似没任何危险 磨砂罗锋便驾驭着宫殿至宝 这么一直前进 顺移前进 一直没有尽头 一直都没有尽头 我都进来足足十五天了 磨砂罗锋在第十五天时 已经有些急了 毕竟其他三大决地 可以说危险区域多得是 可进入庞然大物体内 却一直是无尽深渊 什么都没有 处处皆可顺移 一阵无比冰冷的风吹拂而过 即便是罗锋的领域类质宝 浮散范围足足数光年 可是却根本没能探寻到他的出现 他便降临了 无声无息 吹过了磨砂族罗锋所在的 这一黑色球形宫殿至宝 整个黑色球形宫殿 作为巅峰至宝宫殿 此刻却好似是尘埃 进阶化作无尽的粉末崩塌下来 无尽粉末朝四周飘散后 化为虚无 而在球形宫殿至宝内的磨砂罗锋 只感到一股冰冷 那是冻结了所有的神力 更仿佛冻结了灵魂般的病了 悄无声息 磨砂罗锋包括背后的战刀 身上的铠甲 也进阶化为粉末 飘洒开来 而后化为虚无 无尽的深渊中 依旧好似没有任何危险 处处平静 处处皆可顺 而之前的磨砂罗锋 和他驾驭的宫殿至宝 却化为虚无 什么都没留下 好似从未来过这里 墓灵之周内 罗锋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身体不由自主一晃 罗锋 怎么了 我进去探寻的磨砂族分身 远落了 罗锋直接道 同时内心则有着经济 太可怕了 像宇宙周清风界等一些危险之地的环境威胁 即使无法探查 可好歹探查的领域会出现一片真空 代表这片区域处于无法探查状态 好歹也能让罗锋明白 那里有危险 可之前他的领域浮散开 处处皆可探查 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分身被杀了 巅峰宫殿至宝也无声无息粉碎了 即便事无羽翼 圆中的能量要劈碎巅峰宫殿至宝 也是需要强行劈碎 根本无法做到这般无声无息 陨落 怎么陨落的 应该是风 应该是 因为我根本没有看到 也没有探查到 我的领域类至宝一切正常 处处皆可探查 那股风凭空出现 我的巅峰宫殿至宝直接粉碎 我的神体也直接粉碎 摩杀族分身就这么死了 连一点反抗挣扎都来不及去做 混沌城主震惊了 巅峰宫殿至宝都抵抗不住 那岂不是谁去谁死 除非拿至强至宝去拼 鸿蒙一共八名宇宙之主前去探寻 罗锋是沿着庞然大物嘴巴缝隙进入 走得最快 陨落得也最快 在摩杀罗锋陨落的第二天 又有一名宇宙之主陨落 第四天接连两名宇宙之主陨落 第五天又有一名陨落 在摩杀罗锋陨落的十天内 鸿蒙一方其他七位宇宙之主分身 进阶陨落没有一个能活下 这陨落概率让鸿蒙所有宇宙之主胆寒 即便是其他三大决定也没有这么可怕吧 银河领主遇到的是无法探查的风 凭空出现的风 一出现银河领主的巅峰宫殿之宝变化为飞灰烟灭 而雪鹤之主则是遇到了火 凭空出现的火 那火一出现 也令雪鹤之主的顶级宫殿之宝瞬间烟灭 还有其他的宇宙之主们 木陵之舟电厅内 随着前去探路的最后一名宇宙之主陨落 鸿蒙的宇宙之主们正激烈讨论着 八个进阶陨落 或是风或是火或是雾 其中七个都是瞬间湮灭毫无反抗能力 唯一有一个发现了无尽铺天盖地来的水流 水流一出现便令周围空间进阶凝结 无法顺移逃跑 至于水流本身轻易便腐蚀了顶级宫殿之宝 杀死了宫殿之宝内的宇宙之主 各位按照我得到的消息 不单单是我鸿蒙 就连其他个股势力 但凡是进入其中冒险的 都是进入到无尽的深渊 进入后根本找不到其他环境 进阶是无尽的深渊 而后在无尽深渊中 因为凭空出现的火 或者风 或者其他 直接被杀死 别说巅峰至宝 甚至是至强至宝宫殿 也在其中毁灭 至强至宝宫殿 刚刚得到的消息 第一轮回时代海族 前去探路便冒险派遣出至强至宝宫殿 而后遇到了火焰 直接焚毁 连抵抗一瞬都做不到 一个个大惊 罗锋剑壮也唏嘘不已 就刚才他知道时同样震惊 至强至宝宫殿 焚毁 要知道 即便是木陵之洲内的一些机关 能杀死躲在 至强至宝宫殿内的强者 也做不到毁掉至强至宝 可这庞然大雾内的可怕深渊 却毁掉了至强至宝 连至强至宝宫殿都挡不住 那我们怎么办 这比三大绝地还可怕呀 个个陨落 一个都活不了 三大绝地也没有这么高死亡率 主尉 刚得到消息 第一轮回时代 树谷势力 都有强者进入了无尽深渊天然冲动 混沌城主说道 罗锋也眼睛一亮 之前他去探路时 很早就发现了天然冲动 却根本没有贸然往里钻 而是继续探寻 看来第一轮回时代更加焦急 连天然冲动都去钻 而且应该结果不好 否则不会公开出来 天然冲动的另一段是什么 除了罗锋外 其他七位宇宙之主 也发现了那天然冲动 因为 不管是从双耳 双鼻孔 还是嘴巴缝隙 最终都会进入那无尽深渊 谁都会经过 那巨大的天然冲动 进入天然冲动 便会直接传送到 一种神秘 充满着混沌气流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 看似普通的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 是小型宇宙 小型宇宙 庞然大物体内的天然冲动 竟然通往一个 有着小型宇宙的空间 据确认 天然冲动通往的隐秘空间 应该还是在 类人形生物体内 并且 第一轮回时代 数股势力的强者 都想方设法 探寻那小型宇宙 他们安排自己的机械傀儡 安排其他手段 甚至亲自进入 却在触碰那小型宇宙的魔壁时 进阶化为灰飞烟灭 小型宇宙的魔壁都这么厉害 怎么可能 木灵之舟电厅内各个震惊 连罗锋都无法想象 因为宇宙的魔壁 一般是不具有攻击力的 向宇宙最强者借助自己的小型宇宙杀敌 也是在敌人进入小型宇宙内之后 而借助小型宇宙本源威能来杀 单单触摸魔壁就被杀死 这太不可思议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166集 第1166集 宇宙海所有势力 不管怎么探寻 进阶陨落 没有一个例外 这种绝对死亡的结果 吓住了所有势力 好歹给一线生机 让各方有个盼头 可一线生机都不给 谁能不及呢 就在整个宇宙海 所有势力都在庞然大物周围 焦急无奈的时候 有一个消息传出来了 原始宇宙祖神教三大祖神 召集宇宙海所有势力 将由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之令传达 什么 三大祖神 原始宇宙内的祖神 不是从来都不出原始宇宙的吗 本源意志之令 各方炸开过来 从不进宇宙海的祖神 却到了这里 又要传达原始宇宙 本源意志之令 不管是哪一条 都令宇宙海各大势力 为之关注 加上之前 各方在探寻庞然大物时 都碰了壁吃了亏 顿时他们都齐聚了过去 木灵之舟也迅速赶去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之令 三大祖神第一次进宇宙海 为这件事 定有目的 当初杀死浩雷星主时 浩雷星主却能施展一种 和神力截然相反的力量 便让罗锋很警惕了 他当时便明白 宇宙海绝对有他不知道的秘密 这庞然大物 便是未知秘密的其中之一 罗锋也想知道 三大祖神到底要说什么 一座座宫殿至宝赶过去 木灵之舟也在其中 距离庞然大物的头颅 约有千万光年外的虚空中 正有着三道白袍身影 他们并肩站着 各自白袍上都隐隐散发着彩光 同时无比强大的威压 无法抵抗的威压 从他们三位身上散发开 弥漫向四周 在三道白袍身影外 便是一座座宫殿悬浮 紧跟着便是大量强者出现 木灵之舟的苍门处 罗锋他们也一一走出 站在虚空中 看着远处的三道白袍身影 罗锋忍不住感叹 好强的威压 感觉周围数百光年范围的时空 便是由这三位祖神主宰 那种威压远超任何一个宇宙最强者 此刻他们是宇宙本源意志的代言者 他们的威压也是原始宇宙本源赋予他们的威压 人类一方对原始宇宙本源意志本就没好感 因为元祖就是被镇压的 随着时间推移 聚集的强者越来越多 这方时空最耀眼的自然是那三位祖神 三大祖神中央一位 摇指向旁边的平躺着的巨大类人形生物 缓缓说道 三大轮回时代两大圣地各大势力都已到达 那我等也开始了 此次我等三位进入宇宙海 便是奉了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之力 专门为这庞然大物而来 你等刚进入其中就可发现一天然冲动 进入天然冲动 即可抵达一处空间 那空间中有一小型宇宙 那小型宇宙 便为尽之是尽 也是整个庞然大物体内 你等危机能活着进入的地方 三大祖神为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代言者 此刻他们身上环绕的采光 更是蕴含金木水火土风雷电光线时间空间 各种法则的威能 且时刻又散发着无尽的威压 显然单凭三位祖神是做不到的 这明显是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加持 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三大祖神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是无地方式 那小型宇宙我等尝试过 碰触魔壁便会陨落 根本无法进入 若是擅闯 自然无法进入 这禁止世界非同一半 若是正常情况 即便上千上万轮回时代 它都不会出现 然无尽宇宙海 一切皆有运转法规 此时 它当初是 顾不得问该怎么进入 单单双面祖神一番话 便引起宇宙海各大势力的震动 当初是 什么叫当初是 正常情况下 上千上万轮回时代也不会出世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师 听三大祖神的话 这禁止世界出世 似乎有特殊含义 一切皆有法规 原神宇宙本源意志虽然强大 可它很超然 无好坏之分 它只是遵循着最基本的规则 就连要对付元澳之主 一个宇宙之主 要对付 号雷星独等 都必须借助其他强者出手 显然 它也并非无所不能 即便是元祖 那本源意志也只能镇压 而无法击杀 一切都得遵循 这冥冥中的法规 显然正常情况下 这庞然大物不该出世 而此刻 却是当初是 显然代表这一时期 已经进入了有别于 其他轮回时代的特殊阶段 面容最是清秀 有着红色临家尾巴的 宛如少年的祖神开口 静之世界 内藏无尽危机 也蕴含无尽积人 它比其他三大决地还特殊 那庞然大物 对整个宇宙海并无异助 它体内的静之世界 才是真正重要的 欲要进入静之世界 必须等待时机 静之世界的宇宙魔必 微能强弱 有周期变化 当它变成黑色时 是微能最强之时 当它变成白色时 则是微能最弱之时 普通宇宙之主 都能轻易出过 每一周期 约为一纪元 诸位只需等待 等待那近之世界 魔必变化成白色 则可进入 随着这位祖神的话 顿时各大势力 蠢蠢欲动起来 周期 一时间甚至不少强者 都想立刻就赶去 可一想到周期 是足足一个纪元 还是按捺下来继续听 静之世界 神秘莫测 静之世界内 更生活着生灵 生灵? 什么? 有生灵? 整个宇宙海 数千名顶尖存在都大吃一惊 罗锋也震惊无比 像宇宙周等三大绝地 都是不蕴含生灵的 静之世界的生灵 只能生活在静之世界 他们无法出来 一旦出来 则必死无疑 你等若是进入 出来时 也只能携带些 没有生命的死物 若是携带生灵出来 便等于是杀死了对方 同时 静之世界 也蕴含着超脱轮回的秘密 记住 超脱轮回的秘密 静之世界的秘密 你们进入后 可以探查得知 可一旦出了静之世界 绝对 不可外泄 当然 你们欲要外泄 也无法外泄 聚集的数千名存在 真的激动了 超脱轮回的秘密 这不是他们最渴望的吗 个个都若有所思 罗锋立刻明白了 就像他得到的 段东和一脉传承 根本看不到更深奥的 向座山客赐予他 九节秘典 也必须付出足够代价 才能传给一名弟子 显然无形中 有一种法规 在影响这一切 超脱轮回的秘密 静之世界的秘密 罗锋很清楚 之前那么多轮回时代 静之世界都从未出世 这次出世 恐怕是他最接近 宇宙海秘密的时候了 静之世界 当为宇宙海第四决定 诸位务必记住 当机遇来临时 危机也潜伏到来 静之世界 比清风界 刘崇山 宇宙周 都要危险得多 走吧 三位祖神彼此相识 随即直接凭空消失 离开了 宇宙海的数千名强者们 也无比迅速 一一返回宫殿至宝中 鸿蒙的一大群强者们 也立刻返回牧陵之州 三代祖神 为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代言者 虽传递了讯息和忠告 不过宇宙海各大势力 也不敢全信 还是先小心翼翼地探寻 顿时发现 从进入到天然虫洞的路线上 并无任何危险 一旦穿过虫洞便能抵达隐秘空间 看到那小型宇宙 禁之世界 罗锋 禁之世界 从未有强者探过 你现在便进去 太危险了 一旦出现了意外 对你的损失就太大了 罗锋身上携带的质宝众多 若真的损失 的确是巨大 老师 这等机遇 我自不能放弃 而且我有分身 即便失败 依旧可以翻身 老师尽管放心 罗锋 兵分两路 一路是分出部分神力 凝聚出 魔杀族分身 由魔杀族分身带着 事无语义星辰塔 出发返回原始宇宙 毕竟禁之世界 一切未知 若是全部质宝都带进去 一旦失败 全部损失 那后悔都来不及 一路则是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携带血影刀 目灵之洲 准备进入 禁之世界 沿着天然虫洞 抵达了另一处空间 目灵之洲悬浮着 罗锋摇摇看着 外界远处的 一个小型宇宙 那是通体深蓝色的 小型宇宙 显然还不是 进入的时候 罗锋有着十足底气 只是不愿将 所有的质宝都堵进来 才将事无语义 星辰塔送回去 可还是带着血影刀 目灵之洲杀进去 这已足够 即便没有任何质宝 以我如今的战 照样可以站在 宇宙海之巅 等 挡着近之世界 可以进入的那一刻 目灵之洲 默默等待着 此刻 那颗深蓝色 小型宇宙 整个小型宇宙的直径 从外表看 仅仅一千万光年左右 可他的威能 却是比宇宙最强者的 小型宇宙 墙上不知道多少倍 他的周围 正悬浮着一座座 宫殿至宝 整个宇宙海 所有势力 都有强者在等待着 当然作为从未有强者 探寻过的危险之地 没有几个势力 敢全军杀进去 大多都只是派遣 极少部分强者 最先去探寻 约摸有超过两百名强者 包括宇宙最强者 欲要先一探其中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67集 准备去探寻的超两百位强者 在禁知世界外等待 而宇宙海各大势力 其他强者们则是大多数 都踏上了龟城 如鸿蒙行动队 便是正在朝原始宇宙感 所以 此刻体内蕴含 禁知世界的巨大类人形 生物外 已经很是宁静了 不像是刚才那般热闹 只有少数强者在虚空中 驻扎着 空间 荡起连衣 一道人影则是凭空显现 他额头上有着晶莹的双脚 他穿着一身 泛着黑光的黑袍 正是座山客 座山客虽早已抵达 可是不管之前的各方探寻 还是三大祖神公开传讯 都没有谁能发现座山客 就连罗锋也没有发现 他甚至还曾通过令牌 询问过座山客 可座山客并无回应 座山客站在虚空中 默默看着前方那巨大的 类人形生物 就这么默默看着 目光通过时空的传递 落在了那类人形生物的 每一寸所在 他看着这类人形生物的头发 眼睛 鼻子 耳朵 嘴巴 还有那一身古老的假衣 无比仔细地看着 仿佛在观察着 不可思议的珍宝似的 终于来了 他一步步前进 顺移前进 很快便落在了 类人形生物的身体上 脚踏着广袤无尽的 起伏山脉 座山客一步步前进 每一步都顺移前进 他来到了 那类人形生物的手指处 来到了类人形生物的肩头 甚至来到了 类人形生物的腰部 那里有一条破损的伤口 这是假衣的伤口 座山客抚摸着这假衣破损处 只是对他而言 这长有九百万光年的破损处太大了 坐山客忽然大笑起来 笑得他全身都颤抖 笑得无比癫狂 渐渐的 那疯狂的笑声 甚至变得凄厉 蕴含着歇斯底里 无穷无尽的恨意 和疯狂 笑声渐渐消失 座山客缓缓坐下 轻轻抚摸着假衣 晶莹的泛着金光的眼泪 无声无息的滑落 没了 没了 禁止时期 原始宇宙本源定名为禁止时期 禁 禁 没有感情的原始宇宇宙本源意志 也还记得记 坐山客抬头 看向无尽的虚空 虚空混沌气流在运转 一股强大意志隐隐存在 我不会像元祖那般蠢 给你机会的 坐山客摇头当即踏着虚空而去 消失在虚空中 转眼便过去了一千八百年 小型宇宙禁止世界的颜色逐渐在变换 从深蓝色变为浅蓝色 直至一日变成了白色 小型宇宙禁止世界外 悬浮的一座座宫殿质宝顿时动了 已变为白色 可进入了 走 一时间这超过两百名强者们 都迅速飞向禁止世界 并且开始尝试着用兵器等 先去触碰魔币来验证 这一验证 惊喜的发现 魔币虽然还具有强大威能 可是宇宙之主 即便是神体穿越 都能轻易突破了 确认能轻易穿透后 伴随着第一座宫殿质宝飞入后 其他一座座宫殿质宝也是接连飞入 罗峰的木铃之舟银色小船 也是直接飞入其中 整个禁止世界从外面看 直径一千万光年左右 各大实力强者们 也是从不同区域进入 自然不会聚在一起 银色小船穿透禁止世界 磨壁后 便直接冲到了另外一方世界 禁止世界中 罗峰的神力立刻感应到 外界充斥着 无与伦比的气息 那是一种让人 情不自禁愉悦的气息 整个灵魂都在欢呼 就仿佛鱼儿从沙漠之地终于进入了湖泊当中 那种美妙的感觉让罗峰为之心颤 太舒畅了 没有丝毫束缚 丝毫压制 这禁止世界 多么美妙的地方啊 竟然连一点束缚都没有 我的神力既然能够完全施展 横行魔神进入禁止世界后 也无比激动畅快 因为在宇宙海中 最多施展宇宙之主 万倍神力这一层次的力量 而在禁止世界 数负进阶离去 这是一个自由伟大的世界 横行魔神完全能够爆发出 自己真正的实诚的战力 他驾驭着自己的宫殿至宝 迅速朝下方坠去 而且时而顺移 很快便落入大地 这是一片古老而无边无际的大地 周围更是连绵起伏的雄伟山脉 天地间充斥的能量 比之混沌气息 更加令横行魔神舒适 这才是强者应该生活的地方 远处一道光芒一闪 速度远超百倍千倍光速 直接出现在横行魔神面前 这是一头有着三个头颅 头颅分别是一个金色 两个银色 进阶有着巨大的獠牙 三条尾巴就好似金属鞭子 上面还有着道刺 这邪义巨兽俯瞰着横行魔神 发出吼声 滚开 这是我的领地 横行魔神一看到这邪义巨兽 就发现对方的气息 赫然也是宇宙最强者气息 横行魔神错愕 虽然听三大祖神说过 这禁知世界内有生灵 可他碰到的第一个生灵 竟然就是宇宙最强者 怎能令他不惊恶 宇宙最强者 滚开 协议巨兽愤怒 咆哮 再次发出警告 横行魔神更加错愕 因为他听得懂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说 这协议巨兽所说的语言 是种很特殊的语言 即使不懂都能轻易明白含义 只是横行魔神却不会说 我 你 这 协议巨兽怒了 他是见对方和他一样强大 所以没有立刻动手 只是警告 可眼前这个全身满是精光的家伙 竟然敢无视他 这就是对他的挑衅 协议巨兽瞬间化作流光 只见天地间出现三道耀眼的弧线光芒 正是协议巨兽的三条尾巴 所显现的三道光芒 扫向横行魔神 横行魔神吓得大跳连忙闪躲 顿时周围大地数百万公里范围 出现了三条巨大的深沟 横行魔神极了 欲要神力传音 通过传音完全能表达意思 可是他的虚化神力刚一传递 就被协议巨兽的神力轰然击破 宇宙海超过两百名强者一一降临 他们进入到这禁之世界便无比欢喜 这真是美妙的世界 当然也没有几个像横行魔神那般倒霉 一进来就遇到一个本土的真神强者 银色小船也降临到一片广袤的平原上 紧跟着银色小船消失 显现出了穿着银色战甲的罗锋 他仅仅穿着风魔灭神甲 体内有着巅峰灵魂至宝镇守灵魂 背负着血影刀 显然全身装备也就血影刀特殊些 这次仅仅是第一次进来 罗锋并不急着将自己最强宝物都带来 罗锋深呼吸 一股清新却强大的能量迅速涌入体内 而后转化为神力 好美丽的世界 竟然能轻易转化神力 在原始宇宙都必须感应法则海洋 才可以吸纳神力 没想到这静置世界 吸收外界能量都可以转化神力 好稳定的世界 美丽稳定神奇 罗锋的神力微微震荡 可周围空间连液都没出现 稳定程度之可怕远超罗锋想象 罗锋为之惊恶 这样一个世界实在太完美了 恐怕这一世界真正蕴含着宇宙海 终极的秘密 远处一道身影飞跃着前进 踏着大地身影如电 很快就降落在罗锋面前 正是一名扎着棕黑色两根辫子的孩童 手中还抓着一大块烤肉 香喷喷地吃着 看着罗锋 罗锋一震 语言 眼前这土著实力一般 估摸着风亡不朽而已 可是这孩童说的语言 竟然是段东和一脉大量的记忆之时 记载讯息所使用的语言 这种语言在远古文明属于通用语言 罗锋得到远古文明传承 自然很轻易地学会了它 罗锋开口 也说出了这远古文明的通用语 对 我是游历者 哇 我也想当游历者呢 不过最起码得成了法则尊者 才能出去游历 虚拟宇宙 雷霆导之巅 罗锋和混沌城主在一起 我已进入禁止世界 确认那是一极伟大 强大的世界 单单从刚刚接触判定 这世界超乎我们的想象 他们所使用的语言 是远古文明的通用语 这语言我会 老师 我这就将这语言讯息 留在虚拟语中 禁止世界内的土著 用的是远古文明通用语 这么说 这禁止世界 很可能是远古文明的残余 难怪说这里有超脱 或轮回的秘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集 禁止世界 罗锋背负着战刀 应那孩童的邀请 前往甘野部落 和这孩童的交谈 从孩童一些言语中推断 罗锋便知晓 在这茫茫禁止世界中 应该有很多实力达到一定程度 如法则尊者便可以开始游历四放 法则尊者应该是宇宙尊者 法则之主则是宇宙之主 远远看到两道雄壮的 足有十万公里高的身影 彼此一个用着战刀 一个用着长矛 轰然交击宛如天神 其中一个直接被打得抛飞开去 翻滚着撞击在大山的山脚之上 宇宙之主 看神体 两个似乎都是完美精英层次 罗锋仔细感应 却发现更远处 还有着一对对强者在交战 这些彼此厮杀的 进阶都是宇宙之主层次 我们部落战士都在训练 我们甘野部落有十亿部众 这些都是极伟大的战士 都是经过无数生死厮杀 才能成为法则之主的 十亿部众 极伟大 看来要成为宇宙之主 在这禁知世界也很艰难 和着孩童交谈 罗锋仔细从这孩童的美句话 推测出大量讯息 毕竟他对这禁知世界 一无所知 罗锋一眼看到高空中 站着的三道巍峨身影 那三道身影散发着无比强大的气息 都穿着黑色战甲 而且都背负着战锤战斧等兵器 无尽雄魂可怕的气息弥漫开 真神 三位真神 罗锋大惊 他刚进入禁知世界 便轻易发现三位真神 那这禁知世界的整体武力 到底该多强大 如此强大的世界 按照三大祖神所说 这些生灵一旦进入宇宙海 确实必死 这世界如此强大 却又受到如此大的束缚 果真有着大秘密 罗锋愈加谨慎 甘野部落有十亿部众 是一个极为强大的部落 像罗锋这种游历世界 魔力自身的小家伙太常见了 根本得不到部落高层的接见 可也得到了那孩童家 周围上百户家庭的热情招待 还有强者来和罗锋切磋 真是一个热衷战斗的族权啊 苍茫的山脉 邪义巨兽和恒星魔神 在疯狂厮杀 这点力量 来 来 来 让火我了 让火我了 嗯 学会了 那发音 强者的记忆能力本来就很强 因为在宇宙海从未有谁说过这语言 连发音都不知晓 恒星魔神当然不懂 现在听着这协议魔兽的发音 加上远古文明通用语一听就自然明白意思 他也知道每个发音对应的意思 如此一来掌握这种语言是非常轻松的 恒星魔神不断地挑衅着邪义巨兽 而后努力地学会一个个字的发音 短短厮杀半个小时 他已经学会了超过三百个字 你力量不强 不强 协议巨兽真的怒了 眼前这个外来家伙仗着有战甲护体 拼起来很吃亏 他这种逍遥自在 占得荒野山脉的随便一块领地的 是没有珍贵战甲的 恒星魔神怪叫着 将之前学会的发音再奉还回去 协议巨兽终于停下了 恒星魔神则是暗息 又学会了可恶的发音 他可不傻 单单进入禁之世界一开始就碰到真神级存在 显然禁之世界的土著生命可能超乎想象的强大 那么学会语言就很重要 而学会语言最好的办法就是盯着一个穴 我就蹂躏你 纠缠你 逼迫你不断说话 再得罪 仅仅得罪你一个而已 你 干死的 你们 都过来 这家伙难缠 还有战甲 杀了他 战利品一起分 声音伴随着神力呼啸 传递而去 禁之世界内的极限速度则相当于原始宇宙万倍光速 仅仅数秒钟 这苍茫的山脉不同的方向顿时迅速冲出了一个个强大的身影 乃是各种凶残异兽的身影 横行魔神朝四周一看 高空中足足出现了十二道身影 各个都是真神 那不过 就叫帮手 抓住他 别让他给抠了 还有战甲 抓 之前的邪义巨兽 还有新出现的十二道身影 从遥远处各个方向飞来 围杀向恒星魔神 干野部落一望无际 内部有大量部众 其中一处 两道身影正闪电般变幻不定 疯狂交战 罗峰的一脚带着耀眼的金光 宛如陨落燃烧的星球 直接轰然砸在对方胸口上 将那魁梧的大汉直接打得翻滚远去 狠狠撞击在远处的小山峰上 另一座山峰都震得当即不少大石滚落 那翻滚的大汉一跃 便飞了过来 手持着黑轨 盈河 你这一脚真是厉害 我都来不及等 之前我也和到我们部落的游历者切磋过 他们都没你厉害啊 盈河大叔 一定是游历过很多很多的部落吧 盈河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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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观战的数百名孩童见打斗停止都欢呼跑过来 特别是围首的那一孩童更是欢呼雀跃 哈哈哈哈 罗峰笑着摸着这个叫真莫恶的孩童的脑袋 在甘野部落做客也有三天了 这三天 罗峰塑造出了一个最常见的游历者形象 痴迷于战斗 并且在和甘野部落族群战士切磋交谈的过程中 还有和很多不仲交谈时 对整个禁知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 首先 禁知世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 罗峰虽然没有了解到准确数字 却也明白 禁知世界的直径绝对超过一万亿光年 虽然离开禁知世界从外面观看 那小型宇宙禁知世界很小 可里面却是大得多 比圣地宇宙都大了好几个层次 宇宙海唯有原始宇宙 才能超越禁知世界吧 禁知世界真是不凡 罗峰看着旁边的真莫恶小家伙暗自唏嘘 禁知世界内有部落无数 部落之间为了生存的空间疯狂厮杀 他们的战事也格外强大 而且禁知世界中的生灵一旦诞生 只要成年都会是不朽 他们出生便呼吸禁知世界的能量 时间久了自然就掌握一种法则 成不朽各个做到 经过些打磨可以成为法则尊者 不过要成为法则之主就非常艰难了 一般上百名普通战士中 才会出现一名强大战士 真神则更加稀少 超越真神的存在无比罕见 可是从交流中罗峰确认肯定是有的 超越真神的存在 干野部落中就有一位 便是整个干野部落最伟大存在 最骄傲的存在 部落的族长 干野 也因为这位族长的强大 所以干野部落的地位才无比稳固 属于一个极强的部落 超脱轮回 超脱轮回 罗峰一得到这消息就激动了 只要超越真神 即可闯轮回成功 干野部落中 都有一个超越真神的存在 那整个禁知世界 定有不少如此强横的存在 宇宙海各大势力强者 想要超脱轮回 在禁知世界中寻找机遇 却是来对了 罗峰在干野部落的第六天 便和切磋时最好的朋友北峰道 北峰 我要离开了 啊 要走 你要继续游历啊 北峰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强大战士 按照整个部落内的认定 北峰绝对能成为真神 在和罗峰切磋的不少宇宙之主中 北峰堪称最难缠的一个 当然罗峰还是能够压对方一头 这才使得二者彼此钦佩 不 这次我准备加入军队 军队 嗯 我游历了很久了 也该加入军队了 我想要变得更加强大 加入我王的军队 是最好的办法 那里才聚集着 我们整个禁知世界 无数的强者 是的 在部落中了解诸多讯息后才知道 禁知世界内的无数部落 也称呼这一世界为禁知世界 其次 整个禁知世界有一个共同的主人 伟大的神王陛下 甚至罗峰交谈后知晓 禁知世界仅仅是伟大神王陛下的其中一个势力 主要就是为了培养军队 魔力出强者 只有真正的超级强者 才会得到神王的召唤 禁知世界 去为神王陛下流血奋战 为神王陛下战斗 这是每一个禁知世界土著生灵的渴望 只是 神王陛下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从禁知世界中带走超级强者了 刚刚知晓这消息 罗峰都有些发懵 整个禁知世界都是一位神王陛下的 因为得到断东河一脉传承 罗峰也知晓 在远古文明是分很多势力的 比如吴是一股势力 吴这一股超级势力的最高领袖便是所谓的陛下 罗峰得到传承时 也知晓灵星半点的资料 向前任断东河被赐予无字 有无上荣耀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69集 而在晋之世界的军队中 只有每一层次最精英 最骁勇 天赋 最强的战士 才可能被赐予晋子 再加上 晋之世界的神王陛下 很久很久没有召唤他的战士了 从这些 罗锋都推导出 吴、晋 应该都是远古文明的不同势力 断东河属于吴阵营 而晋之世界 则属于晋阵营 并且那位神王陛下 很久没召唤 加上晋之世界 现在竟然在宇宙海之中 特别是晋之世界 竟然在一位 类人形生物体内 罗锋不得不推测出一点 那位晋阵营的 伟大神王陛下 可能已经陨落 并且那类人形生物 很可能就是那位 神王陛下 只有神体 都可以强横成那样 能何与晋周硬碰硬 单单碰撞的冲击波 都能湮灭至强至宝 体内一声气息 都能令至强至宝湮灭 这才算是远古文明 最顶尖的存在吧 远古文明很强横 宇宙周断东河 黑文石柱木陵之舟 事无语意 一切遗留下的痕迹 皆能推测出这一点 可虽然强横 却结局很悲惨 晋之世界内的生灵 算是运气好了 还能活着 可即便活着 他们也无法离开 晋之世界丝毫 一旦出去 便会立刻陨落 晋之世界主要就是为了 培养军队 培养超级强者 所以无数的部落 但凡法则之主层次的战士 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按照比例 带走一部分进入军队 只要在军队中 熬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退役获得自由 如果敢躲避 不去军队 便会遭到整个 晋之世界的追杀 军队才是 整个晋之世界 最强的力量 那里有大量的战甲兵器 所谓的至强至宝 只是军队中 真神层次存在的制式装备 同时还有着 大量的修炼指引传承 可同样军队中的 淘汰率也极高 在军队中被淘汰 便是陨落 一百个晋军队 恐怕活着退役的 都不到五个 无比残酷 军队中好处是多 可却是晋之世界 最可怕的地方 可晋之世界 九成九的超级强者 超越真神的存在 都聚集在军队 真正核心的秘密 自然军队中才有 所以罗锋当然得去 罗锋可不信 获得段东和一脉传承的自己 会无法在军队中立足 你要去军队啊 你等等 我部落很快就会有一批战士 一起出发进入军队 我也会去 到时候我们一块出发 好 好 一起去加入军队 罗锋于是便在 干野部落中等待 等待一起出发 然而这位部落战士 北风所谓的很快 实际上却是 足足有半年时间 虚拟宇宙 雷霆岛之巅 人类本足的一群宇宙之主 正聚集于此 准备讨论到底该怎么对待 第四绝地禁之世界 随着一鸣鸣宇宙之主到来 气氛无比热烈 听说禁之世界 有超越真神的存在 听说禁之世界内 这香水宝很多啊 罗锋 那里宇宙最强者 是不是很多啊 一个个激动万分 因为人类本足此次 进入禁之世界的 仅仅是罗锋一个 其他强者都没有急着去 混沌城主出现 原本还嘈杂的宇宙之主 也安静下来 混沌城主坐在主坐 罗锋坐在一侧 黑暗之主坐在另一侧 诸位 禁之世界开放已有些时日 除了我鸿蒙外 宇宙海各大势力 都有强者进入 我鸿蒙收集到不少讯息 其他势力也搜集到不少讯息 一些讯息交流后 今日我便向诸位解释下 而后决定到底该怎么对待 这禁之世界 禁之世界无比强大 可实际上 它应该算是远古文明世界的 一个碎片 远古文明早已落败 这禁之世界虽强大 可里面的土著强者 却只能永远生活在禁之世界内 无法活着出来 我们才是这一时代的主角 罗锋眼睛一亮 其实刚接触到禁之世界 的确感到压力 可现在一听 的确 那禁之世界只能算是一个 超大号的囚龙 里面的强者再厉害都无法出来 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自己一方才是主角 它自然没有真正远古文明 完整世界强大 可也相当于远古文明世界的碎片 对还是很稚嫩的我们而言 绝对是机遇 同样也是挑战 我人类本族 现在仅仅罗锋一个在禁之世界 在那里 宇宙最强者被称之为真神 而真神级存在有很多 当然真神存在已经算是强者 可以占领一小块领域了 不过在禁之世界 还有比真神更加强大的存在 只要我们也能达到那一层次 就能轻易超脱轮回 战斗 禁之世界 处处都在战斗 整个禁之世界的核心 便是军队 一个属于某位神王陛下的军队 军队也在进行残酷的筛选淘汰 一旦进入 便暂时失去自由 必须服从军令 各种残酷筛选 陨落率极高 宇宙海各大势力 超两百名强者进入 单单我知晓的 陨落的就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位 什么 超过一百二十位 这么多 一片惊呼 连罗锋都吃了一惊 混沌城主 没告诉自己这个 对 禁之世界 部落林立 除了无数古老的部落外 在荒野之地 便是很多 各种特殊生命易受盘踞 行走在荒野之地上 很容易遭受到攻击 那些土著们知道 些安全路线 可我们却不知道 所以 单单一进入 还不到半年 连过半都陨落了 这都还没进军队 便陨落过半 若是进了军队 据说 淘汰陨落率超过九成五 在军队中 才有称为 超越真神存在的 修炼详细之音 可透过陨落概率便知晓 我们整个宇宙海 恐怕都难有一个 最终达到超越真神层次 一片安静 原本还很狂热期待的人类 宇宙之主们都安静了 没进军队便死了这么多 进了军队 成了宇宙最强者 又得淘汰一批 从真神达到高一层次 军队绝对不会轻易传授 那淘汰率之高 可想而知 残酷 罗锋也沉默下来 的确难 可是他有信心 我人类族群 已有远古文明传承 在那禁之世界 恐怕都算得上是 高端的传承 所以我们暂时不必去冒险 先暂时观看 随着时间的流逝 对那禁之世界的挖掘 禁之世界的秘密 会逐渐展现 若真的要去 唯有有分身者 才允许去冒险 嗯 得谨慎 一个个都冷静下来 不再如之前那般狂热 真正的强者 虽然有无畏之心 但也不能太鲁莽 罗锋也赞同 混沌城主的想法 毕竟按照他的接触来看 部落内是没有传承的 要想成为强者 必须进军队 这是整个禁之世界的铁律 军队中才允许有高深传承 即使得到些指引 那些归来的强者 也不敢在部落内传守 而进军队 太危险 随着第一批进入者的惨烈结果 令之前狂热期待的各大势力 如同被浇了一桶冷水 个个清醒了 传承 军队中是有高深传承 是有超脱轮回的传承 可是他们能经过重重筛选 还能活着得到传承 至强至宝 军队中是有很多 可那是真神的智势装备 宇宙海一共才多少个真神 不足一百名真神 即使都去军队 淘汰陨落掉超过九成 整个宇宙海的真神 死的只剩下不足十个 只为了得到智势装备 想想就不寒而栗 不急 一纪元可以进入一次 我们可以慢慢来 禁止世界土著强者 再厉害又如何 他们永远出不来 可怜的土著们 还喊着为他们神王陛下战斗 恐怕他们的神王陛下 早就陨落了 宇宙海各大势力 都感到自己弱小 只能用自己才是 这一时代主角 对方都是困在 囚笼中的可怜虫 用这样的想法来 安慰自己 方才好过一些 毕竟从原本都是顶尖存在 到了禁止世界 却都只是普通层次强者 这种剧烈的变化 谁都会难受 禁止世界 干也不落 走银河 走 要出发了 一定要回来啊 马莎 相信我 平安回来啊 不成真神 别回来见我 只见 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 足有数万部众聚集 这数万部众 部分是家属 部分是好友 或者是一些充满 期盼眼神的孩童 他们也都渴望着 有一天能去参军 可是加入军队的底线事 得成为法则之主 一鸣带着战盔的 真神咆哮道 他的战盔上有双脚 其中一脚却已断 嗯 快上来 快 在他上方便悬浮着 一艘深红色的大船 古老大船 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罗锋仰头看去 这古船 是至强至宝 北炎大叔 当初在军队 立了战功 才得到这一战船的 有了这战船 我们一路去军队 就安全多了 等我到了军队 也要得到一艘 强大的战船 我们应该得到更好的 比这更好的 对 更好的 那正召集部落族人的 带着战盔的 真神转头看来 一挥手 便一巴掌 拍在北风肩膀上 令北风整个人一颤 说得好 要比我做得更好 风 我们北市 这一辈你是最优秀的 别丢了我们北市的脸 是 说 北风连忙硬道 罗锋却看得心中暗惊 刚才 那真神随手一巴掌 却突兀出现 恐怕落在他肩膀上 他都来不及闪躲 不愧是在军队残酷筛选中活下来 且得到奖励的强大真神 单单的随意一巴掌 单论玄妙程度 罗锋估摸着应该达到 九阶顶尖层次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170集 走 北风招呼着罗锋 罗锋也跟着一起进了战船 一名名部族强大战士进入战船 有些都嚎叫起来 显然充满无尽斗志 片刻后 战船内很是简陋 巨大的船舱内 站着八百名巍峨的身影 个个都是保持一万公里高 虽说他们中 有些能达到十万公里高 却没有谁乱来 此次我甘野部落 有八百战士去加入东军 当然此次出发的 除了我族的 还有游历冒险的勇者 银河 银河的实力 恐怕你们八百中 一个都挤不上 若有谁能再进入军队后 能赶上银河 我这战船 便赠送给他 顿时 不少部落战士看向罗锋 隐隐有着挑衅 罗锋心中无奈 他成标杆了 虽说这些天和不少强者切磋 可这八百战士是来自整个部落的不同区域 有很多并未和罗锋切磋过 你个个都瞪着干嘛 我都不是银河对手 更何况你们 什么 北风你都不是对手 之前还挑衅的部落淳朴战士们顿时不少惊讶地 钦佩地看着罗锋 在整个禁支世界 都是尊敬实力强大者 你们这些小崽子们 不怕告诉你们 当初我还是法则之主时 我那一批 共八百部落兄弟 一起去加入军队 最终我这回来的只有二十一位 成为真神的更仅仅只有三位 希望你们能比我那一批强 顿时一片安静 虽知道军队残酷 可此刻要去加入军队 听北延真神这么一说 依旧感到压力 真神 古弹要成真神 他要成虚空真神 其他部落战士们 顿时一个个嚎叫起来 这是他们的梦想 每一个战士的梦想 整个干野部落 也仅仅只有一位虚空真神 就是族长 他们也渴望成为 无比强大的虚空真神 罗锋则是在一旁默默聆听着 只是拳头却紧握 虚空真神 按照他得到的讯息 真神之上便是 虚空真神 北延真神看着这一群 部落战士们澎湃的斗志 嘴角隐隐上翘 随即吼道 出发 古老的战船当即划过流光 迅速消失在天边 禁之世界 苍茫厚广 干野部落这一批八百名战士 以及罗锋 在真神北延率领下 时而顺移 时而高速飞行前进 单单路途中便发现了诸多危险 也让很多没在禁之世界 闯荡过的部落战士们 个个显得很是新奇 早听说九燕泽这里 是被三位虚空真神的异兽所盘踞 统领着大批的异兽 连东军训练战士时 也会派出不少来攻打九燕泽 不愧是大名鼎鼎的九燕泽啊 罗锋也朝下方俯瞰 这是一片无比浩瀚的大泽 云雾缭绕 一头头异兽在云雾中隐隐显现 真神级存在多得惊人 这是一股比干野部落 还要强上十倍的可怕势力 三位虚空真神 其实也能看出 禁之世界主要分两股势力 一股是部落势力 一股是异兽势力 双方都服从军队统治 军队是真正高高在上的 不过为了磨练战士 军队还是会派遣一些普通战士来攻打一些异兽势力 部落势力 不过这种攻打都是低劣度的 不必虚空真神插手 一路前进 连罗锋这伪游历者也大开眼界 惊叹着禁之世界内的强横生灵之多 干野部落的真神就有数百上千之多 像九燕泽 真神更是上万 整个禁之世界 有部落无数 异兽无数 那么这军队内的强者到底有多少 北岩真神一路率领 因为有至强至宝的战船乘坐 一路上倒也无危险 却让大家都开了眼界 在前进了约三个月后 即将抵达东军军营 东军军营 部落战士们各个朝前方看去 罗锋也仔细看去 遥远处的天边 隐隐有着无尽微压浮散开 随着战船不断高速前进 也逐渐清晰 已然能看到连绵起伏的无边军营了 这就是东军军营 罗锋期待万分 他知道 禁支世界内的军队分东南西北四军 虽都是忠诚于神王陛下 可这四军之中却一直彼此竞争 真是大呀 随着越飞越近 干野部落的一群战士们各个忍不住惊叹 太震撼了 一眼看不到头的连绵起伏的军营 军营中随处可见密密麻麻的战士 最常见的自然就是宇宙之主了 除了无数的战士外 还有这些加入军队的异兽 各种形态的异兽 让包括罗锋在内的一群战士各个惊叹 那是什么 那么高 部落战士们忽然都注意到军营深处 那巍峨毅历的一座座奇异物体 每一座奇异物体都高上亿公里 旁边的战士与之一比就小多了 罗锋也仔细看着 那一座座高上亿公里的奇异物体 类似巨大的球形堡垒 一眼看去 便足足有成千上万的球形堡垒 除了这些球形堡垒 在堡垒的周围下方 还有着海量的犹如飞禽般的奇物 啊 那是机械 那是机械军士们遭受的强大机械 机械 这就是可以大量战士一起使用 爆发强大战力的机械 传说中能轻易灭杀虚空真神的机械 部落战士们个个激动无比 罗锋也炽热地看着 他当然知道机械流宝物 只是之前看段东河一脉的传承 仅仅是知道 亲眼看到机械流的宝物太稀少了 而远处那便是大量的机械流宝物 灭杀虚空真神 对 你们看 那最高的那球形机械 名为 剑罗天帝 最起码也需要一百万名真神 才能完全操控 极限容纳 可达到千万名真神在其中 只需要集体性一次轰击 即可灭杀一群虚空真神 罗锋大惊 极限可容纳千万名真神 如此机械即便在远古文明传承资料记载中 也算是顶尖的了 哼 我禁止世界最骄傲地制造出的机械 便是剑罗天帝 所使用的材料 节约到了极致 威能也达到一个巅峰 即可形成大规模制造 无尽的岁月 单单我东军制造的剑罗天帝便极多了 即便四大军所有战士 全部使用剑罗天帝都用不了多少 禁罗天帝造的太多了 本是为神王陛下准备 欲要在外征战的 只是神王陛下 很久很久都没来征召他的战士了 罗锋暗自点头 禁罗天帝 这种大杀器的确是对外征战的 禁止世界内部的厮杀 是不会动用这种机械的 你们看 在禁罗天帝旁边的 如飞禽般的小型机械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九修 也是我禁止世界最骄傲的机械之一 九修 最少需百名真神在其中催动 最多也能容纳到千名真神 九修 以速度快 灵活出名 防御有极强 虽然攻击手段缺乏 仅仅才异种 可它在大规模战争之中 却是极为有效的一种机械 机械 但并非任何一种机械 都适合超大规模战争 远古文明强者如云 各大势力的超大规模战争 非常可怕 有些机械恐怕刚上战场就完蛋了 在实力弱时机械用途极大 可若是到了三代祖师神王那一层次 机械反而就处于弱势 可对真神 虚空真神而言 机械用途还是极大 好的机械要适应战争 要能大规模制造 所使用材料还能尽量节约 的确很繁杂 那位神王陛下恐怕早就陨落了 没有神王陛下的召唤 这禁止世界内的军队 只能按照之前的命令 不断地制造机械 不断地准备力量 随时等待召唤 可是 他们恐怕永远无法得到召唤 这些机械恐怕也只能是浪费了 罗锋暗自摇头 他对那些机械也没有野心 因为所需要的强者太多了 晋罗天帝至少需要一百万名真神 在宇宙海怎么做到 即便是揪修 也至少需要百名真神 依旧超乎了宇宙海承受范围 远古文明真是强大呀 如此强大 罗锋并不惊讶 因为像宇宙洲这种 超级机械流至宝的存在 便让罗锋隐约可以看到 远古文明的顶尖站立是什么层次 至少不傻都能轻易推断 一搜宇宙洲 站立若能全部爆发 真神 即便是上亿真神 都只是蝼蚁 只可惜 宇宙洲破损永远停在了那 那疑似神亡陛下的泪人心生物 也永远躺在了那 段东河一脉历代前程 也各个远落 只剩下我一个 罗锋摇头 残酷啊 也就从这禁之世界 还能窥视到远古文明的些许痕迹 东军军营 无尽广阔 整个禁之世界 约有四分之一的部落 异兽势力 都会到东军这边加入 所以可以说 每天都有战士来加入 而筛选考核本就严格 这就使得等待筛选考核的战士 早就排成了一条长龙 一眼看去 看不到尽头 随着战船降落 就在周围一片平原上 轻易便看到远处也有两座宫殿之宝降落 显然也是来送战士的 在北岩真神的贺骂脚踢中 干野部落的八百战士和罗锋也迅速出来了 来到这片平原上 快 快出来 别慢吞吞的 快点 去那边排队 等待筛选 你们这些小崽子 可别连加入军队都失败 有北岩真神这一熟悉一切的领头者 一切自然很迅捷 八百名部落战士包括罗锋 很快来到了那排成一条长龙的队伍最后面 迅速接着排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